第三百零一集 这个家伙呀 至少活了上万年吧 我倒吸一口凉气 这个数字谁敢想呀 咱们的历史也就上下五千年 如果活了一万年 那岂不是在没有历史时 他就已经活了下来 这天上的神仙撑死了 也就活个三五千年 帮上才能活得更久 一个人类如何活得上万年 吴找紫星龙见我一脸 诧异的样子 便说道 你还真是大惊小怪啊 我心想我能不大惊小怪吗 只是最近百年来 再也没有听过那个人的消息 也不知道 那个人到底去了哪 说着话 他还叹了口气 然后又开口 走 咱们走吧 我们朝前走去 寻没了一番 却发现前射刀门的掌门 已经不见了 既然射刀门如今是这副样子 也不是我能管的 我也没有能力去管 索性啊 我就走吧 我和雾爪金龙很快离开了这里 从另外一个出口出去了 回到了京都门外 我出来后 七瑶立刻朝着我跑过来 然后一把抱住了我 你怎么样了 没事吧 没有伤到哪里吧 七瑶打量着我 说话的声音都带着哭腔 没事 我这不好好的吗 我现在这不就站在这儿吗 这是韩眼之说道 小心点 你身边 韩眼之的声音还没落下 我身边的五爪金龙就掀开了口 你小子厌服不浅啊 身边居然有这样的美女啊 这时候奇瑶的目光 才朝着我的身边看去 顿时就看到了五爪金龙 像是被吓住了 拉着我就往回跑 不用怕 这是我朋友 这时大家的目光全部聚了过来 他们全部看向了五爪金龙的身上 屠夫叔立马走过来 走到镜前便是开口问道 秦桓 你在里边发生了什么事啊 我并没有将射刀门真实的情况说出来 而是告诉他 这就是咱们射刀门的身手 我指着五爪金龙 屠夫叔的目光 盯着五爪金龙 他脸上虽然惊奇 但看样子明显不知道 这就是圣兽 基本上和我的认知是差不多的 胖子这时却是反应过来 立马就喊道 找门万岁 找门得到了射刀门圣兽的认可呀 其余阴门的人也跟着喊了起来 可是阳门的人很快就不服气了 什么圣兽啊 你说是就是啊 我看根本就是一条四角蛇 五爪子星龙听到四角蛇三个字 立马就发飙了 刚准备上前动手 被我拦住了 龙兄啊 你变成之前的样子 让这群没眼光的东西见识见识 何必和这群狗东西的东西啊 我说着话 让五爪金龙的态度 立马缓和了几分 很快发出了一声龙啸 这一声嗡嗷的叫声 顿时是响彻还语 震耳于龙 大家拼命地捂住了耳朵 五爪金龙向着高空飞去 身体舒展 随即身上发出了阵阵的金光 顿时有几米的长度 渐渐幻化成了几十丈的巨龙 这庞大的身躯在空中舒展开来 顿时吓得一些胆小的人 一屁股坐在地上 吓得是屁股鸟流 瘫乱在地 随即也像是硬核五爪金龙 这天上的天空 忽然间变得电闪雷鸣 风雨交降 就连屠夫舒也是面色苍白 五爪金龙晃悠了一圈 很快又落到了我的身边 这会儿所有人都怕了 已经有人归在了地上 当五爪金龙恢复成 比较小的样子的时候 大家面色 这才缓和了几分 胖子此时还是硬着头皮喊 掌门万岁 掌门万万岁 这贾光亮父子的面色阴沉 这回算是赔了夫人又折兵 此时大家都高声呼道 让我当舍刀门的总掌门 屠夫舒见到大家呼声这么高 也乐得承认 既然舍刀门的胜兽已经认住了 那么就让秦淮 当我们舍刀门的掌门 不知大家何有意见吗 贾父面色苍白 已经成为太监的他 差点又忍不住破口打马 可是等五爪金龙看向他的时候 他顿时就为了 就这样 我当上了舍刀门的掌门 俗话说得好 新官上任三把火 我的第一把火 就是禁止以后舍刀门的门人 到这个地方 我说完这条 很多人都不理解地看着我 不过 我并有结识 这舍刀门早就变了 变成这样 还是让大家不知道的为好 我宣布完之后 这件事啊 也就此告一段落 我让大家都散了 随后大家从哪来 便是到哪去 此时夜色漆黑 五爪金龙并没有读出什么 但是却一直缠着 韩眼之和气窑 但韩眼之和气窑 怎么都不理会他 他可能是觉得无趣 最后又缩小了一些身体 变成了巴掌大小 落在了我的肩膀上 挠起来痒痒 我们坐在小船 在水中漂流着 向前行进了一段 原本还算平静的水面 忽然就泛起了一阵波澜 水势一下凶猛起来 我紧盯着眼前 站着并没有动 只是等水幕落下 我就看到水面上 多出了几道黑影 看起来有些像水鬼 他们到了进前 很快双手扶地 便跪了下来 小的参见了我 起来吧 他们应了一声 多叫大王 有什么事情吗 东海传来消息 让大王速速回去 他们有说什么事吗 我问道 这水鬼朝我走来 很快递给了我一封文书 我将文书打开之后 密样子顿时变得难 看了几分 我看了一眼 就迅速地将文书收起 你们在前面开路 咱们速速回去 是出了什么事情了吗 我点点头 是出了事情 我们这里到黄河 其实用不了多久 我操纵着水温 大黑一天的路程 便能到达 从晚上到了第二天傍晚 便是到了黄河的支流 我先让奇瑶他们安顿下来 而自己 则是紧随而去了东海 白旗达同龄 老龟 黄河龙王 他们都在 等到了东海龙宫之后 老龟便是拱了拱手 上前一步 大王 这次事情是非常严重 所以不得已让你连夜赶回来 辛苦了 我摆了摆手说没事 我们坐在龙宫之内 我便问道 什么事情啊 回大王 鸭子太子 已经逃回到了南海 那穷牛呢 穷牛太子还在 老龟刚说完 黄河龙王便是补充道 我们已经对穷牛太子 做了监视 放心 他跑不了 我听后心里沉了沉 这不是能不能跑得了的事情 其实穷牛太子 就算跑了也没事 鸭子都跑了 这穷牛 作用也并不大了 只是我心头沉了沉 这鸭子太子跑了 到了南海 他要做什么东西呢 这才是我心头最贪心的事 于是我转头问下了白起 大同龄 现在南海那边有什么动静吗 白起听完我的问话 立刻点了点头 本期内容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如果您喜欢我的播讲 请您点一下关注 点一下订阅 咱们下集再见 白起刚要说话的时候 外面传来了一阵吵闹声 我目光朝着外面看去 可是还没等我说话 黄河龙王就抢先一步 朝着外面走去 你们干什么呀 不知道大王回来了吗 可是这话呀 并没有让外面安静下来 这是一道还算熟悉的声音 从外头传了进来 怎么 本王还不能进来吗 不管怎么说 本王也是东海的二龙王 难道现在东海开会 本王没有参与的权力吗 我听了这话 就知道是球牛太子 二龙王 现在大王在开会 没说要见你 等说要见你的时候 你再来不就行了 黄河龙王说这话的时候 还算是科技 可是球牛太子却并没有给黄河龙王半分面子 你这个狗奴才 本王想做什么事情 什么时候轮得到你来管 我伸手抚了一下自己的眉头 然后说道 让他进来吧 我也懒得读说什么 黄河龙王只好让球牛太子进来 他身穿一身华服 看起来气势汹汹 到了我的跟前 跟我对视一眼 并没有立即说话 几秒钟之后 我居然看到球牛太子朝我拱手行礼 我在想这球牛太子 该不会是吃错了药吧 和我行礼 老龟和白旗也没吭声 我此时开口问道 不知二龙王来找本王 是有什么事情吗 球牛太子目光严肃 大王 本王知道 咱们是有仇的 对吗 这话问得很尴尬呀 咱们是有仇 你这一说出来 咱们还怎么聊天啊 我皮笑肉不笑地看着球牛 最后只是点了点头 我虽然感觉尴尬 但是却发现球牛太子 并没有感觉到尴尬 相反他面色平和 缓缓地开口 大王 本王知道你这次回来 目的是因为牙子 已经潜逃到南海 是吗 我点点头 还是没有说话 上次是因为我们东海 触怒了天庭 所以得到了这样的惩罚 可是不管怎么样 东海 就只能在东海的手中 这句话我一时半会儿 没有听懂 二龙王 你有什么事情 就直接告诉我 本王的意思很简单 不管如何 东海不能落到 其余三海的手里 因此牙子太子 做出了这种事 是我们东海的耻辱 我一时间也看不出 球牛太子和我说这些 到底是抱着什么心态过来的 是和我扯犊子吗 他是想先迎娶我的信任 然后再转身给我一刀吗 我尴尬地笑了笑 这球牛太子 像是看出了我的疑惑 大王 本王一心一意为了东海 就算当初和你争抢 东海龙王的宝座 本王也并没有做错什么 只是本王输了 当了二龙王 但是本王可从来没有想过 背叛过东海 本王生是东海的人 死后也会留在东海 我知道 这南海龙王是什么形式 这几年来 他一直对东海觊觎有加 而且 他以前还找过本王的父王 要本王的父王 做一些别的事 什么事情啊 我心里逐渐起了好奇 但是球牛太子似乎有所顾忌 左右看了看 我知道他的意思 意思是这儿有外人 不方便说 我明白过来 便说道 你们先退下吧 老魁和黄河龙王对视了一眼 并没有动作 白起倒是起身 直接拱手便是走了 黄河龙王想说什么 但是啊 我却是指住了他 我如今肩膀上 可是趴着五爪金龙 我当然没什么可怕的 等他们走后 球牛太子看着我 沉吟了片刻 便是说道 大王 不知你听过水神公公吗 我立刻心头 放起了惊涛海浪 随即摇摇头 我听韩颜之说起过 但是我不能告诉他 球牛太子接着说道 公公没死 这四个字落地 顿时我的心就悬了起来 公公没死 我深吸一口气 但还是强装镇定地问道 那又如何 球牛太子并没有废话 而是直接回道 公公可是水神 当时和火神祝荣交手 可是连天都捅出了一个窟窿 公公可是和天庭有仇的 如果让公公重新发起战争 到时候肯定会民不聊生 生灵涂炭 我嗡了一声 他这话说得很有道理 我示意他接着说 这公公其实一直和南海有联系 所以我怀疑这次 南海会提前发难 我听着这些话 心思沉了沉 沉阴片刻我便是问道 既然如此 你觉得下一步该怎么办 二龙王看着我 眼神明灭不定 我觉得下一步 咱们应该主动出击 不能做一代笔 以什么理由呢 雅兹太子 叛逃南海 让他们交出太子 如果交不出来 咱们便立刻发兵 球牛太子说话 铿锵有力 目光也是坚定有神 我点了点头 说了一声知道了 你知道了 啊 我知道了 要是没别的事 二龙王 你可以先退下了 球牛太子目光看向了我 显得有几分气氛 你不管这是我 我会有决断的 你还是不相信我 球牛太子变得有些激动起来 我并没有说话 目光落在他的身上 我倒是想相信 但是我和他终究是有杀父之仇 我斩了他的父亲 得了东海的宝座 这仇可是不共戴天 你说让我相信他 我怎么相信 我是个傻子吗 我没说话 其实沉默已经代表了一切 只是这家伙 依旧是不屈不挠 大王 如果你不信本王 本王愿意带着自己的部下 做先锋 对南海首先发动进攻 我知道了 你先退下吧 大王 我退下 我又加重了语气 他最后叹了口气 愤恨地走了 我们这边恢复了片刻的安静 我让黄河龙王他们进来 简单地将球牛太子的事情 说了一遍 他们听后 黄河龙王当即就回答 大王 他的话不可信 我嗡了一声 并没有说太多 可是黄河龙王那一套又开始了 大王英明呀 臣下就知道 那种萧萧之辈 骗不了大王 下官对大王的景仰之情 是 我看他又要没完没了 连忙让他打住 现在不是说废话的时候 老龟沉吟了片刻 却是问道 大王 那现在下一步 怎么该怎么做 是不是要去南海龙宫 将牙子太子给弄回来呀 先等等吧 我话音刚落 白起则是开了口 少主 兵马充足 随时可以发兵 白起依旧是严谨一概 我也说等等 我脑子里此时有些乱 我想稳定一下自己的情绪再说 好好的 这牙子太子是如何跑的呢 还有 这求牛太子的用意是什么呢 这水神公公到底是死是活 天庭知道这件事吗 正当我想着这些事的时候 外面突然传出来一声 大事不妙了 我向着外面看去 就看到一个侠兵 匆匆地跑了进来 神色有些慌张 他很快地 便递给了我一份奏折 本期内容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如果您喜欢我的播讲 请您点一下关注 点一下订阅 咱们下集再见 第三百零三集 我将奏折拿在手中 打开一看 这行字很简单 只是说道 秦高鲜 速来天庭 上面还盖着玉地的玉玺 上面具体的内容都没说 但是我看到虾兵 这慌张的样子便问道 除了这封文书 是不是还有别的 这虾兵可能是真的害怕了 是 小的在外面 还看见了好些天兵天将 在外面等着 看起来很凶 小的看他们来扯不善 所以还请到晚小心呀 他说着话 赶紧拱手 将自己脑袋 深深地埋了起来 哦 我知道了 你先退下 告诉他们 本王马上过来 虾兵应了一声 很快退下了 可能是我面子不好 老龟担忧地朝我问道 大王 是不是出什么事情了 没事 我要去天庭一趟 我要是去了 这一时半会儿估计回不来 所以男孩的事呢 不要主动出手 但要懂得随机应变 老龟拱手说是 我对他们三人说 这一遍交给他们了 说完我就朝外面走去 我感觉这一次的事啊 帽子有些不寻常 玉地给我发文 直接让我速速回天庭 而不是像之前那样 有什么事情说清楚 我心里隐约 有种不好的预感 等到了门口 果然看到外面 来了十多个天兵天将 而且挤伏着全副武装 煞气满满 等他们看到我之后 只说了两个字 那下 没手的大统领说着 身后的人很快上前来 对我动手 还给我带上了镣铐 这是为什么呀 我问道 为首的大统领 只是摆了摆手 玉地的质疑 取得没有多说 我嗡吕声 便没多问 一窍等到了天庭之后再说 不管如何 现在不能和玉地唱反调 我们一路到了天庭 便来到了真仙府衙 来到这儿 我就感觉气氛不对 但是等我目光扫了一遍 看到牙兹太子的时候 我就知道是怎么回事 牙兹太子这会儿的情况 有些不对 因为他双目无神 而且面色苍白 更为关键的是 这牙兹太子 坐在了一幅木制的轮椅上 看起来实在不寻常 这旁边还站着南海龙王 他一副悲痛语绝的样子 悲观的人都看着我 东海龙王 你可知罪啊 正堂之上的真仙 还没等我都看几眼 便直接质问我的罪状 我什么都没懂啊 就收到了一封玉地的文书 现在居然就对我问罪了 我心中有些慌乱 片刻之后 我便问道 不知我犯了什么罪过 你们还要给我带上刑具呢 这真仙听了我的话 顿时便怒了 你是真不知道 还是假不知道 你以为本心是和你闹着玩的吗 我听后顿时也变得有些不爽起来 小仙若是犯下什么罪过 你可以直接和小仙说 但你这样说得含糊不清 你让小仙怎么认罪付法 我也是有脾气的 此刻我说话异常的气氛 那上面的真仙冷笑了一声 立马问道 你看这轮椅上坐着的是谁 你认识吧 我认识 那他是怎么变成这样的 你不想解释一下吗 我对这件事完全不知情 我还真不知道 你要小心如何解释 我欢迎落下 他手中拿着的新唐木 很快重重地拍落 你还要狡辩 雅思太子已经在这儿了 你还想说什么 他可是玉帝让你囚禁的 但玉帝没有让你对他下这样的毒手 东海龙王 你还有什么可说的 南海龙王此时也是拱手说道 下官有话说 当时小的看见 雅思太子这副样子 真的是痛心疾首 没想到东海龙王居然如此的歹毒 对雅思太子下这么狠心的手啊 哦 听到这儿我才算是终于全部明白了 在这儿等着我呢 我看着雅思太子这副模样 朝他走去 雅思 你倒是说几句话 说说看 本王是如何虐待你的 雅思太子看着我 一双眼睁得老大 可是半天却是支支吾吾 怎么都说不出来 雅思太子张开自己的嘴 我此时看到 舌头竟然没了 我心里一凉 雅思太子的舌头都被割掉了 这手段可是真够残忍的 但是不管如何这件事 肯定是和我没关系的 这上面的马真仙 还是一副悲痛欲绝的样子 东海龙王 你看看雅思太子现在这副样子 连话都不能说了 这件事你做的 可真的是猪狗不如我 南海龙王也立刻攻守 还请大人早日下断绝 为雅思太子讨回公道 我看了一眼南海龙王 他现在的样子 看起来是异常的阴险 但也只有我能觉察出来 只是不知为什么 我忽然觉得眼前的雅思 也是受害者 这家伙以为从东海逃到了南海 就可以逍遥法外 过上好日子 可是没成想逃到了南海 相反落到了这样的下场 变成这样 雅思太子本身就高 他现在估计那些心里觉得 还不如死了算了 马真仙这会儿也没有犹豫 很快地便是说道 我已经将案件的结果 禀报了玉帝 相信玉帝的文书不久后就会到 这件案子我是被冤枉的 我自己想要反驳都难 因为我没证据 而且此时雅思太子 也确实是从我这里离开的 没什么好说的 他们也不用等我认罪 因为人证物证俱载 等了大概一刻中的样子 便有些人飞来 很快就宣读玉帝的旨意 大家立马站起来拱手听旨 玉帝的旨意大概是 撤了我东海龙王的位置 以观后效 再慢慢地去撑 至于我天庭秦高县的位置 也算是保住了 我听到这个结果 争取了几秒 一瞬间感觉心里有些空空荡荡的 一瞬间又觉得有些如释重负 好像这是一场梦一般 是啊 我原本只是一个小山村的少年 什么东海龙王 黄河龙王 这些事都和我无关 一切对我来说 应该只是虚妄的 东海龙王 接纸吧 我嗡了一声 直接跪地 将玉帝的旨意接下 马真心的嘴角露出立谋笑容 大家纷纷散去 而南海龙王 走到了我的跟前 便看了我一眼 你终究只是一个人类 四海的事 不是你能干涉的 我没说话 看着南海龙王带着雅思太子 大摇大摆地走了 雅思太子走时 手还朝我招了好几下 像是在对我暗示什么 但是我并没有理他 我独自站在原地 吐了一口灼气 随后便是返回到了人间 这会儿人间的天色正在黎明 一丝鱼白肚 放在了天边 我站在院子的门口 看着门口缓缓而过的黄河 除了水声 一切都显得那么的宁静 过了一会儿 我忽然听见身后 响起了轻微的脚步声 我回头看去 看到了一个 让我没想到的人 他手里拿着一条板凳 小子 现在有空吗 我睁住了几秒 哦 有空 他又看了一眼高空 转而对我说道 今天怕是有雨 穿上这件缩衣吧 说着话 他扔给了我一件缩衣 与其态度 像是对待老朋友一般 一瞬间我有些失神 竟然感觉这场面 似乎有些熟悉 我痴痴地盯着他 他却是扭头看了我一眼 怎么 你是不是 有什么东西想问老夫啊 本集内容 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如果您喜欢我的播讲 请您点一下关注 点一下订阅 咱们下集再见 第三百零四季 我将苏衣穿好 跟在了他的身后 沿着黄河往上游走去 在这河边钓鱼 钓了有一段时间了 这黄河的鱼啊 可真不好钓 老先生 有些问题 我可以问你吗 天机不可泄露 有的问题啊 其实你不该问 也不要问 老先生的话 让我陷入了沉思 最后将想要问的问题 又重新咽回了肚子里 你说你现在 不是东海龙望了 下雨的话 雨水落到身上 身上会被打湿 对吗 我点了点头 但是你现在穿上 我给你的苏衣之后 是不是就会好上很多啊 这话说得我 争住了几秒 老先生找到了一处 还算平缓的水面 便坐下来开始钓鱼 鱼钩很快地抛入水中 我就站在老先生的身后 老先生也不说话 我也没说话 我们俩就这么一只站着 大概等着那一抹鱼白度 消失之后 高空之上 便开始下起了大雨 稀稀利利的雨水 落在了水面 我身穿缩衣 头戴斗笠 所以雨水并没有打湿我的衣服 我和老先生从白亭一时 坐到了晚上 始终都没有再说过一句话 我在想着一些问题 而老先生则是在钓鱼 并没有理会我 几个小时过去 我终于相信了老先生说的那句话 黄河的雨 真难掉啊 可能是老先生觉得累了 他很快站起来 撑了个懒腰 哎呀 算了 我掉了 我点点头 恩了一声 想明白了老夫 对你刚才说的话没有啊 有些明白 又有些不明白 老先生看着我 那双无比深邃的眼眸 像是一帮星河一般 最后他只是伸手 在我肩膀上拍了几下 等 老先生说完 便是没有停留 转身便是朝着河面走去 从水面跨过 如履平地一般 在这大雨 庞涂的夜里 我看着老先生的背影 便喊了一句 您放心 我会等的 我喊了一声 老先生的小声传来 然后声音很快就消失在了我的视线里 我自己在黄河边站了一会儿 忽然在这时 原本好好的河面 忽然像是被热水煮沸一般 冒出了很多的泡泡 我盯着看了一会儿 紧接着就看到那张熟悉的面孔 是变得严厉了几分 那 那有件事和你说 可以吗 你说吧 黄河龙王朝我拱了拱手 大 现在 东海龙王的位置 已经交由二龙王暂时代替 东海龙空的局面不太稳定 大家都不想在这东海龙空待着 白几大统领尤为强烈 他只是说他帮您 所以马上就要回来了 陈下也是如此想的 如果您不当这龙王 那陈下也不愿意当什么黄河龙王 陈下 不 我 我只想跟着你 安前马后 黄河龙王说的这儿 已经是有些激动了 你是不是蠢呀你 我的话 立马让黄河龙王争住了 他抬头看向我 露出了几分惶恐 大 别叫我大王 叫我情怀就可以 黄河龙王不敢直接叫我的名字 小的 是不是哪里说错话了 还请见谅 你没说错话 是我错了 不 不敢 大王您 英明神武 怎么可能 他话还没说完 我便打断了他 我告诉你 你一定要做好这黄河龙王 现在东海局势很不稳 随时可能会出现问题 还有 白几大统领是东海的主要防线 千万不能让他退回来 你传我的话 就当是帮我的忙 让老龟和白其他统领 好好待在那儿 等着我 具体的事呢 我会和他们说的 黄河龙王听了我的话 便争住了 一时间并没有反应过来 你听懂了吗 我话音落后 黄河龙王很快应声 听懂了 小的现在就去做 说着话 他便又回到了黄河里 我深吸了一口气 有时候和人说话 真的是费劲 说多了 怕把一些事情泄露了 说少了 又怕他不明白 等黄河龙王走后 我也并没有在这里督战 转身朝着院子里走去 等回到院子 七瑶他们都已经起来 事情处理好了吗 放心 解决了 我眉头舒展开来 七瑶还在问 我确实并不想让他知道太多 咱们早上吃什么呀 咱们吃鱼 七瑶回答了一声 眉眼间都是柔和 他能看出来 我并不想就这个问题再读书了 到了院子里 这黄河和胖子都已经起来 大家一起弄了早餐 简单地吃了一顿 吃完东西之后 外面的雨 下得愈发地大了起来 一直下到了晚上 等到晚上 东海那边 还是没有任何的消息传来 我总觉得有种山羽欲来 丰满楼的感觉 我盯着雨幕看着 终于到了晚上八点的样子 这黄河突然炸开了一道水柱 就远远看到黄河和神匆匆地 朝我跑了过来 不好了 出事了 出什么事了 我看着黄河龙王 便急忙地问道 二龙王宣布 要对南海发起进攻啊 我顿时一手扶住了额头 这球牛太子是个傻子吧 我想了想便是又问道 他理由是什么 二龙王说 雅兹太子虽然叛逃 但是成了那样 肯定是南海动的手 他要替雅兹太子报仇 我一时无语 这家伙什么时候 变成了大侠了 如果对南海发动进攻的话 势必会有不好的影响 双方倒是发生冲突 局面一定会失控 雨声变得大了起来 我问道 老龟能不能劝住他 劝不住我 这二龙王已经带着一队兵马 准备出发了呀 这样吧 你将大鱼喊出来 带我去一趟 黄河龙王赶紧应声 将大鱼喊了出来 忽然想起了一道声音 哎呀 你管这么多干什么呀 要是本龙啊 就让他们打 等他们打完之后 本龙叫他们如何 做一个合格的龙 五爪死心龙 打了个哈欠 在我肩膀上说着 要是试试 都有五爪金龙 说得这么简单就好了 不对呀 我忽然想到 五爪紫金龙说的是真的 如果四海闹了矛盾 发生了厮杀 那会不会是玉帝 最想看到的结果 毕竟欲绑相争 渔翁得利呀 天庭和玉帝 就想做这个渔翁 我想了想 往前走了几步 这是韩颜之的声音 也传了出来 我和你一块去吧 现在的情况复杂 我看了眼韩颜之 心想也成 不管怎么说 他的实力的确比我强 没过一会儿 大鱼就出现在了河面上 我们上了车 直接被大鱼载着 朝着东海而去 只是让我没想到 在东海水面 等待着我们的 将会是一件更加可怕的事 本集内容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如果您喜欢我的播讲 请您点一下关注 点一下订阅 咱们下集再见 第三百零五集 等到了东海 看到东海的水面的情况 我心里更是掀起了 惊涛海浪 只将海面水浪滔天 像是东海的海水 随时要倒灌出来 将河岸淹没一半 而且海边还有不少的人居住 特别是沿海的城市 有很多人口 如果海水倒卷而出 倒是不知会死多少人 怕是地府都要忙不过来 我深吸一口气 脑子快速地转动着 可是想了好一会儿 也没想出解决办法 您看见了吗 现在海底的虾兵蟹将 随时都会发动攻击 他们已经聚聋了 黄河龙望开口说道 我点了点头 表示明白 南海那边呢 黄河龙望一针便说道 您等一下 小的现在下去看看 说着话 他很快朝着海底沉去 海水此时极其地不稳 四处翻涌的海水 不断地滚动着 但是我们坐在大鱼拉的车面内 稳如台山 像是没有一点事情 而这是我身边的韩雁芝说道 这一战不可避免了 我淡淡地应了一声 别的什么都没说 大概等了一刻中 黄河龙望从水里冒出 立刻回道 虾兵已经打起来了 我听后面色一变 刚想说话 只是脑子里这时 想到老先生的话 我立刻指出了自己的话头 现在应该怎么办呀 黄河龙望着急地问我 其实我心里也是着急 但现在这种情况 不是我能控制的 是啊 我贸然插手 到时候可能会出现 更加不可控的情况 所以有些事情 我自己也得考虑清楚 等吧 我也只说着等 说完这一句 我便不再多言 大鱼 走 咱们去河岸 可是黄河龙望 跟在我的身边 确实有些不解 大人 咱们 咱们等什么呀 我没回答 我们到了河岸 看着这滔天的水浪 我非非有些失神 正当我失神之际 身后不知何时 出现了一道身影 秦大人 你也在呀 我听后应了声 是 看到来人 我还是有些吃惊的 因为这来人不是别人 正是中窥大人 他双手放在背后 身后跟着好些个小鬼 粗略地看了一下 起码有上百个 另外还有不舍的地府官员 看到这样的阵仗 我心里涌现了疑惑 不过幸好中窥大人 并没有看见我出现在海面 毕竟地府和龙宫是有着矛盾的 虽然我现在已经不是东海龙王 但是他们的矛盾 不管怎么说 都是存在的 我和中窥大人打了声招呼 这东海 不知道又搞什么鬼啊 我尴尬地笑了一声 并没有回话 大人 您怎么来了 本官就不能来啊 到时这海水淹没下来 得死多少人啊 这活人的魂魄 地府必须带走 我瞬间明白了 毕竟之前听他们说过 地府和龙宫的矛盾 所有的小鬼都严阵一带 中窥大人悠悠叹了口气 既然你也在这里啊 正好 我分你一对人吗 说着话 他安排了十来个小鬼跟着我 我本想拒绝 但也不知道怎么拒绝 这中窥大人双手背在身后 走来走去 来回踱步 看起来显得有些焦急不安 大人 您这次对东海的事情怎么看 中窥听后没好气地回答 怎么看 这四海啊 总是能整出一些幺蛾子 本官早就累了 这次也和玉帝弹劾了东海 可是玉帝确实不管用 你说 这气不气人呢 看来和我料想的差不多 玉帝根本不打算管这件事 打算让四海自己窝里斗 到时候坐收渔翁之力 我心思沉了沉 瞬间对玉帝没了好感 这不只是四海的事情 到时还会死很多的人呢 我觉得不能这样 如果我站在旁边不出手的话 到时可能会死更多的人 我忽然 想让白起出手了 只是想到这儿 发现这么多的地府小鬼在这儿 再加上中窥大人 还有地府官员 一时间 我也没办法直接通知东海龙宫 韩燕之他们跟在我的身边 而舞爪金龙 却好像已经呼呼大睡起来 我想了想 对着中窥大人说道 大人 我先到处看一看 巡逻一番 中窥大人深看了我一眼 好 不过你凡事小心 四海的人 对我们地府的人 也没什么好印象 别回头出了事 我应了一声 说我会小心的 我朝着外面走去 身后的十多个小鬼 也跟着我过来 这倒是让我有些不好做事 我喊了一个小鬼 你们四处探查一下 小鬼们很快隐声 便走了截止 但还是有一些没走 你们为什么不走 小鬼回答我 大人 我们需要留在这儿保护你 这边实在太危险了 如果到时遭遇了 四海的狗崽子 您回头出事了 我们担待不起啊 是不是本官的话 没了作用 我立刻板起了脸 小鬼们顿时被吓住了 不敢 不敢啊 那就赶紧去 我说着话 小鬼应声便是走了 现在只剩下了我和韩燕芝 我脑子快速地转动着 然后朝着东海而去 先是看了看四处没人 确认之后 我将大鱼召唤出来 让他把黄河河神拉来 大鱼去了之后 大概不到半个小时 黄河河神跟着他一块来了 老贵也跟着来了 老贵的面子有些惨白 他们刚准备说话 我确实止住了他们 你们现在不用说 先听我说 现在你们赶紧让白旗出手 我的目的是一战养战 最好不要出现大规模交手 老贵应声随后便退下了 但是黄河龙王还是在这儿 大王 陈下早就等你做这个决定了 刚才下面交手啊 二龙王的人根本不是南海的对手 被打的是屁股鸟流 一击击溃啊 不过现在啊 也不用再怕了 只要白旗大统领出手 局面肯定会翻转的 黄河龙王说着话 言语间充满了对白旗大统领的信任 我当然也是如此 相信只要白旗大统领出手 肯定是能平息这场战争的 可是我和黄河龙王说话的时候 背后却突然想起了一道声音 群道人 你这是 我听到这道声音 顿时陡然色变 本集内容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如果您喜欢我的播讲 请您点一下关注 点一下订阅 咱们下集再见 第三百零六集 这句话落下 我顿时感觉自己后脊梁鼓里 都通上了一阵寒气 说着话的不是别人 而是中魁大人 而黄河龙王这会儿 还在和我说着话 这气氛陡然间变得尴尬起来 前面说过 龙公和地府是有仇怨的 现在被中魁大人 抓到我和黄河龙王在说话 这气氛可想而知 黄河龙王还想说什么 我咳嗽了一声 暗示他别乱说话了 黄河龙王也是人精 自然不是傻子 很快就明白过来 我伸手指着黄河龙王 这现在好好的 你们东海为什么掀起这么大的波兰 不知道会因此死很多人吗 你到底有没有将地府放在眼里 本官告诉你 我们地府不是好惹的 赶紧下去问问 你们龙公为什么要这么锁 最好给我们地府一个交代 我声色俱利 黄河龙王很快应了一声 便是消失在了水面 我深吸了一口气 转随对着中魁大人说道 大人 您什么时候过来的 中魁大人看着我 秦大人 你刚才是 下官刚才是在质问东海的人 为什么要这么做 中魁大人却是并没有立刻回答我 只是紧紧盯着我 他一张黑脸 再加上他嘴角带着一抹诡异的笑容 看向我的眼神 还是意味深长 好想再说 你小子最好不要欺骗本官 不过这个时候 不管是什么情况 有些事是打死不能说的 几秒钟后 中魁大人说道 你问到了吗 差不多了 等一下应该会有结果吧 我笑了一声 中魁大人又看了我一眼 随后拍了拍我的肩膀 真是辛苦你了 秦大人 不辛苦 下官应该做的 好了 那本官去别处看看 说着话 中魁大人就走了 看到他走后 我才长长出了一口气 感觉自己的后背 已经被汗水给浸透了 差点露了下 等到中魁走后 韩燕芝说道 你还真的是像以前一样怂呢 说着话 他脸上也露出了一抹笑容 我也没说什么 如果机智都算作是怂的话 那么我宁愿意怂到底 我和韩燕芝在这站着 看着眼前翻滚的海浪 大概半个小时之后 原本激烈的海浪 忽然就逐渐平息下来 但是水面上 出现了很多的死鱼死乡 我见到这一幕啊 悠悠地叹了口气 怎么走吧 水面之下这场战争 应该是暂时平息了 我现在走的原因 也是怕等会儿 黄河龙王又冒上来 和我禀报情况 回头被地府的小鬼 再抓个正着 那就麻烦了 往前走了没多久啊 便碰到了一个小鬼 小鬼拦住我的去路 大人 中魁大人 喊您过去一趟 我嗡了一声 然后对着韩燕芝说道 你等等我 我去去就回 韩燕芝应了一声吼 我朝着前面走去 此时中魁大人身边 聚拢了不少的地府官员 大家神色变得轻松了几分 中魁大人见我到了境前 便是开口说道 秦大人 现在东海的局面 好像是平息了 不过咱们仍旧不能掉以轻心 这样 这边的事呢 就交给你了 我给你留一些人手 你把这里的情况看好 有什么事情 急着派人去地府禀报 知道吗 中魁大人下了命令 我也不好说什么 赶紧应了一声 大人 您放心 这件事我肯定办好 中魁大人应了一声 带着人便离开了 留下了十几只小鬼给我 这十来个小鬼围绕在我的身边 盯着我看着 等待着我下达命令 这样吧 你们将这附近的镇子上 所有的情况 都给我仔细地盯着 如果出现什么事情 第一时间和我汇报 我随便应付了几句 小鬼们应了声 便各自散开 等小鬼们走后 这里才恢复了安静 我看着东海旁边的镇子 心想信号这滔天的水浪 并没有砸下来 否则的话 到时候不知道要死 多少无辜之人 我站在海边待了几秒 这寒烟枝已经过来了 事情已经处理好了吗 我告诉他差不多了 现在当务之急 是要了解东海的情况怎么样了 不过现在啊 有十来个小鬼 随时都会来找我 要是这一层关系曝光了 那就尴尬了 思想想后啊 就先回到了黄河边的住处 随后我找来了黄鼠狼 告诉他 让他将老龟给我喊过来 一定要低调 他应了一声 便是转身而去了 等了大概一个时辰 老龟便是和黄恩 一起回来了 我告诉老龟 我们以后联系 需要秘密联系 不能暴露身份 老龟做人做事 比黄河龙王要沉稳很多 我一点播 他很快就明白 黄河龙王的样子 现在已经在地府曝光 所以很不安全 那现在 咱们方便说事吗 我点点头 当下老龟也没有耽搁 开口便是说了起来 东海和南海一战 先是二龙王战败 死伤无损 可是后面的战局啊 被白几大统领 直接扭转回来了 我点了点头 便告诉老龟 下一步什么都不用做 让他等 有什么大变化 第一时间过来找我 老龟看了看我 点点头 便是拱手要退下 等老龟退下后不久 外面便吹来一阵寒风 有几个小鬼 便出现在了屋内 他们拱手喊着大人 你有什么事 直接说 大人 大事不好了 又出什么事了 我看着小鬼 说这番话的时候 神秘兮兮的样子 死人了 你把事情说清楚 怎么死人了 就是 有人 心脏为耻了 小鬼说这话 一脸的惊恐 他眼神闪烁 我也是面色飞飞一变 那魂魄找到了吗 小鬼便告诉我 并没有找到 于是我让他前面带路 带我一起去看看 他一路带着我 很快到了东海旁边一个镇子上 这镇子上的人 基本上都是以打鱼为生 所以家家户户都挂满了咸鱼 因为现在是晚上 所以大多的小鬼 都在到处巡逻着 我们到达了地方 小鬼立刻带着我向前走去 等到了一户人家的院子里 看到了尸体的时候 我面色也是微微一变 这尸体的胸口被掏出了一个血洞 看起来血肉模糊 死得非常的惨 而更可怕的 还不是这个 本期内容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如果您喜欢我的播讲 请您点一下关注 点一下订阅 咱们下集再见 第三百零七集 这个人尖头上的三把命火 全部灭了 活人尖头上一般来说 都是有三把命火的 这三把命火要是灭了 人就死了 只是这三把命火 大多数人不知道 从某种程度来说 也和魂魄有关系 只要魂魄没散 这三把命火 还是能够看见的 只是不再燃烧而已 但是这三把命火 此时已经全部消失不见 这就说明 这个人的魂魄 很可能彻底的烟消云散了 我心头沉了沉 吃了人心 还能把人的魂魄也吃定 有没有发现 什么可疑的人 在这里出现过 小鬼们很快回答 没有 只死了这一个吗 小鬼刚要说尸 却在这时 又有一道声音传来 大人 不好了 这边又发现了一具尸体 带路 这次发现尸体的地方 是躺在水缸里 他的鲜血将水缸给染过 死者的状况 和先前那句差不多 反正死得不同寻常 胸口都是有一个 血肉模糊的大毒 大人 我看这肯定是 东海龙宫那群小人干的 否则的话 人怎么可能死在水缸里 我立刻喝住了他 你别在这儿胡说八道 你有证据吗 你看见了吗 小鬼被我喝得支支吾吾 说不出话来 龙宫和咱们地府 早有过节 是他们做的也不奇怪啊 现在龙宫和地府 正处于关键时期 你现在这样信口胡说 难道是要挑起 地府和龙宫的战斗吗 我这番话 吓得小鬼顿时面子以白 他扑通一声 便是跪在了地上 吓得不敢 不敢 我一时半会儿 搞不清楚这类的状况 这人到底是谁弄死的 我于是喊了一个小鬼 让他去盘查一下 附近有没有可疑的人 有几个小鬼听令 直接快速地散开 现在真的是一波尾屏 一波有气 小鬼们散开之后 这里顿时剩下了我一个人 我站在了水缸旁 看着水缸里的尸体 此时他的面目 异常地猙獰 看神色好像是被吓死的 我正看着 这原本好好的水缸 忽然便裂开 砰的一声 血水顿时流了出来 我健庄快速地往后退去 紧接着便看到地上 出现了密密麻麻的黑色虫子 这些虫子 全部是跟着水缸里的水 一起出来的 它们落到地上 快速地散开 直接消失不见 我们面色变了变 心想这些是什么怪异的虫子呀 难道这些人是被刚才的黑色虫子杀死的吗 正当我想着 耳边忽然想起了一道哈先生 我扭头看去 就发现五爪紫金龙已然睡醒了 哦 这儿怎么这么臭啊 我一睁 我并没有闻到臭味 于是我便好奇地问他 你怎么闻到的 五爪紫金龙没好奇地回答 当然是用鼻子闻到的 实话跟你说吧 我见过他 见过 我一下被五爪紫金龙说得有些迷惑起来 你见过什么呀 我见过散发着臭味的虫子 这口东西啊 以前和本龙有过过节 不过当时本龙出手将它给收拾了一顿 你的意思是说 这儿有条虫子啊 是啊 有条虫子啊 不对 我差点被五爪紫金龙说得有些搞不清楚情况 虫子 什么叫有条啊 我刚才看见了很多条啊 你说什么意思啊 我 我为什么没搞懂啊 五爪金龙很快地从我肩膀上漂浮下来 然后身形放大 紧急着说道 你说你脑子到底是什么做的呀 本龙和你说得这么清楚 你还不懂啊 是这样啊 这条臭虫子呢 很变态 常年居住在阴暗的角落里 最喜欢待的地方 就是地府 我听后心里顿时一凉 心想这次黄和平的居民 对他们动手的人 难道是来自地府的虫子吗 看这人死得这么惨呀 一看就知道 是那虫子的解锁 现在龙宫的情况紧张 地府又出现了这样的事 我现在真的是有些分身乏术 这件事也不是我能管的呀 龙宫的事情 已经弄得我焦头懒额 我深吸一口气 很快喊了一个小鬼 我对小鬼说 让他将这件事 回地府禀告给中魁大人 小鬼应了一声 快速地朝着地府而去 胡爪金龙不知什么时候 又回到了我的肩头上 你要是想对这条臭虫子下手 本龙劝你还是算了 这条臭虫子 在地府的地位还蛮高的 我摇了摇头便是回道 这件事情我不打算管 我也管不了 就这样 我们在原地等了半个小时 中魁大人便是过来了 秦大人 还有这么特别的事情发生吗 我摇了摇头说没有 我刚要对中魁大人说这件事 却突然在这时 一个小鬼又很快地朝我们跑来 大事不好 又发现了几具尸体 中魁大人面色变了变 立刻喊道 走 逮本官前去看看 前面的小鬼带路 我们很快到了地方 这次看见的尸体 是一家五口人 有老人 有年轻人 还有孩子 一家五口就这么死了 死亡时间无法判断 但是死的还真是惨 真是好大的短子 居然敢如此明目张胆地杀人 中魁大人气愤地喊了一句 便是转头问我 秦大人 你这边可有什么线索 于是我把之前发生的事 告诉了中魁 中魁疑惑地问道 黑色的虫子 我嗡了一声 我觉得有些话呀 不适合让这些小鬼听见 你们先退下吧 小鬼听后 很快回忆 退到了远处 我和中魁大人两人站在这 我压低了声音问他 你知道 这地府有条虫子吗 我这没头没脑地问着 中魁大人也是一针 你是半会儿没明白 就是那种黑乎乎 看起来很短的虫子 中魁大人眼眸里闪过了一抹疑惑之色 你说的是地狱试魂这虫吗 我听后一睁 反正我也不清楚是什么虫子 我只是看到过这个虫子 应该是吧 我说完应该是吧 中魁大人的面色一下子变得难看了 他并没有立即说话 像是在沉印着什么 而且在我的面前来回踱步 只是看中魁大人这份样子 我就知道 这次还是个铁板 我并没有打断他 等了一会儿 中魁大人立刻问道 你确定是 我又是点了点头 中魁大人 您是不是知道凶手是谁了 中魁大人点着头 但是面色 却是异常的难看 本集内容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如果您喜欢我的播讲 请您点一下关注 点一下订阅 咱们下集再见 第308集 秦大人 你在地府有段时间了 地府的十八层地狱 你听过吧 别的我可能还真不知道 包括地府的十大言诺之类的 我都不清楚 但要说这十八层地狱 那我肯定是知道的 因为十八层地狱 其实不管大人小孩 应该都听过这种传说 所以等中魁大人 说完这句话 我立刻点头 是啊 知道十八层地狱 中魁大人 嗡了一声 然后面色 便是变得凝重起来 你知道吗 在十八层地狱中 其中有一层的地狱 是世魂地狱 这一层地狱 是用来处理那些 最大恶极的魂谱 所以你今天看到的那些黑色虫子 很有可能是十八层地狱来的 我点了点头 沉默着没说话 钟大人看向了我 秦大人 你怎么看 春魁大人 这件事情 下官人为言轻 恐怕是管不了 管不了 那你难道就白白看着这些 无辜的魂魄出了事吗 这钟魁大人说得振振有词 但是我听起来 却是感觉有些无力 这世界上有太多的不公平 太多的不公正的事 这些事每天都在发生 光靠我一个人 肯定是管不过来的 我看着他 一时半会儿不知道要说什么 我们对视了一眼 一阵晚风吹来 吹拂着我的面颊 我心里有几分期了 一路走到了现在 我当了天天的高仙 当了东海的龙王 当了地府的小司店 可是面对更多的事 我依旧是无能为力 我依旧做不好 依旧顾手顾尾 春魁大人 您下一步打算怎么做 世魂地狱的地狱之主 是崇师大人 所以要查清楚事实的真相 就必须自己到 世魂地狱走上一趟 你可愿意 和本官走这一趟吗 好 下官愿意 我跟着中魁大人 向前走去 大人 现在咱们去 没有证据的话 咱们应该怎么说啊 会有证据的 我争了一下 跟着中魁大人 继续往前走 他这次也像是 下了很大的觉醒 而这时 五爪金龙 在我耳边 嘀咕了一句 这家伙看起来 还有点骨气哈 我转头 对着五爪金龙说道 你和我一起去吗 本龙若是不和你一块去啊 你也肯定会被那些 臭虫子给吃了 到了地府 他们还敢乱吃魂魄 那些东西完全没有底线 既然我找金龙都这么说了 那我肯定是要带上他的 我们一路朝着地府奔去 等到了地府后 一路上布舍的小鬼 朝我们左翼 但是这一次 中魁大人并没有理会他 他此时给人的感觉 有些从容就义的意思 我看着他这模样 就知道这次 可能会遭遇更大的危险 我们一行人来到了地府 很快就来到了试魂地狱 到了试魂地狱后 看到眼前的景象 不免还是被震惊到了 只见所有的魂魄 全部被钉在了柱子上 然后还有一些魂魄 正在经历着 腕虫试咬的惨状 我看到这些黑色的虫子 很快就确定 这些虫子就是试魂之虫 耳边的惨叫声不绝于耳 听得让人有些心惊胆战 很多的魂魄 慢慢地被试魂之虫 咬得不成样子 支离破碎 而我们到达了试魂地狱后 很快就有小鬼上前 来询问我们是做什么的 我们找虫师大人 这儿的小鬼啊 给人的感觉也是怪离怪气 看起来极为不成仇 忠魁大人 您这是无事不登三宝殿吧 有什么事先和小的说 小的再去通报虫师大人 否则的话 虫师大人也会不高兴的 这小鬼说着话 脸上带着一抹笑容 有点像是戏谑忠魁的意思 这种态度立马让忠魁变得不爽起来 他什么话都没说 弹手便是给小鬼一个巴掌 打得小鬼是昏头转向 就连魂魄都隐隐变得透明起来 你 你怎么打人呢 我打的就是你 本官做事 什么时候轮到和你说了 小鬼似乎是完全不怕的样子 好 你敢打我是吧 我现在就让虫师大人替我做主 说着话 小鬼朝这里边跑去 我们也跟着往里面去 只是走去的时候 脚下很快多出了一些 黑乎乎的虫子 这些虫子很快就将我们包围了 这些包围着我们的虫子 几乎是跟着我们脚跟走的 密密麻麻满地都是 我们往前走着走着 就看到前面出现了一张木板床 这木板床极是华丽 而且我看到一条黑乎乎的东西出现在上头 它体格很大 虽然没有我见当初的五爪金龙那么大 但是看起来也不小了 它躺在床上 浑身都是黏乎乎的液体 旁边还有好多的黑乎乎的小虫子伺候着 看起来真的是有些恶心 中奎大人这会儿恭敬地说道 小鬼 参见虫师大人 我也是跟着一起行礼 等中奎大人幻影落下 这些黑乎乎的虫子根本就没有理会 但是中奎大人也并没有着急 还是拱着手没动 五爪金龙说了一句 这些臭虫子摆什么扑啊 看本龙上去教他们做人 我连忙一把拉住了他 让他不要冲动 五爪金龙扶在我耳边说道 本龙真想一爪子拍死他们 我劝住了他沉默两久 这黑乎乎的虫师这才开口 中奎大人 无事不登三宝殿 不知今天来 有何指教啊 中奎大人连忙躬身 不敢 不敢 就赶紧滚 这黑乎乎的虫师的语气 没有任何的耽搁 就这样直截了当地说了出来 中奎大人的面色顿时变得尴尬起来 这条死虫子 态度的确很嚣张 但是中奎大人 却是依旧隐忍 还是没有动身 让你滚没听见吗 这气氛变得愈加尴尬起来 中奎大人面色凝固 半上都没说话 我实在是看不下去了 中奎大人来这儿 肯定是有重要的事和你说 我这幻音落下 大家都朝我看过来 中奎大人很快就对我说了一句 秦大人 别乱说话 重施大人 秦大人 才来地府堂旨 不懂规矩 还请重施大人见谅 见谅 本集内容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如果您喜欢我的播讲 请您点下关注 点下订阅 咱们下集再见 第三百零九集 这虫师的话音刚落 一道巨大的黑影 便朝着我奔过来 随着那道黑影袭来 我还听见了一阵冷哼声 我迅速地往后退步 刚想出手 却在这时 我身前出现了一道身影 直接将这虫影 给拍了回去 那团朔大的虫影 直接被拍落在地 轰隆一声 原来这虫师躺着的木窗 也直接被砸成了碎片 情况发生得太过突然 很多人都没有反应过来 等这些小鬼反应过来之后 纷纷地朝这边过来 很快将我们包围 而且还有无数的黑色虫子 也是朝我们巨龙过来 看着眼前这些黑色虫子 就要对我们 发起进攻的时候 而这时 却响起了一道鹤声 住手 顿时所有奔着我们 过来的黑色虫子 全部停下了脚步 但是光被包围着 我这心里 已经够害怕的了 这些鬼东西 不只是吃人的心脏 还会吃人的魂魄 而这时 钟魁大人的声音 也响了起来 崇师大人 息怒我 五爪金龙此时 虽然没有放大身心 但是却悬在了我的身前 你怎么来了 崇师大人的声音很快响起 怎么了 我欢迎本龙过来啊 崇师大人冷哼了一声 哼 欢迎 不过你刚来就砸本宫的场子 你几个意思啊 崇师大人的声音里 我已经听出了怒火 而钟魁大人的目光 落在我的身上 也随之看下了五爪金龙 他的眼神变得好奇起来 不过这会儿并没有出声 哈哈哈哈 擦你场子 要是本龙愿意啊 就连你这个试魂地狱 也给你掀翻了它 五爪金龙气势十足 丝毫没有给崇师大人一点面子 你们 先退下 崇师大人的花音落下 足有黑乎乎的虫子 瞬间如潮水一般 消失得无影无踪 钟魁大人 你也退下吧 钟魁大人看了我一眼 我立刻回道 没事 你先走吧 现在有五爪子金龙在这儿 我相信他也不敢做什么 钟魁大人到了一句小心 便转身走了 这黑乎乎的虫子 重新挪动了一个位置 弹错了下来 咱们也算是老朋友了 都念梅界 一起喝一杯 咱们有什么事 今天就说清楚了 板龙没什么跟你说的 只是板龙的小弟 有些话要跟你说 小弟 崇师这世的目光 才落到了我的身上 你也是地府官员 我点了点头 说自己是地府的小厮店 崇师听后 雨气顿时充满了嘲讽 你不知道吗 在地狱不是判官 是没有资格和我说话的 我不知道 而此时 五爪紫金龙 替我站台了 臭虫子 你别跟本龙抓啊 否则的话 本龙要教你怎么做人 五爪金龙说着话 这双爪还抱在了胸前 大有一副你在装逼 我就上前打人的冲动 崇师大人顿时沉默了 大哥 你就不能给点面子吗 我已经不是以前的崇师了 我现在可是地狱之主 本龙管你是什么呀 该收拾你 还是得收拾你 你大哥永远是你大哥 还有你刚才居然想收拾 本龙的小弟 我如果放着你 以后我还怎么当他老大 我一时无语 不过五爪紫金龙 话操礼不操 没什么可说的 若不是他帮我 我现在很可能已经死了 崇师大人 像是被说得没了脾气 好 你赶紧说吧 你来这里究竟是为了什么 我抓住机会 也并没有耽搁 这两天黄河边死了不少人 不止死者的心脏被吃了 连魂魄也是如此 我刚说到这儿 崇师大人立刻开口 你是在怀疑本官做的吗 没有证据 我立刻回答 这些证据我是没有 但是我在尸体下面 发现你圈养的这种大量的虫子 就是你刚才指挥的黑色虫子 这崇师大人 争取了几秒 随后便含含大笑起来 不知道说你是天真呢 还是说你傻 难道这全天下的虫子 只有版虫师有吗 别人就不能有 这种黑乎乎的虫子 可是试魂地狱的试魂之虫 外界哪里会轻易地见到呢 我沉默了一会儿 便是问道 哪里还有 崇师大人这时 突然用力地拍了一下眼前的镯子 小四爹 你到底有没有将本官放在眼里 本官可是地狱之主 我地狱之主会出去乱杀无辜吗 这句话说的我已是不知该怎么回答 是啊 他都已经是地狱之主了 还用得着乱杀无辜吗 这不合理 那既然不是你 还会有谁卷养黑色虫子 反正你只需要知道 试魂地狱的黑色虫子 已经不够用了 我怎么可能还放他们去养解 要吃魂铺 这里都吃不完 小四爹 本官劝你做事还是用点心思 别被人蒙骗了 知道吗 你别他妈屁话 赶紧回答他 崇师大人这会儿也是无奈 但还是说道 本官记得 曾经有一个道士 养过这种黑乎乎的虫子 因为养这种虫子 对环境要求非常苛刻 如果没有养好的话 那等于白杆 而地府不同的地方是 它天生就是一个巨鹰之地 可以说对试魂之虫来说 这儿是天生生存的好地方 道士 我问了一句 是 但是那个道士具体在哪儿 本官也不清楚 本官该说的都已经说了 剩下的 你就算是再问 本官也并不知道了 崇师大人明显已经不想继续说下去了 看起来他还在生气 我朝着崇师大人说了一句多谢 也没有多做停留 喊上了五爪金龙就准备离开这个地方 只是等五爪金龙要离开的时候 崇师大人却忽然追了上来 大哥 我这辈子到底有没有机会变成五爪龙 没有 五爪金龙是直接了当 崇师大人在身后冷哼了一声 显得很不高兴 离开了试魂地狱 钟魁大人正在外面 焦急地等待着 见到我完好无损地出来 他便问道 怎么样 你没事吧 我摇摇头 那里边的情况怎么样了 崇师应该不是凶手 那是谁啊 我告诉他目前不好说 其实崇师说是道士的时候 我心里多少有点怀疑无法道人 说不定他又出来害人了 我和钟魁大人一路说着 便向外走去 如果不是崇师大人 那会不会是东海龙宫的人呢 我看了眼钟魁 本来想开口辩解的 但是话到了嘴边又落下来 现在东海的局面比较混乱 而且从某种程度上来说 我成了东海和地府的一根导火索 我这儿若是破了 那么真的可能会出现大问题 我沉吟着并没有说话 而钟魁大人却是说道 如果这件事是东海干的 那就麻烦了 本集内容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如果您喜欢我的播讲 请您点一下关注 点一下订阅 咱们下集再见 第三百一世纪 我们抬头往前走去 可是刚刚抬起头 我就看到了我师父 我快步地朝着张一清走去 师父 你怎么也在地府啊 我来这里办点事情 听说你也在 所以想过来等你 我嗡了一声 你已经很久没有见到我师父了 钟魁大人看着张一清 朝着张一清拱了拱手 张一清倒是没说话 回了一下李 淡淡地一笑 这件事我会调查的 你交给我吧 我转头对着钟魁大人说道 钟魁大人应了一声 我便和师父 一起向阳间而去 五爪紫金龙不知什么时候 已经在我的肩膀上睡着了 师父 你最近忙什么去了 有些东西要为师去做 如果为师现在不去 以后可能会更加的难 张一清的话 总是让人摸不着头脑 我也没明白 但是我并没有深入的询问 若是他想告诉我的话 肯定会和我说的 我们俩一路走 一路说 我将最近的情况告诉了师父 你在找一个道士 是啊 你去黄河线找那个道士 明天五十三刻 转时去 我明天下午能见到吗 你肯定能见到 若是见到的话 张一清说的这儿忽然沉映了片刻 师父 要是见到怎么办 你若是见到了 嗯 就问他几个问题 什么问题啊 你就问 你自己还有多少寿数 第二个问题 你要问 布州山什么时候 会再次到他 张一清说的这儿又端住了 我看着他的样子 就知道他明显还没说完 第三个问题 唉 你就问问 黄河什么时候干涸 我看着张一清 他双手放在了背后 衣袍被风吹得烈烈作响 不知费了什么 我感觉张一清似乎变瘦了不少 也不清楚我师父 这段时间到底去了哪里 师父 你没什么事吧 你以为我会有什么事啊 师父 我知道您很厉害 但若是您有什么难处 您尽管和我说 只要徒弟能帮上忙的 我肯定不会退脱 我说得很认真 张一清这一路走来 不知道帮了我多少次 救了我多少次 而等着我话音落下的时候 明显感觉他的身形 似乎是抖了一下 随后他扭过头来 伸手放在了我的肩膀上 小子 你还要成长 现在的你还是太弱了 张一清说完 不再停留 向前走去 师父 那凶手会不会是道士啊 张一清摇摇头 他加快了速度向前走去 也没管我 只是走的时候 还对我说了一句 好好照顾其要 我目送着张一清离去 尝出了一口气 等到他的身影彻底消失 我便朝着家里走去 等到了家里 我看到大家都没睡 他们一直在等着我 安光啊 这老龟又来过了 他留了一封文书 说你回来以后 一定要看 我接过了文书 很快打开看了一下 发现里边写的是 南海龙王和其余两个龙王 已经联合起来 现在一起要逃伐东海 问我怎么办 我很快写了一行字 给了黄恩 你将这封文书 快速地送到东海去 我写的是啊 兵来降挡 水来吐吞 基本上就等于 交给了白起了 黄鼠狼应了一声 很快就走了 一夜无话 到了第二天 我按照师父所说的时间 很快到了黄河县里 等到了县城里 我一路往前走去 我原本以为 要花很久去找那道士 我漫无目的地走着 可是没走几步 忽然身后 便想起了一道声音 小友 可是在找频道吗 我快速地回头看去 然后就看见身后 站着一个年纪 大概才五十岁的道士 他留着黑色的胡须 不过穿着实在 有些不敢恭维 身上的道袍 有很多的布丁 我点点头 没说话 这道士问我 算挂吗 算挂 好 跟频道过来 道士带着我 朝着一个巷子里走去 这巷子里还算是比较热闹 有不少的人在这摆摊什么的 我们到了地方 停住了脚步 道士在这儿 有一张桌子 他落座之后 我便问道 不知道长怎么称呼啊 你叫我欧阳道长就可以 我嗡了一声 叫了一声欧阳道长 小友 告诉频道 你要算什么 我要算的是我的手术 我话音刚落 欧阳道长直接说道 不算这个 我听到他说不算 我立刻争取了几秒 不过我还是想求证一下 他是不是认识我师父 我将师父的名字说出来之后 他却是摇头 说并没有听过 小友 你除了兽数 还要算别的吗 我却是想着 他不认识我师父 那是不是我要找的道士呢 我紧接着说了 第二个要算的问题 只是等我说完之后 他又是回道 你能不能说点靠谱的 总算这些有的没的 我怎么跟你算呀 我看着欧阳道长 心想这个家伙 应该不是我师父 要我找的道士 我听了他说这些话 立刻站起来 只是刚要走 他手忽然按住了我的肩膀 你不是什么都不能算吗 谁说频道什么都不能算的 你再问一个 下一个要算的 频道肯定知道 我眼神诧异地看着欧阳道长 心底涌上了一股疑问 我有些不相信地看着他 欧阳道长这时候摩擦了一下手指 我顿时知道了 我摸出了一张百元大勺地鼓具 刚拿在了手中 就看到一道残影从我的眼前闪过 然后我手中的钱便是瞬间不见了 欧阳道长将钱拿在了手中 很快放在了鼻子下嗅了嗅 就是这个味道 好了 问吧 三个问题 问完了两个 也不差最后一个了 黄河什么时候干涸 五天内 这次欧阳道长倒是回答得很干脆 没有任何的犹豫 我听后正在了原地 我感觉他完全是信口胡舟 至少我是觉得他没有一点根据 为什么呀 你问频道什么 为什么 我幻音落下 欧阳道长忽然凑近了我 双眼逼视着我 你想知道为什么 是吗 我点点头 他忽然对着我说道 你按住自己的手腕 我照着他说的做了 按住了自己的手腕 然后呢 本期内容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如果您喜欢我的播讲 请您点下关注 点下订阅 咱们下集再见 第三百一十一集 黄河干涸的话 会像你的血管一样 你也会干涸 什么意思 我并没有听懂 但是欧阳道长显然没有心情 继续回答我 他招手将旁边的小孩 喊了过来 小毛 给频道买一碗米线过来 记得啊 咬下鸡蛋 咬下肉 一个大概十岁左右的小男孩 跑了过来 目露金光 欧阳道长 你又骗了我的钱呢 欧阳道长立刻上街 捂住了小毛的嘴巴 你胡说八道什么 小友啊 你千万别听他胡说八道 说着话 这欧阳道长 还甘笑了几声 我看着欧阳道长有些尴尬 就起身准备离开 也是 我师父怎么会找一个 一问三不知的道长呢 应该是找错了 只是我刚起身 欧阳道长 才向是和小男孩谈好 去买米线的报酬 这小男孩兴高采烈地跑开 等小男孩跑开后 欧阳道长又喊住了我 刘布 道长 您还有别的事吗 欧阳道长摸了一下 自己的胡须 小友啊 别着急 咱们的事还没说完呢 我没钱了 欧阳道长立刻说道 你把频道当成什么人了 频道是看上你那 十块八毛的吗 频道是真的看你是有缘人 才喊你过来 帮你解答一下心中的疑惑 欧阳道长深看了我一眼 眼眸里还闪烁着一道光滑 那 您接着说 我又重新坐了下来 反正一百块钱也花了 听几句也是无妨的嘛 当我坐下来 欧阳道长又朝着我黑黑笑道 哦 小友啊 频道一次性 跟你说清楚 再给点 我 我心想这肯定是个假道士 真的道士怎么会一直提要钱呢 不过我细细想了想 已经到了这个地步 不差这一百块了 我又摸出了一百块 递给了道士 道长接过了钱 很快笑眯眯地说道 小友啊 你这辈子 肯定会有岛尊保佑的 我没说话 等待着欧阳道长 自己说重点 我说了啊 这黄河啊 藏着大气雨 等到黄河河水干涸的时候 就是那份大气雨出现的时候 只是这份气雨出现 就意味着 另外一份气雨 会走向衰落 啊 我疑惑地看向他 欧阳道长干咳了一声 双手放在了自己的背后 一副高人做拍 天地之节 流年岁月 不知过了多少年 真正能同时存在的大气雨 非常难 一份出现 必定会有另外一份衰落的 欧阳道长重复了这句话 我好像听明白了 你的意思是说 到时我的血管 会干涸吗 这是回答你的第一个问题 我听后面色变了变 刚想继续问 却在这时 刚刚跑出去的小男孩 已经跑了回来 端着一碗米线过来 把碗放下 便是说道 哦 你的米线 小男孩把米线放下想跑 很快就被欧阳道长抓住 小兔崽子 剩下的钱呢 剩下的钱不是给我吗 哟 你个小兔崽子 贫道看你是想挨打了吧你 交出来 小男孩挣扎着 但是欧阳道长却并没有松开的 你以前不都是将剩下的钱给我的吗 怎么现在这么小气了 以前是以前 现在是现在 以前一块几毛的 现在是好几十块 那哪能一样 快给频道 不然频道揍得你屁股开了花 小男孩最后还是屈服了 将钱拿出来给了欧阳道长 最后欧阳道长给了小孩五毛 你真小气 管管 年轻人可千万别被骗了 说着话 这小孩便走了 欧阳道长重新坐下 小友啊 别听这个小兔崽子胡说八道 频道算卦可是专业的 我尴尬的嗡了一声 没有多说 这欧阳道长吃了狗米线 这一口刚下肚 小男孩忽然又跑了出来 臭道士 我在里面涂了口水 欧阳道长顿时脸就绿了 蹭的一下站起来 你先等等频道 欧阳道长说完 没有任何犹豫 拔腿便追 我看着欧阳道长 越发觉得这个老家伙不靠谱了 但是也不知为什么 我站在原地并没有走 我这时看见旁边 有个摆摊的大娘 大娘 这城内只有一个道士吗 是啊 不过本来没有道士的 他是刚来不久的 小伙子呀 我告诉你 这道士有些不靠谱的 算得不怎么准 你还是长点心吧 刚才看你说了几句话 就花了两百块钱 就算是有钱 也不能这么花呀 这样吧 如果你真的想算 我可以给你介绍一个 算了吧 谢谢啊 我只是到了这个固定的时间 来找固定的人算明 如果固定的时间过去 那也就不用算了 我坐在原地 等了大概十分钟的样子 欧阳道长就回来了 只是回来的时候 显得有些狼狈 浑身上下脏兮兮的 小小 叔叔再不好意思 耽误你时间了 我摇摇头 他接着说道 那小兔崽子 太烦人了 我点点头 接着问道 您还有什么要对我说的吗 没了 你先回去 现在回去等结果 我一下争住了 那你让我等在这干什么呀 欧阳道长看着我没站起来 便说道 小友啊 频道已经说的够多了 若是频道再说下去 那就是泄露天机 到时会遭报应的 我点点头 转身准备离开 只是刚走几步 身后又突然传来了 欧阳道长的声音 小友啊 你仔细想想 你问的这三个问题 是有联系的 是有联系的 我怎么想都想不明白 有联系吗 我一拍脑袋 我在这想什么 直接返回就问不就得了吗 可是等我扭头回去的时候 却发现这欧阳道长 已经不见了 我立刻返回去 找原来那大娘问道 大娘 刚才的这个道长呢 大娘诧异地看了我一眼 什么道长 这里没有算命的 不是吧 这里刚才明明有人的 我脸色立刻凝重起来 难道刚才 我不是和人说的话 找了一圈 我还是没找到 摇摇头 干脆朝着黄河走去 到了黄河边 我发现黄河的水 非常的湍急 只是怎么看 这黄河水 都不像是要干涸的样子呀 趁着晚上找到了龙王 我便问黄河龙王 这黄河水会干涸吗 黄河龙王看着我 立刻问道 大王 您是收到了什么消息吗 我说没有 我现在已经不是东海龙王 关于水文的事 也不是我能掌控的 如果您没有收到消息 根据最近黄河的水文 应该是不会出事 大王 您不用担心 哦 那东海的局面怎么样了 暂时稳住了 我听后松了一口气 只是心里 隐隐觉得 还是有些不安心 像是有什么 卡在了喉咙里 咽不下去 又吐不出来的样子 而时间过得很快 转眼间 五天便是过去了 也就是这一天 还真的发生了一件大事 本期内容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如果您喜欢我的播讲 请您点一下关注 点一下订阅 咱们下集再见 第312集 这几日东海的局面 逐渐稳定下来 一切似乎都在朝着 好的地方发展 按照算命道士 给我说的话 如果黄河水 出现断流的话 导致我的寿数 也会受到影响 我其实一直想不懂 这黄河水 若是干涸的话 为什么我的血管 也会干涸呢 而且这次 还是黄河宝藏 出现的时期 如果真的被那道长 说中了 那么等着一切 发生的时候 会是一番 什么样的景象呢 这几天东海边的村子里 情况很稳定 再也没有出现 上次那种死人的情况 地府也派出了 不舍的小鬼寻常 所以 我也有时间和心思 对付这边 即将出现的情况 虽然我压根不相信 这欧阳道长 说的那些话 但是心头 总是有一丝阴霾 挥之不去 我看了眼时间 现在大概是早上 九点钟的样子 我师父这几日 一天都没有出现 而我在县城里 算命的事情 也并没有和别人说 可能是东海边的镇子上 并没有出现事情 所以地府对这边的监控 也放松了不少 东海和地府的矛盾 不是一句话两句话 可以说清楚的 到时候将地府牵扯进来 东海的局面 肯定会更加地复杂 这一点我心里清楚 所以一定要极力避免 至少我现在 并没有变得强大 还不能暴露 我此时站在黄河边 想着这些事 忽然在这时 水面炸开了一道浪荒 我就看到当中 出现了一道人影 他出来便是喊道 大王 我看了眼黄河龙汪 淡淡地回道 和你说过多少次了 我不是东海龙汪了 黄河龙汪尴尬地笑了笑 今天呀 黄河水势很好 完全不像是要断流的趋势啊 所以啊 这 大王你之前 为什么要说那句话呀 我摇摇头 一切还是等吧 其实现在我也解释不清楚 为什么会有这种预言 我想了想 便是对着黄河龙汪说道 你今日 一定待在黄河里 若是出了事 记得第一时间来通知我 黄河龙汪回了一句事 转身便是没入了水中 这时死胖子的声音 忽然从我身后传了过来 怎么啊 吃饭了 我转身回去 吃完午饭大概中午十二点 等我想将筷子拿起来收拾桌子时 忽然发现了让我诧异的一幕 因为我的手 好像出现了问题 有点不听使唤了 我开始以为自己感觉错了 很快地又活动地尝试了一遍 可是多次之后 我基本上确定 我的左手已经软绵无力了 我将自己的袖子撸起来 用手按压了一下 顿时一股发酸的胀痛感 吸上心头 我心思变了变 这是要出事呀 可能是看到我的面色有些不对 细腰便是连忙问我 秦桓 你怎么了 没事吧 哦 没事 放心吧 我起身朝着黄河走去 等快要到黄河边的时候 这原本大太阳暴晒的天气 忽然变得阴暗起来 更关键的是 我到了黄河边 明显感觉到黄河水流的速度 变得缓慢了起来 这确实有些不正常 我在黄河边站着 将自己的袖子撸上去 我立刻就看到自己的血管纹路暴露在皮肤之上 看起来纠缠在一起 甚至有些恐怖 而血管的旁边似乎还有暗青色 稍稍一碰便是钻心的疼 我此刻的面色变得异常的难看 我看下了黄河里 但是这一眼根本放不到尽头的水流 怎么可能会干涸呢 我深吸了一口气 此时身后传来了脚步声 我迅速将自己的袖子放下来 刚放到一半 耳边便传了一个女人的声音 不用掩藏了 我已经看见了 我扭头看去 便看见了韩眼枝 已然站在了我的身边 你 你看见什么了 韩眼枝看向了我 你解释什么 我就看见了什么 我顿时变得无语起来 我解释什么 她就看到了什么 我索性也就没解释 我没想到这次欧阳岛长 算的事情居然成真了 我没说话 韩眼枝却是继续说道 你放心 我会保护你的 我看了眼韩眼枝 听着韩眼枝说要保护我 我总是感觉有些怪怪的 我又没事 你保护我干什么呀 你有事没事 还能骗得了我吗 我并没有往下说 这时黄河龙网友 重新地浮出了水面 大王 好像真的要出事啊 我察觉到 这黄河的水量 正在急速地减少 如果不出意外的话 今日 可能会真的断流的 我点点头 黄河龙网此时有些着急 大王 那 那现在应该怎么办呀 你能控制黄河的水纹吗 我 我刚才尝试过 但水量紧少 我并无法控制呀 黄河龙网说着话 脸上出现了几分仓皇 那就对了 既然控制不住 等吧 等 我点点头 并没有多说 这样吧 你去东海 让白旗大统领 和老龟盯着那边 我总觉得 今日东海也会出事的 黄河龙网可能是 见我们眼色严肃 立刻弓声应了一句 转身便走 而韩眼之词是说道 感觉你没当东海龙网 却还控制着东海 我控制不了 这东海 永远只能属于东海 韩眼之听话一睁 像是一时间没有反应过来 我这时感觉 自己手部的血管 明显开始萎缩 而且伴随着的 还有一股疼痛感 正在滋生着 我尝试着运转 自己体内的倒气压制 可是我体内的倒气 似乎非常的薄弱 我面色苍白 五官渐渐变得扭曲起来 我身体亮强的时候 差点一个没站稳 直接摔倒在地上 只是等我快要摔倒的时候 韩眼之忽然一把掺住了我 我身体立刻看到 一股温暖的倒气 涌入了体内 你没事吧 没事 我在黄河边盘坐下来 天色逐渐暗淡下来 我深吸一口气 这是黄河的水 以肉眼可见的速度 还在减少着 而我也变得更加的难受 即便刚才韩眼之 帮我身体里注入了 一道道的倒气 也支撑不了多久 我忽然想到 师父曾经给我留了一封信 说要在微解的关头 才能打开来看 想到这儿 我几乎没有任何的犹豫 将那信封拿了出来 本期内容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如果您喜欢我的播讲 请您点一下关注 点一下订阅 咱们下集再见 第313集 这封信是我师父嘱咐我 一定要生死关头的时候 才能打开 现在应该就是生死关头了 而且现在这种情况 对于我来说 真的是必死的局面 我心里想着 自己当时怎么这么蠢 问了欧阳道长三个问题 但是却没问他 该如何解决这个问题 不过现在想这些也没用了 因为事情已经发生 多数无疑 我叹了口气 很快将师父留给我的信封打开 里边放着一张信纸 我看到上面写着 得到黄河宝藏 方可存过 很简单的一句话 但却让我心里起了波澜 我心里想着 难道我师父早就知道 我有此结束吗 只是我心里还是有些忐忑 这黄河宝藏是这么好得的吗 寒烟之间我盘坐着并没有说话 就站在我身边陪着我 黄河水流愈发地浅薄起来 到了晚上七八点的样子 黄河水基本上已经干涸了 而我也努力地拿起了手中的手电 朝着黄河里照去 现在我只能依靠寒烟之度给我的倒气 才能勉强行动 黄河彻底干涸后 我忍不住猛烈地咳嗽 甚至咳出了鲜血 我刚刚站起来 便被人搀扶住了 我扭头看过去 原本以为是寒烟之 结果 居然是欧阳道长 我见到欧阳道长之后 争住了几秒 还没说话 寒烟之却先我一步说道 你是谁 快放开他 他说着话 身上散发出凛冽的气势 欧阳道长却是笑了笑 小子 这姑娘是你什么人 这么关心你啊 我朋友 我此时缓缓地站起来 欧阳道长一脸笑嘻嘻地回道 不错 可以算得上是红颜知己了 我现在没心思和他调教这些 而且欧阳道长的出现 让我蛮意外的 道长 您为什么会来这儿呢 我来这儿是看你死了没有 如果你死了 贫道也好做一些好事 积极应得吗 我无语地看着他 这老家伙还盼着我死啊 小勇 别用这种眼神看我 贫道和你开个玩笑 这么认真干嘛 我们道家人心底善良 怎么能盼着你死呢 可是 你说的事情真的实现了 我现在的情况也不好 如果我想活命的话 该怎么办呢 哟 小勇啊 这可就是你的部队了 你这明显就是明知故问 不是有人告诉你求生的方法了吗 我心里顿时一动 这家伙还知道我师父留给我的书信里写了什么 见到我没说话 欧阳道长伸手拍了一下我的肩膀 然后便说道 小勇 你真的和你师父是一个德性 你师父呢 是做什么事 总喜欢躲躲藏藏 买官子 你也是不说实话 你 你和我师父认识啊 当然认识了 不然的话 你以为频道会随便跟人算挂的呀 我点了点头 觉得有道理 可是我现在也不知道眼前的道长真实身份是什么 我便问道 您究竟是什么人啊 欧阳道长摸了一下自己的胡须 便缓缓地回道 频道乃是天底下最普通的一个道士而已 不像你师父 有那么多的身份 欧阳道长说完 也不管我 直接朝着黄河而去 此时黄河水已经刚刚干涸 里边的泥巴 似乎还是软和的 要踩在上面 随时可能陷进去 但是欧阳道长踩在上面 给人的感觉是如履平地一般 丝毫没有受到影响 频道此心前来 就是帮你得到黄河宝藏 香勇 你想好了没有 如果得到这宝藏 你该如何感谢频道 我 我能活过今晚吗 我并没有直接回答欧阳道长的话 而是转分了这个问题 欧阳道长转身 面朝着我 你能活过 他这句话 几乎没有任何质疑 说完之后 欧阳道长又笑了几声 只是若是没有频道相助 想活的话 应该是比较难的 我此时也管不了欧阳道长在我面前卖弄什么了 多谢道长了 你还没说道士怎么报答频道呢 我看着欧阳道长心里想着 就知道在天地下 没有白吃的午餐 这种白得的好事 怎么会落到我的身上呢 道长 您想要什么 我话音落下 我看下欧阳道长的目光 落在了韩燕之的身上 看他的神色 似乎有些色眯眯的 我想难不成这个老家伙 是有什么肮脏的想法吗 如果他真的有什么肮脏的想法 我是绝对不会同意的 别说我了 韩燕之也不会同意啊 欧阳道长看了眼韩燕之 又看下了我 频道想要的很简单 就是让你答应我一个条件 什么条件 如果你有什么变态的要求 我是不会答应你的 我补充完这句 欧阳道长很快没好气地回道 你这小子整天脑子都想什么呢你 放心 本道长和你肮脏的想法不一样 频道的要求 你肯定能做得到 不会让你为难 我听完了欧阳道长的话 选者的心立刻放松了几分 回头这老家伙要是给我提 关于韩燕之什么的要求 那我敢真的就热了口了 这要没有触及我的底线 放心 欧阳道长 我拼死也会做到的 欧阳道长点点头 并没有多说什么 那还等什么呀 赶紧 找宝藏了 我诧异地看着欧阳道长 我此时身体非常的虚弱 身体里的血管 正在渐渐地萎缩 其实我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好端端的黄河水干涸 为什么会连通我的血管一起萎缩呢 这不合理啊 虽然心里犯着嘀咕 但我依旧朝着黄河里走去 这黄河延绵千里不绝 想要在这里边找到宝藏 简直是难入登天呀 而且我和道长不一样 我刚刚沿着边缘 被送到了黄河里 很快就陷入了泥地里 此时这欧阳道长便提醒我 用道气包裹住肉身 我很快就操控出一道道的道气 将自己的身体稳住 令人惊奇的一幕出现了 我身体淡淡地发起了一层 银银的黄光 我感觉黄光和泥地接触 行走似乎变得并不是那么困难了 也很快能踩尸在泥地上了 我继续往前走着 可就算如此 这延绵千里的黄河 有怎样才能找到宝藏 我先前听我师父说过 来当黄河和神的时候 就跟我说这里有宝藏 但是一直到至今 还是没有什么具体的发现 要知道我当过黄河龙王 东海龙王 都没能找到这宝藏 现在要找到宝藏 是何其的难呢 至少我的心里 是没有抱太大的期望的 我将刺激心里的一番话 和欧阳道长说了 欧阳道长立刻摇头 放心 平道在这儿 我说能找到 就一定能找到 他说得很自信 我也不清楚 他有没有和我扯 但是死马当作活马以为 我们沿着向东 大概走了一个小时的样子 寒衍之依旧跟在我的身边 而我的身体 似乎是因为用了盗窃的缘故 也变得更加的虚弱起来 在这时 我忽然又是一阵急促的咳嗽 打开壳里有几分钟 甚至咳出了一块血块 这血块被喷出来 当即就掉在了黄泥当中 我的鲜血也瞬间将黄色的泥 给染成了红色 你怎么样了 寒衍之快速地上来 关切地问道 我面如白纸 摇了摇头 强撑着一口气 正准备说话 欧阳道长却突然说道 别动 我疑惑地看着他 就看到欧阳道长 朝着我这边走来 他脚步很快 转瞬间到了我的眼前 他看到地上的鲜血之后 小勇 快吐血 我 这是逗我吗 吐血 你当时闹着玩的 这血是说可以吐就能吐的呀 只是还没等我回答 我忽然感觉到后背被人拍了一下 我目光看去 这拍我的人正是欧阳道长 顿时我感觉胸口鸡闷 很快就吐出了一口血渣子 这血渣子喷在了地上 这可不是我自己喷的 真的是被他打出来的 可欧阳道长却没管那么毒 等我心血吐在了地上 他立即盯着我看 几秒钟之后 我就看到欧阳道长 往里边灌注了一道道的道歧 稻气快速地弥漫着 我感受到欧阳道长身上 正有着强烈的气息释放着 与他原本的气质 似乎完全不符 韩燕之站在了我的身边 也是面色一变 我们俩对视一眼 心里头非常的吃惊 这稻气 真的是恐怖如死 随着欧阳道长释放出的稻气 泥土四处飞解 要不着韩燕之 用浑身的稻气 将这凛冽的钢锋阻隔在外 我们俩此时可能都要成为一个泥人 随着欧阳道长身上的稻气不断地释放 我看到中间形成了一个类似漩涡的圈子 这圆圈不断向下沉去 一下竟像是被打穿了一般 对了 应该就是在这儿了 欧阳道长的声音似乎变得激动起来 我凑上前看了一眼 里边黑乎乎的 根本一眼望不到尽头 这里边就是藏着黄河宝藏的地方吗 贫岛在这黄河边走了几十年了 确实一直没有发现黄河宝藏在哪 贫岛曾经也一度怀疑 这里是不是没有黄河宝藏 现在看来 我的坚持是对的 你师父说今日是找到黄河宝藏的最好时机 他们又骗贫岛 况且 况且什么 没什么 欧阳道长说到这儿 便断住了 并没有继续说下去 我心里不免有些遗憾 这说话说一半的人 真的是该死呀 欧阳道长此时的心情似乎不错 伸手摸了一把自己的胡须 然后说道 小勇 你想知道频道 是怎么找到这黄河宝藏的吗 怎么找到的 本集内容 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如果您喜欢我的播讲 请您点一下关注 点一下订阅 咱们下集再见 欧阳道长的笑意 给人的感觉总是不那么善良 带着一次维祖 因为我们寻找的黄河宝藏 需要你的心血为备 是你的心血 将黄河宝藏的门给开启了 道长 我之前在黄河里也受过伤 那为什么那时 没有将黄河宝藏打开呢 问得好 这就牵扯到了一个天时地利的因素 没有天时地利 就算将身上的心血放干 你也未必能开启宝藏之门 此时的夜色如墨 一阵阵凉风吹来 我看着欧阳道长这副样子 心想这个家伙 待会儿得了黄河宝藏 他会给我吗 他这么兴奋 不过想归想 我们还是要继续走下去的 欧阳道长看了眼听色 又掐着一算 咱们现在应该下去了 你是自己下去 还是频道送你下去 我诧异地看向了欧阳道长 我自己怎么下去啊 您送我又怎么下去啊 我送你的话 就是这样下去 说着话 欧阳道长抬起一脚 便把我踹下去了 我进入黑漆漆的洞口 身体不断地往下掉落 我很快地摸出了地府文书 将眼前的景象 给照得昏晃 而此时我也发现奇怪的一点 我正在往下滑落的时候 却是感觉有什么东西 无形中拖出了我的身体一般 如果没猜错的话 应该是道气 那么毫无疑问 肯定是欧阳道长 用道气将我的身体拖住的 这个洞很深很深 我一直向下沉了好久 都没有到达底洞 而正当我已经麻木的时候 终于 我落到了地面上 噗通一声 我感觉自己落到的地方 不是平地 而是像来到了一块山坡上 我坐在上面 拿着地府文书向前照去 顿时被眼前的景象 给惊呆了 因为我坐着的山坡上 金灿灿的一片 上面全部是由金色沙子 扑酒而成 我心里顿时起了波澜 这他妈的是气韵之地 这就是金山银山呀 不过黄河宝藏 就是这一堆金沙嘛 正当我思虑之际 就看到头顶 传来两个声音 一个男人声音 一个女人声音 很快两人就落到了地上 韩眼之落下了之后 便立马问我 你没事吧 我摇摇头 他看了眼眼前的一堆金沙 仅仅只是瞄了一眼 便是收回了目光 他明显对这些东西 很不感兴趣 毕竟不管怎么说 韩眼之是新人 而欧阳道长就不一样了 他见到了这堆金沙 立刻是高兴得不得了 黄河宝藏果然是名不虚传 真的是宝藏 咱们下来就能看到 小勇 还愣着干什么呀 赶紧撞 我倡议地看着欧阳道长 咱们要找的宝藏 应该不是这些吧 你说得对 咱们要找的当然不是这些 咱们要找的让你活命的方法 他说着话 还抓了一把金沙 放进了自己的口袋里 然后等着欧阳道长说完这句话 忽然就在下一秒 就听见呜嗷一声 这叫声显得十分的兴奋 我还没说话呢 这镜头上的五爪紫青龙 便直接一个机领跳了下来 跳下来之后 直奔那对金沙而去 到了金沙上 紧接着我就看到了 让自己目瞪口呆的一幕 因为我看到了五爪紫青龙 正在大口大口 吃着金沙 原本巴掌大小的五爪紫青龙 身体迅猛地变大 一下子变成了脊胀肠 肚子也变得圆滚滚鼓起来 他拍了拍肚皮 很快将一堆金沙全部吃没了 欧阳道长脸上布满了吃惊的身色 眼睁睁盯着五爪紫青龙 把金沙吃完 他这才痛心疾首地说道 完了 居然出现天地了 五爪紫青龙吃完 便悠悠地转身漂浮过来 这个地方不错 本龙喜欢 我看着五爪紫青龙 心里在想着 吃这么多的金子 不会惊中毒吧 这是我刚要说话 他打了一个宝格 我就知道 他肯定没事了 我也就没多说废话 朝着死仇看去 欧阳道长走了过来 对着五爪紫青龙说道 待会你金子 要分频道一半啊 欧阳道长没一点客气 好像和五爪紫青龙 很熟悉的样子 五爪紫青龙抬眼看了他一眼 淡淡地回道 你要是再屁话 本龙将你一块吃了 欧阳道长顿时变得萎靡起来 憋了半天呀 最后只是嘀咕了一句 浩瀚不吃眼全亏 我看着眼前的这对火宝 也是无语 我朝着四周继续看去 很快地就看到 隐隐绰绰出现了一些屋子 我睁睁地看着 这下面的面积很大很大 而且这些房屋修缮得都非常不错 像是一连片的宫殿一般 我向前走着 地府文书虽然只能将一部分环境照亮 但也足够了 欧阳道长走到了我的身边 原来这传说是真的 这黄河底下真的有一座城 你听说过 是啊 我还听说过 关于这座城 有过的传说故事 什么故事啊 你想知道 我就是不告诉你 我无奈地摇摇头 此时看到下面这座城池 我心里异常的震撼 而这时欧阳道长 不知什么时候 手里多了一把火折子 我的电筒在这照得不远 但是奇怪的是 他手中小小的火折子 确实可以 我见着 刚脆将手中的手电收了起来 我们继续往前走着 欧阳道长此时又说道 你知道公共吗 我点点头 这件事情之前寒眼之后我说过 当初公共 作为水神和火神 主戎决战的时候 曾经天下水域 基本上都已经支持他了 但有一个水域 却并没有帮他 那就是黄河 所以公共一怒之下 就说此黄河水 不复清澈 但是如果一个地方的水 不清澈了 那其实啊 也就让不少人远离了黄河 少了供风 这条河的运势便会逐渐地衰弱下去 但公共错了 黄河不止没有衰弱下去 相反变得更加强盛起来 受到人类勇士的供奉 欧阳道长说的这句话 倒是并没有错 黄河在华夏人类心里 地位很重很重 可是你知道 为什么会是这样吗 这一段时间里 黄河也曾吞没过不少人的性命 那段时间 部分地区的人非常憎恨黄河 但是黄河为什么 又重新成为人们 供奉景仰的对象吗 我摇摇头 立马问道为什么 那是因为这里的第一任河神 那你想知道 这里第一任河神是谁吗 本期内容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如果您喜欢我的播讲 请您点一下关注 点一下订阅 咱们下集再见 第315集 其实啊 最初的黄河根本没有河神 也并没有龙王 更没有什么乱七八色的水鬼 下冰斜降 当时东海还想管辖黄河 这简直是痴人说梦 只是后来来了一个人 在这里便奉为了河神 这一当 便是千年 这人是谁啊 我若说这人是你 你相信吗 我愣了一下 还没说话呢 无找紫星龙死时 却是回到 本龙怎么没听说过呀 欧阳道长对于无找紫星龙 多少是有些意见的 所以无找紫星龙说完 欧阳道长很快就反驳道 你才活了多久啊 你在频道夜里 就是一个小屁孩 欧阳紫星龙听后立马不说 直接准备动粗 但是欧阳道长很快 躲到了我的身后 频道说的是实话 本龙活了几千年的岁月了 不比你大 无找紫星龙说话 还变得激动了几分 我赶紧劝住了他 现在当务之急啊 是搞清楚事情 有些事不能拖下去了 加之我现在的情况 已经很不好了 我知道自己残破的身躯 已经撑不了多久 欧阳道长 您继续说吧 哦 那个人当了千年的和审 慢慢的是黄河 重新恢复了地位 也控制着水温 造福黎民百姓 其实以这个人的身份 完全没有必要 来当这个和审 有一次频道问过他 他对频道说了一句 天机不可泄露 欧阳道长像是说到这儿来了气 紧接着说道 什么狗屁的天机不可泄露 活到他那个份上 还有实力在他那个水平线上 他有什么可怕的 就是不想告诉频道 欧阳道长说着话 还看了我一眼 那眼神好像是在责怪我 我一脸懵逼地往前走着 看着这下面的宫殿 此时看着好像还挺干净的 那这些是黄河宝藏吗 我们穿过了一片建筑群 就看到了前面出现了一尊雕像 我目光看着这尊雕像 立刻被吸引住了 因为这尊雕像 没与五官 看着和我极为相似 不止是我 寒眼之也发现了 秦淮 你说这是你吗 我这怎么说呀 我也不清楚是不是我呀 如果是以前的话 我肯定摇头 这天底下长得 相像的人太多太多 但是现在呢 我经历了这么多 脾气的事件之后 我还真的有些说不准 但不管怎么样 我还是对寒眼之摇着头 因为如果从理性的角度来考虑 如果我是第一任割审 我有那个本事 也不会从小时候出生 连活命都变成了一件很难的事吧 欧阳道长看了眼雕像 顿时嘀咕了一句 没想到这家伙还留了一尊雕像在这 欧阳道长走上去抚摸了一下 这五爪紫金龙 这时挺着一个大肚子上前 这尊雕像是不是金子的呀 我听到这句话 心头不知为什么忽然有种不好的预感 而欧阳道长却是轻描淡写地说了一句 是金子 等欧阳道长的话音刚落 我看到五爪紫金龙马上就要上前 我心里顿感不妙 立马上前拦住了他 你干什么呀 五爪紫金龙转头问我 既然是金子 一块带走呗 我心想这个家伙好歹是一条神龙 怎么对金子这么偏执啊 这尊雕像你不能躲 五爪紫金龙看着我 一双硕大的眼珠 感觉比我头还要大 他盯着我看了很久很久 随后打了个报告 好吧 本龙给你这个面子 说着话 五爪紫金龙一下扑扶在地上 便是打起了憨 我看着附近的环境心想 我师父要找的宝藏 肯定不是这些东西 欧阳道长 那黄河真正的宝藏 到底是什么呀 欧阳道长转身面向我 那只手还是放在雕像之上 我看着这个家伙貌似 也没打什么好主意 这句话 你就问到点子上了 其实之所以来找这黄河宝藏 找的不是实实在在的东西 找的是黄河的器语 这黄河承载了一份很大的器语 器 器语 我被说的有些迷糊 这些东西虚无缥缈 所以说起来很玄乎 我听起来也是不清不楚 想要得到黄河器语 怎么会是一件简单的事呢 所以啊 需要你自己去感悟 如何感悟啊 你自己想 平岛不清楚 反正平岛该说的都说了 现在啊 平岛该就转转了 说着话 欧阳岛长很快就走了 五朝紫金龙 拍了一下自己的肚皮 你们自己到处看看吧 本龙啊 要睡去了 说着话 五朝紫金龙 似乎是找个地方睡觉去了 我看着他走开 就觉得 他们俩肯定是没安好心 不过我们这边呀 也总算是安静下来 如果我没猜错 我现在所处的地方 应该是这座城池 所谓的中心地带 这座雕像 我一直盯着它看着 随后想了想 我便盘坐下来 寒眼之则是站在我的身边 未曾离开半步 事情一直过着 我闭着眼苦思冥想 也在试着慢慢地感受 但是那些虚无缥缈的 所谓的气韵 我真的是一丝都没有感受到 甚至是我盘坐在这儿 都没有感受到 这座城池 有任何的道气在波动 肯定是哪里有问题 我闭上眼睛 为什么黄河的水流会干枯 我的血管也会干枯 我们之间有什么联系呢 我这个大胆的想法 在脑海里出现之时 心跳便是加速 连呼吸都变得急促了几分 如果我要将 黄河的秘密破开 或者说是找到 黄河的宝藏 是不是要从 我的身体开始呢 此时我能感到 自己的腹部灼热 正是一团道气 在我体内隐隐流动 我将道气运转 在周身流淌 而随着我的控制 道气运转的速度 越来越快 当道气在我的身体里 形成一个周天之后 我灵机一动 又尝试着将道气 运转到我手上的血管之处 道气被控制住 我能感受到 自己血管的肿胀 我想知道 自己的血管为什么干枯 将道气 引向血管 我便感受到 它发生了细微的变化 它感觉像是有吸附力一样 将我体内的道气 源源不断地吸了进去 这种感觉非常的奇妙 我深呼吸了一口气 稳定了一下自己的情绪 随着道气被吸附进去 我感觉自己的血管 似乎变得疯严了一些 只是 我身上的道气 似乎有些不够用 我尝试着感受四周 有没有道气的存在 其实得到道长 给我留的这一口道气 我自己基本上 也没怎么运过 这会儿运转起来 有一种非常舒散的感觉 只是身体的道气不够 要从哪里弄来 然后我尝试着 将自己的道气 往四周扩散 我忽然感觉到 附近有着一股气息 之前 我分明是并没有感觉到的 我快速地用自己的道气 释放出去 和那隐隐出现的道气 接触起来 而在接触的刹那 忽然我脑中嗡的一声 像是有什么东西爆炸开来 紧接着我的道气 便像是婴儿一样 快速地吸云起来 将那股道气 牢牢地吸附住 只是刚刚一阵 我便瞬间发现不对劲 因为我听到了一声 有些痛苦的阴影声 我心头一紧 联盟睁开眼睛 然后就看到了 让我惊讶的一幕 本期内容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如果您喜欢我的播讲 请您点下关注 点下订阅 咱们下集再见 第三百一十六集 我睁开眼睛就看到 韩眼枝正在释放着道气 而随着韩眼枝的道气释放 我看到他的面色 也瞬间变得苍白起来 你 你干什么呀你啊 我赶紧停止自己的吐纳 我只是在帮你 你 你怎么能这么做呢 我缓缓站起来 我知道你想帮我 不过你这样帮我是不行的 我隐隐能感觉到 这里应该有那份气韵存在的 韩眼枝却是哼了一下 双手抱在了胸前 看起来有些气呼呼的样子 你真的是狗咬吕洞兵 不失好人心 其实韩眼枝这样帮我 他四身会受到损害的 我并没有说话 而韩眼枝好像也理解我 为什么会说他 他瞥了我一眼 就转过身体不再理我 而我则是闭上眼睛 继续感受着 我重新将自己的道气释放出去 其实准确地来说 我身体里的道气并不是我的 而且我还感受到 有一部分的道气 被我干枯的血管吸收之后 便逐渐地消失不见 随着我的调动 也并没有重新出现 像是彻底消失了 只是随着这股道气消失之后 我感觉自己一下子 变得更加虚弱起来 好像不对 难道这种方法是错误的 正在我苦思冥想之时 我身体又不受控制地咳嗽起来 我双手撑着地 努力地支撑着自己 不让自己倒下去 没事吧 没事 你不用管我 我重新地努力盘坐起来 我闭上眼睛 感受着自己的身体 慢慢地发现自己干酷的血管 似乎重新爆发出了一股生机 这股生机快速地弥漫着 只是弥漫过一阵之后 我忽然感觉腹部又重新滋生出了一股道气 这股道气出现之后 便迅速地向外扩散 这次扩散的时间持续了很久很久 我忽然又感受到了一股熟悉的道气 我开始以为这股道气还是寒眼痴的 但是细细感受一番之后 我发现两股性质截然不同 确认不是寒眼痴的之后 我就尝试着将这股道气引入自己的体内 它给我的感觉非常的柔和 就像是柔嫩的手 腹在脸颊一般的感觉 这股道气进入我的体内 快速地涌入了我的血管 还有一部分则是进入了我的体内 而就在这时 我隐约地好像能听见 有道声音喊着我的名字 我听着这道声音之后 心里一阵的激动 然后随着一阵好急 我的魂魄直接从身体分离出来 只是魂魄脱离身体之后 我缓缓地睁开眼 发现自己根本就不在原来的世界了 四周全部都是绿色的植被 看起来有点像是芦苇的样子 此时我站在了河边 这条河一眼看不到尽头 而这条河有些不同 这条河清澈得有些不成样子了 我甚至能看到三四米深的河水 里边游动的鱼儿 它的口比我都能看得一清二楚 我伸手向水中摸去 这些鱼儿似乎并不怕人 而这时 我又听见有人在喊我 我目光顺着声音看去 并看到前面似乎有人在垂掉 这人坐在水面之上 只是让我吃惊的是 他坐的地方 他坐在了一张椅子上 椅子平平无奇 但是椅子就这么 平静地悬浮在水面上 他戴着斗篱 穿着缩衣 我想这该不会是和神吧 过来吧 他忽然对我说道 我先是试探性地 朝着水面上踩了一脚 一脚踩上 初期的时 我也并没有往水中沉去 我每走一步 水面便泛起了涟漪 涟漪一圈圈地向外扩散 我很快走到了他的身边 他压低了帽眼 似乎很怕我见到他的样子 等了你这么久 你终于来了 你等我很久了吗 我争住了一下 是啊 我等你很久了 久到我自己都忘记了时间了 他说着话 起肝 很快钓上了一条肥美的鱼 不过钓上了之后 他很快又把鱼扔进了水中 在水面之上 泛起了一道水花 你 等我干什么呀 我试探地问道 他并没有正面回答我的问题 在这清澈如今的水面上 他回道 你知道脚下这条河 是什么河吗 我争了一下 并没有回答 而是顾了一会儿 我才沉吟道 这 应该是黄河吧 对 这就是黄河 是很早之前的黄河 他说着话 缓缓站身起来 然后朝着前面走去 他一边走一边说道 你看见了吗 这里水面精彻 水底的鱼儿飞美 周边的村民都在这里生活 靠着这条黄河繁衍生起 不只是周边的村民 就连鱼类和鸟儿 也在这里生活得很好 他的口吻像是在介绍家里的环境一般 但向前走着 我在后面跟着 如果这真的是黄河的话 那么我后世见到的黄河 简直跟这儿有着天壤之别 后世的黄河 水已经浑浊得不成样子 而且每年都有不少的人 死在黄河里 随着他不断地诉说 也不断地往前走着 而这是 一道闷雷突然在高空之上闪过 我看到原本清澈的河水 忽然间变得浑浊起来 而高空之上 也变成了两种颜色 一半的天是红色 而另一半的天 则是阴暗的蓝色 他顿住了脚步 向着高空看去 你看见了吗 这两人又在大栏 我有些懵逼地问道 你说的这两人 是哪两人呢 水深公共 火深注容 我开始以为自己听错了 等他又复述一遍之后 我心里顿时震撼 我往上看去 就看到了高空之上 两道颜色 正在迅猛地发生碰撞 而且随之碰撞的 还发出了震天动地的声音 似乎整片天空都在颤抖着 我现在都开始怀疑 我现在所处的时空 到底是哪个时代 后来 是不是就天塌了 若不是天塌的话 哪来的女娲补天呀 不对呀 我很小的时候 就听说过女娲补天的故事 女娲还做了人类 只是之前 怎么可能会有人类呢 后世的人类 和现在的人类 已经不一样了 以前是远古时期 两者有着本质的不同 她声音悠悠地说着 像是在回忆着往事 只是说到这儿 也差不多了 我自己来不是问这些问题的 那我的血管 为什么和黄鹤西西相关 还有 你为什么在这儿等我呢 我在这儿等你 就是为了将你的血管还给你 什么意思啊 哦 我说错了 是你的血脉 那真正的血脉 她迎着风站着 一只手拿着吊杆 一只手重新将凳子放下 然后坐在了水面上 整片天空好像都在颤抖着 我心头究竟 变得有些担忧起来 但是她 却是一点都没有受到影响 刚才看她的口吻 好像在说两个小孩打架一般 她云淡风轻 我 我真正的血脉 是 就是你真正的血脉 你现在过来吧 我顿时一睁 正在迟疑 此时我们距离不到三米 而她又紧接着说了一句 你速度快些 不然该来不及了 她说来不及了 我目光下意识朝着高空看去 而顿时 黄面色就变了 本期内容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如果您喜欢我的播讲 请您点一下关注 点一下订阅 咱们下集再见 第三百一之七集 我目光朝着高空之上看去 只见高空之上 雪红的火和奔腾的水 已然冲撞在了一几 看这厅随时都要坍塌一般 钓鱼人催促着我 而就在这时 高空之上有水流倾斜下来 这水流之中 还夹杂着很多的燃烧的陨石 已时间 地面之下成了灾难之地 我知道自己的情况并不好 若是现在我还犹豫不决 恐怕也活不了多久 最终 我没有任何犹豫 三步并坐了两步 便搬过去了 我和他面对面 他看着我 我也看着他 之后就看到他 毛子里闪过了一道光滑 此时脚下的黄河水 已经完全变得浑黄起来 而且还在放肆地奔腾着 水浪滔天 可是无论怎样 脚下的水浪 都没有沾染到我们俩的身上 你准备好了吗 他愤了我一句 我点点头 稳定了一下自己的心血 几秒钟之后 他忽然抓住了我的手 然后拿出了一把刀 直接在我的掌心割开 我甚至都没有反应过来 手上已经破开了一条口子 只是奇怪的是 我并没有感受到丝毫的疼痛 心血顺着手掌的伤口流出来 在这时 我看到很奇怪的一幕 这么深的口子 这心血却是渗出得很慢很慢 竟随着心血的流出 一滴心血往下滴落 滴落在了水面之上 落在水面上后 却并没有快速地扩散 相反 它们一滴滴地凝结在了一起 这一幕对于我来说 着实有些神奇 可是随着更多的心血滴落在上面 这片的河水 像是被我的心血冻结了一半 它们凝固不动 我目光蒸蒸地出身 我对面的人 则是再也没有动 随着心血不断地滴落 河面凝结的面积 也正在不断地增荡 有点意思 什么意思 没事 你等着就好 我点了点头 时间一直过着 而并没有持续多久 我就看见方圆十几里的黄河水 都因为我的心血而凝固住 而我的心血凝固住的地方 即便高空掉落的流火 还有水浪 都无法击破它们 它立马像是铸造成了一层 坚不可摧的防护 我完全搞不清楚 现在发生的一幕 到底是怎么回事 只是几秒钟之后 我忽然感觉脚下 有什么东西在震颤着 没过多久 我就看见脚下出现了裂纹 一点点的碎裂开来 而这次 我并没有站住脚 直直地掉落下去 我立马被汹涌的 黄河水包裹住 而在这时 我忽然感觉到自己的血管处 像是形成了一个黑洞般 一个巨大的黑洞 将这四周的河水 全部地吞噬进去 我感觉到自己周身的水流 正在急剧地增加 而此时 水也不断地变少 突然一股奇妙的感觉 便充斥了我的大脑 我明显能感觉到 我的血管不断地充盈 而自己的精神 也在不断地充沛 可能是这股巨大的冲击力 来得太快太急促 所以我根本没有撑住 很快便昏死过去 也不知过了多久 我忽然听到了一道声音 爷 你看那边有个人 什么人呢 别乱说 这黄河水面只有尸体 当把这尸体捞上来 回头市主来任理了 你学费就有潮落了 说着话 我看见一艘竹筏子 朝着这边划来 竹筏上有两个人 他们一大一小 很快就到了境界 大人熟练地拿着铁钩子 过来勾我的身体 只是铁钩子勾到我之后 我立刻反应过来 随即便翻了一个身 等我翻身之后 小孩很快地吃惊喊了一声 爹 让尸了 这小孩的声音带着一些害怕 中年人也明显被吓到 我赶紧挽住自己的身体 开口解释了一句 我没死 我还是个活人 说着话 我还证明了一下 他们才相信了我 你没死啊 那赶紧上来吧 我上了他们的竹筏子 看着眼前的河水 便挣住了几秒 这里是哪啊 这是黄河呀 你不知道啊 黄河 是啊 我看了看四周 又看了看身前的人 他穿着打扮和我没什么区别 也就是说 我不是在别的地方 而是从原来的时空回来了 只是我感觉真的有些奇妙 我是怎么回来的呢 而且之前的黄河水 不是干涸了吗 大哥 这里之前 黄河水不是干涸了吗 哦 你是说半个月前的断流吧 现在早就好了 什么 半个月前 我吃惊地看着他 他却是理所当然地回答 是啊 半个月前 小兄弟啊 你该不会是趁着 当时黄河断流 下河摸鱼去了 然后被黄河水冲到了这儿吧 我心里起了波澜 一时半会儿居然不知道要该说什么 那 那现在 这是黄河的哪个位置啊 我们这边啊 是黄河的上游 我听到黄河上游 距离我们下游的黄河鞋 应该还是有些距离的 我记得当时我和一个身穿缩衣 头戴斗笠的人站在一起 另外还有一点 就是当时火神祝容和水神公公正在交手 那么此时我为什么会来到这儿呢 想着想着 不仅感觉自己脑袋有些疼 我伸手便看了一下自己的手掌 便不知什么时候 堕了一道印记 这道印记我并不认识 我伸手摸了一下自己的手 而此时我能感觉到自己的腹内 似乎又拥有了道气 小孩的声音 适时地在耳边响起 你 你是不是饿了呀 很久没吃东西了 我睁了一下 随即点点头 小孩指着自己筐内的鱼 便说道 等一下啊 回去我让我爹给我们做鱼汤喝 我点头笑了脚 但是感觉还是有些乱 时间分秒地过着 我们很快就到了他们所在的村庄 等到了村庄之后 他父亲便做了鱼汤给我们吃 一顿饭菜吃完 我重新来到了黄河水面 小孩也跟着我过来 今天天气很好 你是怎么漂泊到了黄河上的呀 你这样都不死 真的是很厉害了 要知道黄河里面可是有水鬼的 小孩子说着话 一双眼睛睁大 说的那是会声会色 是吗 你见过呀 我见过呀 就这些日子 黄河水不是断流了吗 我就下去捡鱼 结果就见到了这个东西 说着话 小孩就将东西拿出来 等我看到小孩手中的东西 我立刻愣住了 你 这是从水面里捡起来的 嗯 本集内容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如果您喜欢我的播讲 请您点一下关注 点一下订阅 咱们下集再见 第三百一十八集 小孩子手中拿的不是别的东西 正是一把刀 而这把刀我也认识 就是当时那人拿过来 割破我手掌的刀 所以我印象很深很深 嗯 这把刀是你的吗 我摇头说不是 你要是喜欢的话 我就送给你吧 真的送我 是啊 你要是喜欢就拿走 我自己又不喜欢 我嗡了一声 从自己的身上 摸出了一件礼物给了小孩 这是我在东海弄到的一颗明珠 小孩子看到明珠之后 显然很高兴 结果之后 他还客气地说了一声谢谢 我也笑了脚 这是高空之上闪过雷电 伴随着闷雷之声 哎呀 苦要下雨了 咱们先回去吧 你先去吧 我等一下 小孩睁住了几秒看着我 然后头也不回就跑了 而我站在了黄河边 先是感受了一下自己的身体 似乎体内有股磅礴的倒气 正在流淌着 我又看了眼手中的刀 这把刀我千真万确 就是之前那个人的 我深吸一口气 重新将目光投到了水面之上 黄河水度过了之前的干涸期 水浪似乎变得更大了起来 我朝着黄河走去 很快就到了水面 这滔天的水浪倒卷而来 可是无论怎么都到不了我的身上 我踩在水面之上 水浪会自动避开 它们好像害怕我一样 而我也并没有沉下去 而在这时我身后传了一道诧异的声音 爹 它怎么做到的 这道声音带着无比的震惊 我扭头看了一眼 就看到小孩的爹脸上 也露出了吃惊的神色 仿佛不敢置信 我回头看向他们 多谢你们的帮助 我要先走一步了 说着话 我朝下游走去 这时候的感受对于我来说很是奇妙 而这和我之前当黄河龙王 和东海龙王时的感受完全不一样 之前我当那些职位的时候 是因为黄河有东海水文的支配权 而我现在已经不是黄河龙王 也不是东海龙王 却仍然能够自由地在水面上行走 而且似乎我感受到 自己和这黄河水文已经融为了一体 我顺着黄河向游走去 借助水流往下的趋势速度很快 不都时也曾走了数公里 期间还不是被路过的人看到 有人喊着河沈 有人则是喊着水鬼 我都没有在意 此刻我全部身心正在享受着 这种水乳交融的感觉 往前走了一程 这水面忽然破开 上面出现了好些个水鬼 这些水鬼都是生命空 我一个都没见过 你是谁啊 飞河要在黄河里闹谁 我看到眼前的人身穿官服 一眼便认出来 这不是黄河龙王身穿的官服吗 怎么会穿在他的身上 之前的黄河龙王呢 我并没有回答他的问题 而是反问 你是谁 本官乃是黄河龙王 半月前黄河龙王并不是你 没想到你知道的还挺多哈 半个月前的黄河龙王的确不是本官 但是因为原来的黄河龙王 没有管辖好黄河水域 让黄河水域断流 已经被彻职查办了 我听后心里顿时震惊 才半个月之久 居然变化如此之大 想什么呢你 本官问你话呢 赶紧回答 我并没有闹事 而且也没有规定说 不能在黄河里行走吧 我话音落下 新任的黄河龙王 顿时感觉被惹恼了 你好大的胆子啊 来人 将他给我拿下 话音落下 黄河龙王身边的水鬼听令 纷纷朝着我扑了过来 我看着他们走到井前 双手并指 往前轻轻一点 呼的一下 他脚下的河流 像是突然破开一条口子 这水鬼直接掉落进去 其余的人惊呆了 可能是没想到 能够掌握黄河水文的小鬼 居然还能掉落进去 新任黄河龙王脸上更是吃惊 你到底是什么人 我是什么人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你们到底在这做什么 现在东海局面如何 你们不关心吗 却有心思来管我一个闲人 你算什么东西啊 我们家大人怎么做事 需要你来支撑花脚 说着话 一个水鬼又快速地扑来 我又尝试了一下 刚才那番动作 水面瞬间 又像是破开了一条口子 这次 我直接操纵着黄河水流 形成了一道水箭 突然将暴起的黄河水竹 冲到了他的身上 他顿时被撞得倒飞而出 先让黄河龙王见状 顿时变得着急起来 他也是双手并直 操纵着水纹 这水浪瞬间 倒达了几十丈高 这铺天盖地的水纹 很快便是砸落下来 只是我一拧一动 抬手轻轻地向下一压 这水纹顿时就戛然而止 似乎一切都重新恢复了平静 黄河龙王顿时一脸懵逼 完全没有反应过来 可能他们意外的是 为什么我能操纵水纹 其实我心里也多少有些意外 自己对水纹的操控 竟然能如此的鲜瘦无比 就像是如必指使一般 黄河龙王立刻大喊 来人 这一声叫喊 顿时将一帮水鬼 从水中召唤出来 水鬼被召唤出来后 很快就将我团团包围 而我这时看到一个熟悉的面孔 就是之前的黄河龙王 他见到我之后立刻朝我走来 喊了一声大人 这是怎么回事啊 这件事一言难尽呀 原黄河龙王朝着我走来 很快就热怒了众人 这时众人纷纷反应过来 特别是新任的黄河龙王 何臣 你是想要造反吗 我看了他一眼 便问道 你又重新被降为和神了是吗 是啊 和神很快说道 黄河龙王不能对他下手 他是原来的东海龙王呀 和神的话落下之后 黄河龙王争住了几秒 随后便是说道 你说什么 原来的东海龙王 那也就是说他现在不是了不是了 费什么话 赶紧拿下 几十个水鬼 眼看着就要冲过来 他们气势汹汹 和神很快挡在了我的面前 你们好大的胆子呀 但是却没什么作用 新任黄河龙王迫不及待地宣布 和神 现在已经造反 一并拿下 水鬼们应声 很快就奔上来了 这十几个水鬼 刚没动几步 我右手反手向上一招 很快这滔滔的河水 便掀起了一道水墓 将这几十个水鬼全部拦住 我身边的黄河龙王顿时就惊呆了 大王 您不是 已经不是东海龙王了吗 怎么还可以操纵水文呀 我也不清楚 我如实地回答 而且水墓将我们包裹在里边 四周的水鬼一个都进不来 黄河龙王在外面急得直跳脚 大声着嚷嚷地 赶紧拿下我们 而越来越多的水鬼 也从黄河里冒了出来 很快整个水面 站满了水鬼 黄河龙王顿时变得怒不可遏 眼看就要指挥着 所有的水鬼上前 而在这时 一道淡淡的声音忽然响起 你们真是好大的胆子呀 本集内容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如果您喜欢我的播讲 请您点一下关注 点一下订阅 咱们下集再见 第319集 知道声音语气平淡 但是黄河龙王此时正在气头上 又是哪个找死的 只是话等说的一半 声音逐渐便是变得微弱起来 因为来人不是别人 正是之前策封的东海龟丞相 老龟 老龟到了境前还是有些危险 他看着新任的黄河龙王 立马眼神变了 我就知道 老龟的职位还在 并没有备车 新任黄河龙王见到老龟 立马改了态度 呦 龟丞相 不知道哪阵风将您吹来了 怎么 不欢迎 怎么敢不欢迎 大人 您不是说笑吗 新任黄河龙王 就差点没跪在地上跪舔了 黄河龙王 你好大的阵仗 那需不需要本官将整个东海的兵马 全部给你用啊 大人 黄河河神叛变 下官也就是秉公执法 将这两人拿下呀 哦 黄河河神造反 本官怎么不知道 大人 明日里万机 怎么会知道这些事啊 况且下官早就准备和您汇报 没想到人还没去 您就过来了 大人 您真是英明神武 一下就洞察了黄河的事情啊 这家伙拍马屁也是一把好手 好了 别再废话 让你的人退下 但 大人 这好像有些不合规矩吧 不合规矩 一切后果本官承担 赶紧带着你的人滚 黄河龙王脸上的小容顿时收敛 他脸上出现了几分冷意 到最后还是拱了拱手 大人 下官告退 说完 新任黄河龙王带着人走了 水面之上 重新恢复了安静 此时天色渐满 等黄河龙王走后 老鬼很快拱了拱手 大王 沉下来迟 让大王守惊了 你和我说什么客气话呀 走 咱们先回去 老鬼应了一声 我们一行人很快回到了家里 回到家的时候 天色已经完全地昏暗 我刚到家 便听见屋内传来了哭声 我三步并坐两步 赶紧往家里走去 到了屋内 就看到奇瑶正在抹着眼泪 奇瑶 你怎么了 奇瑶见到我 相视一睁 随即就朝着我跑了过来 他们都说你出事了 我还以为你回不来了呢 他说着话 眼泪再也压不住 直接是躲狂而出 我抱着奇瑶 安抚着他 这时我看到 寒眼之也站在了我的身前 我发现他的眼眶 似乎也是有些微微泛红 只是我现在抱着奇瑶 并没有办法安抚他 直到过了好一会儿啊 这奇瑶的哭声 才慢慢地减弱 吃了吗 他梨花带雨地问道 我不饿 这时胖子也围了上来 赵门 你胖月都没回来 我以为你死在了外面 为你哭了三天三夜呢 我忍不住白了一眼 这死胖子 论胡扯 没有人别的上他 而黄恩的表情 也是不好看 我见到大家这副样子 便立刻安慰道 我这不是回来了吗 你们都振作点 没事 老龟眉头紧皱着 我见到他这副样子 就知道最近的情况 应该很不好 我东海龙王的位置没了 就连河神的黄河龙王位置 也没了 现在只剩下了老龟 东海其实从某种程度上来说 已经不在我们手中了 这时 我便问道 这新任的黄河龙王 是什么人啊 黄河河神很快回道 新任黄河龙王 是雅兹太子手下的人 他对大王你 应该是恨之入骨 所以刚才才对大王动手 我淡淡地应了一声 那现在东海的局面呢 现在东海局面 二龙王独掌大阙 一直在排斥白旗大统领 不过 白旗大统领在军中威望很高 一时半会儿 他并没有什么办法 那二龙王 是不是和南海 还是一伙的 老龟立马点了点头 我就知道 这狗东西之前对我说的 都是假话 他想让我主动对南海出手 然后酿成大错 结果我劝都劝不住他 他就擅自动手了 真是应了我师父那句话 杀父之仇 不共戴天 其实我早该想到这些事的 只是这些事现在 说起来为时已晚 东海的局面 如今不在我的掌控之中 但是白旗在东海 可以控制南海的入侵 我想了想 便是对老龟说道 老龟 你回去以后 问白旗大统领 是否愿意镇守东海 如果不愿意 那就回来吧 老龟一争 随即说道 万万不可呀 大王 如果向在白旗大统领撤回来 那么东海的局面 会彻底沦陷 倒是四海 便不能控制了 那怎么办 我看着老龟问道 老龟面色变了变 可能是听我的语气 也变得有些严肃 大王 老臣恳求大王 不要下这道命令 东海是四海最后一道防线 如果守不住 那后果不堪设想了 他无奈 我心中又何尝不是无奈 二龙王这个狗东西 利盈外合的坑物 南海龙王和雅兹太子 也是联合起来坑物 现在局面完全是一边倒 我深吸一口气 而黄河河神这时候却是说道 大王 如果此时将白旗大统领撤回的话 那就等于咱们丢了东海呀 老龟啊 你什么时候 能让我和二龙王见上一面吗 老龟争了一下 可以 如果大王现在想去的话 咱们现在就去东海 我应了一声 现在这局面 不去见面谈谈 肯定是不行的 正说着话 我们要准备离开 只是寒眼之忽然叫了我一声 怎么了 你出来一下 我有些事情要跟你说 我嗡了一声 和寒眼之出去了 其实我也好奇 后来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不找紫金龙 为什么没回来 他去了哪里 我们到了门口 寒眼之开口说道 你没事吧 你放心吧 我没事 呃 这后来发生了什么事啊 后来黄河大水突降 你一下子就被席卷走了 我们也找过你 但是一直都没有找到你 我争处了几秒 疑惑地看着寒眼之 寒眼之则是问我 这些日子你去了哪里了 我也不知道那是哪儿 寒眼之争了一下 倒是没有继续追问 乌抓紫金龙和欧阳道长一起走的 乌抓紫金龙说 跟着道长一起走 等事情做完之后就会回来的 欧阳道长和乌找金龙 确实怎么看都不靠谱 这一人一龙 简直要酸到前眼里去了 我问这两人干什么去了 寒眼之却是摇头表示不知 而他这时又嘱咐到 欧阳道长临走的时候 还吩咐我交代你一件事情 什么事情啊 本期内容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如果您喜欢我的播讲 请您点一下关注 点一下订阅 咱们下集再见 第三百二十集 寒眼之看着我 我也看着他 他身材高挑 毛子狭长 他毛子里显着坚定 欧阳道长让我告诉你 不要忘记了第三件事 寒眼之说完收回了目光 随后悠悠叹了口气 什么话都没说 转身朝着屋内走去 我想说什么 但是最后却是什么都没说出来 我不知道为什么 感受到寒眼之的某种情绪 但好像又说不清道不明 正当我失神之时 老龟从屋内走出来 大宝 咱们现在走吗 我看了看天色 高空之上 有一轮散发着白色光芒的月亮 月亮四周 还有黑云攀附着 走吧 被降职的黄河河神 也很快地跟着我上来 等到了黄河边的时候 老龟给了我一颗避水珠 说有了避水珠 便可以在水中随便地行走 我看了眼避水珠 还没说话呢 黄河河河神 却是抢先一步 城墙大人 现在大王不用避水珠 也可以控制水温了 刚才大王控制 黄河河水的水温时 简直是如笔之事 这话音落下 老龟诧异地看了我一眼 眼中带着询问的意思 我点点头 走吧 老龟见我没有多说 也并没有多问 我们很快朝着东海龙宫而去 而原本激荡的水眠 等我走上去之后 也变得平静了几分 老龟见到这一幕 眼神中分明有着差异 而这时 大鱼也从水面中冒出来 我们坐在了车面之内 就奔着东海而去了 这一路上算是畅通无阻 到了东海之后 能感觉到 他们处处处于戒备之中 立冰莫马 随时准备出场 而且我还能看到不少的伤兵 他们见到我之后 目光落到了我的身上 有人细碎地喊了一声大王 声音不大 但是有不少的声音 也跟着一起叫了起来 我见状 抬手做了一个压爹的姿势 毕竟我已经不是东海龙王了 往前走着没过多久 白起便带着人过来了 他身穿战甲 脸上还是毫无表情 到着我面前 朝着我拱了拱手 叫了一声少主 白起愿意留在东海 全部是看在我师父张一青的面子上 他身后跟着不少东海的将领 当初都是和东海雅兹太子交手式提拔上来的 每个人的眼神都透露着精锐 透露着寒光 大统领 辛苦了 我也朝着白起拱手 还礼 白起风轻云淡地只回答了三个字 应该的 他说话的语气 像是根本没有将眼前的事放在心上 正当我还想说话 忽然在这时 耳边响起了一道揶揄的声音 本王看看是谁来了 居然这么大的场面 话音落下 就看到穷牛太子身穿一身华服 朝着我这边走来 身边跟着新任的黄河龙王 然后后面还跟着一对穿着战甲的卫兵 看他春风满面的样子 可以说是气势十足 这是黄河龙王开口 你们还愣着干什么呀 大王来了 你们不行礼 是全部想要造法吗 新任黄河龙王 依旧充当狗腿子的位置 他见到大家还是没反应 很快有家中语气 又喊了一句 我给老龟一个眼神 老龟立刻反应过来 带头喊了一声大王 然后其余的人也跟着拱手行礼 但是白起自始至终 都没有任何的反应 而穷牛太子 这时候忽然哈哈大笑起来 哈哈哈哈 这段时间大家辛苦了 就不用那么多理解了 免礼吧 二龙王说着话 很快走到了我的跟前 你今天怎么有空过来了 怎么了 难道我不能来 二龙王神色一致 但很快就反应过来 哦 当然能来 我也欢迎 里边请 本王还准备设宴款待你呢 说着话 他好像跟我很熟一样 拉着我的手 便朝里走去 二龙王此时的状态 和之前完全不一样了 我当东海龙王的时候 他看起来畏首畏畏 现在的态度 则是嚣张跋扈 到了宫殿当中 二龙王直接走到了 王座的宝座上 缓缓地坐下 他丝毫没有客气 但是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玉帝应该并没有册封 他为东海龙王 只是暂未带领 上菜 二龙王喊了一声 不多时 并有很多一招暴露的女子 便是端着盘子 上来总裁了 看着这些美女 把菜放下 然后便拼拼齐舞起来 我心里想着 这家伙的日子 过得倒是很安逸 我坐在座位上并没有动 闭上眼睛 心情有些复杂 二龙王在上面发出了 刺耳的笑声 还不时地问我 秦高鞋 你觉得这舞蹈 跳得怎么样 我抗恋二龙王 如果你还知道 我是秦高鞋 就让这些人下去 二龙王面色一变 很快压了压手 难道秦高鞋不喜欢 好 来人 换一屁 这些跳舞的女人 很快下去了 不用了 二龙王 我今天来是和你 商量一件事的 二龙王此事 根本没有把我放在眼里 喝了一杯酒 这才说到 什么事啊 听高鞋 你尽管说 只要是我能做到 我肯定做到 我要说的是东海的局面 我刚说完这句 他将手中的杯子放下 如果本王没记错的话 天庭有规定 人间四海的事物 天庭的神仙 是不许插手的呀 这句话立马将我给噎死 不过的确有这样的规定 四海的事 天庭不能直接插手 我现在不是以 天庭秦高鞋的身份来的 那你是以什么身份 高鞋 你别忘了 你现在已经不是 东海龙王了 二龙王又喝了一杯酒 很快地对向了我 老龟此时站起身来 二龙王 不管怎么说 他死心而来 是为了咱们 东海的江山设计啊 老龟这话刚落地 二龙王直接将手中的酒杯 砰的一声 便是甩在了地上 丞相 请注意你的身份和言辞 老龟的面色顿时变得难看了几分 新任黄河龙王缓缓站起身来 你既然已经和东海没关系了 就别来管理东海的事 你没什么资格 而此时白起 则是抬头看下了新任的黄河龙王 本统领才给你一次机会 你把刚才的话再说一遍 此时白起身上 阴影散发着鸿芒 让人感觉到压抑 欣然黄河龙王的脸色陡然大变 这大厅中的气氛 一下子变得 剑拔弩张起来 本集内容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如果您喜欢我的播讲 请您点下关注 点下订阅 咱们下集再见 第三百二十一集 白起已经将手中的兵器握紧了几分 黄河龙王脸色虽然大变 但还是强硬地回答 白起 你想干什么 难道你想造反吗 造反 白起大统领并没有给他面子 直接起身朝他走去 这新任的黄河龙王被吓得不得了 很快地往后推着 我见状立马拉住了白起 白起大统领 算了 少主 陈下奉主公的命令 会好好地保护你 如今有人当面欺辱你 陈下不会就手旁观 而这时 新任黄河龙王很快抓到了孔子 白起 你是在为东海效力 还是为他个人效力 白起大统领很快地霸气地回了一句 我当然是为少主个人效力 这句话立刻就把新任的黄河龙王怼得哑口无言 把尔龙王的面色也变得阴沉了几分 而我来这儿不是吵架的 是解决问题的 当前的局面对东海来说绝对没有益处 而且还有一点 四海一旦交手可能会出现一个隐患 这个隐患就是水神公公 欧阳岛长让我不要忘记这件事 大王 你听见了吗 他说的是什么话 还请大王收回他的兵权 不能让东海的水兵 为他情怀个人效力 新任的黄河龙王说的是义愤填膺 相信此时如果给他一把刀 他就能砍掉我的脖子 二龙王面色阴沉不定 但他并没有说话 新任黄河龙王立刻就说道 还请大王早下决断 一面后患无穷 等新任黄河龙王话音刚落下 下一秒啪的一声 新任黄河龙王脸上 直接出现了一个巴掌印 你个狗东西 一直在这挑不理解 现在正是东海一致对外的时候 你还唱起了反调 这巴掌打得黄河龙王面色变得有些懵逼 他捂着脸看着二龙王 可能是没想到原本好好的居然会给他一巴掌 这一巴掌打得他甚是畏惧 二龙王又骂了一句 扣东西 还不快道歉 新任黄河龙王此时啊 心里正在骂娘呢 但是也并不敢说什么 只能是道歉 没事 不用道歉了 还是秦高先宽宏大量 如果是本王 早就砍了他了 说着话 他又对黄河龙王说了一句 还不快滚回去做好 这黄河龙王捂着自己的脸 委屈地坐回了自己的位置上 只是看下我的眼神 还是充满着恨意 不好意思啊 打扰大家的雅兴了 这样吧 本王 贤肝为敬 你们随意 说着话 他喝了一杯酒 我也提起酒杯喝下了酒 二龙王见大家都喝了 很快又哈哈打笑起来 请高兴啊 其实本王有了主意 现在四海的局面有些混乱 相信天庭 也不想看到这样的局面 所以本王呢 决定和其余的三海谈和 谈和 是啊 本王已经修书 给其余的三海龙王 相信不久就会有回复的 二龙王说着话 脸上还带着自信的笑容 你确定他们会同意谈和吗 确定啊 不管怎么说 咱们都是同宗同园 就算不看僧灭 也得看佛面不是吗 如果四海平地啊 一派和其的话 我相信羽帝也肯定会高兴的 我淡淡的点头 而这时啊 外面忽然有人来报 我回遍二龙王 西海 南海 北海 使臣求见 你看 这要不是书曹操 曹操就到了吗 雪 二龙王说完这话 从外面走进三个人 这三人全部是生面孔 他们进来之后 立刻拱手 紧接着目光落到了我的身上 只是看了一眼 便收回了目光 这时南海的使臣 便开口说道 大王 我们南海龙王 看到了你的弹劾书 很感兴趣 所以 派我们先来 和您商量具体的细节 二龙王立马笑了起来 好 咱们现在可以商量具体细节 到时候直接停战 咱们四海的存在啊 也有上万年了 一直以来 咱们都是一致对外 什么时候咱们打过呀 现如今的交战 都是大家不想见到的 是 大王你说的对 所以 我们带来了停战意见 你们说 很快他们就拿出了一本册子 说出了三个条件 第一个条件 东海绝不能让外人来当龙王 说着话 还看了我一眼 二龙王听后笑咪咪地回道 这是自然 以后东海 只会在东海龙族的手中 南海使臣立刻说道 这样最好 那我们 要提前恭喜大王了 第二条呢 就是东海 得割让三十座城池 给我们三海三方 每方十座城池 二龙王一听这个 顿时沉吟下来 老规则是很快站出来反对 这是不可能的 我们东海 绝不能割让出土地 丞相 先听他们说完 二龙王此时很快 呵斥了老规 老规看了我一眼 我还是没说话 我想看看他们 究竟有什么条件 二龙王 又究竟会怎么做 南海使臣 脸上已经露出了笑容 二龙王的表现 让他们非常高兴 这第三个条件 就是以后四海的地位 不再以东海为尊 而是以南海 马首使臣 好了 我该说的呢 都已经说完了 南海使臣面带笑容 缓缓地往后退了一步 和南海使臣同来的 西海和北海两个使臣 倒是一句话没说 站在旁边 像是个木头人 看来这次主导 也是南海龙王 二龙王坐在上面的位置 眉头微微皱起 似乎正在思考 其实这件事 有什么好考虑的 如果是我 早就回绝了 而这时新任的 黄河龙王 很快就说道 大王 臣下觉得可以答应 四海战争 民不聊生 生灵涂炭 看看咱们东海 死了多少无辜的子民 另外如果大王 您同意的话 道士玉帝肯定会高兴 高兴之下 应该会对咱们 东海家赏 也会对大王 青睐有加的 而这时啊 我旁边的黄河河神 确实忍不住了 放你娘的狗臭屁 我当黄河河神 有几百年了 我见证了东海的强大 什么时候见过东海 如此卑躬屈膝 你要是想当狗 你大可以自己去当 别带上整个东海 还有 我告诉你 你没有资格当这个东海龙王 黄河也根本不会认可你 新任黄河龙王被黄河河神 训斥了一番 面色顿时变得张红起来 你 你好大的狗胆 居然敢以下犯上 来人 将他给我拿下 可是他话音落下 却并没有水冰上前 新任的黄河龙王 此时已经是狗急跳响 好啊好啊 你们都想造反是吧 我冷眼看着黄河龙王 然后缓缓地站了起来 这东海 是你说了算吗 不管是谁 也绝对轮不到你 是吗 本期内容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如果您喜欢我的播讲 请您点下关注 点下订阅 咱们下集再见 第三百二十二集 先认黄河龙王可能是知道 自己失言 当即说道 现在 咱们东海 当然是大王说了算 说着话 便是朝着二龙王 卑躬屈膝 我起身朝着黄河龙王走去 一步步地逼向他 他面露仓皇之色 看着我走过来 立刻问道 你 你想干什么 我没说话 不多时走到了他的境界 我和他面对面 他似乎眼神有些闪躲 我抬手便是一巴掌扇了过去 你 你凭什么打人 他一脸惊恐地看着我 我并没有理会 抬起手啪的一声 又是一个巴掌 大王 你看 他 他打我 二龙王的面子 可能是有些挂不住了 轻狗姐 还烦请你注意自己的身份 我看了一眼二龙王 一句话没说 抬起一脚 把黄河龙王踹倒在地 他可能是觉得面子上挂不住 起来要跟我动手 只是下一秒 就发现自己周身 被水流控制住 根本不能动弹 他脸上的惊慌神色 愈发变得凝重起来 我健壮上前 一脚踩在了他的脸上 你把刚才说的话 再说一遍 难道 你 你 你看看杀人不成吗 我紧接着一脚踹在了他的脸上 下一秒 他便昏死过去 一个够东西 瞿三海使臣顿时惊呆了 紧接着南海使臣 面向了二龙王说道 大王 这是什么意思 二龙王看向了我 面子有些阴沉难堪 请高显 你是要违背天条 参与东海的事物是吗 我不清楚什么是天条 也不知道东海的规矩是什么 不过我只知道 自己的规矩是什么 你有什么规矩 我的规矩就是绝不低头 你什么意思 现在东海的事情还需要你管 你以为你还是原来的东海龙王吗 你是不是有点太看得起自己了 二龙王此时也是恼羞成怒 秦高显 本王劝你把刚才的话收回去 否则的话 别怪本王到时去天庭参与吧 到时你秦高显的位置 能不能保住还是另外一回事 我并没有理会他的威胁 对着三海使臣说道 你们还不滚吗 南海使臣最为应急 你算是什么东西 你让我滚 我就得滚 这东海是你说了算吗 只是等南海的使臣话音落下 扑子一声 一把兵器 直直地穿透了他的胸口 白起的速度很快 这南海使臣甚至都没有反应过来 就已经被兵器灌穿了胸口 他瞳孔睁大 似乎死都不敢相信眼前发生的一幕 你 你等着 死吧 又是扑子一声 白起将兵器抽出来 这北海和西海的使臣 被吓得面色苍白 连忙地从打听之内跑了出去 阿尔隆王的面色 此时也变得苍白了几分 亲口血 你太过分了吧 难道你不知道两国交战不战来使吗 我说我知道 但他们不是来使 他们是来羞辱东海的 阿尔隆王顿感一口气喘不上来 他盯着我 双眼的怒火随时向药喷爆出来 下一秒 他拍了一下竹子 立马喝道 秦怀 你真的是太嚣张了 简直是目中无人 来人 将他给我拿下 只是阿尔隆王花音落下 现场却是没人动手 阿尔隆王又喊一声 可依旧是没人动手 他终于有些慌了 你们都想造反是吗 这东海到底谁说了算 没人说话 只是冷冷地看着他 二龙王 这里没人造反 要造反 也应该是你 你什么意思 你想嫁祸给本王是吗 还需要嫁祸吗 你现在坐着的那个位置 本来应该谁来坐 现在没有东海龙王 本王难道不能坐吗 你可以坐 我盯着他 双眼全部都是怒火 秦怀 你莫不是真的想只手折天吗 你眼中有没有天条 眼里还有没有东海 他说话声嘶力竭 并且快步地流行走过 一把抓住我的衣领 双目怒视着我 我此时面色淡然 内心的情绪没有丝毫地不度 我和他之间 从来都是立场不同 追求不同 他要做他做的 而我 想做我应该做的 他要卑躬屈膝 他要割地赔款 但是我不想 我要做的就是 带着东海 昂首挺胸 正当二龙王抓住我的衣领 而白旗大统领 此时眼看就要上前 我立马喊住了他 我朝着白旗大统领摇了摇头 他拱手喊了一声少主 便转身退下了 我慢慢地掰开了二龙王的手 他看着我的眼神里 充满了愤恨 而静静这种愤恨就被惊叉所取代 但随着我的力量加大 这股愤恨又慢慢地变成了绝望 等我全部掰开他的手掌时 他浑身上下的力气 像是一下被抽干 身体贪软 一下子坐倒在地上 我蹲下看着他的眼睛 一字一句地说道 抱歉了 东海的命运 不能交在你的手里 二龙王一声不吭埋着脑袋 像是一只斗败的公鸡 对于他来说 这一切似乎都结束了 惊认黄河龙王此生面露剧责 他已经苏醒过来 在一旁一句话不敢说 他怎么都没想到 局面会变成这样 而在几分钟之后 他眼珠子左右乱转 忽然地喝道 秦桓 你 你这是夺权篡位 你 你这是造反 而此时根本不用我下命令 老鬼一声令下 水兵上前迅速地 便将黄河龙王拿下来 黄河龙王很快被拉了下去 我冷眼看着眼前的一切 篡位 这东海龙王的位置 我走了以后就没人当过 他是二龙王 一直以来也只是一个二龙王 他什么时候被扶正过 又何谈篡位一说呢 我只是重新做回了 我原来的所谓上 我 秦桓 要重新带着东海 走向新的命运 我环顾一周 黄河河神这时候很快带头喊道 公银大王 重新归位 黄河河神跪下 很快其余人反应过来 纷纷地跪下 以及喊着 公银大王重新归位 此时他们的气势旁驳 声音阵的宫殿 此时都像是在瑟瑟发抖一把 我沉默着坐到了座位上 白玺统领 相信三海马上会对东海发起进攻 你带人去盯着 做好步伐 白玺大统领看了我已 很快拱了拱手 是 少主 黄河河神 你现在开始官复原职 黄河河神也很快应声 我让黄河河神 去统领黄河的水兵去了 你知道现在 东海才正式地和三海彻底的撕破脸皮 我对老龟说道 随风讨伐文书 痛斥三海 无耻行径 老龟拱手说了一声好 这是原本倒在地上的二龙王 已经缓缓地站起来 然后像是丢了魂魄一般 向着外面走去 我看着他没落的背影 我心想该开始的 总归要开始 只是这一次的事情并不简单 不止三海 背后可能还站着水神公公 不过不管是什么 来吧 这一战 终将不可避免 本集内容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如果您喜欢我的播讲 请您点一下关注 点一下订阅 咱们下集再见 第三百二十三集 东海的局面已经不像是最开始那样 现在 东海要承担的更多更多 之前东海可能只是停留在 争夺东海龙王的位置上 鸭子太子 求牛太子 包括我 我们三人 都将目光放在了东海龙王的宝座上 可是现如今的局面变了 东海龙王这个位置 以后没有争议 只是属于我情怀一个人的 我站在东海龙宫之中 老魁忽然问道 大王 这件事 要不要搞事天庭啊 不需要 我话音落下 老魁还是有些担忧 那万一天庭要是怪罪下来 那该如何是好啊 天庭若是怪罪下来 我一力承担 大王 老魁不是这个意思 你不用解释 我知道你什么意思 白起大统领 已经去布房盯着战场了 黄河龙王也走了 老魁站定一会儿 也是告退 一时间诺大的宫殿之中 只剩下了我一个人 只是这时我明显能感受到 身边的水门波动 其实按理说 我是感受不到的 毕竟我现在并没有得到 正统的认可 在天庭那边 东海龙王仍旧不是我 更大的可能是得到了 那人所谓的真正的血脉 才会变成这样 我沉默了一会儿 向外走去 现在东海这边的局面 差不多稳定下来 我现在要做的 就是一致对外 对付其余的三海联军 我在东海龙宫里 待了一个小时的样子 忽然 有人跑了过来 告知我 白起大统领 已经带着人 和三海联军交手了 我在宫殿 从白天等到了晚上 老魁期间 将那篇的讨伐习文给我看了 老魁在这方面的文采 倒不是作假的 整篇文章 可以说是大气磅礴 非常的有感染力 读起来就让人觉得 这三海联军不是好东西 我们东海 只是被迫抵抗 白起大统领的第一站 从晚上一直打到了白天 双方各有进退 一直到第二天晚上 才双方各自明镜收兵 少主 这可能是一场持久战 你要做好准备 我点了点头 对着白起大统领说道 不管如何 却不能让三海联军 进来办法 是 少主 说完白起大统领便告退了 这三海联军少说 也是几十万大军 要说白起大统领吃不消 也是可以理解的 我很快就把黄河和尚喊过来 我问他 现在三海联军 已经倾巢而出 那是不是海域之内 有很多的城池空着呢 黄河和尚很快就回答了我 大王 这三海 不能说全部出动 但是啊 至少是来了大半的人 所以很多城池啊 其实还是有不少人把守的 他随后顿了顿 又是说道 大王 您的意思 是不是让陈下带着黄河水兵 去拿他们的城池啊 我点了点头 目的不是拿下城池 而是要将他们的龙宫搅乱 我话音落下 黄河和尚脸上很快露出了吃惊的神色 大王 那我们具体要怎么做啊 我要你去的地方不是南海龙宫 而是西海或者北海 你选一个 为什么呀 你只管按照我说的做就行 黄河龙王并没有多问 很快应了一声 直接告退了 我之所以这样做也是有原因的 现在三海不用说 肯定是以南海为主导 对南海贸然动手的话 风险很大 但是其余二海就不一样了 很多的事情要想清楚 如果想赢得这场战争的话 根本靠不了别人 只能自己步步为营 我坐在了宫殿里 外面不时传来了战报 不过目前来说 双方是互有死伤 并无压倒性的优势 直到第三天后 黄河龙王带着人 骑袭了北海龙宫 北海龙王着急了 很快就退兵 守护自己的宫殿去了 这白起大统领抓住机会 一举功上 三海联军溃散 后退三十里 但还是没有取得 决定性的胜利 当天晚上 我们在东海龙宫里举行庆典 我对大家论功欣赏 一切的进展 似乎都在往好的方面发展 三海联军短时间是凑不起来的 而我们东海和南海是接壤的 所以白起抓住这个机会 很快就拿下了几座城池 南海龙王暴跳如雷 扬言如果攻陷东海 必定将我弄死 这几日所有的事情 进展的都比较顺利 只是让我没想到的是 你知道第七天 还是出事了 第七天出事的原因 是因为来了一个不速之客 来的不是别人 正是无法道人 他这次的长相 是一个中年人 轮廓分明 看着很是硬朗 我不知无法道人 是怎么做到的 但是这个家伙 肯定是来这不善 无法道人的气场很强 他进了宫殿 自己找了张椅子坐下 直接开口 东海就是这种待客知道吗 连杯热茶都没有 我对着无法道人 当然是没有好脸色了 你来这里究竟什么事 直接说吧 我知道这个家伙 有很多的分身 可能是将这道分身弄死 仍旧是影响不了他的本体 秦淮 你这东海龙王 当得舒服吗 我并没有和他废话 让人端上了一杯热茶 咱们俩就不用绕圈子了 你说吧 你来这儿究竟什么事 无法道人哈哈笑了两声 便是回道 也没什么别的事 就是最近频道感觉 之前岛家死了的老祖 已经要慢慢地觉醒 频道这次过来只是看看 你要看着你们到家老祖 找到我这来做什么 我看着这家伙 恬不知耻的样子 是真的恨得哑哑哑 但是这狗东西的本事 不是一般人能比的 可以说是手眼通天 也不知道这个家伙 究竟是修炼什么写法 他怎么做到这些的 秦淮啊 你这么说 可就让频道有些难过了 频道不管怎么说 和你也是老朋友了 频道这次来啊 不是给你添麻烦 而是帮你的 你帮我 秦淮 岛家老祖的复苏 让频道心里很不安息 实话告诉你 频道的本身 也正在处于纠心当中 如果等那个 岛家老祖复苏的话 倒是频道还没有走到临风 很有可能会被他灭了 所以频道来你这儿呢 也只是寻求一道保命符 找我要保命符 我疑惑地看着无法盗人 这家伙神神叨叨 有时候真的不知道 他脑子里究竟想的什么 是 频道就是想让你 给频道一道保命符 我为什么要给你 本期内容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如果您喜欢我的播讲 请您点一下关注 点一下订阅 咱们下集再见 第三百二十四集 理由就算频道现在和你说了 你也未必懂 你只要知道 可以保频道一次就成了 无法盗人说得很刺激 好像确定我会帮他 无法盗人这狗东西 的确不是什么好人 我恨不得弄死他 怎么可能会帮他 弄一道保命符呢 这家伙不肯告诉我 具体原因 像是有着什么盘算 你觉得我会帮你吗 谁知道听到我这话 无法盗人兴奋地笑了起来 我也不清楚 这狗东西到底在笑什么 只是他笑得让我很不舒服 但是看着他嚣张的样子 我却又无可奈何 你为什么不帮我 秦淮 你是不清楚自己处在什么局面吗 你这东海龙王看着有些威风 不过玉帝貌似没让你当这王吧 你现在没有认命 是擅自行使权利吧 那又怎样 秦淮 真是有一段日子没见 刮目相看呀 你比以前老脸多了 哈哈 他顿了一会儿 接着嘲笑道 频道要和你说的是 你在地府当官的事 频道也是知道的 地府小私店 秦大人 我面容一将 这家伙将我的事情 打探得一清二楚 他将我拿捏得死死的 我深细口气 让刺激的情绪 表现得尽量稳定一些 我之前一直担心 自己在东海 还有地府同时任职的事情 会被人曝光 没想到怕什么来什么 我一时没说话 无法到人 却是忽然笑了 到缓缓地站起身来 脸上带着淡淡的笑容 只是这淡淡的笑容 让人看着有种 想要揍态的冲动 怎么样 秦大人 还是说东海龙王 频道现在不知道 该怎么称呼你 你喜欢怎么称呼 就怎么称呼 无法到人 我告诉你 你想要非训我 门都没有 而听到我的话 原本脸上带着笑容的他 慢慢地凝固了下来 秦淮 频道知道你的性子 所以频道也不是来威胁你的 频道不会让你 白白帮频道做事 我来这儿的终极目的 只是和你做个交易 什么交易 其实吧 这些事都是频道在地府 和天庭的一些朋友 打听到的 这个家伙从头到尾 一直在威胁我 还说没有威胁 这句话的意思不就是 他在天庭和地府 都有人 让我最好不要耍花样吗 说重点 我没心思和他聊一些别的 重点就是 你给频道一道保密符 频道帮你保密 另外 还可以赠送你一个消息 什么消息 你不是一直想知道 这公公什么时候出现吗 你知道 知道 不过要频道告诉你 你得先写一道保密符 不是吗 我怎么写 你桌子上不是有笔墨纸 眼闻方四宝吗 你只要写上 面罪书三个字 然后用你的心血 盖个手印就好 很简单 是不是很划算呀 我心中冷笑了一声 这狗东西会有便宜 让我占 让我想想 秦大人 你要想的话 频道可没时间 到时候频道出去 要是嘴不牢口 可不止四海会乱 地府也会乱 这地府和四海乱了 那到时候天庭能不乱吗 你想想 到时候得死多少人哪 我紧紧握着拳头 心里有一团怒火正在喷扑而出 好 我答应你 爽快 然后我也没有废话 拿出了一张纸 写了免罪书三个字 用自己的心血 按了一个手印 当我将东西拿在了手里时 他表现得有些兴奋 伸手便是过来接 只是我并没有将这东西给他 公共什么时候会出现 等你东海水兵 到了南海之时 公共自然会出现 一定吗 一定 否则的话 频道宁可不要这套保命符 不管怎么说 无法导人 还算是江信勇 我思虑了一会儿 将保命符给了他 他得到保命符之后 别提那样子有多高兴了 秦淮 遇住你 早日一同四海 再见了 说完他大步地向外走去 我看着无法导人的背影 我心里现在越发搞不懂 这个狗东西了 无法导人到底是什么 为什么会一直不死呢 我想等下次见到我师父的时候 一定得好好问问 如果这个家伙不铲除掉 对于我来说 一直会是个定时炸弹 我沉默了一会儿 让自己的心思变得更稳定一些 紧接着喊了一个人 将这个消息告诉白起 说道士范伊 攻入南海的龙宫 一定要小心注意 因为水神公公 很可能会出现 白起收到消息之后 立马给我回信 信上只有三个字 知道了 我取身向外走去 现在东海的局面还算平稳 至少在战争上 东海正在逐渐地战据上风 我回到岸上 见到了齐遥他们 可能是我略想疲惫 所以他们见到我之后 纷纷嘘寒问暖 我对他们说没事之后 我便问齐遥 问他我师父来过没有 没有 恩公 东海最近的局势 是不是很危险啊 我看这湖面上 可是死了不舍的 下边蟹甲 黄恩死时问道 我对黄恩说 不用操心这些 我们现在的重点 不在这儿 我手中拿着 玉地的宝剑 看了几眼 或许这件事啊 可以去天庭 问问老先生 说不定老先生 知道一些什么 想着就没耽搁 换了一身干净的衣服 就准备朝天庭而去 我是晚上八点出发的 这一晚月明星期 一切看起来都不错 寒眼之听说我要去天庭 就说要和我一起去 可是正当我们说话的时候 我忽然看见高空之上 似乎有一道黑点要落下来 我看到这道黑点 瞳孔迅速地缩小 那寒眼之 却是更快地反应过来 抽身挡在了我的身前 他刚要有所动作 却被我一把拽住 因为我已经看清楚了 来人是谁了 不是别人 居然是老先生 还真是应了那句话 想什么来什么 我见到老先生 很快上前去迎接 而寒眼之见的老先生之后 脸上则是露出了 古怪的神色 他刚想开口说话 老先生却是咳嗽了一声 这位姑娘 老夫想和情怀说几句 可以吗 寒眼之下一时点点头 我和老先生朝着外面走去 随后只剩下我们两个人 我朝他拱了拱手 你和老夫客气什么呀 您对我有恩 老先生 未必啊 很多事情都是你自己的机缘 我想了想也没有矫情 直接问道 老先生 不知您这次下来 是有什么吩咐吗 老先生听到我的话 面色顿时变得严肃了几分 秦怀呀 你这次可是捅了大娄子了 本集内容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如果您喜欢我的播讲 请您点一下关注 点一下订阅 咱们下集再见 第三百二十五集 我听老先生的话 不像是和我开玩笑 不过我并没有立即说话 而是等待着 他继续往下说 我其实已经知道 老先生是为了什么事情 但他教过我 就算心里再乱 再慌的一批 表面上 你一定要装作谈定 老先生 不是我最近 做错了什么事呢 我的话让老先生一睁 随后他脸上 便露出了一抹 玩味的笑容 秦怀呀 你说你好得不学 坏得一学一个准啊 什么意思啊 老先生 那你来说说看 这东海的局势 现在怎么样了 我就知道 他肯定是为了 这件事过来的 我早就不当东海龙王了 玉帝一怒之下 已经把我撤了 我现在就是 天天的高仙呀 哦 是吗 清高仙 我点了点头 老先生将一双手 放在了自己的背后 然后紧接着说道 老夫怎么听说 东海最近直接将另外三海 收拾得差不多了呢 这我就不知道了 东海一直作为四海之首 实力肯定是毋庸置疑的呀 老先生见我还不承认 就不再绕圈子了 秦怀 老夫这边可是得到消息 说你重新回到了东海 将东海的权力掌握了 是也不是 老先生 这肯定是谣言呀 你就别在老夫面前演戏了 老夫可以装作不知道 因为老夫清楚 四海的局面肯定是需要稳定的 如果东海被覆灭 那到时候的情况 可能便不受控制了 老先生 您的意思 是支持我重新回到东海是吗 老夫是支持你 可是你没有御帝的册封 所以不管怎样 你这个东海龙王 都名不复实 那又怎么样 到时候东海一统四海 御帝肯定高兴 说不定一高兴 就不怪罪我了 秦华呀 你还是太天真了 这天庭有天条 就连御帝都要遵守 难道御帝会为了你 寻死亡法吗 另外先不说 御帝会不会放过你 就说你能不能将 死海统一也不一定 另外 还有一点 天庭有多少的眼睛盯着你 你先前在天庭树敌不少 又有多少人等待着机会 想弄死你呢 老先生说的这一番话 可以说是句句在理 是啊 天庭上面有多少双眼睛盯着我 等着弄死我呢 我只要一出乱子 肯定会有很多的人踩着我 甚至要将我往死里踩 我沉默了一声 并没有说话 你不是很能说吗 怎么 不说了 老先生 你有什么办法吗 要不是看在咱们俩认识这么久的份上 老夫是真的不想管你 你真的是目无天条 肆意妄为 我也是为了天天和龙公好 你 你还说 老先生训斥了我一句 我很快就闭上了嘴巴 他忽然叹了一口气 紧接着盯着我 这事情已经到了这个地步 后悔也没什么用了 只能走一步看一步 不过为了保险起见 老夫想了一个方法 什么方法 老先生说着话 从自己的袖子里摸出了一封文书 他将文书递给我 我将文书打开 就看到了里边写的字 打开的意思 是让我重新恢复东海龙王的王位 挨开了影章 老先生 这 这是 老夫给你伪造了一份文书 如果到时有人想对你下手 便把这份东西拿出来 就说是预递给你的 这东西我不能要 回头要是连累你的话 我 我怎么交代啊 老夫让你拿着 你就拿着 现在天天这么多双眼睛 都在盯着死海 有多少惊人牵涉在离别 你若出事 死海很可能会变天 到时就完全控制不了了 老先生的神色有些复杂 他双手背在后背 看着眼前的黄河水 他这次帮我伪造御地文书 可以说是冒着很大的风险 如果出了事情 后果不堪设想 死海的局面 四海的局面真的需要快点稳定 我深吸一口气 面色也变得肃默了几分 老先生 您放心 我一定不会让您失望的 老先生伸出手 轻轻地在我肩膀上拍了几下 任中道远呀 你自己若是遇到了危险 第一时间要想的 是保住自己的性命 我点点头 老先生说着便要走了 我立马喊住了他 老先生 我有件事情要问你 你想问什么 老先生疑惑地看着我 我先是将文书给收起来 然后说道 我想打听一个人 这个人活了很久都没有死 我说的事 老先生诧异地看了我一眼 他叫什么名字 他真实的名字 我并不清楚 但是我知道他的法号 叫无法道人 无法道人 我倒是没有听说过 但是我知道另外一个人 他活了漫长的岁月 都没有死去 谁呀 那个人 现在应该死了 那 那为什么现在死了 这个故事很久远 几句话也说不清楚 老夫这边还有事 所以需要尽快回天庭 你若是有什么问题 便来找我 至于你问的那个人 等我下次见面再和你说吧 我点点头 目送老先生消失在叶子里 等他彻底没了影子 我又把天庭的任命文书 拿出来看了看 怎么感觉都和真的一样 唯一的可能 就是老先生 偷了御地的改章 给印上了 如果真的是这样 老先生可以说是 付出了很大的代价 我心里压着一口气 看来这四海的事情 必须早些解决 否则拖太久的话 导师肯定会说大卵子 这不是我可以承担得起的 就算我个人没关系 我身边还有很多的人 也会因我受到牵连 我转身回去 发现乔他们已经 做好了吃的 而韩颜之则是问我 老先生和我说了什么 我笑了笑 说什么都没说 只是胡扯了几句 韩颜之也很识趣的 并没有多问 一顿饭吃完 大概是深夜十一点的样子 我抖了抖衣服 站起身来 准备回到东海 坐着大鱼拉的车拧 朝着东海而去 只是走到一半的时候 我看到海面上 多了一片孤舟 这上面站着一个人 船上挂着一盏灯笼 我看了一眼 大喜过望 因为这船上的不是别人 正是我师父 我此时别提心里有多激动 我让大鱼赶紧靠近 等到了张一青的跟前 师父 你这几日去哪里了 张一青脸上 永远挂着淡淡的笑容 怎么了 师父不在 难道是有人欺负你不成 张一青明显在和我开玩笑 我则是摇头 师父 最近可能要出大事啊 我本来以为我说的这句话 我师父会有特殊的反应 但是没想到 我师父还是很平静 师父 你听到我说话了吗 听到了 你师父我又不是聋子 我知道你说的是什么 而且我这儿呢 也有一件不好的事 正要告诉你呢 本期内容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如果您喜欢我的播讲 请您点一下关注 点一下订阅 咱们下集再见 第三百二十六集 你今天是不是见过谁 我争住了几秒 没想到我师父会问这个问题 我今天何止是见了一个人 我还见过老先生呢 可是看着师父的样子 明显不是说老先生 如果不是的话 那么我师父说的 肯定是无法道人 我师父问我 我自然不会有什么隐瞒 是 师父 这就对了 难怪我刚才见到你 就觉得技术不对了 什么意思啊 我技术不对 你是得到了黄河宝藏是吗 是师父 我是得到了 黄河宝藏是不是说 我找到自己真正的血脉呢 张一青点了点头 现在这不是重点 重点是 你刚刚从黄河得来的宝藏 已经被分走了一半 张一青的话音落下 我心里顿时凉了半截 分走一半的人 书发道人吧 我说着话 心思已经变得沉重了几分 我就知道 这狗东西不是什么好人 张一青站在孤舟之上 悠悠地说了一句 是啊 他分走了你一半的气数 但是分不走你的血脉 血脉这东西 你一旦拥有 便是别人拿不走的 而这黄河宝藏远不像表面那么简单 并不只有血脉 他真正的意义 便是一份气数 也就是 我之前和你说的七语 张一青说着话 我脑子里已经在回想 无法道人那天说的情况 现在我想起来 真的有可能被这个狗东西给骗了 他来之后 就和我说 到家的老鼠要复苏了 要从我这里求一道保命符 看来那道保命符不是那么简单 并且一道保命符 这么简单就可以得到 这狗东西为什么会找我 师父 这回都怪我 是我轻信了他 也不能这么说吧 如果你不和他交易 你下场未必会好 我疑惑地看着张一青 他似乎对我和无法道人所做的事 都了如指掌一般 不过我师父说的也对 如果不做这场交易的话 我的下场肯定不好 而且我很可能会成为一个炸药桶 最后让地府和东海一起炸开 只是现在目已成舟 说这些都已经晚了 现在要做的事 就是想办法解决这个问题 我来告诉你这件事呢 也并不是为了让你陷入担忧当中 我只是想和你说 你的气数虽然被拿走了一半 但是他拿走的不光是气数 也需要承担你的风险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 你们两个已经被捆绑在一起了 那他为什么要这么做 为什么 这可能只有他自己知道了 师父 那有什么方法能对付他 还有他到底是个什么人呢 我师父并没有说话 我健庄随即从打鱼拉的车碾上走下去 我脚踩在河面上 黄河水很快地凝结 我师父见到这一幕 脸上浮现出了淡淡的笑容 师父 他曾经和我说过 道家老祖要复苏了 他的本体还在修炼当中 他把道家老祖复苏 到时候伤及他的性命 然后才来我这儿求了一道报名符 张一清听后点了点头 无法道人之所以这样做 很可能和他修炼的道法有关 想必他走的不是什么正道 这号人我倒是没怎么听说过 也就是很早之前 和你在那座道观的时候 听那个道士讲过 算起来已经过去了 很长一段时间了 我内心有着惊讶 我师父都不清楚 这无法道人也未免太过神秘了吧 不是我师父不知道 就连老先生也不清楚 虽然我不确定老先生 在天庭是什么地位 但肯定是不低的 我深吸一口气 总感觉自己惹上了一个麻烦 而且是天大的麻烦 不过我虽然不知道无法道人 但是我却听说过另外一个人 这人倒是和无法道人有些相想 只不过他死了很多年了 啊 我疑惑地出声 张一青看着我 想听吗 我点点头 这人我很早之前就见过 那时这个世界还不是这个样子 我记得那个时候 好像是明朝 我认识一个砍柴人 他脾气古怪 自己得了一本古书 书的名字叫修心书 自从他得到这本书之后 便是整日钻研 而且后来还真的让他有了成就 什么成就啊 我认识他的时候 他大概十五岁 直到二十年后 我去见他的时候 他还是十五岁 我师父说的明朝 距离现在最起码有五六百年了 那么我师父肯定是活了漫长的岁月 但是玄机一讲 我师父活那么久 也并不意外 我师父本身也是神通广大 上天下海 几乎是无所不能 当时我曾经问过他 他是怎么做到的 他对我说 是看了那本古书 可是我却发现不是 人如果想要长生不老的话 是一件很难的事 要么潜心修道 最后肚结成为仙人 要么是吃了什么灵丹妙药 除此之外 普通人想要保持长生不老 毫无可能 我点了点头 表示同意 是啊 若是人想要活得长生不老 基本上是不可能的 张一青顿了顿 继而说道 只是后来啊 我发现自己错了 错了 我诧异地看了一眼张一青 这件事也是过了几十年之后 我才破解了心中的疑惑 大概是在三十年后 我遇到了一个年轻人 这个年轻人和 砍传人的长相并不一样 但我却感觉到气息相同 我以为是他的儿子 结果我问了几句 他说不是 当时我心里起了很大的疑惑 我也开始对这个年轻人好奇起来 夜色寂静 此时所有的声音都消失得无影无踪 大鱼在我身后一声不响 张一青的目光挫开了我的视线 看向我的身后 他像是在回忆着往事 而此时我都有些佩服我师父的记忆了 五六百年前的事情还记得如此的清楚 然后我就问他 认不认识砍传人 他说不认识 原本这件事就此结果了 只是后来 我在开封遇见了 当时发现的一具尸体 肉身都给毁了 其实开始的时候 这件事并没有引起我的注意 只是后来接二连三的发生 这才吸引了我 因为这死的人都不是普通人 而是一些有修为的道士 道士修道 把人杀了 把肉身还给毁了 这明显就是在吸食他们的道行 然后把他们的肉身占为己有 像这种事 无法道人是干得出来的 师父 你后来查出真相了吗 你知道的 其实你师父 我也有一层道士的身份 后来我为了引蛇出洞 坐在街头巷围算命 想将凶手给引出来 有一次 还真就碰巧将他引出来了 也将他重伤了 不过最后可惜 还是让他跑了 我师父居然没有抓住他 那就说明这个人的道好 还真的挺高的 否则的话 以张一青的办事 根本不会让那人跑了 本期内容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如果您喜欢我的播讲 请您点一下关注 点一下订阅 咱们下集再见 本来以为这件事还没有得到平息 可能接下来还会因此死人 我说实话挺后悔的 但是后来啊 并没有 一直到三天后 当时的衙门 便说是发现了凶手 但是凶手死了 你说会不会凶手没死啊 那死的人只是一个替死鬼 张一青很快地摇头 不会的 我出手伤的人 气息我是知道的 我敢肯定 就是他 而且这个人应该就是砍柴人 因为我能感受到相同的血脉气息 师父 那会不会死的人 只是一个分身 而无法盗人根本就没死 这个砍柴人 也很可能就是无法盗人 张一青随机一争 然后便缓缓地说道 是有这个可能 只是当时砍柴人和现在的无法盗人 实力相差太过悬殊了 我心思沉了沉 不管怎么说 现在都过去了好几百年 当时的砍柴人成长到现在一步 也不是没可能 反正总而言之 这个砍柴人也不是什么好东西 当然 无法盗人也一样 我和张一青聊完之后 我们同时沉默下来 过了几分钟 我又问道 师父 有没有什么办法 能找到无法盗人呢 你想找到他 但是你能对付他吗 张一青一句话将我噎死 我要是能对付无法盗人 在东海的时候 就不会被他威胁了 我一时半会儿也不知道要说什么 总而言之 还是自己的实力太过脆弱 否则的话 也不会被牵着鼻子走 张一青见我沉默下来 便说道 其实你若是想对付无法盗人 也不是没有可能 你之前不是说 你给了他一道保命符吗 保命符上应该是有你的鲜血的吧 有啊 那按理来说 他请的保命符给自己的分身 肯定是没有多大作用 他应该会直接给自己的本体 如果是本体的话 你倒是寻着鲜血的踪迹 追寻而去 应该是可以找到无法盗人的本体 如果找到本体 毁掉本体 那他应该就威胁不到你了 我听到张一青的话 顿是变得有些激动 那现在咱们能走吗 小子 唯一是刚才只是说理论上的事 原本的话 要是找到无法盗人的肉身 然后将它毁掉 这件事情是可以解决的 但现在不行了 为什么呀 现在他身上有你的气数 所以你们现在基本上 是一荣俱荣 一回俱回 我听到这话 顿是乌言以对 这狗东西简直不要太无耻 居然用这种手段 将我给捆绑了 我深吸一口气 压下自己激动的情绪 这样也好 以后他就不会伤害你了 另外 你也不用担心 他嘴里说到 这道家老祖要觉醒了 所以他现在不敢胡来的 师父 你知道要觉醒的道家老祖 是谁吗 张一青摇头表示不知 我现在是真的希望 那个道家老祖 能够早日地觉醒 然后将无法盗人给弄死 这样我就能够解脱了 而且连无法盗人之前 都那么忌惮这老祖 那肯定不是普通人 另外还有一点 无法盗人一直在找 道家老祖的转世入身 他一直也没什么音讯 也幸好没有被 这个老东西给找到 否则的话 等道家老祖玩独子了 我估计也没好日子过了 张一青和我说完这些话 便缓缓地站起身来 回到了自己的孤舟之上 秦淮啊 凡是你自己多加小心 我感觉最近会变天的 你千万别什么人都相信 他说完便乘着孤舟 向上游而去 他和我擦身而过的时候 我又问了一句 师父 你去哪儿啊 我去上游看看 有些事情 该解决还是要解决 什么事情啊 可是张一青 却是并没有回答我 他乘坐的孤舟 逆流而上 速度很快 而正在我出神之时 我身后忽然传出了 一道声音 大妈 咱们还走吗 我转头看着大鱼 走 我重新上了车年 大鱼向前走的时候 我忽然开口问他 大鱼啊 你活了多久的岁月了 大鱼争了一下 可能是没想到 我会这么问 过了好一会儿 他才开口 拖球我忘记了 也不记得这些事啊 只是刚才那人说的话对 不是谁都能相信的 我嗡了一声 并没有继续说下去 大鱼拉着我很快 从黄河进入了东海 当到了东海之中 老鬼很快就前来汇报 说现在四海的局面暂时平稳 不过三海又重新汇聚 这次的兵力 比之前还多了一倍 也是东海的两倍兵力 我点点头 而正当这时候啊 白起大统领 也从外面走了进来 只是白起大统领 还没来得及说话 这外面有个水兵 便匆匆地跑了进来 大人 大事不妙了 黄河龙王直接喝止道 慌慌张张的 怎么了 天天 天天又来人了 我面色一变 看来就要东窗事发了 我掌管东海的事情 很可能已经被人捅出去 其实这件事我早就有预料 因为不可能藏得住 老鬼和黄河龙王 也明显知道是什么事 老鬼一副欲言幼稚的样子 刚准备说什么 可是看下了我的神色 他又把话咽了回去 我们一路朝着天庭而去 这次的天兵 还是像上次一样 我出来之后并没有给我好脸色 直接就给我犒伤 不过我也没有计较 毕竟这次要算起来 我还真是自己犯下了罪过 在路上 一个天兵还对我说道 君高仙啊 你自从到了天庭当了仙人 咱们天庭可真的是热闹很多了 这三天两头都有好戏看呀 是啊是啊 之前我们百年都难得下凡一趟 现在被你弄的 隔三差五就要下凡 这凡千的繁华 你们下来看看不好吗 哎哟 您看我们这下来 像是看繁华的嘛 天兵很快白了我一眼 不过紧接着又说道 请高仙啊 不过您真的是福大命大 每次都能大难不死 不过这次啊 我估计你是玄乎了 这次天庭的人都很生气 而且三海的人都来了 另外 你们东海的二龙王 也跟着来了 我嗡了一声 我就知道 今天没什么好事 但晚上呢 还要赶往天庭而去 这次是案子的 不是别人 还是马真仙 我们到了真仙府阳 就看到了不舍的熟悉面空 大家也看着我 只是那眼神里 从开始的冷嘲热讽 到第二次的看热闹 接着到第三次的充满无奈 他们的眼神一直在变化 其实我看着他们 我也觉得无辜啊 我也不想来天庭 来这种鬼地方 马真仙此时看着我 也是一脸的无语 南海龙王 则是满脸的愤恨 这次四海交战 他们都吃了暗亏 只是他们也知道 要想把东海击溃 就只能先把我击溃 雅兹太子这次又被带上来 看着还是像上次一样惨 不过对于这个狗东西 我不会有丝毫的怜悯 他本身就不是什么好人 马真仙见我四处看着 很快便得不悦起来 拿起了荆桃木 重重地便是拍了下去 请高仙 请你严肃点 我一直也很严肃 不知马真仙这次 喊我上来 是不是又有人诬蔑我了 我诬蔑你 你真当这甜甜的仙人 这么有空闲 都喜欢诬蔑你 你真的是好大的胆子呀 上次玉帝开恩 只是撤掉了你的东海龙王的宝座 没想到不仅你不知道悔改 还变本加厉地控制了东海 你可认罪嘛 我没罪 我回答的斩钉截铁 我当然不能认罪了 二龙王此时很快地站出来 秦怀 你难道还想交骗吗 我有证据 我信誓旦旦地 刚想要拿出证据来 却是没想到 提前发生了变故 本期内容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如果您喜欢我的播讲 请您点一下关注 点一下订阅 咱们下集再见 第328集 我刚说完 正要将证据拿出来 身后却忽然想起了一道咳嗽声 我转身看去 就看到了一个身穿黑色衣服的人 看着面孔有些陌生 之前没怎么见过 秦怀 你可要想好了 你是不是真的有证据 这人说着话 眼神还在我身上打亮着 莫名地让我感受到了 一阵不安的感觉 在心里弥漫着 你是什么人 秦怀 我是什么人不重要 重要的是你有些事情 你可要想好了 要是乱说的话 小心你凡前的朋友 他说到这儿 我立刻反应过来了 这狗东西看着不像什么好人 长得也是阴阳怪气 此时居然还敢当着 众人的面威胁我 但是看着他的面孔 我也不记得什么时候 得罪过这样一号人 印象中是绝对没有的 只是这天庭的仙人 貌似对我都没什么好感 只要抓住机会 就会将我往死里踩 但是就算是往死里踩 也顶多算是落井下石 专门针对我的 倒是很少很少 他明目张胆地威胁我 这些所谓的仙人应该都听见了 也看见了 但是看着他们的神色 他们却是装聋作哑 我立刻问道 你威胁我 他脸上带着淡淡的笑容 秦淮 本仙可不敢威胁你 要知道 你可是玉帝身边的第一护卫 本仙哪里敢得罪你啊 他脸上的笑容 逐渐地变得冰冷 只是这个家伙 明显是心口不一 这种口吻 根本就是在威胁我呀 而在这时候 众人才像是反应过来 一脸恍然大悟地 朝着来人拱着手 喊着小仙见过谢灵仙 一时间这样的声音此起彼伏 我听见谢灵仙三个字 心里顿时感觉 一身跋两 谢灵仙 灵仙上面就是智仙 智仙上面 就是脱离仙人的存在 正式地进入真圣级别 看来今天 是踢到了铁板 连灵仙都出现了 这谢灵仙见到众人 纷纷给自己行着礼 很快就摆了摆手 都免礼吧 谢灵仙 您不是在九天之外休息吗 怎么今日回来了 我的灵仙境快要圆满了 所以啊 先回来看看 什么 灵仙境居然都要完满了 难道是要进入智仙境了 说话这人语气里带着惊讶 我心里却是疑惑 策封仙人不是御帝的事吗 御帝让人当上仙 就当上仙 御帝让人当高仙 就当高仙 什么时候仙人需要自己修行了 我开始是这种想法 只是后来才清楚啊 就像我师父说的那样 我虽然现在已经是仙人 但我却并不能像仙人那样 活个三五千年 我现在的状态基本上是有名无实 有着仙人的称号 没着仙人的本事 其实大部分仙人都是靠着自己修行往上走的 比如说 修行到一个境界圆满之后 突破到下一个境界 就可以找到御帝册封 其实不找他册封也可以 毕竟实力摆在那 像谢灵仙到了灵仙这种地步 已经十分不易 现在马上要突破到至仙的位置 而进入到至仙的位置 在天庭里绝对算是一方剧情 无形之中谢灵仙在天庭的地位 明显要高出了一届 所以此时才会有这么多人排马匹 众人上去恭维着他 好像已经忘记了我的存在 看来今天有麻烦了 打下一番寒暄过后 总算是重新注意到了我 马真仙回到正堂的位置 不过第一件事 不是审查我 而是给谢灵仙搬来了一张椅子 谢灵仙坐在椅子上 翘着二郎腿看着我 那眼神似乎在告诉我 你小子今天死定了 南海龙王和二龙王都看着我笑着 那笑容中带着某些戏谑的椅子 秦怀 马真仙此时拿过了金堂木 又重新地拍下 你不是说你有证据吗 现在把证据拿出来 我看向了谢灵仙 心里顿时没了底 这个级别的仙人说 要非些我凡间的朋友 那绝不是开玩笑的 如果我此时将证据拿出来 先别说我的证据是真的是假的 就算是真的 我今天也未必可以脱罪 我看着马真仙 顿了一会儿便说道 那你们有证据 证明我当了东海龙王吗 我使用了东海龙王的权利吗 我立马开口回怼 马真仙怒视着我 事到如今你还想狡辩 我没有狡辩呀 若是你们能够拿出 让我无话可说的证据来 我可以忍罪 但若是你们拿不出 贸然就向我弄到天庭来 还给我带上了镣铐 你们真当我秦高先是好欺负的吗 别忘记 我还是玉帝跟前的第一代刀护卫 你们若是惹急了我 我直接就去玉帝面前告你们 马真仙被我一番话 说的面色一阵白一阵轻 办案上才说道 阿尔隆王 你有证据吗 阿尔隆王看下了我 我当然有证据 我在东海是亲眼看到的 东海无论是从丞相还是到水平 全部都听他的话 还有抗拒三海的连军 也都是他指挥的 是吗 你亲眼看见的 那我要是说你污蔑我 是不是也可以啊 我不能将证据拿出来 但我说话是可以的吧 三言两语就把话又怼了回去 要是以前的话 我可能就吃亏了 但是现在经历了这么多事 成了这么多次的被告 我现在早已经不是之前的我了 阿尔隆王被我怼得没话说了 我趁热打铁 阿尔隆王 说到这儿我还要控告你 玉帝没有册封你当东海龙王 你就擅自坐上了东海龙宫的宝座 你说这算不算是愉悦啊 阿尔隆王被我说得支支吾吾 有些说不清楚了 是你亲眼看见的吗 而忽然在这时 一道声音响起 我目光看去 发现说话的不是别人 正是南海龙王 我目光落到了南海龙王身上 心想江还是老的了 阿尔隆王还是差了些火候 要是没有南海龙王在的话 我这会儿已经将阿尔隆王给套住了 可惜啊 我是亲眼看到的 你亲眼看到的 那本王可以说你是污蔑吗 这把我刚才的话又说了一遍 我竟然无言以对了 这个老东西还真是气人哈 秦淮 你别见风就是雨 有些话不能信口胡说的 你没有证据啊 那既然如此 你们也把证据拿出来吧 若是你们拿不出证据 就赶紧将我手上的铐给去了 马真仙坐在上面 此时并没有说话 我看连马真鞋 又看了看谢灵鞋 别给我机会 若是我有了机会 我非要弄死这些狗东西 这么久 我还是第一次碰到有人 拿我的家人朋友威胁我的 此时真仙抚牙里一时间 居然变得安静下来 没人说话 没人吱声 我心里笑着 这没有证据空口白牙的 就把我弄到了这儿 看你们到时怎么收场 我见众人沉默着不说话 也就没有耽搁 立刻开口 你们要是没证据的话 我先回去了 说着话 我准备喊着天兵 将我的手铐打开 却在这时啊 有人说了一句 我倒是有个真别的方法 马真谦听到顿时眼前一亮 什么方法 本集内容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如果您喜欢我的播讲 请您点一下关注 点一下订阅 咱们下集再见 第三百二十九集 我听到这话 心里莫名其妙地紧张起来 说这话的不是别人 还是南海龙王 他说不定肚子里 又藏着什么坏水 正等着坑我 我捏紧了拳头 南海龙王走到了府衙中央 立马朝着马真仙拱手 马真仙 小心要说的是 东海龙宫现在是谁做主 让二龙王和秦淮 现在各自写一道命令 看看东海那边听谁的 东海那边如果听谁的 那就说明 现在是谁在当家做主 我心跳忍不住加速起来 这狗东西还真的是卑鄙无耻 居然想出了这样一个恶毒的办法 马真仙也很快回忆 脸上露出了笑容 哈哈哈哈 不愧是南海龙王 那你准备 让他们下一道什么样的质疑呢 回马真仙 质疑的内容很简单 就是让他们退回固守东海 南海龙王直接回到 我听后面色变了变 南海龙王 你这样做指东海于何地呢 故守东海有错吗 南海龙王直接声应地怼了回来 我只能硬着头皮回到 没错 那你写吗 二龙王则是很快地说道 我写 好 那就让二龙王先写 然后天兵快马加兵 想往东海将这封旨意递过去 看看东海的人会不会听二龙王的话 马真仙很快就让人弄来笔墨之焰 二龙王快速地写下了这道旨意 文字一模一样 几乎就是将南海龙王说的话给复述了一遍 我看着这个狗腿子 心想这样的人就算是当了东海龙王 那东海龙宫的地位也必然衰落 我看着二龙王写下了这封命令 我一声不吭 因为我知道自己输了也是拦不住的 现在正是三海和东海交战的紧张时刻 是个人就知道南海龙王为什么要写下这样一道命令 而且天庭也肯定知道四海已经交战 只是到现在洋装不治而已 可是这一会马真仙分明是在帮着南海龙王 当二龙王命令写完之后 天兵很快将他的旨意传到了东海 二龙王像是看傻子一样看着我 我和他对视了一眼 其实我和他心里都清楚 这结果是什么 二龙王下的这道命令肯定是没用的 他们只是在倒逼我 我这道命令下或者不下 我今日在天庭 恐怕都是没什么好结果的 我往二龙王那边移动了几步 我看着他说道 这就是你当初口口声声说 是为了东海好吗 我轻蔑地一叫 二龙王才不管我说什么 直接回道 东海怎么样我不清楚 但是东海绝不能落在外人的手上 特别是你情怀的手上 你就这么恨我吗 是 我恨不得吃你的肉 喝你的血 他的眼神里喷勃出了一股怒火 而马真仙很快就打断了我们 你们两个别废话 马真仙笑着说道 现在等着结果吧 等二龙王的结果出来 我们就让情稿先写 大家静观其变 等着看好戏 马真仙说完 便对着谢灵仙说道 谢灵仙 您渴吗 我这里有刚到的穷江玉露 要品尝一下吗 谢灵仙微微点头 马真仙一听 立即哈哈大笑起来 很快就喊了一声 来人哪 给谢灵仙 赏穷之欲录 我看着他这一副 谄媚的嘴脸 心里顿时就冷笑不已 就连天庭都是这副样子 别的地方能好到哪儿去啊 也不知这天庭的玉地 到底是怎么当的 简直就是一片乌烟瘴气 谢灵仙喝着穷江玉露 一脸享受 和刚才微笑我的样子 简直是判若两人 等了大概半个小时的样子 二龙王写下的命令 很快传回来了消息 众人期待地看着天兵 我却看都没看 就是到结果 二龙王的命令传下去 果然是得到拒绝的结果 而他们的脸上 都露出了笑容 此时我的心已经凉了半截 因为南海龙王 这个狗东西出的这个主意 已经让我陷入了 很大的被毒 目前看来对我是 非常的不利 我深吸一口气 提醒自己一定不要慌 秦淮 你现在还有什么好说的 你什么意思 现在东海没有龙王 按理来说是 二龙王说了算 可是这二龙王说的话 却是没有起到任何作用 麻烦你给个解释吧 老东西啊 你是不是搞错了 他说话没用 我给什么解释啊 我现在还是东海的龙王吗 南海龙王直接被我噎死 他转了个话题 确实说道 那好 你给东海写旨意 这旨意 这旨意到底是写 还是不写 写的话 对东海肯定是不利的 不写的话 他们肯定是说我做贼心虚 这是一个问题 我看着端在面前的笔墓纸页 一时间愣住了 可能是动作有些慢 很快就引起了他们的不满 清怀 你是不是心虚了 阿尔龙王催促我 我心虚什么 你要是不心虚的话 那你动作就快点 我看实在没办法脱了 最后心里下定了决心 写吧 等写了之后 以老贵的智商 应该是明白我的意思 毕竟两份旨意是一模一样的 他们应该能猜出 这是一个圈套吧 而且我们的旨意是 一前一后到达 我脑子快速地转动着 心里也在盘算着 犹豫了一会儿 最终还是下定了决心 给那边写了一封文书 写好之后交给了天兵 天兵转身便是下戒了 我此时心里变得有些紧张 南海龙王看着我 脸上满脸的戏血神色 好像这会儿他是吃定我了 时间一直过着 和上次没差多少 也是大约半个小时的样子 天兵便回来了 众人眼睛盯着天兵 看着眼神里都有着期待 而天兵那边 将一封信拿出来 便是说道 这封信是东海那边的回复 天兵的幻音落下 所有人的目光 都朝着这边看来 马真仙已经迫不及待了 快 将东海的回信递上来 天兵应声 很快就朝着他跑去 马真仙接过了 东海的书信 脸上带着笑意 一副吃定我的样子 秦淮 你还有什么想说的吗 你想我说什么 现在东海的回信 就在我的手里 你要是现在交代 漏洞成人 说不定还可以受到宽带的 这马真仙是在诈我 不过说实话 我心里此时真的有些发虚 你说什么意思 我不懂 我还是硬着头皮回的 马真仙拿着东海的回信 指着我 一脸的笑容 秦淮 你可真的是能咬牙哈 我堪笑了几声 此时说不紧张是假的 我心里一直在打鼓 不知那边到底是怎么回信的 时间过着 我只能最后硬着头皮 淡淡地回了一句 我不清楚你在说什么 马真仙的脸上笑容 逐渐地凝固了 好好好 秦淮 你真的是敬酒不吃 吃罚酒 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 本期内容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如果您喜欢我的播讲 请您点一下关注 点一下订阅 咱们下集再见 第三百三十集 我盯着马真仙看着 深吸了一口气 读一把吧 现在只能听天由命 我把所有的心思 全部堵在了这封东海的回信上 我此时看了眼 谢灵仙 实在是想不通 都是灵仙了 怎么可能跟我一个小小的高线 尽尽计较 这不符合她的身份呀 随时冷哼一声 马真仙很快将东海的回信拿了出来 开始脸上还是凶狠的表情 但是没过多久 表情很快就变了 他甚至带着几分滑稽的样子 大家确实等不及了 南海龙王试探性地问道 马真仙 结果如何呀 马真仙很快就回答 你自己来看吧 南海龙王等的就是这句话 快速上前 二龙王也跟着上去 然后我就听见 二龙王将信件的内容给念了出来 信件的内容是 秦淮 你已然不是东海龙王 以后不要对东海的事情 指手画脚 我听到这个回复 差点没有笑出声来 但是我不能笑 至少此时不能笑 老龟他们总算是没有让我失望 此时其余几人的面子 要多难看就有多难看 我见众人没说话 我就轻轻地咳嗽了一声 现在是不是该放我走了 他们对视了一眼 明显有些不甘 但是并没有实质性的证据 而这时 二龙王着急地喊了一句 不能放他走 如果放他走的话 他真的就篡位了 二龙王过来抓住了我 我立刻就不说了 二龙王 东海现在为什么不听你的号令 你应该找自己的原因 而不是一味地将责任推到我的身上 你这样我也很为难 我也想帮你 可是如果我帮你的话 就违背了天条了 二龙王可能是太想报仇了 一直抓着我扯来扯去 正当我要动手的时候 却在这时发生了意外 原本揣在我袖子里的文书突然掉了出来 我健壮赶紧蹲下身子捡起来 可还是晚了一步 这封文书居然被二龙王给捡去了 他捡走后 很快地和我拉开距离 一把扯开了文书 那封文书光看封面我就知道 是什么东西 那是老先生给我伪造的文书 我健壮顿时就着急了 要是被他们拿到这个话柄 倒是不止我会遭殃 老先生也会跟着我遭殃 我出事是没什么问题 但是我不能连累着老先生一起 可是二龙王的面色很快就变了 他玄节哈哈大笑起来 别提笑得有多开心 他笑得脸都战红 说 这次看秦淮还怎么解释 看他怎么狡辩 我心里也变得有些紧张 我冲了过去 但是马真仙很快反应过来 让天兵拦住了我的序路 你快把我的东西还给我 二龙王并没有理会我 而是朝着马真仙奔去 开口便是说道 马真仙 我有证据了 马真仙很快地回答 快 把证据呈上来 二龙王此刻的样子 像是吃了兴奋剂一样 他快步地跑上去 然后我看到 马真仙拿到老先生 给我伪造的文书 我心里沉了一下 完了 如果这件事真的被拆穿的话 我只能向所有的事 全部扛在自己的身上 我呼吸沉重 静静地看着眼前的一切 其实我一直没有将天兵放在心上 也没有想过要在天兵干出一番成绩 当上什么神仙 纸仙之类的 天兵的人以前欺我如我 我也是过后便是不记仇了 所以导致这群人 一直以为我是好欺负的 我每次来到天兵 这群人对我都是落井下石 根本就没有将我当成一份子 马真仙此时看到伪造的文书 也是很兴奋 好好好 秦淮 这次看你还怎么狡辩 谢灵仙此时也变得好奇起来 便问了一句 这上面写的什么 拿过来我看看 很快就有人将伪造文书递到了谢灵仙的面前 有点意思 秦淮 事到如今 证据确凿 你还不承认吗 有什么证据 我此话 却不是对着谢灵仙说的 而是对着马真仙 马真仙一巴掌拍在了桌子上 然后说道 你还敢狡辩 这封文书是从哪来的 从哪来的 你没看见上面盖着玉帝的影章吗 这封文书就是从玉帝那来的 哼 秦淮 你还真是能信口开河呀 你的意思是说 玉帝让你官复员为了什么 我双手捏成了拳头 硬着头皮点了点头 我没有别的选择 只能承认 哼 秦淮 你说是你傻还是我傻 玉帝如果真的让你重新担任东海龙王 为什么你之前不拿出来 这话呀 说得我顿感尴尬 我看脸南海龙王 并没有立即回答 南海龙王确实忍不住继续催促我 你倒是说呀 不是挺能说的吗 怎么现在 你而了 这是秘密 玉帝说了 这件事不能对外宣承 说现在四海局面不稳 他们看着我说的煞有其事 以为我说的是真的 马真先还特别配合地问了我一句 你说的是真的 是真的 你看这手中的文书 像是假的吗 我嘴硬地说道 现在只能自己挺直了腰杆 因为现在的情况真的是太危险了 时间一直在过着 我见他们不说话 于是我主动出击 便是说道 你们真的是好大的胆子 连玉帝给我的秘密 任命书你们都敢抢 我这件事一定和玉帝通报 治你们的罪 马真先听后 顿是慌了 这封文书和本先没有关系啊 是你们 还有二龙王弄的 二龙王听后 面色顿感难堪 气氛陡然间又变得有些尴尬 我见他们开始推卸责任 心中一息 想着难得又要掌握主动权了吗 二龙王 你可知罪嘛 想是这么想着 但是我很快就开口喝知道 二龙王目光看向了南海龙王 可是南海龙王 却是眼观鼻鼻关心 一脸的无辜 还把目光看向了别处 二龙王此时啊 估计内心也像是日了狗一般 我心里这是乐开了花 总算是烦身了 虽然这封文书是伪造的 但是印章是玉帝的 只要玉帝没站出来说是假的 那他就不是假的 正当我有些得意的时候 谢灵显却是突然说话了 本先看着文书未必是真的 不如拿到玉帝那儿 求证一番 这就是真的 我立刻回答 可是谢灵显也不听我的 直接对着马真仙说道 你 快去快回 马真仙应了一声 拿着文书就走了 此时我的心仰 已经悬到了嗓子眼 完了 本期内容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如果您喜欢我的播讲 请您点一下关注 点一下订阅 咱们下集再见 第三百三十一集 看来今天这个过 我要背定了 这不是一个小罪名 这个罪名应该足够我上展现台了 我估计玉帝都得想着发的弄死我 伪造玉帝的文书 这带多大的罪名 我目光四处看了看 谢灵显的目光落在了我的身上 紧接着阴阳拐细地说了一句 秦淮啊 本仙怎么觉得 你似乎有些紧张啊 谢灵显 小心一点都不紧张 只是小心心里有个疑惑 不知道可以请教一下谢灵显吗 谢灵显笑了笑 从容淡定地和我说道 你有什么 尽管吧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小心应该从来没有和谢灵显认识过吧 谢灵显还没说话 一旁的一个仙人 立刻忍不住站出来拍马屁 群狗姐啊 这谢灵显日理万局 每日的修行已经足够多了 哪里会认识你这种小仙人呢 谢灵显听了这话 明显也是这个意思 他看下我的眼神 满满都是嘲讽 不过也的确是这样 相比差一点就进入至先境界的谢灵显来说 我的确什么都算不上 可也正因为如此我才好奇 他高高在上一个灵显 为什么会认识我这种小仙人 而且一出现便针对我 若是这背后没人指使 那才让人奇怪的 是啊 谢灵显既然不认识小仙 那小仙不知他为何 谢灵显刚出现 就用言语来威胁小仙 不知用意何在呀 群怀 你好大的胆子呀 你这是在污蔑谢灵显高尚的品格是吧 谢灵显身边的狗腿子很快忍不住 便跳出来指责我 不止他一个 陆陆续续还有好多人 这样境界的仙人的确值得巴结 要是别人随便松口吐着几句话 说不定就够一些仙人受用一生的 我并没有理会他 而是继续问着谢灵显 帆请帮小仙解惑 谢灵显看着我 我得承认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 谢灵显的眼神也能给人一种压迫感 毕竟这个家伙差一丁点就是志向 可即便如此我也没有退后半步 我正在等待着他的回答 本仙从九天之外修道回来 就听说了秦怀秦高仙的名气 所以特意来看看 想看看秦高仙到底是何方人也 如果秦高仙你是清白的 本仙自然会站在你这边 但如果你本来就有罪 那本仙的眼里也容不得傻子 他这话倒是说得正义凛然 我心中呵呵地冷笑 我知道他背后肯定是有人 只是这家伙不会说 我看着身边恭维他的仙人 心中冷笑无疑 有时候觉得他们真的不如凡人 以前小的时候听到家里人讲 总觉得仙人高高在上 他们主持着正义 维护着人间的安全 偶尔也会实现凡人的愿望 他在我们眼里 是神圣不可侵犯的 可是现在我将这些神仙看在眼里 心想着他们也不过如此 也是会为了五斗米折腰 其实仔细对比 他们可能连凡人都不如 而谢灵仙明显很吃这套 屡知自己的胡须 一脸得意的样子 就这样我们等了半个小时左右 马真仙回来了 这顿时让众人期待 他们定着脚朝着前面看去 并且很快就看到了马真仙 朝着这边而来 马真仙面色苍白 有几分不好看 而谢灵仙悠然自得地问道 马真仙 你见到余地了吗 马真仙喘了几口粗气 便回到见道了 那到底是什么结果呢 其实不光他想知道 大家都希望知道结果 只是现在结果来了 但是看着马真仙垂头丧气的样子 大家就知道不妙 没过一会儿啊 马真仙还真的把结果说了出来 是真的 什么 你没说错吗 是真的 二龙王最先激动地问道 南海龙王也是一脸的紧张 就连同我也是如此 刚开始我心里啊 想着今天应该是完犊子了 打算把所有的事往自己的肩上扛 可是听到这样的结果 我心里也很是意外 居然是真的 这封余地的文书 居然不是老先生做的假 这是我怎么都没想到的事 那么老先生为什么告诉我 这文书是假的呢 我心里忽然有些乱 老先生和余地 我脑子里想着这两个人 没想多会儿 我突然发现了一个 让我十分吃惊的念头 老先生该不会就是余地吧 我压着心里的一口气 看着众人面面相觑 我确实忍不住笑了 刚开始只是嘴角 泛起了一抹微笑 紧接着 我就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 让你们这群狗东西坑我 现在知道错了 一直到后来我才理解 他们为什么排挤我 因为我和这些修行上来的 新人并不一样 我几乎没有修行 就直接册封上了天庭 所以我在他们眼里 根本不是一类人 我没有经过什么努力 说白点 有点像富二代的意思 他们呢 也就是仇富 众人沉默着 只是谢灵仙这个老家伙 并没有打算放过我 是真的 回灵仙的话 是真的 我今夜面见玉帝 也是玉帝亲口和我说的 谢灵仙的眼神中闪过了一抹疑惑 我看着二龙王和南海龙王 便说道 马真仙 有人故意诬告天庭的仙人 什么罪过 马真仙一愣 随后便说道 来人 将东海二龙王 拿下 二龙王喊得生死历劫 一直说自己是冤枉的 只是这时 哪会有人理会他呀 马真仙 这就够了吗 南海龙王难道不算同罪吗 南海龙王很快善笑了一声 紧接着朝着马真仙 拱了拱手 马真仙呀 我也是受人蒙比 其实小仙也是受坏者呀 南海龙王这狗东西 几乎是没有任何的犹豫 转眼就把二龙王给卖了 二龙王停后 立刻怒了 叔 你这话不能这么说吧 从开始就是你出的主意 怎么能将罪责 全部推到我的身上 南海龙王 确实装作没有听见 你说什么 我听不见呀 二龙王像是幡然醒悟 立刻回答 好 既然你不仁 就别怪我不义 本集内容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如果您喜欢我的播讲 请您点一下关注 点一下订阅 咱们下集再见 第三百三十二集 二龙王也像是下了决心一样 像是要说出一些秘密 我听后就知道 要有好戏看了 我目光如炬地看着 盯着二龙王爆料 只是二龙王还没说话 南海龙王立刻回答 九牛 你胡说八道什么 我没胡说 今天我出事了 你休想把自己拆开 我见状此时便是说道 二龙王 你有什么就说什么 今天你还是东海的一员 咱们东海的尊严 是不容人侵犯的 你不必害怕 我作为东海龙王 定会被你撑腰 南海龙王看着我 立刻就喝道 秦淮 你还真是厚颜无耻啊 说我厚颜无耻 二龙王 本王知道你是被人利用 有些人利用完你 就想将你甩开 我生凭最恨之种 卑鄙无耻的小人了 我说这话 目光落到了 南海龙王的身上 我也并没有避讳 我说的就是这个老东西 二龙王看着我 又看向了南海龙王 这家伙刚开始 说那句话的时候 可能只是为了恐吓南海龙王 让南海龙王别丢开他 自己一个人脱身 只是现在他看向我的眼神 好像变了 这种眼神 好像是要弃暗投明了 如果这一次 能将南海龙王扳倒 也是不错的 算是为了四海统一 扫平了最后一块 扳脚石 二龙王深吸了一口气 调整了一下自己的情绪 半晌才说道 好 我说 南海龙王其实早就暗地里和哭 我期待地看着二龙王 而且听到这句话 就知道有大了 可是二龙王还没说出来 我就感觉到了一阵道气 快速地奔着二龙王过去 这道气很强 来得快 去得也快 我还没反应过来 就看到了原本正准备说话的二龙王 声音戛然而止 下一秒就看到他蹊跷流血 身体直挺挺的 便倒在了地上 我健壮快速地上前 试探了一下二龙王的鼻息 发现居然已经死了 这是当众杀人吗 我尝试着感受着四周的气息 可是感受了一番 仍旧没有发现四周有魂魄存在 不管怎么说 我都是地府的小四店 不管是谁死了 应该都会有魂魄的 可是现在根本没有感受到 那就只有可能 是传说中的形神剧灭 二龙王死得很彻底 我看着众人 最后将目光落在了南海龙王的身上 可是看到他的脸上 似乎也闪过了一抹奇怪的神色 紧接着我又看向了谢灵仙 其实我觉得最有可能动手的 便是他 因为我明明刚才感受到 谢灵仙那边传过了一股道气 这是杀人灭口是吗 南海龙王 你不用给我个解释吗 解释 秦淮 你可真会要人 你和二龙王素来不和 这些大家都是知道的 现在宝宝其实你下了手啊 南海龙王 你当着本王的面 杀我东海的人 我秦淮和你势不两立 说完我一甩袖子就走了 走的时候 看见坐在轮椅上的牙子太子挣扎着 不断地想要出声 但是我却并没有理会他 我知道天天不会为我主事公道 马真仙更加的不会 如果责任是我的话 他们抓住机会 肯定是将我往死里踩 在路过谢灵仙的时候 我还不忘说了一句 谢灵仙 还请你记住 你飞泻过我 要伤害我的家人和朋友 谢灵仙装作了一副 我什么都不懂的样子 朝着我笑了笑 如若不是我现在实力没他强 我见他笑成这副样子 绝对不会有任何犹豫 上前就给他一个耳光 阿尔伦王虽然是污蔑我 但从某种程度上来说 我只是希望这个家伙遭到报应 而绝对不是被人杀害 眼前这些不是我想要的 我一路回到了人间 到了东海 我此时的心情异常地烦闷 有些时候 有些事情 我真的想忍忍就算了 别人骂你几句 你也没少什么东西不是吗 就算打几下 你只会疼一会儿 伤口好了 也是会平安无事的 但是有的时候 就是有人喜欢 往你的伤口里撒盐 甚至不只是撒盐 他们还会将你 血淋淋的伤口给撕开 还笑着说 这伤口不够重 至少死不了 我烦闷地回到了东海 时间大概到了凌晨 我到了东海 很快就来到了龙宫大殿 将众人着急 大王 是不是遇到什么事了 可能是见我面色凝重 所以老龟压着声音和我说道 我点了点头 然后说道 老龟 你记得派上一队人 24小时保护其摇他们 老龟应了一声 很快就去做了 白起大统领 麻烦你将所有的统领 召集过来 咱们要上一个计划 白起应声 转头便是吩咐 召集所有的统领去了 黄河龙王此时 也是忍不住地问道 大王 您这是要干什么呀 从今天起 我们东海不再偏安抑郁 从现在起 我们东海要征伐三海 统一四海 我要做四海的龙王 我声音平静 但大家却是目不转睛地盯着我 能看出 他们都跃跃于世 大王 这 这是真的吗 我什么时候说过假话 不要让那些被遮掩的黑暗 重新见过 黄河龙王第一个捧场 很快地跪伏下来 嘴里大喊着 大王英明 大王千秋万代 我缓缓地站起身来 压了压手 众人变得安静下来 我对着白起大统领说道 大统领 这次有劳 你继续当统帅吧 白起大统领 只是简单地说了四个字 分内之事 我此时也不再废话 我对着众人说道 从今日起 举东海之力 征伐三海 本王会和你们共同进退 共同生死 众人的目光全部落在我的身上 大声喊着 同进退 共生死 从今日起 我不想再容忍了 我以前想做个好人 对权力 对东海 对地府 对天庭 没有丝毫的兴趣 但是现在不一样了 那么屡次逼我 破我 那不好意思 我只能来做坏人 白起大统领命 和一众大统领 很快转身出了宫殿 这诺大的宫殿内 顿时变得安静下来 我坐在宫殿里 沉默着 而这时又有人来报 大王 不好了 出事了 出什么事了 本集内容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如果您喜欢我的播讲 请您点一下关注 点一下订阅 咱们下集再见 第三百三十三集 大王 三海联合的水平已经压过来 现在集结完毕了 正准备对我们东海 发动进攻呢 我心想这三海的速度 真够快的 我忽然想起来 他们将我弄到天庭去 还让我写了那样一道命令 不就是想趁那个时候 对我们东海动手 这计谋还真不是一般的可以 水平站在我的跟前 要不是我来得及时 或者我要是在天庭出事了 到时东海人心涣散 肯定是会说大问题的 现在南海龙王 很可能已经和公共联合在一起 而且我有预感 其实谢灵仙很有可能是水神公共的人 否则的话 谁能请得动他呀 南海龙王 就凭他嘛 所以背后肯定是有水神公共的 否则的话 这狗东西怎么可能一出来 就专门针对我呢 我这样一个无名小飞 觉得他惦记吗 行了 本我知道了 你先退下吧 水平应了一声 很快退下去了 大宝 他们的反应还真挺快的 老龟此时说道 我淡淡地应了一声 也就没有将我想的那些事 再说给老龟听 我转而对他说道 你想个办法 把雅兹太子从南海给我救回来 为何呀 本王自有打算 你去做就是 老龟说了一声好 说完便退下了 黄河龙王却是不解地问我 大王 为什么要救那个畜生啊 做好你的事 固守黄河 千万不能出事 黄河龙王虽然有着疑惑 但是听了我的话 还是转身走了 我站在龙宫大殿之内 想了想 随后便出去了 大鱼早就在外头等我 大王 你去哪啊 怎么回去 大鱼应了一声 带着我朝着黄河而去 大鱼一路乘风破浪 到了水面之上 高空之上已经泛起了一抹鱼白毒 阳光很快就要将大地给照亮了 我看着太阳释放出的阳光 忍不住悠悠叹了一口气 大鱼可能是听见我叹气了 便愤我 大王 您是有什么心事吗 没有 可是大鱼明显是不相信的 大王 您若是有心事 不妨和我说说 说不定我可以帮大王你 我听大鱼什么说 便争出了几秒 你能帮我 大王 您不妨说说看呀 现在天庭有心人 威胁我的家人和朋友 但我又打不过那个心人 你说我该怎么办 我对老龟说 派人暗中保护起药他们 其实只是寻求一个心理安慰 因为老龟派出的人 肯定对付不了天庭的心人 更不用说谢灵仙了 其实这都怪我 只是我自己能力不够 实力不够 才会落得如此的下场 大鱼的速度忽然放慢了一些 你信我吗 大王 其实我和他的交集并不算多 要说大鱼信或者不信 其实要说起来 还是有些牵强的 你 是有什么办法吗 大王的话 小的还真有办法 什么办法 回大王 我以前没来东海的时候 四处游荡 曾经发现一处避世之地 那地方很适合藏身 一般的人 应该是发现不了的 你确定吗 是 只要大王相信小的 我想了一下 目前也没有更好的办法 其实我也不清楚 我师父的真实本事 但就算是我师父 可以和谢灵仙交手 我也不能让我师父 一直保护着他们 好吧 我点点头 我们回到了家里 看到起遥他们都在 我心里顿时放下了心 起遥 这不能住了 你跟我去一个地方吧 我和起遥 眼神对视 起遥也并没有问我 为什么 直接答应了下来 胖子和黄恩 也是立马应声 而韩颜之则是问我 你是不是出了什么事情了 我点点头 我们一路来到了黄河边 上了车年之后 大鱼就带着我们 朝着东海而去 在东海水面上 游荡了一阵 我正好可以观察一下情况 现在东海的环境很不好 海面上基本上 都是水边的浮湿 而我也观察到 大鱼往前行进的过程 非常的奇怪 大概从上午走到了下午 大鱼突然停下 转而对我说道 大妈 接下来咱们要进入水底 你们可以避水吗 我看了眼众人 略微思量了一下 便说可以 我左手掐觉 很快升起了一道水母 像是气泡一样 将我们包裹起来 让外面的海水 不至于穿透着水母 而大鱼带着我们 穿过了水下的一道拱门 这像是一个 巨大的黑洞一般 而且 这个洞窑的距离 很长很长 一看就不是天然形成的 等过了许久 我发现原版冰冷的海水 似乎一下子变得暖和起来 大鱼紧接着 通过了岩洞便朝着水面上涌去 很快 扑通一声 我们到了水面之上 我就发现前面有一座岛屿 岛屿看起来绿痒然 充满着升级 像是一个定居的好地方 而且这里 完全没有水边的浮湿 跟外面看起来 居然像是两个世界 用准确的词语来形容 就是与时隔绝 大马 到了 我点点头 说了一声多谢 这个地方应该确实很隐蔽 一般的人找不到这个地方 而且看这儿的环境 应该从没人来过 我将起瑶他们安顿在这儿 便和起瑶告别了 临走之时 我对桓和胖子说道 一定要保护好起瑶 他们俩正中应声 我便转身走了 带我走的时候啊 只和韩眼枝说了一句保重 说完之后 我不再犹豫 很快就和大鱼一起离开 我跟你一起去 而这时韩眼枝 却是叫住了我 算了 外面危险 你别去了 你应付不过来的 我正要拒绝 起瑶却是忽然说道 让韩姑娘跟你一起去吧 我转头看向了起瑶 起瑶开口说道 韩姑娘到时候 也可以保护你的 我看到起瑶已经表态了 也就没有多说 我和韩眼枝一起走了 我们到了东海 发现双方的兵马 已经整备齐全 双方各自 有几十万的水兵 根本是一眼看不到尽 我出现之后 东海水兵很快 给我让开了一条道路 我朝着前面走去 很快到了阵前 所有人的目光 落到了我的身上 我看着对面 对面围首的是南海龙王 南海龙王看着我 秦淮 我们三海今日 必定踏平你们东海 我看着南海龙王的嘶吼 只是淡淡地回了四个字 那就试试 我花音落下 顿时是喊杀声整天 双方很快展开了四伤 今日这一战 将决定四海命运的走向 本集内容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如果您喜欢我的播讲 请您点一下关注 点一下订阅 咱们下集再见 第三百三十四集 我身后此时 整整齐齐 站满了东海水兵 等我花音落下 双方水兵很快就混在了一起 展开了一场剧烈的厮杀 寒衍之始终跟在我的身边 怕我出事 白起大统领往前而去的时候 还对我说了一句 少主 你只要在后面观战便是 我嗡了一声 我自己什么实力 我心里非常清楚 别回头上去帮不了忙 还拖了后腿 而且我要是出事了 东海水兵军星很容易动摇 相反 我只要站在后面 他们就会感觉有人撑腰 但只要我在 军星就在 我心里很清楚 也很明白这一点 今日四海水浪淘天 水浪是拔地而起 像是要将这天都给吞没一般 四周周围的居民 渔民 还有各大的沿海城镇 都被眼前的一幕惊呆了 因为从来都没有出现过 四海同时如此的状况 海水呼啸 形成了洪荒猛兽 轻刻间就将沿海的村庄吞没 大家跑都跑不了 地府见状已经派出了大量的小鬼 来维护海边的秩序 另外还有天庭 也正在往着夏界注视 只是天庭以至暗兵不动 而此时此刻 中奎大人双手放在了背后 马目严谨地盯着 东海的翻滚水浪 但这不是重点 重点是中奎大人 前面还站着一个人 这人穿着一身得体的衣服 面容严肃 他的肤色 比中奎大人的肤色还要 额头上还有个月亮 中奎大人此时站在身后 态度恭敬 天子豹 你对四海发生的事情怎么看 天子豹轻吕了一下 自己的胡须 淡淡地回答 不知中奎大人 你怎么看呢 天子豹并没有回答 而是反问中奎 中奎大人面目严肃 便是立刻回答 具体的事情 陈下并不清楚 不过陈下细碎地 得到了一些消息 好像是东海和其余三海 闹了矛盾 三海联手对付东海 哦 那现在这东海龙王 是谁呢 这个陈下也不清楚 前段时间听说 东海龙王已经换人 不过后来玉帝又发怒给撤了下去 现在东海好像是群龙无首 天子豹目光如据 盯着翻天的海浪 便是淡淡地回答 若是群龙无首 还能组织如此大规模的战争吗 这是不可能的 又是 天子豹大人 那咱们地府要不要趁这次 捞回些什么样 不必 先看着吧 我总觉得这一战 会改变东海的命运 而另一方面 谢灵仙的注意力 也放在了下界 他问着身边的下人问道 这一仗 三海有把握 谢灵仙 您放心 这次三海的兵力 是东海的好几倍 不出意外的话 今天晚上过去 就能将东海彻底地冒出 谢灵仙淡淡地说了一个好字 此时多方面都关注着 四海的战争走向 而我这会儿 心情也是变得有些紧张 现在双方不断地厮杀 是死伤无数 关键是现在三海的水兵 要比我们多出好几倍 这样打着消耗战 最终吃亏的肯定是我们 站在我身边的老龟 便是提醒我 大王 此战 我们已经开始出现了颓势啊 我淡淡地应一声 并没有说话 而是站在海面 俯视着下面的环境 因为是直接交战 所以双方肯定没有什么掩护 直接是阵上冲伤 如此循环不断 经过几次之后 我们这边的损耗 的确是比较大的 我看着白起的位置 白起站在最前方 几乎没有任何人可以接近他 来者都被白起斩于了马下 老龟接着说道 大王 这样下去不是办法 不如先让白起大统领撤回来吧 撤不回来了 这一仗必须打 而且用人不宜 一人不用 白起大统领没说撤退 咱们就不用撤退 老龟还想说什么 我摆了摆手 老龟点点头 便不再多说了 没想到你的胆魂还行 寒眼之此时倒是说话了 只是我们现在已经没有更好的办法 我又不懂打仗 只能听白起大统领的 我们只能走一步看一步了 寒眼之点了点头 此时时间分妙地过着 三海那边的气势很盛 而南海龙王这时 还直接喊话 谁拿下东海龙王的人头 东海丞相的位置 就由他来到 不止如此 还赏赐一万金 另赠美女百名 南海龙王的花音落下 很快就激发了一些人的手机 疯疯奔着大战冲来 而且很快就有水兵 到了我们距离不足百丈的位置 我也没耽搁 拿出了灵天宝剑 便准备出手 只是等水兵冲到了境前 我还没出手呢 寒眼之就挡在了我的跟前 把眼前的水兵全部收拾了 大王 要不然先进去避避吧 老龟有些担忧地看着我 不用 我目光落在了白起身上 等着白起出后手 现在这种局面 要么是战败 要么就是战胜 不是你死就是我亡 今晚这一战 绝不能后退 后面的水浪翻涌 不断有尸体浮上水面 而此时站在海边的中魁大人 面色变得愈发地凝重起来 看来这次四海交战是动真格的了 现在少数也死了几万水兵了 天子宝身为十点沿落中的第五点沿落 其实对眼前的石心里更加的明白 只是四海的问题他管不了 他目光看着高空之上 那是天庭 这件事天庭明显也是默许的 天庭都不管 那自然也轮不到地府来管 这次的战争 一定会将未来四海的命运走向 给抛弃清楚的 中魁大人 你快去查查 有多少人为这次战争 而变成了死去的亡魂 中魁大人应了一声 很快走了 而另一方面天庭之上 老先生穿着一件朴素的衣服 双手交叉在袖子里 他目光看着四海 呢喃地说了一声 希望这小子 别让我失望 我身边的老龟 此时变得比我还要紧张 大王 这样下去肯定出事啊 这么多人在这片空间里交手 而且东海前面的水兵 已经开始有愧退迹象 无洋洋的水兵记载了一记 一眼看去密密麻麻 我嗡了一声 但是仍旧没有下撤退的命令 你快去黄河 让黄河龙莽 将黄河的水兵带过来 老龟听后 双手抱拳 丝毫没有耽搁 转身就走 我知道 这次交战不成功变成人 秦淮 你这是陪上整个东海的命运吗 我不是要陪上东海的命运 若是没有这次交战 东海本来就没有命运 此时的战局 便是白起在前面苦苦支撑 但是派局像是仍旧不可避免 水兵不断地往后溃散 守城的大统领问我 大王 现在还要关城门吗 关吧 那大王 你快进来啊 我不进去 你们关城门即可 我心里想的 我都说了 同进退 共生死 这一次是最后的一战 要么死 要么赢 我提着临天保健 准备上前而去 三海联军 见到自己一方居然占据了优势 很快以更加凶猛的攻势 便扑了上来 正当我要上前的时候 这原本溃敗下来的水兵 就快速地集结起来 只是 没有进行反攻 他们很快地和后面的水兵 换了个位置 后头的部队 立马变成了先锋 转换就在片刻之内 这眼前发生的一幕 让我有些愣神 可是等我再看去 发现他们竟然是整齐有序 丝毫没有之前溃散的迹象 当后头部队变成先锋的时候 瞬间变得凶猛无比 将追杀上来的三海水兵 杀得错不及手 因为他们已经觉得 东海水兵败了 毕竟他们已经发生了亏散 所以他们原来的排兵布阵 已经全部打散 一窝蜂地涌上前来 所以当面对东海后头的部队 这批精力放盛 训练严格的部队时 一瞬间 他们像是撞上了万里长城一般 自己甚至都没有搞明白 怎么回事 就被杀得落滑流水 前面的先锋部队 很快就调整过来 又重新地扑杀上去 三海联军 已经隐隐出现了败象 然后 也不知是谁喊的第一声 一个接一个的 便是一窝蜂地往后退去 东海水兵兴奋地喊杀声 已经将这里彻底地覆盖了 秦淮 你的主帅 真的是不可多得的人才 我点了点头 其实刚开始 我心里也是有些紧张的 但是白旗大统领 百战不败的名声 一声从无败戒的传输 却是让我坚定了自己的信仰 刚才和三海联军交手 露出这么大的败事 老龟站在我的身边 早已经是惶恐不安了 这一波反杀 可以说是十分精彩 白旗大统领 看到对方已经开始有溃散的势头 便很快回到了我的眼前 他一身白袍 已经被杀得血红 站到了我的跟前 白旗大统领便问我 少主 下一步 您想怎么办 白旗同领 打仗只是我并不清楚 还是你做决断吧 那咱们乘胜追击 痛打落水口 我点了点头 说了一句好 全听大统领 而白旗大统领对我抱了抱拳 转身便是准备带人走了 只是等他没走几步 我便喊住了他 大统领 先对男孩下手 白旗大统领说了声明白 很快转身就追了上去 寒眼之词是好奇地问到我 为什么要先对男孩下手 晚期内容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如果您喜欢我的播讲 请您点一下关注 点一下订阅 咱们下集再见 第三百三十五集 因为南海龙宫 有我想见的人 谁 水神公公 我说到水神公公四个字后 寒眼之的面子也跟着变了变 之前 他跟我讲过水神公公 他立刻反应过来 怎么可能 那可是远古时期的先人 你之前死了五千年 不也活过来了吗 我话音落下 寒眼之很快变得沉默下来 其实在很久以前 我也不相信好多的事情 觉得好多的事情都是虚假虚幻 不可能发生的 但是事情一直发展到现在 你几乎对我说什么 我都是会相信的 你要说这世界上有鬼 我以前不行 但是现在别说是有鬼 就算你说这个世界都是一个泡沫 一戳就破 我都相信 人的世界观会发生改变的 而我的世界观 基本上全部崩碎了 然后又通过我见到的一件件事 重新揉成了新的 水神公公活过来 难道要征伐天庭 这一点我也不清楚 不过我现在 大概已经知道老先生 让我来当东海龙王的目的 不管是东海 还是四海 如果不是有严格的管控 那么都会成为水神公公的土壤 若是水神公公以此为起点 讨伐天庭 绝对是有可能的 当年水神公公和火神主戎 就差点将整片天都给毁了 而现在呢 沉积这么多年的公公 应该比先前更加的强大 若是到时这场战争真的被发动 那么三界会发生一场很大的灾难 相信这个结果 没人可以承受得起 秦淮 你有没有想过 就算你去南海见到了公公 你也打不过他 到时候你很可能被他杀死的 韩雁之说得很对 以我的实力 根本不可能和水神公公交手 但我知道 上面有很多双眼睛盯着 若是等我找到了水神公公 相信天庭自然会派人下来 不用多虑 韩雁之微微点头 而接下来 白旗一路追杀 将三海联军打得是溃不成军 西海北海亦然退去 固守自己原有的城池 而这时黄河龙王带着黄河的水兵 也来援助了 一股新生的力量 很快让东海的局面变得更加的稳固 南海差不多 一共有百余座城池 大家快速地攻城掠地 用了大概不到一周的时间 就拿下了一半的树地 南海彻底慌了 西海和北海龙王也慌了 现在的局面彻底扭转 让东海变成了最大的赢家 我吩咐白旗 一旦占据了城池 不许伤害无辜 所有水中的子民 都一律照常生活 白旗大统领宣布答应了 一周的时间 把东海的水兵 累得实在够强 所以现在正在整顿 大家恢复差不多的时候 便立刻出发 拿下南海 现在只是时间问题 此时东海水面上 已然恢复了安静 而其余三海 还是有着波澜的 这一日啊 夜晚 星辰悬在高宫 钟魁大人对着天子豹问道 天子豹 这现在的局面是平稳了吗 从得到的消息来看 这死应该是的 看来东海龙王的手探不简单 虽然将三海的连军 都打得亏不成军了 四海的局面 应该要变了 钟魁大人微微点头 天子豹 现在四海的局面变了 会不会对我们地府 造成什么威胁 如果他们四海统一 咱们地府却还是一片散伤 而且现在 地府的局面并不好 四天阴落各自为政 就要联合起来十分的困难 所以这些年 咱们地府一直吃不住四海 正是因为四海一直 比我们四天阴落 更加要团结 当初是如此 而现在如果四海真的 同意的话 对我们的局面 是不是更加不利了 钟魁大人说出了 自己的一番忧虑 片子薄听后 皱了皱眉头 你说得有道理 这是目前的情况 还并不好说 天天还没表态 我们还是静观其变吧 东海的宫殿内 正在举行庆宫宴 老鬼显得很高兴 原本以为会输的战争 没成想 还真让白旗打赢了 我并没有假装 要赏赐白旗大统领 因为白旗真的不需要 我只是和白旗说道 白旗老哥 若是这东海宝贝 你看上了什么 尽管哪 当然 除了人以外 而其余的东西呢 你随便要 嗯 我说到这儿 顿了一下 包括我这东海的宝座 白旗大统领听后 面色微变 朝我拱了拱手 少主 不敢 我对着白旗大统领 摆了摆手 我不是和你开玩笑的 我是认真的 少主 真的不必 我见到白旗不想说这件事 我便是打住了 那下一步 白旗大统领打算怎么办呢 而只见白旗大统领勾了勾手指 很快有水兵将地图拿上来 白旗大统领点下了一个位置 经过这些日子的征法 南海只剩不到五十座城池 他们宫殿所在的位置 在这儿 白旗指着中央的位置说道 最后又指了指四周的城池 他所处中央的位置 四周有着五座城池 如果顺利的话 大概不到两周的时间 咱们应该可以打进去 那下一步 是直接进攻是吗 少主啊 有句话叫不战屈人之兵 我已经派人出去 劝这几座城池的城池投城 否则的话 倒是后果他们知晓的 大统领 你做得对 白旗大统领 不愧是有勇有谋的人 无论从哪方面来说 都是人上之子 少主 等拿下南海之后 你第一件事 就是要将南海 改善东海的领地 我点了点头 知道了 老臣先下去了 白旗也不再废话 拱了拱手 就准备退下 我看着白旗的背影 对老鬼说 帮我修书一封给天庭 大概说明一下 这里的战况 一定要将我们 说成弱势的一方 大王 您什么时候要 现在 立即 老鬼影声 匆匆去弄了 韩颜之却是问我 秦淮 你不是说 不告诉天庭了吗 我想了一下 还是和天庭说吧 因为到时候 就怕死海的寻眠 不单单只是 死海的使 还会有别的势力插手 别的势力 是啊 主要是天庭吧 我之前 在天庭上 碰见了一个谢灵星 她总是针对我 想置于我死地 什么 你是说 灵星 我点了点头 灵星都针对你 韩颜之的口吻 貌似有些不相信 其实开始我也不相信 为什么要针对我一个小喽啰 可是事实摆在眼前 而大约在半个时辰之后 老鬼就将写好的文书 递得了我的跟前 我看了一眼 很满意 然后盖上了东海龙王的印章 对着韩颜之说道 有劳了 韩颜之一争 你不自己去 算了 我自己不去了 这边还有事情要我看着 我看韩颜之的神色 貌似是不想去 我知道 现在东海的局面很混乱 韩颜之只是想帮我 保护我 但是现在还不到时候 我最近应该是没什么危险 毕竟 我们还没有攻破南海嘛 没事 你快去快回吧 韩颜之犹豫了再三 最后还是答应下来 大王 您若是将四海统一 一定会是四海历史上 最伟大的王 我对着老龟说道 我对当伟大的王 没什么兴趣 老龟干笑了一声 便没有多说 大概一天后啊 很快便传来了消息 两军对阵 到了南海最后一个城市 只要攻破这最后一个 就可以直到黄龙 到南海的王宫 韩颜之也从天庭带来了 玉帝的回复 玉帝只回复了一句话 四海的事情 全由你自己安排 这句话的意思是 四海的事情你操心就好 其一的事情你不用管 我来 得到了这个回复啊 我心里也变得安心了几分 这是决战南海宫殿的最后一文 我也到了阵前 我对着白旗大统领说道 倒是如果杀入南海最后的渡城 这南海龙宫 让我一个人进就可以 你们守在外面 白旗大统领听了我的话 有些不解 但是犹豫一会儿 还是点头说好 无法道人那个狗东西说了 只要攻到了南海龙宫 到时便可以见到水神公公 很多的谜底都可以解开 另外 听听的人到时 应该也会参与进来 这想着想着 这多方的势力 心情还变得有几分紧张 白旗得到我最后的命令 很快对南海发起了最后的攻击 我原本以为这一次发动的攻击 会非常的顺利 但是我错了 这一次发动攻击 并没有很顺利 反而是遭到了重创 等白旗大统领带着伤回来之后 我看着他苍白的面孔 便是问道 白旗大统领 你 你这是怎么了 本集内容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如果您喜欢我的播讲 请您点一下关注 点一下订阅 咱们下集再见 第三百三十六集 白旗大统领告诉我说 天庭的仙人也参与进来 我阴沉着一张脸 心思变得有些复杂 白旗大统领伤得有些重 明显是最后一场战役 攻发的时候出现了幺蛾子 这天庭下来两个仙人 参与了四海的事情 这是我始料危机的 这两个仙人 什么来头 他们都自称 是天庭的神仙 来到四海 是为了帮助三海 惩戒我们东海的 白旗大统领声音有些萎靡 听得我一阵揪心 赶紧询问他的伤势 白旗大统领很快地摆了摆手 我没事 那您先去休息吧 这件事交给我了 少主 我将这件小伤 算不了什么 居然是天庭的神仙 要知道 天庭的神仙 品阶可不低了 他们居然参与了四海的事 这明显不是一般人可以知识动的 除非是玉帝 可是玉帝并没有理由 帮助其他三海来对付我 这明显不合理 因为我现在已经可以确认 老先生就是玉帝 所以就算是老先生不帮我 也不至于害我 于是我转头对着老龟说道 你书信一封 向玉帝询问一下这件事 现在南海已经是强弩之墓 只是忽然出现的两个神仙 很可能会让局势发生逆转 毕竟是神仙 光等级就已经比我高出了恩多 而我自己办完了眼前的事 则是朝着阵前走去 天庭的神仙 我正好去看看是谁 在天庭压着我 没想到我来到四海之后 他还想压我 到了阵前 南海虽然打败了东海 但是并没有发动反攻 这是让我很奇怪的一点 按理说有两个仙人相处 他们应该很快反击点 但是他们并没有 所以我怀疑这里边 肯定藏着什么幺蛾子 但是具体是什么 我现在无法判断 我到了阵前 有大通领上来 给我介绍情况 南海现在 基本上完全归宿不出 没有反攻的迹象 我看着一个南海水兵俘虏 便是问他 你们南海是不是 从天庭请来了神仙 水兵看着我 目光有些躲闪 你 你怎么知道 那就是真的请来了 那你能告诉我 南海请了什么神仙吗 那水兵紧张地看着我 差点就要脱口而出 不过在这时 很快就有人咳嗽了一声 南海水兵立马被吓得不敢吱声了 这咳嗽的不是别人 正是南海首长的大统领 出来咬人了 他站在城门口对我喊道 东海龙王 你问的还真是直接哈 你们南海不是请来了神仙吗 不管怎么说 本王在天庭也是有高纤的地位 现在神仙过来了 难道本王不能来拜见一下吗 哼 东海龙王 你可真会开玩笑 你不知道我们现在是什么关系吗 我知道 可是本王拜访天庭的神仙 这和四海无关吧 根据天庭的规矩 小仙前来拜访一下 应该是余里有得的吧 南海守城大将 似乎还想说什么 你别废话了 快去通报 而这南海的大统领 却是硬气地回道 你让我去通报 我就得通报 你真以为 现在四海已经归你管了吗 我刚要说话 我身边的大统领 很快地怒指道 你这才子 怎么和我们大王说话的 信不信等本大统领攻进去 第一个砍了你的脑袋 当凳子座 我身边这位大统领 声得很是威猛 说话也是声音如雷 很快就把对面的手枪吓住了 按照这个局面 我们攻入东海 其实如果没有外界干涉 只是时间的问题 我身边的大统领还要骂 但被我很快拦住了 别跟他一般见识 是 大王 你这贼子赶快去 否则的话 回头把你脑袋拧下来 他说话的声音变得缓和下来 但是神情还是十分猙獰 我对着南海守城的大统领说道 你可以现在不把我当成东海龙王 把我当成天天的秦高仙就是 南海守城的大将 目光狐狸地看着我 紧接着他回头看了一眼 好似是有人给他使了一个眼色 他对我喊了一声等等 转身便是回城了 而等了十分钟的样子 这南海守城的大统领便出来了 东海龙王 你回去吧 天天来的新人 不想见你 不想见我 为什么 不管怎么说我们在天天都算同僚 怎么就不见了呢 玄人就是这样说的 不见就是不见 不见是吧 是 他回答得十分斩定解体 我也没耽搁 我对着身边的大统领喊道 准备一下 攻城 我欢迎落下 身边的大统领先是一针 随即反应过来 脸上带着兴奋的笑容 遵命 大王 站在城墙之上的大统领 则是有些懵逼地看着我 没想到我一言不合 便让人攻城了 其实我这攻城啊 也只是为了逼出那两个闪险 大统领很快组织了水兵 便准备发动进攻 南海这最后一道防线 没有想象中那么固若金汤 东海水兵经过这些日子的战斗 不仅战斗力得到了提升 士气也是高涨得很 才刚刚吃过了一次败仗 现在都是跃跃于世 要把之前丢的面子 给挽救回来 所以一说攻城 所有的水兵 都嗷嗷地叫着 双方很快展开了死杀 虽然没有白旗大统领在 但是到了这个地步 只要围城进攻便可 几番死杀就差点将眼前的 这座城池给破掉 我紧紧盯着城门 这时站在我身边的 韩眼之说道 我感受到了一道熟悉的气息 什么熟悉气息 韩眼之的话还没落 我也感受到了一番气息 但是我并没有像 韩眼之那么有能力 我的感觉非常的模糊 我仔细地盯着上面看着 没过一会儿啊 韩眼之突然又出声道 我知道是谁了 谁啊 是灵神仙 我听后心里已经 之前不是说 她已经进入了 天庭的境地吗 韩眼之说着话 面目已经变得严谨起来 另外一个人 应该是我师妹 韩眼之说她师妹 我立刻就知道是谁了 廖神仙 这两个消失的仙人 居然都出现了 天庭境地 应该不是想出来 就能出来的吧 我立刻问到韩眼之 韩眼之恩了一声 基本上进去以后 若是没有高人相助 很难出来 韩眼之说高人相助几个字 让我争住了 这相当于只要有人帮助 还是可以出来的呀 如此想着 我面目变得严肃起来 不多时我就听见了 一阵爽朗的笑声 我听到这一阵笑声 让我感觉到非常的不舒服 不多时就看到城墙上 站着一个熟悉的面孔 林神仙 我和林神仙闹出的梁子也不小 毕竟当初我斩了他的大白蛇 后来又将他们当年迫害韩眼之的事情查清楚了 他们现在对我应该是恨之入骨 恨不得吃我的肉 喝我的血 我和林神仙对视了一眼 但是并没有看见廖神仙出现在他的身边 林神仙在上面 爽朗地开口 秦淮 想不到咱们还可以见面吧 是啊 是没想到 你居然从天庭的境地都能逃出来 我的话立刻让林神仙的面色变得不好看了几分 林神仙 你现在已经不是天庭的仙人了 你怎么好意思打着天庭的旗号呢 你现在的身份应该是罪人吧 我这句话彻底惹怒了他 林神仙一个没忍住 一掌朝我劈来 我顿时感到一股雄厚的力量 很快地朝我身体压了过来 我快速运转自己体内的道气想要抵挡 可是这道气还没运转出来 我就感觉到自己被压制住了 实力地碾压 我根本不是对手 我抵不住冲击里 下意识向后退了一步 我刚刚退出 含眼之的身形 已经挡到了我的身前 并且很快 隔空和林神仙对轰了一掌 一股能量波纹 很快地朝着四面八方扩散开来 而周围靠近的没有实力的人 都纷纷被炸飞出去 一时间这里成为了一块真空地带 第三百三十七级 含眼之稳住了自己的身形 便立马说道 林 你真的是好大的胆子 现在都敢对师父下手了 林神仙看清楚了含眼之之后 便立马回道 你还活在梦里吗 我既然当初敢对你下手 那么现在也敢 林神仙很狂妄 很嚣张 我此时目光朝着城墙上看去 却发现隐隐还有一股倒气 我又看了眼正在和林神仙交手的含眼之 不得不说 含眼之的实力很强 但应该不是廖神仙和林神仙两个人的对手 双方此时杀的是难分难解 我当机立断 很快开口说道 是对 原本还在交手的众人 听见我喊撤退之后 都先是争住了几秒 随后才是反应过来 南海的人也不敢追上来 我喊了一声含眼之 他虽然不至于完全压制林神仙 但是脱身 却是完全没有压力的 含眼之退下之后 有些恼怒地问道 这是撤退干什么 我一定可以将林给抓住 抓住他也没用的 什么意思 他现在身份是天天的通缉犯 但是他们现在不仅从天天的境地逃了出来 居然还明目张胆地参与了四海的事 你认为这样天天还能容忍下来吗 你说的也对 我让之前的那位大通灵 好好固守这儿 有什么事情 及时通报 千万不要进行强攻 他应了一声 我很快带着寒眼之车了 撤退之后 我们到了东海的地界 找到老龟 而老龟这时的文书 也写得差不多了 我让他重新写一封 老龟又听了我的话 很快重新写了一封 还得请你将这封文书 递到玉地的手里 寒眼之车应了一声 很快消失在了东海 大王 现在前线的情况怎么样了 我一时间也不知道该怎么和老龟解释 这件事 要真的说起来 还是有些复杂的 于是我就摆了摆手 告诉他走一步 看一步吧 对了 你去看看白旗大通灵 他伤情如何了 老龟应了一声 便转身去了 看来我这次必须得去天庭搬救兵来才行 否则的话 天庭有两尊神仙在这儿 我想要对付我 根本不可能 我吵了个地方随便坐了下来 一旁的水兵便是立马过来 大妈 我帮您搬一张凳子吧 不用 我就这么静静地坐着 里是视线的头绪 大概过了半个时辰 寒眼之从天庭回来了 我看到他回来之后 面色有些古怪 怎么了 看着他古怪的神色 说实话 我心里生出了一股不安的感觉 你 我没事 寒眼之说着话 很快就把老龟之前写的文书递给了我 余地不在 我没见到 我听后沉默了 心头不安的感觉开始涌现 总觉得是有什么大事要来 要不然我再去一趟 不用去了 你下次去应该也是见不到的 其实我心里想的是 若是老先生想要见我 他肯定自己会来的 而我觉得现在老先生 应该是知道四海发生了什么事 他不见我 我怎么找也是找不到的 此时东海旁 第五点沿路 天字包 目光还是静静地看着水灭 东海的局面 又变化了 中奎立马问道 怎么了 天庭的人应该插手了 那是不是天庭插手了 四海的动荡局面就马上要结束了呢 未必啊 现在四海的情况很复杂 也不是我们可以轻易判断的 天字包说完 转而问下了中奎大人 现在伤亡情况到底怎么样了 天字包 您放心 所有的情况我们都处理好了 天字包点了点头 目光重新投向了水面 看着石而翻涌的海面 天字包的心情变得有些复杂起来 不知道这次的事件会不会波及到地府 天字包不知道为什么 总觉得这次事情 没有表面上看起来那么简单 他脑海里此时忍不住浮现 当年地府和龙空发生的那次巨大的摩擦 双方交手 差点引起了一方负面 他深吸了一口气 双手放在了自己的背后 而中奎大人 而此时面对天字包说道 天字包 有件事情 我不知是该说还是不该说 天字包转身面对着中奎 两张黑脸 互相地看着 中奎大人 你和本王还有什么隐瞒的 该说什么就说什么 不知天字包你可知道 东海其实已经换了新龙王 怎么了 有什么奇怪的地方吗 嗯 是有奇怪的地方 奇怪在哪儿 中奎大人并没有隐瞒 奇怪的是 东海龙王的新身份 中奎大人的话 引起了天字包的注意力 东海新龙王的身份 是什么情况 你别说的一半就不说了 中奎大人有些顾虑 皱了皱眉头 天字包 其实陈孝并不知道 这件事是该说 还是不该说 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默契了 当说就说 中奎大人还是没有理解说 正在纠结着 好像是东海新龙王的身份 触及到了什么秘密一般 天字包双手抱在了前胸 本王倒是要看看 你打算什么时候说 不说就别说了 中奎大人尴尬的一笑 天字包 臣下要是说了这件事 还烦请 天字包一定报名 天字包成音片刻 便很快地回答 放心 本王一定不会向外说的 中奎大人听了天字包这话 选者的心落了下来 别人的话不能信 但天字包的话 一定可以相信 天字包 事情是这样的 我们在处理人间魂铺的时候 也抓到了逃到岸边的水兵 然后我们得到了消息 说新任的东海龙王的名字 叫做秦怀 他心里泛起了波澜 因为他自己刚刚听见的时候 也是有些不信的 要知道秦怀在地府 可是地府的小司殿 地府的司殿 能当的东海龙王 而且东海龙王 怎么可能让一个人类去当 不都是龙族吗 还有另外一点疑惑 新任东海龙王 不只是人类 还是天庭的高仙 秦高仙 天庭的秦高仙和东海龙王 能当一个地府的小司殿吗 怎么想都不可能 或许更大的可能 只是同名同行 中魁大人话音落下 两人对视了一眼 此时天子堡并没有说话 等待着中魁大人说着下吻 其实中魁大人 是有些不相信自己说的话的 因为真的不可思议 回天子堡 咱们地府 有一个小司殿也叫秦怀 那这两个人有联系吗 云该是没有 不过不知费什么 属下感觉就是一个人 为什么感觉像是一个人 天子堡的好奇心 也被勾了上来 我之前和这个小子一起办过案 这个小子能力很强 和一旁的人不一样 而且他的师父 也是一个很神秘的人 所以这小子 在天庭和龙宫有职位 陈下是相信的 但是陈下心里 同样还有着别的困惑 这东海龙宫 一直是龙祖担任王位 怎么可能会容许外人担当呢 天子堡很快就陷入了自己的沉思 并没有立刻回答 过了好一会儿 天子堡才说到 本王相信 这应该是同一个人 天子堡 你为何相信啊 因为本王也有感觉 否则的话 三海不可能联合起来 讨伐东海 他马里来说 应该是一起的 都是龙祖 这千万年来 何曾见过他们 互相厮杀过 他们现在这么团结 很可能是因为 东海进了一个异类 天子堡的话 成功地说服了 中奎大人 本集内容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如果您喜欢我的播讲 请您点一下关注 点一下订阅 咱们下集再见 第三百三十八集 此时此刻 天庭那边并没有消息 前线回到消息说 南海已经重新联合起了 西海和北海 这是意料之中的事 三海联军 第二次被白旗杀得 溃不成军 本来这次溃洒 应该很难再凑到一起了 可是他们还是很快地 便完成了联合 这一切不是因为别的 而是因为林神仙 和廖神仙的出现 这让他们赢了一次 所以他们重新地 拾起了信心 双方很快进行了 一番厮杀 只是这一次 东海战败 连续被他们 抢回去了十几座城市 退回来的水兵 几乎弹到神仙 便是颜色大变 白旗大通领 从床上下来 换了一身干净的袍子 走到了我的跟前 少主 沉下警战 莫抗脸白旗大通领 你这次伤得很重 先别操心了 但是白旗大通领回到 现在的局面 非常的不好 若是现在沉下 隐退不出 军心不稳 东海的局面 很快就会失控 往后 东海的局面就被动了 就算是东海的命运 走向衰落 本王也不能拿你的命去赌啊 白旗大通领面对着我 忽然咳嗽了一阵 脸色瞬间就变得煞白了几分 他盯着我 怒目而视 说真的 在这一刻 我觉得白旗大通领 眼神有些害人 他一声挣扎 不知道斩杀了多少人 身上也不知道 背负了多少的冤魂 白旗大通领身上的杀气 甚至可以凝成骨胎 少主 你知道成大使者 最忌讳什么 什么呀 最忌讳优柔寡断 少主 你若是这样 注定成不了大使 在场 所有人面色都变了 白旗大通领 也真的是耿直 这气氛瞬间 变得有几分尴尬 白旗大通领啊 老龟刚要开口 确实被打断了 龟丞相 你不必多说 今日若是少主不出战 方仁东还不断地丢失城市 而我并没有劝说他出战 那便是我的罪过 我自己没有出战 那便是罪过更大 白旗大通领说着 神色有些动静 我 我不是不出战 只是对方现在有两个神仙 咱们对付起来太困难了 所以 咱们只能置去啊 如果避而不出 水兵实际倒退 倒是会更加地不堪一击的 他说话智力有声 我深吸了一口气 最后还是决定相信他 那 出战吧 有了我的回复 白旗大通领很快领命 看着白旗大通领带伤离客的背影 我心里有些担心 韩姑娘 你能跟着白旗大通领一起去吗 韩眼之争出了几秒 并没有犹豫 便答应下来 只是让我没想到的是 我花音落下 便听见了一阵 狂妄的笑声 这笑声有远及近 我听后 眸子变得明亮了几分 这笑声分明就是 五爪紫金龙的 果然没过多久 我就看到张牙五爪的紫金龙 便出现在了我的身前 他见到我之后 明显是很兴奋 有 几日不见 有没有想本身龙啊 我一时对着 五爪紫金龙有些无语 不过 他回来可是解了我的大尾了 怎么不说话呀 见到本神龙 你不高兴呀 五爪紫金龙漂浮到我的身前 与其有些兴奋 我回过神 忽然朝着五爪紫金龙 黑黑一笑 你回来正好 我有个忙 想请你帮我一下 嗯 什么嘛 是不是谁欺负你了 呦 难道他们不知道你是本龙的小弟吗 现在这局面对我东海龙宫的确不利 如果有他帮忙 四合的局面应该会重新扭转 我现在对于其他的三海 基本上已经没有任何余地可留了 这几个老东西 这是第三次联合起来对东海下手了 有些老话说得好 事不过三 他明显是在挑战我的底线 而且是想杀死我 你敢对天庭的神仙下手吗 五爪紫金龙立马哼了一声 你说什么呀 我听到五爪紫金龙的语气 帽子有些生气 我以为自己说错话了 哦 你当我没说过吧 我花音落下 彻底地将五爪紫金龙惹怒了 哎呦呦呦 你拿不拿我当兄弟啊 什么狗屁的神仙 现在就带本龙过去 本龙要教会他们 怎么做一个卑微的神仙 五爪紫金龙说这话 气势十足 既然五爪紫金龙说要帮忙 我也就没有扭捏 带着五爪紫金龙朝着阵前而去 这路上我忽然好奇地想到了 之前的欧阳道长 哎 欧阳道长呢 你说那个臭道士啊 这臭道士不是什么好人 居然想和本龙分金子 本龙揍了他一顿 让他滚了 我 我顿时一头的黑线 只觉得五爪紫金龙做什么事 都是简单粗暴 这前些日子 四海在林神仙和廖神仙 这两颗狗东西的帮助下 对阵东海的战役 基本上是一路势如破竹 没有遇到任何的阻碍 我一路走去 有不舍的水兵不断地和我行李 这些水兵好多都伤得很重 而且看下我的目光 也变得萎靡不振 我的心情变得有些复杂 他们朝着我行李 我也一一回礼 五爪紫金龙看着众人 忍不住地问了一句 你们是有多惨呀 被伤成这样 越到阵前 水兵就越多 乌洋洋的一片 水兵的尸体 越聚越多 看起来十分的惨烈 对阵的两座城池 相隔距离不算远 但是都处于高度警戒的状态中 双方随时可能擦枪走火 我到了之后 立刻引起了不少水兵的注意力 有人喊了一句大王来了 这句话让众人的目光 全部朝着我看了过来 他们纷纷起身 我用手往下压了压 让大家不用在意 这些反文入截 白起大统领此时朝我走过来 少主 这里威胁 你还是回去吧 大统领 你不用担心 我话音刚落 我身边的五朝紫金龙 便立刻出声 是啊 他是本龙的小弟 本龙保证他没事 五朝紫金龙的话 很快吸引了白起的注意力 他的目光落到了 五朝紫金龙的身上 神色珍珠 紧接着点了点头 再也没说什么 现在局势怎么样 白起立刻回道 现在局面对我们这边来说 非常的不利 无论是战局 还是气势上 我们都属于劣势了 另外就是三海联军的人数 比我们也多了不少 我对战术什么的不懂 所以基本上 只能听白起自己说 当白起和我简单的介绍了一下 我便问他 那咱们下一步应该怎么办呢 白起深深吸了一口气 我看到他额头上 出了密密麻麻的汗珠子 看得出来他死事的伤势 应该还没有恢复 他们现在之所以气势这么少 基本上全是考天天下来的两个神仙 如果把这两个神仙收拾了 他们的气势 不足为惧 倒是就是我们反攻的时候 而这次反攻 绝不会有任何的犹豫 一定要知道黄鹿 少主 如果这样一直拖下去 对我们来说 将是灭顶之载 我点了点头 一切遵从他的安排 而这时白起忽然问道 不找此心龙 可以帮忙吗 我听后点了点头 他可以的 白起的神情一阵 转身便是回到了城池上 我目光看着城池下面 密密麻麻全部是三海的水军 还有很多的旗帜 看着阵仗 双方随时都会拉开架势交手 我多时啊 就看见了下面乌泱泱的一片水冰 忽然分开了一条道路 然后我就听见水冰大喊着 林神仙威武 我目光看去 分开的人群之中 站定了一个人 不是林神仙又是谁呢 于是我开口喝道 林神仙 你胆子真的不小 从天庭逃脱 现在居然还敢明目张胆地 参与四海的事物 你是不是嫌自己的命太长了 我话音落下 他很快地爽朗大笑起来 秦淮 本县告诉你 本县知道你去天庭几次 你做过什么 是不是这几次去了天庭 都没有见到玉帝呀 我见到玉帝如何 没见到玉帝又如何 和你有什么关系 你难道不想知道原因吗 我之前让韩燕之 去天庭送文书 当时韩燕之就告诉我 根本见不到玉帝 我就知道 这件事情肯定有技巧 本期内容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如果您喜欢我的播讲 请您点一下关注 点一下订阅 咱们下集再见 第三百三十九集 秦淮 你以为玉帝还可以照着你吗 实话告诉你 现在玉帝自身都难保 等今日三海联军将东海给攻破 相信天庭也会被不日拿下 林神仙说得很自信 我听后面色变得阴沉了几分 看着林神仙 也不清楚她的自信 到底从哪来 五朝紫金龙此时却是问道 这家伙什么东西啊 居然敢如此的嚣张 反正不是什么好东西 难怪本龙不喜欢他 你当哪 本龙去教育一下他 说着话 五朝紫金龙几乎没有任何的犹豫 身形放大 一声龙啸冲上了天上 眨眼之间便成了二三十丈的庞然大物 紧接着一声怒吼 他便俯冲而下 顿时众人的目光 全部朝着这边汇聚而来 别看着五朝紫金龙 一副平时不着调的样子 可是关键时刻 看起来还是非通反响的 虽然四海龙族一直担任老大 但是四海龙族和五朝紫金龙 却是不一样的存在 紧接着 他在高空身体翻转 发出了吴嗷的一声 林神仙见状 顿时瞳孔一阵收缩 他看到了五朝紫金龙 一张巨照 直接朝着林神仙的头上排去 顿时一股刚风形成 林神仙快速地出手提到 不过此时两相对比起来 五朝紫金龙的身形 比林神仙不知大了多少倍 一眼看去 基本上是以太深知识碾压 我原本以为啊 这一爪子直接可以将林神仙拍飞的 甚至是拍成入目 可惜我错了 事实上远不能达到这种地步 因为我看到林神仙 居然和五朝紫金龙怼轰了一圈 双方拉开了阵掌 林神仙仙仅仅仅是往后退了几步 而五朝紫金龙 却是像没事一般 相反还兴奋地嗷了一声 一拳对轰 高下了一盘 双方很快又再一次冲撞在了一起 别看五朝紫金龙身形庞大 但是速度却是异常的快 就连我身边的韩燕之 都是忍不住感叹了一句 真的好强 从名义上来说 林神仙是韩燕之的徒弟 只是这个家伙不是什么好东西 五朝紫金龙不断地猛攻 刚开始林神仙堪堪可以扛住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 林神仙已经坚持不住了 在不断的巨像之中 林神仙不断地后退 他身边的一些水兵健庄 立马也要上来帮忙 可是随着五朝紫金龙 张口发出了一声怒吼 所有的水兵全部被震慑住 令他们很多意志不坚定地 全部已经跪伏在了地上 白旗大统领始终在观战着 他目光一点都没有离开 而就在此时 白旗大统领直接下了命令 众将 随我出击 城池的门被打开 瞬间所有的水兵喊杀而出 双方再次厮杀在了一起 白旗大统领拿着兵器也要上前 我则是拉住了他 大统领 这一战你不要再动了 你在幕后指挥便可 白旗大统领回头放下了我 将我一步步让 最后还是点了点头 听了我的话 而寒颖之则是并没有耽搁 也是很快出手 奔着战场而去 双方在下面厮杀起来 杀了个泥死我活 像这种大规模的厮杀 不断有大量的水兵被杀死 而四海的水面上再一次被水兵的尸体填满 而此时天庭 谢灵仙的目光死死地盯着东海的水面 他一脸的阴语 此时他已经下界来到高空之上 身后还跟着好几个仙人 有人问谢灵仙 灵仙啊 咱们什么时候出手啊 再等等 一旁的仙人 立刻闭嘴不再多言 时间一直过着 大概半个小时之后 四海的水面 便有人冒出来 面色仓谎 很快来到了谢灵仙的身前 谢灵仙 不好了 三海联军开忧 恐怕是支撑不了多久了 本仙不是让灵神仙和廖神仙 前去帮忙了吗 谢灵仙 刚开始局面是不错 但是不知东海龙王 从哪儿请来的五爪紫荆龙 现在东海的气势如虹 灵神仙已经战败了 原本还一脸自信的谢灵仙 神色很快就变了 谢灵仙几步上前 一把抓住那个人的衣领 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 那人被吓得浑身颤抖 但也不敢隐瞒 谢灵仙 三海联军 很快可能会 再次溃败 他话音刚落 突然咔嚓一声 来报信的人 就直接被他活生生地掐死了 没有留丝毫的情面 而谢灵仙身后跟着的仙人 顿时是静若寒蝉 没有一个人敢说话 谢灵仙盯着水面 看了一会儿 便回头说道 你下去看看 谢灵仙知道 此时还没到出手的时候 因为那位大人没有下达最后的命令 他看着宽阔无边的海平线 嘀咕了一声 秦淮 本先等下一定喝你的血 吃你的肉 四海这场战役 已经持续了一两个月了 四海的水文一直起伏很大 稳定不下来 而地府不断有魂魄增加 死身争无数 天子包 这样下去 咱们地府撑不了多久 地府短时间内增加大量的魂魄 其余的言诺纷纷说 要去听听兵炮玉帝 让玉帝裁决 天子包今日穿着便服 身后跟着两三人 其中啊 还有崔夫君 夫君大人 你稍安勿躁 地府那边请广报 应该可以压下来的 钟魁大人站在旁边 内心还隐隐有些担忧 夫君大人叹了口气 天子包啊 我也是这么想的 可是宋帝王 明显已经不想等了 他说一定要去 天天禀报玉帝啊 那他什么时候去 就是现在 宋帝王这会儿 应该已经写上了 做给玉帝的文书了 夫君大人有些担心 有些事情 不是他可以灌的 天子包和钟魁大人 对视了一眼 便回道 这件事 暂时不能禀报玉帝 因为本王预感 今天晚上四海的事 肯定能分出结果 而且 即便是告知玉帝也没有用 直到现在天天都没人下来管 你们真的以为 天天不清楚吗 崔夫君点了点头 深意为然 好了 走吧 咱们先回地府 说起这地府啊 分为十殿严落 十殿严落之上 便是北英大帝 第一殿严落便是秦广王 基本上地府的事情 都由他管理 当然 其余的十大严落也是说的算的 而这次要写奏章给玉帝的 就是第三殿严落王 宋帝王 听此包也知道 宋帝王不是那么好说话 所以并没有去找他 而是见了秦广王 到了秦广王的府衙 天子包直接问秦广王 能否将宋帝王请来 说他有事善良 秦广王身高九尺 面目凶狠 但是笑起来 还出奇地给人一种和善的感觉 秦广王此时看着天子包面色严肃 他知道天子包是什么伟人 所以他清楚明白 应该他是遇到了什么难事 秦广王试探地问了一句 但天子包并没有回答 只是又重复了一遍刚才的话 秦广王当下也不再耽搁 很快让人去请宋帝王 秦广王说完这句话 属下很快去了 只是等属下没走了几步 这秦广王很快 又喊住了属下 又重新嘱咐了一件事 本期内容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如果您喜欢我的播讲 请您点一下关注 点一下订阅 咱们下集再见 第三百四十集 带上人 将十点言诺都请来吧 属下很快应声 消失在了秦广王的抚押之中 天子包 你是不是为了四海之事啊 天子包面对秦广王 倒是并没有隐瞒 点头说是 这次四海的事情 的确超出了他的意料之注 天子包 你对四海的事 是什么看法 天子包回答道 本王觉得 四海的事 地府不宜插手 此话怎讲 此次四海的事 比较复杂 天天都视而不见 如果我们某人插手 很可能会给地府 带来不必要的麻烦 天子包说的 语气认真 秦广王知道天子包的脾性 他的脾气秉性 可以说是刚正不恶 眼里揉不得沙子 做什么事情 都是铁面无私 但是之前的种种 不代表天子包是一根筋 很多的时候 天子包的形式 都非常的灵活 只是这件事 真的不像表面上 看得那么简单 处理起来 他们也是力不从心 大概等了半个时辰 石顶言落 陆陆续续地来起了 他们纷纷落作 只有崔府君和钟馗大人站着 沉默了一会儿 宋帝王穿着一身青衣站起来 朝着秦广王说道 秦广王 不知你这次 请我们大家过来 所为何事 这次请你们过来 当然是有重要的事要商量 秦广王给了天子包一个眼神 天子包会议 立马开口 宋帝王 本王听说 你要给天庭上书对吗 宋帝王看了眼天子包 也是直言不回 是 本王要给天庭上书 现在正值四海乱局 他们搞得人间是人形惶惶 而且造成大量的无辜百姓死亡 给地府平添了多少的冤魂 光吃一项罪名 就足可以让四海龙王喝一壶的 宋帝王 不可 现在四海正值乱局 咱们更加不应该参合进去 否则的话 只会加深地府和四海的恩怨 天子包 你到底是站在哪边的 宋帝王很不客气地质问 他是地府的第三殿言落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 他比天子包牌位还要靠前 本王不是站在那边 只是旧事乱事 有的事咱们可以做 有的事情尽量不要去做 天子包 你是不是怕了 天子包的面色很快就变了 不过他本身就是一张黑脸 就算是如何变 大家也看不出来 他缓缓站起身来 紧接着回道 宋帝王 你有没有想过 四海乱局一个多月 天庭根本没有管过 你现在贸然插手 会不会将这野火引到地府呢 天子包说话没有丝毫的退让 这时候另外一个身材矮小 看起来甚至有些像费成年的言落 站起了身来 他就是第六点言落 变成王 天子包 听听不管 不代表咱们地府可以忽略 现在的局面如何 你自己心里没数吗 如果任由四海这样继续闹下去 倒是地府的秩序 难不能维持不说 无数的鬼魂下来 倒是地府可是吃不消的 变成王虽然看着人小 但说话的底气很足 宋帝王紧跟着说道 如果不给玉帝修书的话 咱们地府就应该对四海出兵 让四海明白 我们地府不是给他们擦屁股的 对 宋帝王你说的对 千年前那场战役 咱们可是吃了亏的 现在趁着四海乱局 咱们就应该对四海发兵 很快就有人赞同宋帝王的做法 开始是一个 然后就是两个三个 十殿耶洛当中有五个以上 赞成宋帝王的提议 站在一旁的钟馗 还有府军大人 面色变得微微难看 这次本来的目的 是让宋帝王别写奏书上大天庭了 可是现在局面却变得更加糟糕了 这是众人完全没有预料到的变化 而坐在正位的秦广王 面色变得有些尴尬 宋帝王见到天子王不说话 转而面向了秦广王 秦广王 现在北印大帝不在地府 地府的一切主要是你负责 所以我希望这个命令 就由秦广王你来想 秦广王顿时蒙住了 本来只是作为中间人来协调一下 可是没想到 主要的矛盾 一下就转移到自己的身上 秦广王当然不想下这个命令 若是下了 没有搞好 那就会成为千古罪人 气氛逐渐变得有些尴尬 一时半会儿 没有一个人说话 而宋帝王也不是傻子 明显能看出秦广王在想什么 这是天子包 便是坐不住了 本王不同意这样做 若是这样做 倒是三界都会发生纷乱的 天子包 你胡说八道什么呢 你这是随便给我扣帽子吗 本王不是乱扣帽子 反正是绝不能插手四海的事 不管是对天庭尚书 还是对四海发兵 本王都不同意 钟魁大人此时也硬着头皮 往前挪动一步 传笑也不同意 崔府军知道这事 不能藏着了 也很快给出了反对的意见 这两人虽然在地府的位置是挺高的 但是在十天言诺的面前 还是不够看 所以说这的话基本上没什么分量 天子包 本王都怀疑你 是不是被四海给收买了 你现在是不是四海的人了 宋帝王上前一步 很快针锋相对 天子包还没说话 钟魁大人却是忍不住反驳了 天子包绝不会做这种事 天子包大人 在地府当差这么多年 他的为人你们不了解吗 你住口 本王说话 什么时候轮到你街了 钟魁大人很快被赫实地闭上了嘴巴 他面色异常难看 双方也是争执不下 这时还有人站出来 反驳宋帝王的观点 说不能对四海发兵 双方很快又产生了一波激烈的争执 做此最上方的秦广王 终于忍不住了 大家别再吵了 你们看这样行吗 咱们投票决定 最后看看 到底该如何决断 秦广王的提议很快得到了大家的认可 最后投票的结果也很快出来 六大阎王同意对四海出兵 三大阎落是不同意的 天子宋帝王顿时就不高兴了 你们可都想好了 若是今日地府对龙宫发兵的话 所造成的后果 是不是你们能承担得起的 宋帝王也怒了 天子宋帝王 今天你是非要和本王唱反调什么 本王不是和你唱反调 反正你们想要出兵 本王就是不同意 秦广王坐在上面 面色阴沉 似乎在考虑什么 正当大家争得不可开交的时候 外面就突然传来了一声咳嗽声 顿时所有人的目光朝着门外看去 秦广王抬头便是撑住了 随后很快反应过来 脸上露出了喜色 被 他刚说话 却是被人用手压住了 来人穿着一身便服 从外表看去 不像什么大人物 但如果是我在这儿的话 一眼就能认出 他到底是谁 因为我呀 对他无比的熟悉 本期内容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如果您喜欢我的播讲 请您点一下关注 点一下订阅 咱们下集再见 第341集 秦广王的瞳孔放大 他很久没有见到这个人了 这些年来 他一直不在地府 对地府的事情 也是放任不管 可是没想到他 今天居然回来了 秦广王压制不住内心的极度 来的不是别人 正是地府的当家做主人 北英大帝 当初地府和龙公大战的时候 地府吃了亏 原本以为地府会就此覆灭 甚至被龙公直接倒灭 可是当北英大帝回来时 龙公便是立刻退兵 一切重新恢复了平静 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 其余的地府的阎落目光 也都落在了北英大帝上 当然 这里最吃惊的人 不是石殿阎落 而是中魁大人 他此时内心已经无比的震撼 怎么都没想到 地府的北英大帝 至高无上的北英大帝 居然会是他 他从阳间到了地府当差 其实很大一部分原因 都是仰慕北英大帝 因为他真的是一个传奇的人物 按理来说 人死后 很多人都想轮回转世 不止包括普通人 就连中魁也是这样 人不转世的话 会一直保留着前身的记忆 对于中魁来说 前世的记忆非常的痛苦 而在地府更是要见惯生死离别 所以 在地府当差的时候 对于他来说 不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中魁大人当初这样做 就是听说北英大帝 在很早之前 其实没有地府 人死后魂魄 基本上就是在世经游荡 完全没有轮回转世一手 而当这些魂魄 游荡一段时间之后 因为阴气不足 总会消散得无影无踪 很多魂魄死了 便是魂飞魄散了 直到后来 北英大帝出现 一手创立了地府 邀请了不少高人加入地府 以至于出现了十八层地狱 十天沿落 另外也有了轮回岛 至此便有了地府 人间就有了一层依靠 中魁大人很早之前 便是仰慕北英大帝 只是很多年来 一直未曾见过 没想到今天有了机会 但是让他感觉苦涨的是 自己今天有幸见到了 居然不知得要说什么 其实他很早就见过这个人 而且 自己好像对他不恭敬过 中魁大人此时连肠子都悔情了 他拽下了一旁的府军大人 崔府军 你他娘的真坏啊 你是不是一早就知道 费什么不告诉本官 崔府军只是尴尬地笑了笑 然后点点头 算作是承认了 饶着中魁大人一张黑脸 此时都忍不住 变得有些发红发疼 秦广王很快从座位上下来 走到了北英大帝进前 就准备下跪拜见 可是却被北英大帝拦下了 大帝 您终于回来了 臣子等您好久了 其余的人见到秦广王拜见大帝 也不敢耽搁 纷纷拱手相拜 而中魁大人和崔府军 也是如此 你们也不用客气 我很久没回来了 其实地府能平稳地发展到今天 全部都是靠你们 秦广王面色变得阴晴不定 他抬头看了眼北英大帝 不知道他这次回来 动机究竟是什么 而此时天子包已经憋着一口气 铁了心要反对地府对四海发动进攻 因为这在天子包看来 不是一件明智的事 秦广王这时啊 内心是激动的 差点要劳累总衡 秦广王之所以在十天沿落当中 能排到第一位 也是有理由的 当初北英大帝创建地府的时候 秦广王是第一个跟随北英大帝的人 大帝啊 你总算是回来了 这么多年地府没有你 就等于没了主心骨啊 秦广王将北英大帝 请着往中心的位置坐上 但是北英大帝却是摆了摆手 还是你坐吧 秦广王立刻问道 这怎么行呢 北英大帝认真地看下了秦广王 这些年以来 你不容易 我知道 两人对视了一眼 秦广王知道 北英大帝不是一个扭捏的人 他从来不玩虚的 而秦广王也就不再废话 又坐回了中心的位置 北英大帝面向了众人 便缓缓开口 看来今天是个不错的日子 大家全部聚在了一起 你们在商量什么呀 北英大帝说着话 扫视了一眼下面的众人 众人的目光很快落在了天子包的身上 北英大帝脸上带着淡淡的笑容 身穿一身黑衣 显得有些如雅 天子包本来也是在等一个可以做主的人 现在北英大帝回来 正好是自己说话的好时机 启离北英大帝 陈甲是十殿严落 第五殿严落天子包 陈甲想禀报事情 你说 天子包微抬眼皮 然后说道 不知道北英大帝 是否知道四海乱局的事 北英大帝点了点头 忠愧大人看着他 心里忍不住暗暗吐槽 他能不知道吗 现在的东海龙王就是他徒弟啊 不过忠愧大人虽然是这样想着 但是并没有说出来 老弟 我们凑在这儿 正是在商量如何面对四海乱局的事 天子包还要往下说 一旁沉默的宋帝王忽然站了出来 启禀大帝 陈甲主张对四海发兵 现在四海乱局 内中矛盾 咱们现在可以沉寂 对四海大局发兵 讨回当年咱们地府吃下的亏 陈下赋议 陈也赋议 好几个阎罗 跟着宋帝王表示同意 北英大帝却是并没有表态 他看下了天子包问道 你还有什么要说的吗 天子包立刻反应过来 是 道弟 陈下十分反对这件事 你有什么理由 北英大帝的语气非常淡然 理由就是四海乱局 现在连天庭队这件事都已经坐视不理 咱们地府若是趁人之危 不管输赢 对地府都没有好处 你且说 为什么没有好处 宋帝王上前了一步 天子包身上的气势 没有丝毫的减弱 很快就回到 咱们地府要是对四海出兵 那就落下了一个趁人之危的名声 若是输了 肯定会遭遇四海疯狂的报复 而且 现在局势不明 不知道有多少势力掺杂其中 如果我们贸然出击 那不是把这把火烧到我们地府自己的头上吗 天子包 你住口 你是胖了吗 你是认为地府比不上四海吗 你现在还以为地府是以前的地府吗 天子包却是神色如常 地府就算比当初强又能怎么样 地府和四海这千年来 一直都在克制自己 双方从来没有发生冲突 这样难道不好吗 为什么非要出手闹出争端呢 宋帝王 道时双方交手 你以为是地府和龙宫的战争吗 道时会死多少人 你究竟知不知道 天子包说话质地有声 此时宋帝王的面色 变得有些不好看 他也不知道要说什么 不过最后 还是摇摇扬 不管如何 本王请求出战 双方理论到这儿 其实已经差不多 就等着北英大帝下决断 可是北英大帝 似乎此时有些走神 打起一脸的尴尬 而秦广王则是忍不住提醒了一下 北英大帝 这才回过神来 本集内容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如果您喜欢我的播讲 请您点一下关注 点一下订阅 咱们下集再见 第342集 前广王有些无语 他看着身边的北英大帝 心里想着 北英大帝还是像以前一样 对很多事情都是漫不经心 其实很多人以为当初北英大帝 创建地府耗费了多少心血 其实压根没有 创建地府 北英大帝根本没有费多少心思 就在此时 北英大帝咳嗽了一声 天子包忽然有些紧张 他是第一次见到北英大帝 其实准确的来说 自己对北英大帝 也不是那么了解 他当初从杨谦死后 是秦广王邀请 他当地府的第五言诺 按照秦广王的意思 这是北英大帝的质疑 那时他还好奇 自己和这个人也没见过 为什么会邀请他呢 这件事啊 到现在他心里都没有搞清楚 所以现如今有机会见到了 天子包是想犯出心里的疑问 当然他知道 现在不是时机 就在众人期待的目光中 北英大帝给出了答复 这四海乱局 地府不能参与 这句话让宋帝王面色 一下就变了 大帝 你要三思呀 如果错过这次机会 不知道还要等多久啊 钟魁大人 应该是在场 心里最清楚的一个人 他知道北英大帝 最后会做出什么样的决断 所以 当北英大帝说不进宫死海 这是在他的意料当中的事 如果进宫了 那就真的等于 大水冲了龙王庙 一家人不认一家人了 此时变成王 也是很快地复合 北英大帝 您一定要慎重考虑啊 北英大帝的脸上 始终带着和训的笑容 让人看不出他心里在想着什么 虽然他没说话 但是站在北英大帝身旁的秦广王 却是已经感受到了一股围压 其余的人紧紧盯着他 相反 天子包此时并没有说话 因为他的目的 已经达到了 现在还唱反调的 就是宋帝王和变成王 北英大帝沉吟了一会儿 最后还是说道 宋帝王 我之前和你见过吗 宋帝王看着北英大帝 顿时有些迷茫 一时搞不懂 他为什么会忽然问这个问题 应该 应该是没见过的 大帝宁的风采 作为臣子 也一直想要瞻仰 只是知情一直苦于没有机会 现在也算是了了我一桩心愿 这番话说的倒是人模苟样 其实宋帝王心里没底 若是面对秦广王 他还是有底气的 毕竟和秦广王认识的时间很长了 两个人在地府待的时间超过了千年 所以他知道 秦广王的性格 才敢提出对四海发兵 因为提前联系好了 阎罗都已经支持了自己 所以秦广王并没有理由反对 如此想着 他就以为吃定了秦广王 可是有两个变故没有预料到 第一个是天子包 居然如此的坚决反对 第二个 居然是消失已久 不对 应该说他从没见过的北英大帝 居然出现在了地府 若是说天子包的反对 那还好说 他能够解决 但是现在局面不同了 地府真正的掌权者出现 他都反对 这样他的心地彻底不安了 而且他此时感觉大帝盯着他 隐隐有一股压迫感油然而生 他的心跳止不住地加速 他深吸了一口气 努力地平复自己的呼吸 而北英大帝似乎看着他的目光 带着一丝顽围 宋帝王北枕的目光 看得心里发毛 总感觉不舒服 大帝 您是不是有什么话要和我说 北英大帝双手放在了背后 朝着宋帝王走来 其实这么些年来 我一直没有回到地府 我也清楚 诸位为地府贡献了很多 有些事呢 我没做到 而你们替我做了 那是你们的本事 其实我多年不回地府 按理来说呢 应该将北英大帝的位置 让出来给你们来走 这话音落下 众人顿时是心惊肉跳 秦广王是第一个反应过来 大帝啊 您千万不要说这种话 您一天是我们地府的大帝 就永远是我们地府的大帝 我们会听从您的安排 为您正地府管理好的 众人立马出声复合 所有的人都不敢在这儿唱反调 包括宋帝王 此时宋帝王已经感觉浑身冰冷发寒 他观察了北英大帝 这个人看起来是非常柔和的一个人 给人的感觉很和煦 没有任何的杀伤力 可是不知为什么 也说不上来 就是从内心深处 能够感受到振振的心机 他是真的害怕 发自新地的害怕 北英大帝并没有说话 秦广王已经首先跪下来 其他人也纷纷跪下 让北英大帝收回成命 他们心里惶恐 而大帝见到众人突然跪下 便是缓缓地说道 你们都起来吧 我说的不是假话 其他人还是不敢站起来 而秦广王则是继续说道 大帝啊 您千万不能退位 您若是退位 咱们地府的地位 在三界当中肯定还会下降的 好吧 既然你们都这么说了 那我就先当着 不过秦广王 你得快点准备一下 到时我说不定 想起一书是一出 说退位会真的退位的 毕竟 这机会是要留给年轻人的 秦广王听后又准备下跪 不过这一次啊 直接被北英大帝喝住了 他找了一张凳子坐下 看着宋帝王说道 现在四海混乱 其实咱们地府 也同样混乱 众人面面相觑 有些听不懂 天子包忍不住问道 到底啊 咱们地府现在的情况还算好 除了最近刚刚收纳下来的魂魄 有些饱和 导致地府秩序出现了一些问题 其余的都算还好啊 北英大帝淡淡地问了一句 你觉得是吗 随着北英大帝淡淡地问着 天子包心里忽然没底了 按理来说 他这么久没回地府 能知道地府什么情况呢 估计这次回来 也是知道四海的局面混乱 难道不是吗 天子包 我以前见过你 当时你还在杨洁 当着惊天大老爷 你断案很是了得 所以后来我就让清广王 请你当了第五言罗 大帝啊 您是在哪里见过我 这些事情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咱们地府 现在出现了叛徒 这话音落下 顿时所有人脸色大变 很多人都将目光 落到了宋帝王身上 就连钟魁大人和崔府君 也是如此 目前看来 这唱反调的 很有可能就是叛徒 但是大家仅仅是瞥了一眼 就连忙将目光收回来 毕竟宋帝王的身份摆在那 要说疑惑 众人心里也是有的 叛徒 大帝 你是说我们地府出了叛徒 那人是谁 我现在就派人拿下 秦广王立刻问道 北鹰大帝则是缓缓地回道 这叛徒呢 就在现场 本集内容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如果您喜欢我的播讲 请您点一下关注 点一下订阅 咱们下集再见 第343集 众人顿时面色花人 更是变得有些紧张起来 而宋帝王也再次成为了焦点 宋帝王被看得有些恼怒 便是立马喝道 你们看着本王 是以为本王背叛地府吗 现在所有的目光看着他 意思很明显 当然大家看归看 话却是没有乱说 而此时秦广王 已经变得有些紧张了 要知道今天再会的都是地府的高层 如果地府的叛徒真的在现场 那么结果可以说是非同小可 如果这些人出了问题 那么地府将会变成什么样子 这是对地府重大的打击 秦广王之所以如此紧张 那是因为他这个实际的负责人 也是有责任的 至少可以说 识人不明 并没有管理好地府 气氛瞬间变得有些紧张起来 大家面面相去 互相怀疑 大概一分钟后 秦广王终于忍不住地问道 北英大帝 到底是谁背叛了地府 是因为什么背叛地府 只要北英大帝说出来 那基本上就是有了答案 大帝还是轻轻咳嗽了一声 这样吧 我和你们讲一个故事 你们应该就能知道了 众人翘首一盘 钟魁大人和崔夫君 也变得好奇起来 目光死死地盯着 这个故事说起来 应该算是比较久远了 要从远古时期说起 那时呢 还没有天庭 有的只是那些远古的仙人 当年火神触戎和水神公公的一战 你们应该都听过吧 这其实应该算是一个神话故事了 大家都听说过 所以当北英大帝说出来之后 大家很快点了点头 说是听过 当年两人交战 公公怒出不周天 导致整片天都跟着塌险 最后便有了女娲补天 才重新创造了后世的人类 远古时期的人类 早就因为那次灾难 而导致了灭亡 所以这公公也是个罪人 众人心思活络 有些没明白 北英大帝为什么要讲这样的故事 到底啊 您能不能说重点啊 北英大帝微微一笑 好 那我就直接说重点 重点就是水神公公已经复活 目前已经在四海 公公复活也是带着野心的 听说不只是联合四海 也把手伸向了地府 北英大帝的话音落下 众人立刻连呼吸都停止了下来 还请 北英大帝明示 天字包拱手 先不着急 我想告诉你们 我倒是不反对你们脱离地府 或者带着地府的人出去做自己的事情 这些对于我来说可有可无 但是你们若要地府的人跟着你们走白门邪道 我是绝不允许的 北英大帝说着话 声音已经变得严肃起来 目光也变得锐利了几分 我现在给你们一个机会 你们若是自己成人 我可以放过你这一回 北英大帝 这是在给现场的人一个机会 只是话音落下 在场的众人却是并没有人站出来 大帝啊 不知道您这么说 可否有证据 在场的人都是为地府奉献多年的人 怎么可能会背叛地府呢 宋帝王首先忍不住了 你不懂 简单的三个字 顿时让宋帝王的面色变得张红起来 但是偏偏宋帝王想反驳什么 却不知该怎么说 而秦广王此时更是怒目远征 是谁 赶紧站出来 北英大帝难得回来一次 就要处理你们这种狗乱石 别让地府抹黑 现在站出来 我能从宽处理 等下被地府揪出来 那后果就截然不同了 这话音落下 还是没人站住 秦广王说完 转身跪在了北英大帝的跟前 北英大帝 地府出现了叛徒 是我没有管理好 还请大帝降罪 这和你没关系 而这时啊 忽然有人说道 宋帝王 你就承认吧 说这话的不是别人 十点言落 转伦宝 众人看着转伦宝 没想到他会忽然说话 只是转伦宝 刚把矛头指向了宋帝王 马上就遭到了 几个言落的反驳 转伦宝 你别在这儿胡说八道 刚才转伦宝 就是站在天子宝这边的 我没有胡说八道 他心里清楚 上次别以为我没看见 他偷偷摸摸地 和一个外人见面 你什么时候看见了 宋帝王说道 转伦宝立刻回道 就是三天前 你和一个人密谋见面 本王是看得清清楚楚 难道你现在敢不承认吗 宋帝王面楼怒容 一步步地朝着转伦宝走去 如果是事实 本王没什么不敢承认的 但是你污蔑本王 本王绝不放过你 眼看着两人开始扯皮了 秦广王很快站出来 主持道 你们别丑了 宋帝王 本王问你 你是出于什么目的 想让四海发兵的 本王之前已经说了 是为了讨回地府之前 在龙宫那里受到的屈辱 宋帝王一字一句 说的是慷慨极傲 这千年来的仇恨 对地府来说 可是从来没有忘记过 他们一直在寻找机会 而且现在就是个机会 宋帝王怎么可能放过 一旁的北印大帝 忽然站了起来 宋帝王 本大帝问你 这件事情是你先提的吗 宋帝王听后面色一变 像是没反应过来 随后 看向了北印大帝 面色变得难看了几分 我再问你一遍 是 还是不是 宋帝王的面色 变得愈发的难看 他将目光落到了 变成王身上 只是看了一眼 就将目光收了回来 随后又落到了别人身上 这是另外一个阎路 第七点阎路 泰山王 泰山王只是支持了宋帝王 但是从头到尾 并没有说话 此时宋帝王将目光 落到了泰山王身上 但是停留的时间也不长 两大阎路 很快感受到了 宋帝王的目光 变成王的反应 异常的剧烈 宋帝王 你什么意思呀 要知道本王是一直支持你的 结果你要托本王下水 宋帝王一脸的无辜 因为宋帝王从头到尾 一句话还没说呢 而泰山王 人如其名 始终是淡定 甚至到了现在 你一生都没有坑过 宋帝王 你的意思是 他们两个当中 有一个是叛徒是吗 宋帝王摇了摇头 不敢肯定 而宋帝王明显是 不好意思指责 可是这时 一直没说话的 泰山王 却是开了口 我知道 帝府的叛徒是谁 他声音冷静沉着 给人一种沉稳的感觉 秦广望立刻问道 是谁 本期内容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如果您喜欢我的播讲 请您点一下关注 点一下订阅 咱们下集再见 第三百四十四集 第七点沿罗 人如其名 温如泰山 至少现在 他看不出任何的慌张 泰山王直接开口 叛徒王 事到如今 你就不要叫变了 泰山王的目光 死死盯着叛徒王 叛徒王瞬间实话 可能是没想到 他居然会指认自己 泰山王的这句话 瞬间将所有人的目光 聚拢到了 叛徒王的身上 叛徒王一张痴嫩的脸 顿时变得愤怒起来 泰山王 你真是贼喊捉贼喊 叛徒王的嘴里说着话 嘴角也露出了冷笑 你最好拿着证据 否则的话 本方和你没反 叛徒王对着泰山王 没有一点客气 你要证据是吗 很简单 你说当时是谁让本王 跟你去和宋帝王提议 给天庭上书的 这句话稳住 叛徒王顿时沉默了 秦广王此时 也摸不住现在的情况 可是他心里着急啊 虽然现在没有真正的 确认地府的叛徒 可是能肯定的是 地府肯定有叛徒 他秦广王在地府 当了万年的差 第一次出现这样的大娄子 北阴大帝将地府给他管理 那是惊认他 他看着北阴大帝 心里有些苦涩 叛徒王 你怎么不说话了 秦广王看到 叛徒王沉默了 便立马问道 宋帝王的神色 变得有些复杂 他也没想到 事情会转化成这样 他一心一意 真的是想为了地府好 却是没想到 有人竟然利用他 宋帝王看着叛徒王 目光也阴沉了几分 我们大家都在地府为王 本王一向是坦诚待人 是 本王是脾气不好 但是从来没有怀疑过诸位 也没想到居然会被人利用 今天发生这样的情况 你难道不打算和本王解释一下吗 宋帝王的语气 这则是真的阴沉地发怒了 叛徒王 见到叛徒王没有说话 宋帝王立马又喝了一句 叛徒王看到此时如果再不说话 恐怕不行了 宋帝王 本王怎么会陷害你呢 本王和你的关系 你难道不清楚吗 天子包看着眼前的情况 一时间还真的分辨不出来 到时这时北英大帝忽然开了口 咱们地府这么多年来 经历了多少动荡 但是本大帝 从来没想过地府会出现叛徒 这是本大帝从来没有预料到的事情 我不想地府出事 可却还是发生了 事到如今 如果你们两个都不承认 没证据也没关系 那就两个人一起处理吧 北英大帝的声音很平静 可是这平静的声音 却让众人面色一边 秦广王当即站出来 北英大帝 这样不可 有何不可 大帝 不管如何说 他们为地府贡献了很大一部分力量 事到如今 如果将他们两人都给处理 有没有确凿的证据 恐怕会引起地府一干人等的不服气 北英大帝看着秦广王 心想这么多年过去 他还是一副老好人的性格 倒是没变 成大使者要是如此优柔寡断 那肯定是不行的 而此时天子包也站了出来 是啊 老帝 成复乙 中奎和崔府军也很快站出来复乙 只是这件事 北英大帝知道 不能听他们的 因为地府的这位阎罗 很明显已经和公共联系上了 现在四海的局面 也到了最为关键的时候 如果地府这时出了乱子 那可能真的如公共所愿了 如此想着 北英大帝表情淡漠 嘴角飞飞翘起 宁可错杀 不可放过 这八个字 落地有声 这所有人看着北英大帝的目光 变得复杂起来 汴城王和太山王都变得有些慌乱了 特别是汴城王 吓得一张翘脸煞崽 秦广王见到北英大帝下令 当下也不敢耽搁 立马就喊话 来人呐 外面很快走进了一些鬼柴 眼看就要上前 将汴城王和太山王抓住 却在这时候宋帝王却喊了一声 瞒着 怎么了 宋帝王 秦广王问道 宋帝王的神色不好看 紧接着说了一句 回禀大帝 陈下可能已经知道 谁是帝府的叛徒了 不是已经定了两人了吗 怎么又横声拨着了呢 众人立马问是谁 这宋帝王双手放在自己的背后 达帝 让本王去天庭上书的建议 的确是汴城王和汴王提议的 汴城王当初思虑了一会儿 便答应下来 汴城王知道汴城王是没有恶意的 所以汴城王应该不是帝府的叛徒 他给汴城王辩护 那么意思就是说泰山王是叛徒 而泰山王此时也是忍不住了 宋帝王 本王知道你和汴城王的关系好 但是也用不着如此吧 而宋帝王却是立刻回答 你的意思是说本王冤枉你 本王虽然不算什么正人君子 但是本王不屑于做这种事 汴城王 你怕是忘记了一件事情吧 是你和我说的四海的事吧 本王和你说四海的事情又如何 现在四海的事情这么乱 大家也都知道 别说本王 就算是天子包应该也清楚 天子包倒是没有害怕 是 这件事本王也清楚 知道这件事确实没什么问题 但是你可是提示过本王一件事 你真的忘记了吗 这句话顿时让泰山王面色 变得难看了几分 什么话呀 宋帝王 你快说呀 秦广王此时忍不住了 泰山王你当时和本王说 四海来了一位大人物 泰山王立刻反驳 知道这件事很奇怪吗 你说奇怪吗 你可以问问地府其余的人 谁知道四海来了一位大人物 当时本王并没有放在心上 可是后来你说了四海的乱局 本王才动了这个心思 你说过一句话 本王记忆特别深刻 四海现在是最虚弱的时候 是你说的吧 泰山王像是绷不住进了 那又说明什么 就说明了本王背叛了地府是吗 宋帝王 别以为本王不知道你和汴城王 私下里做的那些勾当 现在你是为了救他 才想将本王推入火坑的 泰山王往前走了几步 到了北英大帝的面前 大帝 你千万不要被他们蒙蔽欺骗了 他们才是地府真正的隐患 好 你有证据吗 我有 我知道汴城王 曾经说了人间的好处 将魂魄私自放回去 宋帝王知道这件事 那就不说 光凭借着这条罪过 就能说明 他们根本不是什么好东西 还有其他的吗 北英大帝淡淡地问了一句 还有很多 泰山王说完之后 又说了一大堆 还请大力裁决 宋帝王和汴城王此时的面色 真是比吃了屎都难看呀 本集内容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如果您喜欢我的播讲 请您点一下关注 点一下订阅 咱们下集再见 这一幕其实都被北英大帝 看在了眼里 泰山王一口气说了这么多 和刚才淡定的样子 已经判若两人了 人若是如此的话 肯定是遭遇了重大的变故 此时泰山王就是如此 你说完了 北英大帝淡淡地问道 宋帝王和汴城王此时目光 根本不敢看向北英大帝 他们心情复杂 其实他们不清楚的是 有人比他们的心情更加复杂 这个人就是泰山王 泰山王之所以慌张的原因 是他发现自己说了这么一堆 北英大帝似乎都没有愤怒 相反是平静无比 这让他的心里 有种不好的预感 回禀到底 陈下说完了 说完了是吧 来人将泰山王拉下去 立刻打入十八层地狱 用不出事 这在场的人都没反应过来 搞不懂北英大帝 为什么会这样做 刚才泰山王说的有条有理 所有的矛盾冲突 都指向了汴城王和宋帝王两个人 为什么现在出事的人不是他俩 相反是泰山王呢 而此时北英大帝双手一招 一股黑色的能量 便是涌入了泰山王的身体 紧接着从他身体内浮现出了一颗珠子 被北英大帝一手召回 这颗珠子输入掌中之时 泰山王立刻是萎靡不身 他疯狂地嘶吼着 被一众鬼差带了下去 秦广王的抚养顿时变得安静下来 这次风波对于地府来说并不小 因为地府千万年来 没出过这么大的事 十点言诺再费的时间 可能连他们自己都忘记有多久 日子过得太安逸 就总有人想找找刺激 大家沉默着 过了一会儿 宋帝王直接跪在了北英大帝的面前 大帝 陈下有罪 变成王见状 也很快跟着跪下 陈下也有罪 还请大帝责罚 北英大帝可能是站累了 让人给他搬了一把椅子 他坐下来看着宋帝王和变成王 淡淡地回了一句 你们都起来吧 宋帝王和变成王对视一眼 便缓缓起身 两人有些惶恐不安 因为他们也不知道 大帝会怎么处理自己 本大帝向来是用人不宜 宜人不用 你们以后记住 要好好为地府效力 特别现在是关键的时候 千万不要再给地府制造麻烦 你们觉得现在地府很强吗 其实不强 若是走错一步 很可能会万劫不复 北英大帝说着话 随后重重地弹了口气 宋帝王和变成王 很快开口感恩 但是北英大帝只是摆了摆手 便转身走了出去 秦广王见状 很快追上 到底啊 您要去哪里啊 我出去走走 地府的事呢 还是一如既往 你管理 秦广王内心还是有些不好意思 毕竟这次出现了这么大的问题 他是有责任的 他刚想说话 确实被北英大帝打断 多说无用 还不如多做一些事情 秦广王振住了几秒 旋即反应过来 很快点头 就这样 北英大帝走了 只是北英大帝 自己在黄泉路上 没走多久 忽然察觉身后有人跟着 便放慢了脚步 出来吧 身后跟着的中规大人 知道藏不住了 便站出来 陈下参见北英大帝 之前都有得罪 还请北英大帝降罪 北英大帝转身看着中奎 你不必多礼 起来吧 中奎大人应了一声 便是站起身来 到底啊 陈下想问你几个问题 不知 可否 问吧 东海龙宝 是不是地府的小司殿呢 北英大帝笑了笑 点了点头 说完一步向外走去 几乎是缩地成村 很快就消失在 中奎的视线之中 中奎抬起头来 发现人已经没影了 他心里想着 这次四海的事情 应该会精彩了 而且不知道为什么 他隐约地觉得 倒是地府 可能还会和四海 产生一种全新的关系 至于是什么关系 中奎大人只是放在心里 不敢说出来 此时东海之上 波涛汹涌的水面 海浪翻滚 起码有几十丈高 远处站在高处的百姓 面色苍白地看着翻涌的海水 他们心里苦 他们世代居住在海边 基本上全部靠海而活 现在四海变成了这副样子 基本等于断了他们的生路 他们心里怎么能不着急呢 可是现在这样的情况 已经持续了整整两个月了 四海这场风暴 让他们有家不能回 而在深海之中 此时五爪紫金龙 已经将灵神仙给收拾了 原本低落的东海骑士 瞬间得到了飘升 五爪紫金龙嗡一声 东海的水兵再次反击 三海联军再次溃散 城池也是不断地丢失 白旗大统领这次没有丝毫的认识 但凡有反抗者 格杀无论 所有的俘虏也格杀无论 东海水兵此时如洪荒猛兽一般 势不可挡 不多时 廖神仙也出现了 本来是五爪紫金龙 打算一块出手收拾了 但是寒眼之却说 他要出手 当年的恩怨 他向自己了结 我倒是没说什么 不管怎么说 这都是寒眼之的心急 而五爪紫金龙 在收拾了灵神仙之后 便张牙五爪地回来 一脸地膨胀 以后这种小事啊 别叫本龙出手 脏了本龙的手 我只能尴尬地笑笑 好好好 以后有大事 我肯定喊你 五爪紫金龙这才说到 这还像就话吗 就这样 这场战役大概持续了一周的时间 原本丢失的城池全部拿回来 到了最后一刻 重新包围住南海最后的一座城池 现在一切都准备救虚 随时都要出手 这次不像是之前那样 之前距离南海的都城 有一座城池的距离 现在是一座都没有了 白起大统领和其余的东海大统领 全部出现在了我的面前 每个人脸上都带着喜悦的神色 到了最后一刻 他们积极请战 准备发起最后一次攻击 我倒不是不想发起最后一击 只是我心里有顾虑 我顾虑的是 现在的南海公共到底在不在 如果我们戳破了最后一层薄膜 很可能会忽然出现变故 这不一定是我们能够承受的 我之前有过特别清晰的感受 就是我的心血和黄河融合之后 就拥有了控制黄河水文的力量 那时即便我不是东海的官员 我依旧可以做到 所以我在想水神公共 是不是可以控制所有的水文 如果是这样的话 仔细想起来 这是一件让人觉得极度可怕的事 而正在我胡思乱想之时 有水鬼跑了进来 大马 有人求见 是谁要见我 回大王的话 是西海和北海的使臣 他们有说来干什么吗 说是来拜见大王 商议一下求和的事 哦 让他们进来吧 我心里笑了笑 求和 当初不是让我们各地求和吗 那现在我也看看 他们是以什么姿态和我们求和 晚期内容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如果您喜欢我的播讲 请您点一下关注 点一下订阅 咱们下集再见 水兵得到了我的许可 很快退了出去 紧接着将北海和西海的使臣 全部请进来 准确地来说呢 这是一个使臣团队 还带来了不少的宝贝和礼物 和上次相比完全是天壤之别 我冷眼看着西海和北海的使臣 心想着 还真是风水轮流转 他们可能也没想到会转得这么快吧 我还没说话 他们倒是很快就单膝下跪 陈霞 拜见大王 起来吧 不知道你们前来有何事啊 大王 现在四海乱举 对东海 或者对于我们北海来说 都是一件不利的事 先不说劳民伤财 就单单说 地府雄俱旁边 忽视单单 对我四海也是不利的 北海使臣率先说出自己的来意 貌似听着有些道理 不管怎么说地府和四海是有仇的 而现在四海内部出现了矛盾 也不排除地府的人 可能会成人之威 派人来攻击四海 其实我心里也是有些底气的 地府不会做这样的蠢实 因为毫无意义 北海的使臣说完 西海的使臣也是不甘落后 大王 北海使臣说得没错 要说起来 咱们四海都是兄弟 凡全没有必要大动干戈 互相伤害 这样要是给了别人 乘虚而入的机会 我们都要成为千古罪人呢 他一顶接着一顶的大帽子 往我身上扣 我心里便是不舒服了 那这次南海龙宫的使臣怎么没来 我问完这句话 气氛陡然间变得有些尴尬了 其实这次交战准确地来说 是东海和南海的阵风 因为交战的地方 基本上都是在东海或者南海 并没有涉及到西海和北海 所以不管怎么交手 对于他们来说是无恙的 至少不会损失他们的城池土地 现在南海彻底不行了 他们才来找我议和 只是现在议和和之前议和的条件 自然不一样了 我也不是那么好说话的 别人之前因为你弱 便欺负你 现在你变强了 他们又来讨好你 我又不是圣人 这简直就是小人的行径 我很不喜欢 但是呢 别人也是诚心诚意地前来 所以赶他们走之前 我打算先看看他们的诚意 想着也就没耽搁 我开口问道 你们先前不是对东海提了意见是吗 呃 是啊 现在我将你们当初提的意见 重新还给你们 你们若是做不到呢 到时我们东海一定会踏遍四海 我话音落下 北海和西海的使尘 面色顿时就变了 大王 您这样做 是不是有些太过分了 我心想有的人还真是无耻 你们做的时候不过分 我做的时候就过分了 你们答应的话 咱们就谈 若是不答应 那本王就打到你们答应为止 他们听完了我的话 面色变得异常的难看 还想说什么 我却是没给机会 送客吧 等他们走后 我对着白起统领说道 白起将军 还是那句老话 若是攻破南海 你们谁都不能进入 本王先进去 白起大统领有些不解地看着我 虽然不解 但还是答应下来 我此时缓缓地站起身来 仗下一众臣子 全部面向了我 目光落在了我的身上 诸位 咱们发起送宫 我欢迎落下 所有的人顿时变得激动起来 大喊了一声声 声音扩散 这定乾坤的一战 终于要打响了 东海水面之上 谢灵仙已经等得有些交集了 他四周有很强的盗气正在扩散着 随着盗气的扩散 水面的波涛变得愈发地汹涌起来 他身后站着的仙人 根本不敢说谎 不多时之前下去的仙人上来了 怎么样了 谢灵仙早就迫不及待了 嗯 败局已定了 下去的仙人很快地回道 你说什么 可是他心里根本想不通 为什么都这样了还会输呢 要知道他可是将灵神仙和廖神仙 全部请到了三海 帮着三海攻击东海 可是为什么最后还是这样的结果呢 他接受不了 这股愤怒 把他原本有些英俊的脸庞 撑得无比的猙獰 秦淮 这是你逼本仙的 谢灵仙说着话 就想往水里走去 但是很快就被仙人拦住了 你拦我做什么 你找死吗 不是啊 南海那位 让你再等等 为什么 怕 怕引起天天的注意 仙人说着话 声音正在颤抖着 生怕谢灵仙怒了 将他也给撕碎了 而事实也确实如此 谢灵仙自从当上灵仙之后 什么时候如此憋屈过 他怒吼一声 道气扩散 这瞬间死出的水浪 直接飞溅起了几十丈高 紧接着便是轰隆一声 而谢灵仙不清楚的是 在不远处的东海岸边 还站着一个道士 这道士模样看起来很年轻 长得相当的俊俏 他掐着算了算 呢喃了一句 奇怪了 这小子 算完之后 他命色忽然变得沉重了几分 看来这次得我出手了 他看着水面 摇头苦笑 这时突然水面炸开了水花 飞溅起了几十丈的高度 他眼神中闪过了一抹不屑 最后说了一句 跳凉小丑 说完之后 瞬间便是消失在了原地 谢灵仙此时的怒火 骤然上升 让内心人继续下去盯着 而四海之内 所有的水兵全部聚落 三海联军 这是第三次亏洒 这次亏洒 应该是再也聚不起来了 东海要对南海 发起最后的攻击了 我站在城墙之下 内心隐隐有些不安 我总感觉里边的事情 没那么简单 主要是南海里住着公共 这若是别人说的还好 我大不了不信 但是这是无法道人说的 这狗东西做事的手段 的确让人不喜欢 但是这个家伙 基本上是算无遗漏 所以从某种角度上来说 我是很相信无法道人的 当然 在相信的同时 我又想弄死这个狗东西 他三番两次的设计陷害我 让我异常地不说 我抬头看着城墙 城墙之上很快 站出了一个熟人 南海龙王 他此时的面色异常地难看 脸阴沉得 像是能滴出水来 秦淮 你是不是以为自己赢定了呀 我看着南海龙王 他脸上带着一抹细血的笑容 莫不是到了这个时候 这狗东西还觉得自己会赢吧 我便隔空问道 难道不是吗 这句话 像是立马将他惹怒了 哼 秦淮 本王该说你是天真呢 还是愚蠢呢 南海龙王 等本王将这城池攻破 一定将你的头悬挂在城池十年 哼 你也得有这个命 秦淮 本王今天告诉你 若是你今日敢攻入本王的城池 便是你的死气 双方对垒 南海已经到了穷途末路的地步 现在就是死牙子嘴硬 你以为本王是和你开玩笑的吗 本王现在就算是敞开城门 你敢进吗 南海龙王说这话 并没有耽搁 很快就让水冰将最后的一座城池的城门打开 我看着缓缓敞开的城门 断世争主 本期内容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如果您喜欢我的播讲 请您点一下关注 点一下订阅 咱们下集再见 第三百四十七集 南海龙王此时站在了城墙上 他紧盯着我 目光如炙 嘴角甚至带着一抹戏血 敞开的城门一眼看去 里边空空荡荡 我盯着看着 心里一时半会儿有些没底 这是一出空城计 事须事实 我无法判定 秦怀 本王就算借给你十个胆子 两泥也不敢 南海龙王明显是在激我 我倒是并没有上当 经历这么多事 我自己也知道 自己擅长什么 会什么 自己不擅长的 我从来不会去做 这一点 我心里非常清楚 我转身问下了白起大统领 你怎么看 白起大统领看着我 再等等吧 南海龙王在城墙上 笑得十分的张狂 秦怀 你这卑鄙无耻的小人 没有胆子吗 我有没有胆子不用你担心 你放心吧 我迟早会坐在你们南海的宝座上 南海龙王面色变了变 你也得有那个命 那咱们就拭目以待 我回了一句 不再理他 而五爪子金龙 却是很不爽 秦怀 这你都能忍 要是半龙 直接就上去抱锤他 五爪子金龙 本身就是一个暴脾气的 对于这种事 他根本忍不了 他在我肩膀上 张牙五爪愤怒地说着 别急 咱们再等等 五爪子金龙顿时不爽起来 从我的肩膀上飞出去 身形变成了正常大脚 四小蛇 你嚣张你奶奶个腿啊 信不信你过来 本龙把你顿了 一口吞掉你 五爪子金龙的态度十分的嚣张 压根没有将对方的龙王看在眼里 南海龙王看到了五爪子金龙 也是有些意外 你是谁 本王和东海的事 和你有什么关系 谁说没关系的呀 他是我小弟 你欺负本龙的小弟 就是不行 本龙告诉你啊 你现在要是出来认错 本龙可以放你吗 南海龙王被五爪子金龙 说的面子有几分难看 如果本王不认错 你拿本王怎么样 五爪子金龙便是喝道 怎么样 本龙等一下就让你这四角蛇知道 本龙有多么厉害 南海龙王一直被叫做四角蛇 心里愈发的不悦起来 对着五爪子金龙便是破口大骂 而我的目光还是看下了城门 这家伙到底还能做什么呢 难道还有后手 不应该呀 三海联军 西海和北海已经撤退 只剩下了南海 而且南海的水军 也早就被我们打散 不管怎么说 应该是没埋伏的呀 我心里有着疑惑 其实现在南海最大的一战 便是水神公公 这是我心里最大的担忧 你说 他有什么依靠啊 我问这白起 少主 其实按理来说 对方没什么后手 只是我心里 有些心虚不拟 白起大统领都说有些担忧 那么这件事啊 绝对不能莽撞 大统领啊 能不能先让一小队人马进去 试探一番 不行 白起大统领说得干脆利落 完全没有任何犹豫 这就是一个大统领应该有的魄力 这次真的有些为难了 五爪子金龙不断地骤马南海龙王 而南海龙王的气量也不见得有多大 被气得跳脚 但是又不敢出来 五爪子金龙则是越骂越来劲 身形也不断放大 很快变成了十几张大小 看起来十分的威武 他浑身上下泛着金光 看得出五爪子金龙不是一般的龙 五爪子金龙和南海龙王 足足骂了半个时辰 白起大统领此时走到了我的身边 少主 你是不是也有顾虑 我看下了白起随后点点头 少主 我认为南海已经没有什么异账了 他有很大可能是在虚张声势 但是我觉得你的担忧比我大 我点了点头继续沉思 而五爪子金龙此时好像也是真的发怒 忍不了了 秦桓 本龙要去教训他了啊 五爪子金龙说着 身体腾空快速朝着城墙而去 一个神龙摆尾顿时带起了一阵刚风 直接朝着南海龙王甩去 五爪子金龙根本就没听我的话 直接出手了 等我反应过来的时候 明显看到南海龙王脸上闪过了一抹担忧和害怕 但是他并没有躲避 我心里有些发虚 但是怎么感觉都不对 我很快大喊一声小心 可是明显反了一步 南海龙王脸上闪过了一抹担忧和害怕 一道水柱 这水柱已经射到了五爪子金龙的身上 原本身躯庞大的金龙很快就被冲撞的盗飞而回 砸落在地面上 顿时是水狼逃天 我见着立马上前查看五爪子金龙的状况 他很快就爬起来怒吼了一声 是哪个王八蛋竟然敢偷袭本龙 本龙要你好看 骂了一句 似乎还不满意 又是立马吼道 有本事你出来 别藏着掖着 正面单挑 本龙要弄死你 我可以肯定这道水柱 绝不是南海龙王放的 而是另有其人 南海龙王的面色苍白 但是看到五爪子金龙出丑 顿时哈哈大笑 你这死龙 现在知道本王的厉害了吧 秦淮 你看见了吗 就算是本龙敞开城门 你敢进来吗 刚才那一道水柱明显有毛逆 很可能是南海的后手 五爪子金龙的实力已经很强了 居然被这一道水柱直接击中 便倒飞回来 此时东海的人面面相许 都没搞懂那道水柱是谁弄出来的 五爪子金龙也不是能吃亏的呀 你又本身你出来 按看本龙不弄死你 五爪子金龙很是气愤 我小声地对他说 少安勿躁 刚才可能是水神公公出的手 五爪子金龙听了我的话 原本这暴躁的脾气顿时变得安静了几分 而就在此时 南海的海面之上 张一青双手背在了后背 这海浪无论如何翻滚 也沾不到他身上半分 他目光如炬盯着水面 不一会儿就看到了一道冲天的水柱 从水面破开 直直冲向了天空 张一青须眯着眼睛 嘴里喃喃地说道 还是忍不住出手了 而在这时 一个小道童朝着张一青走来 他和张一青差不多 也是行走在水面上 如履平地 小道童到了水面上 他看了眼张一青 笑了笑说道 事到如今水神公公都出手了 你那小徒弟 恐怕要危险了 张一青连看都没有看小道童 小道童倒是不在乎 这海面上水浪卷起了千尺 但是对于两人来说 没有任何的影响 两人好像坐在了茶馆 喝着茶聊着天 你难道一点不担心吗 他若是被水神公公杀死 你的好徒弟可就没了 小道童的声音云淡风轻 说着话的时候 还不忘记看张一青的反应 而张一青则是笑了笑 该担心的人 应该不是我 是你吧 小道童听后 很快哈哈大笑起来 哈哈哈哈 你可真会说笑 我操纳门子心呀 本集内容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如果您喜欢我的播讲 请您点一下关注 点一下订阅 咱们下集再见 第348集 此时张一青才缓缓地 面向了小道童 他目光如炬 这小道童也看着张一青 但是当两人对视之时 小道童心头忽然一灵 居然忍不住的心跳加速 但他也不是凡人 很快就压下了 自己心头的紧张 你操什么心 你心里不清楚吗 其实我这徒弟 运气还是不错的 只能说明你有眼光 你分走了他一半的气域 小道童皱着眉头 那又怎样 平道走到这一步 难道还会在意这点运气吗 他是什么 他现在只不过是东海龙宫的龙帽 天庭的一个高鲜而已 还有他那地府的小司店 你以为这些 对平道能有多大的吸引吗 时间熙熙攘攘 青年匆匆而过 平道见过多少的经验之才 还差他这一个 小道童说着话 情绪变得激动了几分 你说的没错 这段时间过去太久了 的确是出现了不少经验之才 就像李牧大统领 还有汉武大帝 可是最后的结果 都是气运不会持续太久 但你要找一个气运持续很久 而且还会持续增长的人 你知道 有多么不易吗 张一青这句话 好像正好说到了小道童的软肋 小道童和张一青都清楚 水深公共不是那么好对付的 只是有人想出手 有人明显担心 否则的话 不会来找他的 张一青知道这一点 他心里很明白 他淡定了一批 小道童心里有些恼怒 面上浮现出了一抹忧色 他当然知道 他知道这千年来 自己到底做了什么事 先是等待道家老祖的转世 本来想找到道家老祖转世的身体 直接夺舍 但是现在看来 依然不可能了 道家老祖已经慢慢地觉醒 完全不是他能操控的了 小道童明白 张一青说得很对 很有道理 他将一半的气数压在了我的身上 他深吸一口气 站在了水面之上 但还是没有开口 虽然此时四海的水面波涛汹涌 但天空之上 还是挂着一轮明月 这明月照耀下来 却是照不到水底 小道童看了眼张一青 发现张一青十分地淡定 他知道自己搞不过对方 他朝着张一青走去 便说道 频道和他共享其余 频道不会看他出事的 你自己心里有数就行 小道童冷哼了一声 没再说话 踩着水面 很快离开了 而张一青 却是目光看着水面 轻叹了一口气 随后没过多久 沉默半上的张一青 突然掐着一算 去了另外一处 还有个中年人 戴着斗笠 穿着粗布麻衣 看着像是一个农民 他目光看着水面 浑身上下的道气 浑然一体 像是天然形成一般 他看了几眼 波涛汹涌的海面 很快收回了目光 徒子呢喃了一句 都来打老子儿子的注意 沉当老子是不存在的 他说着话 跺了跺脚 身前的水面 顿时炸开 一道水柱 直冲天际 原本还是一脸怒容的 谢灵仙 立马朝着这边看来 但仅仅看了一眼 面色便是僵住 他忽然觉得 自己额头渗出了 冷汗珠子 刚才那道气和水柱 起码得到圣人级别吧 他之前去过九天之外 太清楚那人的实力了 别看他现在是灵仙 在天庭还算是有地位 但是到了九天之外 他屁都不是 他深吸一口气 目光看去 本来是想看看这个出手的大人物的身影 可是目光看去 却随即发现原地什么都没有 而站在岸边的张一清 目光也朝着这边看来 有点意思 而朝着四海中央走去的小道童 似乎也感受到了道气的波动 他停顿住了脚步 往后看了一眼 内心起了波澜 随后他快速地移动身形 缩底成寸 转瞬之间 便到了四海的中央 而这四周的海水 却像是害怕他一般 纷纷地向两边避让 避开了一条路 就好似他能控制水流一般 可是如果是有实力的人在这儿 就可以清楚明确地感受到 他是用道气将四周翻涌的海水 全部控制住 这种实力不是寻常人可以做到的 其实道童的心里也是担心 刚才那道冲天的水柱 他能感知到 也释放出了道气 想捕捉这个人的存在 可是道气释放出去 根本就茶无所踪 这就说明出手的人 实力不会比他弱 甚至比他更强 这四海这场乱局 惊扰了不少的大人物 小道童脑海里 此时浮现出了这样的想法 不过他很快就晃了晃自己的脑袋 这一切莫不是因为那个小子 难道频道还没有看透吗 而在海底 此时舞爪金龙 明显也是知道水神公公 所以听到我的话 气势上顿时变得有所熟练 不像是刚才那么嚣张了 千怀 你这次怎么得罪了水神公公啊 我也不想得罪他 但是他要帮男孩啊 舞爪紫金龙哼了一声 确实当年那个人不在 要是在的话 别说是水神公公 就算是火神祝荣义起来 也不是那人的对手 舞爪紫金龙很愤怒 那你说的那个人死了没有 他肯定没死啊 肯定会回来 本龙一直相信 我点了点头 现在不是说这些的时候 现在局面对于东海来说 非常的不好 南海龙王刚才占了便宜 此时风头正进 他看着我们轻蔑地说道 子龙啊 你怎么不来了 你倒是出手啊 舞爪紫金龙虽然不出手 但是也立马回怼 你有本事你下来 看本龙不弄死你这条四脚蛇 本龙救不下来 你拿本龙怎么样 两方继续对忙 我则是喊住了紫金龙 算了 没必要和他争 本龙就是看不惯他嘚瑟 我想了想 转头对着白起说道 大统领 咱们撤吧 白起大统领争住了几秒 随后点了点头 是 我们很快撤退 几十万的水兵 整齐有序地 缓缓往后退去 没有丝毫的慌乱 白起大统领一向是治军有序 所以说是退兵的时候 虽然有人不解 但最后 全部是无条件地遵从了白起 南海龙王见我们退兵 便嘲讽丝地喊道 本王说得果然不错 秦怀 你这草头王 还是不敢出手 本王告诉你 这四海的事情 不是你一个外人可以染指的 城墙上的南海水兵 见到我们撤退 全部哈哈大笑起来 便是一顿的嘲讽 东海的水兵面色变得有些难看 有人受不了这种屈辱 便过来警战 但全部被白起驳回了 我站在城墙之下 看着南海龙王 你别高兴得太早 本王可能暂时到不了南海龙宫 但是本王和你耗得起 南海龙王 本王实话告诉你 这四海本王一定会统一的 而且 本王会踩着你的身体统一 南海龙王听后 面色顿时变得僵硬了几分 我撂完了狠话 也没有过多地停留 转身朝着南海龙宫外走去 本集内容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如果您喜欢我的播讲 请您点一下关注 点一下订阅 咱们下集再见 第三百四十九集 我憋着一口怒气 正在缓缓地扯军 而就在这时 我身后响起了一道 无量天孙的声音 声音响起 我转身看去 就看到了一个年轻的小道童 长得白白净净 五官英俊 看起来像是一个和善的孩子 只是我看到这家伙 顿时有种熟悉的感觉 因为这个家伙身上有我的气息 我略非一思量 便知道这人是谁了 我看着无法道人 心想现在已经够乱的了 没想到他又来了 眼看着他到了境前 我便问道 你来看什么 他争了一下便是回道 你知道频道是谁啊 我嗡了一声 他哈哈大笑起来 看来频道拿走你的技术 也不是明智的选择嘛 哈哈 这狗东西是得了便宜还买乖 我沉着声音没说话 他继续说道 秦怀 你这么紧张做什么 频道又不会吃了你 你来了会有什么好事 现在四海乱举 你又想闹什么幺蛾子 其实这种情况是最难解决的 应了那句话 看不惯他又干不掉他 只能看着他猖狂 那未必啊 频道也从来没有真正的伤害过你 频道这次来 自然是来帮你的 是吗 那当然了 你能帮我什么 你难道能打得过水神吗 哈哈 你说呢 他脸上带着笑一份舞 我没那么多时间和你废话 要是想闹什么幺蛾子 本王奉陪到底 我说这话 向前走去 身后的无法道人 却是忽然说道 秦怀 你可没时间了 如果频道没算错的话 水神公公很快就要出手了 频道也知道 你手下根本没有人 是水神公公的对手 所以你除了和频道合作 还有别的选择吗 小道童说得很自信 我细细想想 他说的没错 对方可是水神公公 在四海乱局当中 其实现在已经陷入了僵局 对东海来说 现在情况极度不妙 我沉吟了一会儿 道童还是等待着我的回答 你先说你的条件吧 小道童洋洋得意地看着我 其实要说条件呢 也没有 咱们现在啊 可以说是一荣俱荣 一损俱损 你也知道 频道当初是用了你的技术 现在没办法 得还你啊 还有 秦淮 频道要告诉你 这一次若是频道帮你 将水神公公给压制住 那你欠下频道的 可不只是保命符 这么简单了 什么意思 频道的意思很简单呀 频道是说 等那位道家老祖转世成功 你得帮着频道 当面求情 你就这么怕到家的老祖吗 小道童的脸上 露出了一抹无奈的神色 你不懂 你不懂那人到底有多么恐怖 我也没和小道童纠结 就目前的情况来说 我的确非常需要他的帮助 秦淮 你没有多少时间可以考虑了 水神公公可是很快要对你出手了 我点点头 好 不过你最好不要和我耍什么花招 你同意不就得了吗 不过你别以为频道是自愿帮你 频道也是被迫的 如果不是被迫的 频道巴不得看你死呢 我让小道童少说废话 都已经答应了 还说这些废话有什么意思呢 我说完 朝着南海城池走去 而小道童也没有耽搁 很快跟着我 大波昂首挺胸的过来了 来到了城池内 小道童也追了上来 其实啊 我对他比较好奇 他到底是以什么形态 能活这么久呢 你打算怎么对付他 你放心 频道自然有方法的 好 那我信你 我还有个疑问 如果你现在死了 是不是真的死了 这家伙不是普通人 他的本体在哪儿 我目前并不清楚 我问完之后 他却是并没有立即回话 那眼神好像是在说 你想知道 频道就是不告诉你 行 你不想说就算了 但若是你不告诉我水深公共 你要怎么对付他的话 我不会和你合作的 那好说 你知道在东山之上 有一块叫做挡箭牌的东西吗 我疑惑地嗡了一声 明显不懂 这挡箭牌是什么意思 我看着小道童 等着他继续说话 和小道童相比 我的道行是差了不少 这东山有块挡箭牌 传说挡箭牌 是当年原始天尊留下的 当初天地初开 这世界上妖物肆虐 所以名不聊生 死了很多的人 世界上到处都是火乱 后来原始天尊为了保护 世界上的人 便创建了这块挡箭牌 而这块挡箭牌 就被放在东山之上 如果能将挡箭牌取回来 对付水深公共 应该就不是问题了 我嗡了一声 觉得这个家伙说得轻松 但是想取回来 是那么容易的事吗 那你什么时候取回来 没想到他听后 便哈哈大笑起来 哼 秦怀 你可真会说笑 这件事情当然是你去 频道怎么去啊 那你还说和本王合作 你这叫合作 这狗东西根本是空手套白狼 和我说了几句话 就想让我帮他求情 真的是好笑 而且这东山明显不是好上的地方 如果好上的话 他早就将挡箭牌给我拿回来了 不会在这跟我侃侃而谈 这点我心里很清楚 秦怀 频道若是可以去 频道肯定会去 只是频道的身份不方便 那地方 守山人比较古板 频道曾经和他们闹过矛盾 现在要是频道上山的话 肯定会被阻拦的 我可不是跟你开玩笑 你若是现在不去 三日之后 你想去都晚了 你该不会又再耍什么阴谋诡计吧 我一脸狐疑地问道 根据之前这狗东西坑我的经历 很可能这次也是为了骗我上山 秦怀 以前的事咱们就不要提了 咱们还是要看一下未来嘛 反正这次啊 频道肯定是和你同心协力 若是你死了 频道也不好过不是吗 我看着他说话 似乎感觉并不是作家 我深吸一口气 现在这乱局 我也实在没有别的办法 我大概沉淫了几分钟的样子 便开口问道 东山在哪儿 哟 想通了 走 咱们现在就去 小道童说完起身向外走去 我跟在他的身后 临走之前 我把所有的事情 全部交给了老龟 本集内容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如果您喜欢我的播讲 请您点一下关注 点一下订阅 咱们下集再见 第三百五十集 这东山到底在哪儿 在路上 我问下了小道童 在四海的尽头 天涯海角 小道童说着话 目光都变得幽深起来 我将大鱼喊上 这大鱼浮出了水灭 我和道童坐在了车碾里 很快朝着他指的方向而去 四海的尽头 水面波涛汹涌 大鱼乘风破浪 我们往前而去 大概走了一天一夜 时间便到了晚上 遇到了雷暴天气 大雨倾盆 到了第二天早上 水面起了一层浓浓的雾气 能见度根本不大 一阵海风吹来 雾气很快就被吹散了 而眼前的场景 也直接就变了 我看到前面浮显出了一座山 山上也是雾气缭绕 隐隐能看到 郁郁葱葱的树木 小道童这时才缓缓地站起身来 看见了吗 无论你们四海怎么闹 对这东山 没有任何的影响 我开始觉得这座山 并没有什么特殊的地方 可是等了一会儿 我们将将靠近 我脸色变变了 有些不对 看着这座山在眼前 可是怎么感觉永远也接近不了呢 但是随着大雨在海面不断地驰骋 我却发现 并不是我们没有接近 而是这座东山 并不是浮在海面上的 而是悬浮在高空之上的 我立刻争住了 这要怎么上去啊 我心里疑惑 可是小道童却是没有丝毫的担忧 他非常的轻松 此时我感觉到他的身上 正有庞大的稻气正在弥漫着 这稻气缓缓地扩散 随着扩散 我就看到海面上 便循起了一道水纹 水纹很快凝固 形成了一条拱形的水路 这条水路 直接奔着东山而去 小道童双手放在了背后 一副高人的左派 你自己上去吧 平道在这儿等你 我盯着小道童 其实对这个家伙我真的不信任 所以我并没有理解上去 在四海的管辖范围内 我们征战过四海 却是从来没有发现过 或者听说过这座山 这实在是不对劲 大鱼 你知道这座山吗 以前听说过 我点了点头 大鱼可能是怕我上当 大王 小的只是听说过 没见过 你要是再不上去 那咱们就回吧 小道童在我身后 立马催促道 我只是嗡了一声 但还是没决定 我身后的小道童 面子立刻变得古怪起来 可能是没想到 我这次并没有迫不及待地上去 而此时在南海的上空 谢灵仙的目光 也是炯炯有深 此时他身后站定了一个人 能看到 谢灵仙已是满头大汗 他之前的嚣张已经全部的消失了 水深大人 下一步 你要小仙怎么做 少了秦怀 他只是简单地说了四个字 好 小仙现在就去取他的姓名 你知道他在哪儿吗 这人说话的声音非常的低沉 像是从嗓子眼里挤出来的 不 不是东海吗 不是 他现在正在东山 你速去 好 你要是不能将他杀了 你也不用回来了 谢灵仙面色一变 不过这时也不敢说什么 很快奔着东山而去 我往身后看了一眼 水浪激起了几十张高 此时我已经下定了决心 箭在弦上 不得不发 走吧 而在我身后的小道徒 则是张了张嘴 本来还想说什么 但很快就闭上了嘴 越往上走 这风越冷清 我原本以为这条路并没有多远 可是直到我走了一个多小时 我才知道 我错了 而真正到了东山上的时候 又让我看见了蒙蔽的一幕 因为此时东山之上 下起了鹅毛大雪 这还真是一个奇怪的地方 下半部分是郁郁葱葱 上半部分是鹅毛大雪 这海拔也没有多高啊 还真是奇怪 到了山脚之下 就看到了一块石碑 上面用草书写着 东山两字 这两字看着十分的缭乱 但是又倒气扩散 这块石碑 明显已经很久很久了 而且这两个字 也仿佛写满了沧桑 而且这么长时间 上面居然还有庞大的倒气弥漫着 这到底需要什么样的实力呢 我内心暗自吃惊着 而且所有的雪花落到了石碑上 竟然全部瞬间笑容了 我抬头看着高空 看着下下来的雪花 我怎么都感觉 这貌似雪 都是带着一股倒气的 我细细观察之下 还发现了一个奇怪的问题 这雪花无论怎么下 无论怎么大 都不会离开这东山的地界 我轻轻呢喃了一句 东山 小道童之前和我说过 这东山上是有守山人的 只是现在守山人并没有出现 我往前挪了几步 此周并没有什么动静 于是 我便加快脚步 想迅速地上山 可就在这时 一道很大的黑影 快速地笼罩下来 我抬头看去 瞳孔瞬间放大 心跳加速 我用力一跃 向后退了三丈 体内的倒气 也是快速地翻涌着 不到一分钟的时间 前面就出现了一块 很高很大的石碑 这石碑差不多有数十丈高 上面写着一个字 上 光是这一个字 就让我大汗淋漓 感受到了巨大的压迫感 如果刚才不是我退得早 我肯定会被这从天而降的石碑 给压成肉酱 我心头生起了一股后怕的感觉 我看着眼前这块石碑 又转头看了看身后写着东山两字的石碑 我站着没动 这块石碑落下阻碍住了我的去路 我在原地一时不敢动弹 而等了许久 这石碑也并没有别的变化 没办法 无论这儿是多么的诡异 我始终还是要上山的 于是我绕过了石碑 想继续往前走去 与此同时我也运转体内的倒气 倒气翻涌 我四周散发出了一层淡淡的金光 金光快速将我身上的雪花消融 但是奇怪的是 随着我往前奔走 却是隐隐绰绰看到前面有一道黑影 再往前继续走下去 我立刻就惊呆了 因为我又看到了那块 带着沙字的石碑 我此时满头大汗 又转头往回看去 就看到了写着东山二字的石碑 赫然也就是立在我的身后 我仿佛没动一般 这是什么幻枕吗 那这东山到底还能不能上 要怎么上呢 我想了想 将玉帝给我的灵天宝剑拿出来 将宝剑拿出之后 很快朝着石碑上展落 这一剑居然让我意外地 在石碑上展出了一个缺口 我没想到这么顺利 随着我握着灵天宝剑 体内的倒气似乎变得愈发地汹涌起来 扩散开来的倒气 迅速形成了一股蓝色的波纹 这蓝色波纹在我的意念控制下 直直地向前劈去 随着轰隆一声巨响 这块沙子是为硬生生的短 本期内容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如果您喜欢我的播讲 请您点一下关注 点一下订阅 咱们下集再见 第三百五十一集 我松了一口气 并没有耽搁 快速地往前走去 越过了石碑我心里 突然就燃起了一抹希望 至少是有些兴奋 但是我内心并不敢大意 小心翼翼地往前走了一程 大概半个小时的样子 又出现了同样一块石碑 这块石碑也是从天上 毫无征兆地降落下来 而这次我看见石碑上 写着一个赦免的赦字 几乎和之前是一模一样的 这次我几乎没有任何质疑 和之前一样 提着灵天宝剑 很快斩了上去 我原本以为 会和之前出现一样的结果 但是我错了 这一剑斩上去 很快就被反虫之力 撞得倒飞而回 直接砸落在雪底上 此时我感觉五脏六腑 都像是移动了位置 这一下撞得我是身疼 我咬着牙努力地爬起来 有心想再试试 可是随着我提着灵天宝前 再次调动周身的倒气 朝着眼前的古怪 举石劈去的时候 没有意外地 又从举石上涌现出了 一股庞然距离 紧跟着风的一声 那股距离便是把我 再次弹飞而出 倒在了地上 此时甚至我的嘴角 都渗出了血死 我终于放弃了 这个办法根本信不通 沙子石碑 可以直接被灵天宝前给斩断 那射子石碑 为什么不可以呢 难道沙子的意思 是用杀招抗衡 而射子的意思 便不能用杀招对付吗 我如此想着 便肯定了自己的想法 如果不能强行突破 那应该怎么才能过去呢 于是我盘坐下来 调整着体内的气息 我体内的倒气 也从身上瞬间的弥漫而出 很快我就感受到了 另外一股倒气 毫无疑问 是从石碑本身上扩散出来的 而且我发现 倒杯散发出的倒气 也很快地钻入了我的体内 迅速和我本身体内的倒气 融合在了一起 只是我身上这股倒气 竟然没有排斥着 射子石碑上扩散的倒气 相反好像正在慢慢地吸收 要知道我的周身 可是融合了黄河的气数 黄河的气数 能和这赤子石碑的倒气 融合在一起吗 我觉得非常的奇怪 而且我感受到自己的身体 因为刚才的冲撞造成的创伤 随着这股倒气的融合 正在慢慢地回复着 很快我就感觉到身体的疼痛 渐渐地消失了 没过多久 我便恢复如常 我缓缓站起身来 吐出了一口烛气 整个人变得舒服了许多 看着这块石碑 刚才将我肿创 现在居然又主动地注入倒气 到我的身体里 帮着我疗伤 我真的是一脸懵逼 它到底怎么个意思呀 不对 射子石碑本身的意思 帽子就是赦免 它刚才伤害了我 又帮我疗伤 这算是赦免了吧 我如此想着 便想上前试试 结果发现还真就是什么回事 我往前走去 挡在我身前的摄子石碑 清可经便是土崩瓦解 消失不见 我继续踩着大雪往前走着 走到了半山腰的时候 又出现了一块石碑 但是这块石碑 比先前出现的石碑面积更大 与这刚才相同的是 这石碑上还是有一个字 五字 一个大大的吴 出现在了我的跟前 我看着这个字 想着之前的字 脑中奇妙地联系起来 杀吴射这个词 如果按照顺序来看 应该是杀字第一 吴字第二 射字第三才是 可是现在却是第三块石碑上 写着吴字 这里边有什么其余的含义吗 而这次我并没有贸然出手 我尝试着向前走去 还是和之前一样 虽然是绕过了石碑 可是往前走着走着 就会发现又回到了原处 我像在脑中一片乱麻 这小道童说的挡箭牌 到底在哪儿 还有守山人到底是谁 该不会这三块石碑 就是挡箭牌吧 如果这些石碑是挡箭牌 那我也没有能力将石碑带回去呀 我现在非常的着急 我在这儿待的时间 不能太久 只有三天 这来时的路上 已经花了一天半的时间 现在又过去了半天 只剩下一天了 到时候都没时间赶回去了 我嘴里呢喃着 这吴字到底代表着什么意思呢 吴 是没有的意思吗 我突然灵机一动 直接快速地朝着石碑便是撞了过去 眼看着离石碑越来越近 我闭上了眼睛 已经准备好了迎头一击 可是奇怪的是 随着好似一层薄膜 从我身上滤过之后 我却发现 自己穿过来了 而且一丁点的事没有 我心想着这未免太简单了吧 这就过关了 这三块石碑 我是过得莫名其妙啊 我快速朝着山顶而去 其实我并不知道 小道童口中的挡箭牌在哪 只是是一路往前走去 身上的道气扩散而出 根本没有感受到 有什么特殊的存在 这次过了三块石碑之后 再也没什么阻碍 眼看要到了山顶 却在这时 我听见了一道苍老的声音 喊住了我 刘布 我停下脚步 转头望去 却发现根本没有人 你 你是谁啊 老夫乃是这东山的守山人 你为何要上山 我此时还是没有看到 这说话的人是谁 心想难道这家伙 会隐身不成吗 你在哪里说话 我们俩都在问问题 没一个人回答的 老夫在这儿 回头来看 我瞪时回过头去 就看到被大学覆盖的 延师后方走出了一个人 他站起身来 拍了拍自己身上的血 年纪大概六七十岁的样子 看起来倒是十分精神 小伙子 你想上山是吗 是啊 你今天不能上山 废何呀 因为今天 封山 我 我上都上来了 你和我说封山 大爷 我就是想上山取一样东西 你有东西在身上 有 那你告诉老夫 你的东西是什么 当前排 当我三个字脱口而出 原本淡定的老头 面子立刻就变了 老夫可以告诉你 这东山的确是有一个宝藏阁 不少大人物 都将自己的东西放在了东山 摆脱守山人看守 后来来过一个混蛋 在东山里偷走了不舍的宝贝 所以现在东山的看守 非常的严格 以前你想上山 老夫睁一只眼 闭一只眼 便让你上去算了 而且只要写下契约 你便可以把东西带走 回来还之时 附上相应的报酬便可 但是现在不行了 那我要怎样才能上去 你叫什么名字 他忽然问了我这样一个问题 我 我叫秦怀 你下去吧 这儿没你的东西 他只是咕噜地念了一句 没有任何的失忆 便是回绝了我 和这老头相比我肯定不是对手 有句话说得好 人贵自知啊 不过 我刚走几步 趁着老头返回时 我猛地转身 想来一个钥子翻身冲进去 我刚想转身 结果没想到技术不到家 来了一个懒驴打滚 还被老头一把拎住了 哼 小子 这个地方不是你能来的 本集内容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如果您喜欢我的播讲 请您点一下关注 点一下订阅 咱们下集再见 说着话 老东西没有任何的迟疑 直接将我往山下扔去 这座山少说也得几百米啊 我这么下去 不得死了呀 正当我焦急的时候 却突然听见了一道声音 这座山什么时候轮到你座主了 老头拍了拍手 本来脸上带着笑意 可是听到这声音之后 笑声戛然而止 你 你怎么回来了 很意外是吧 大学地里 站着一个身穿缩衣 头戴斗里的中年人 他看起来十分的朴素 声音也十分的沉稳 你也不能进去 你怎知我要进去呢 不管如何 你们都不能进去 老头说这话呀 看起来也是强撑着说的 不能进去 中年人又重复地问了一遍 是 我也没办法 我在这镇守千年 也是失命难为 还请你给我一分博命 等老头说完话 中年人快速上前 身上爆发出了一股 强猛的气势 极为害人 而我此时更是能看到 他身上散发出 一圈圈的黑色波纹 铺天盖地的便是 涌向了说话的老头 而仅仅只是在瞬间 这老头的身体 便是闪耀了一阵白光 紧接着带我看清之时 他就变成了一条黑色的狗 他蹲在地上 看着中年人 中年人此时淡淡地开口 我好久没有吃狗肉了 你要是再啰嗦 我不介意把你炖了 这中年人语气平淡 却吓得黑狗瑟瑟发抖 我现在再给你一次机会 将功赎罪 什么机会啊 他心里生出了一股悲剧 没想到 眼前这个人还会出现 他此时跪幅在地上 连头都不敢抬 我给你的机会 就摆在你眼前 却将东山的挡箭牌 送到他的手上 这不行啊 若是我将东山的挡箭牌 送出去 山主会杀了我的 戴斗笠的人淡淡地回了一句 你死不死不关我的事 你们算计了他多少东西 现在只是还一块挡箭牌 你们推三堵四点 信不信我今天 就让这东山沉没下去 说完之后 他浑身上下散发出了一股很强的能量气息 这种气息 有种吞吞吐天地的气息 机会给你了 至于你能否把握住 全看你自己 黑狗是万分纠结 内心也是无比挣扎 他绝对有理由相信 眼前的人能让东山沉没 别的不说 但是他见过他的实力 只是心里好奇 这眼前的人为什么要帮助我呢 黑狗感觉刚才上山的人没什么特殊的 居然能让一个圣人出手 好 但是你得告诉我 刚才那人到底是谁 知道的太多 对你没有好处 中年人说完 便很快地消失在了东山上 而从天而降的鹅毛大雪 很快将他来过的痕迹给淹没了 一切像是没有发生过 黑狗等他走后 没多久 又幻化成了人形 化成人形的黑狗 面色苍白 弯腰咳嗽了几声 神情复杂 他转身朝着东山顶而去 能让东山吃亏的人 现在来说是屈之可数 可刚才那人 绝对算在其中一个 我被丢下山 身上的稻气开始溃散 一路跌宕 等到了山下 我几乎浑身上下染上了鲜血 变得阴阴一息 连呼吸都变得不顺畅起来 这老东西是真的言出必行 说把老子扔下 就真的扔了下来 不过好在我身上 还有稻气在游荡着 所以并不会丧命 我躺在大雪地里 大口喘着粗气 看着从高空落下的雪花 我深吸了一口气 一瞬间有些失神 恍如隔世 我心里忽然冒出了一个想法 若是这些都没有发生该多好 眼前的一片片雪花 打着旋 落到了我的眼睛里 我闭上眼睛 随手擦了一下 雪花瞬间消融 等我睁开眼睛之后 我便看到了一张 令人生艳的脸 她朝着我笑着 我也能清晰地感受到 她身上释放的道气 你怎么来了 怎么 不欢迎我 谢灵仙皮笑肉不小 我第一次见到她 她就针对我 所以我敢断定 她这次来 绝对没别什么好皮 我缓慢地想要爬起身来 可是没想到 她连话都不说 抬起一脚 便是踩在了我的脸上 我木带怒火地看着她 你恨我呀 我和你有什么仇 你为什么一而再再而三地羞辱我 本宣当然不会和你这种蝼蚁有仇 只是你这只臭蝼蚁 得罪了不该得罪的人 所以本宣 要送你上路去 你是说公共吗 谢灵仙听后很快哈哈大笑起来 你呀你呀 本宣该怎么说你呢 该知道的你不知道 不该知道的 你知道的总是很快吗 她说着话 已经抬起了一只手 手上释放着黑气 这黑气缓缓地向我涌来 死出的雪花 此时被漫卷起来 迅速地消融 我那已经感受到了一股强烈的压迫感 同时也涌现出一股绝望感 难道我今天 要死在这狗东西的手中了吗 好好上路吧 到了阎王那边 不 本宣说错了 你到不了阎王那边 因为你很快 因为你很快 就会神行俱灭的 哈哈哈哈 说着话她便尖叫起来 笑得异常的猖狂 她那一张眼看就要拍下来 我这会儿想做锤子挣扎 可是根本无力反抗 正当我以为自己要死了 主手 也真当这东山 是你可以随意行凶的地方吗 谢灵仙顿住了几秒 忽然一道白色的光滑 快速地朝我们这边甩来 谢灵仙同口收缩 很快一掌劈去 转瞬间 双方各自倒退 这出手的不是别人 正是刚才那守山的老头 老头面色苍白 对轰一掌之后 很快地大声咳嗽起来 她状况看起来异常的不好 这谢灵仙貌色很强 就连东山的守山老头 都不是对手 我深吸一口气 等着谢灵仙放开我 我便趴起身来 可是我刚才的确伤得很重 看着两人出手 我心想这个地方 不是长久之地 我得赶紧跑 虽然我跑得很慢 但是现在有守山老者 拖出了谢灵仙 他们现在应该无暇顾及我 但是我又想到 此时若是拿不到挡箭牌 这趟基本等于白来了 我踉跌着脚步 在雪里徒步地跑着 大概半个时辰之后 身后的人还是没有追上来 我不禁松了一口气 我心想应该是安全了吧 如此想着我就放慢了脚步 可是没想到的是 就在下一秒 我突然感觉胸口涌上了一股热气 毫无预兆地 扑的一声 我吐出了一口鲜血 我心想我刚才伤得这么重吗 而就在我恍恍惚惚之时 我似乎听到有人在喊我 这声音像是从天际边传来的 我抬头看去 可是头顶上除了雪花 没有任何的东西 我脑袋恍惚 神志不清 只知道往前走着 而就在这时 我似乎看到前面有一片 郁郁葱葱的森林 我看见森林之后 快速地往前奔去 不知为什么 我总觉得有道声音 在呼唤我一般 而且我感觉 身后正有一股力量 正在缓缓地推动我 当我进入到森林 而这个时候 我身后却是有一个 身穿缩衣 头戴斗笠的人 他快速地朝我靠近 能看出他的脸上 异常地担忧 当然 我并不清楚 他急切地朝我奔来 仿佛这片林子 是什么可怕之地 得要将我救出去一把 他喊着我的名字 可是我却是 似乎根本听不见 依旧是 恍恍惚惚地向前走着 可是等到 中年人要靠近的时候 忽然一股庞大的力量 朝着中年人压了过来 这股力量无声无息 中年人面色一变 身前快速地出现了 一道彩色的屏障 你干什么 你居然敢阻拦我 怎么 不可以吗 实话告诉你 我看上他 这声音如同酒店之外传来的 你这老东西 在外面都不安息 居然还盯上他了 中年人不满地说着 而这老者 却是缓缓地回道 等下我就给你看场好戏 让你知道他真正的潜力 到底在哪 本集内容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如果您喜欢我的播讲 请您点一下关注 点一下订阅 咱们下集再见 第三百五十三集 这一道笑声充斥在这片环境当中 真的落在半空中的雪花 都快速地消入 头戴斗笠的中年人 冷哼了一声 浑身爆发出很强的气息 如果他在里面出了事 我定让你这座东山 荡然无存 你这祸独子的心思 还是没改 年轻人 不历练历练 怎么能行呢 这道声音说得很轻松 可是中年人的眉头 却是忍不住地皱了皱 这东山境地不是闹着玩的 一旦进去想要出来 就不是那么容易了 我此时感受到 身后的倒气压迫感已然消失 谢灵仙那股东西 应该总算追不上来了吧 而自从我进入这片林子 那恍恍惚惚的感觉 也顿时消失 我长出一口气 回头看去 已经看不到来时的路 之前的冷意也感受不到半点 我漫无目的地往前走着 这片林子给人的感觉异常的安静 残天的树木密密麻麻 上面的枝杖互相掩干在一起 似乎让阳光都透露不进来 所以这片林子 让人感觉异常的阴森 和外面大雪那种冷 不是一种冷 这里更多的是阴冷 我一步步向前走着 地面全部是草木堆积的碎块 踩在上面 能发出咯吱咯吱的响声 我此时身上还有很多 刚才吐出来的血污 如果刚才不是跑得快 我现在已经没命 大概往前走了一刻钟的样子 我忽然听见了一声钟声 这声音很大 像是从高空往下覆盖而来 真的让人耳膜都在发展 我寻着钟声传出的方向 看了一眼 然后向着那边走去 紧接着 我透过林子的缝隙 能看到前方 一块比较空旷的地方 出现了一座道观 这道观是白墙青瓦 看起来给人一种 非常干净舒适的感觉 我慢慢靠近 然后就看见了一个小道童 道童的年纪看起来 大约六七岁 长得粉嫩粉嫩的 他此时用手提着两个小木桶 里边装满了水 小道童明显提着有些费劲 我见到小道童旁边并没有人 我便走了过去 需要帮忙吗 我声音明显吸引了小道童的注意 他朝着我看过来 一双眼睛看得我有些迷茫 不用不用 频道自己可以的 说着话 他靓抢着身体 提着两桶水 便是往楼梯上走去 他身体左右摇晃 很有可能会随时跌倒 我跟在道童的身后 便问他 这里是什么地方 小道童看了看我 一双眼睛睁得老大 你不知道这是哪儿吗 这里是通天罐呢 通天罐 我往上看去 就看见横着的台阶 一直往上延伸 一眼看过去 根本就看不到尽头 而且这边的环境很好 两边的绿花 看起来相当的不错 小道童说的话 又很快地往上而去 虽然身体摇摇晃晃 但看着还是很稳 走了三五步 我忽然感觉有些费劲 但是小道童 还是最初的样子 你 你怎么比我走得还快啊 平道是这通天罐中的人 所以走得当然比你快了 倒是你 不是我们通天罐中的人 你来我们这儿做什么 小道童提着谁 很认真地看着我 这个问题啊 稳挣住了我 我怎么回答 我总不能说 我是被追杀到这儿的吧 我怎么来这儿都不重要 现在重要的是 我应该怎么离开东山呀 我此刻已经隐约地 感到东山有些不安全 当剑牌我是不想拿了 时间不多 我要是不回去 东海迟早都要出事 离开东山 离开通天道观吗 平道师傅说过 不能离开这儿的 他老人家说 外面的世界很乱 出去的话会被人打死的 小道童说得一般正经 手上提着两桶水 晃晃悠悠 好像已经坚持不住了 他撇着嘴说道 不和你说了 平道得上去了 否则该师傅骂了 他说着话 继续往上而去 速度还加快了 我在后头想要追上 但是发现怎么都追不上 我低头看着眼前的台阶 并没有发现有什么特殊的 只是我往上走的 为什么这么费劲呢 此时我的腿伤像是灌了筋一般 我抬头看着眼前的道童 它越走越远 我头上也就冒出了密密麻麻的 喊珠子 呼吸已经变得急促起来 这 这究竟怎么回事啊 我朝着前面喊去 无量天尊 平道说了 你不是通天惯的人 你上不来 小道通说完便不再理我 转头便走了 坐在原地 我心里想着真是邪了门了 我现在上个台阶 都这么费劲了吧 小道通大概上了五六个台阶的样子 忽然顿住了脚步 哦 对了 师父说了 你要是能上来 愿意给你挡箭牌 他什么时候说的 哦 我师父刚刚说的呀 我四处看了看 你师父在哪儿啊 哼 不告诉你 小道通话音落下 便开始加速 往上延伸 我能看见 上面逐渐弥漫出了云雾 小道通很快就消失在了眼前 我待在原地一时没多 往下看了一眼 发现自己只上了四五步的台阶 我还想往上而去 却发现自己寸步难行 脚上的骨头嘎帮坐下 像是随时要崩断一般 我盯着眼前的台阶看着 看着周遭的环境 心想东山 应该是分成两个部分 一个部分四季如春 一个部分大雪纷飞 只是那边的山那么容易上 怎么到了这边 便难如登天呢 我坐在了原地 耽搁了很久 这会儿有人过来问我 怎么 上不来呀 我听到这道声音 立刻反应过来 这道声音像是 就是刚才喊我名字的人 怎么上去啊 我大声地问道 想上来很简单 走就行 静怀 别让老夫失望 我在上面等着你 你 你是什么人啊 你不用管我是什么人 你上来之后 自然可以见到我 声音像是周天飘散下来的 来得快消失得也快 等消失以后 我便立马起身 尝试着往上走去 一步接着一步 仅仅上了几个台阶 我就发出了一声惨叫 因为真的是太疼 而这时 那小道童忽然又跑了下来 走到了我的跟前 和我说道 师父让我来看看你 说东海形势已经很不好了 公公随时会出手的 小道童好像并不知道 这些事指的是什么 只是麻木地转述了一下 东山上有挡尖牌 但是师父说了 不能带给你 要等你上去 我点点头 师父还说 你若是上不去的话 他会一辈子看不起你的 你师父到底是什么人啊 我师父是 本期内容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如果您喜欢我的播讲 请您点一下关注 点一下订阅 咱们下集再见 第三百五十四集 小道童刚要说话 忽然一声咳嗽声音传出来 哦 我知道了 我知道了 什么 我一时没有听明白 小道童说道 我师父说 不让你知道他的身份 我一时无语 我知道自己的时间不多了 我便问道 这山为什么这么难上 小道童一文正经地回答 说 这台阶有三十三阶 三十三层天 你这台上三重天 越往上会越难的 所以你要努力才是 小道童坐在了我的身边 那 你为什么这么容易啊 小道童的一双眼睛很大 很亮 他盯着我 师父说我天资聪慧 从小天分好 说我只要每天提水 到时候就能达到大道巅峰了 是 什么 我听得有些迷迷糊糊 什么叫 只要每天提水 就能到达大道巅峰 这大道巅峰这么容易啊 看着我一脸茫然的样子 小道童很快地回答 哎呀 和你说了你也不懂 师父说 凡人是理解不了我们的 哎呀 你快点啊 说着话 小道童缓缓地站起身来 师父说快点 否则的话就赶不上晚饭了 我应了一声 准备重新往上而去 忽然他的声音又响了起来 师父说 大道其中 大道其外 身在其中 身在其外 小道童说完之后 很快消失在了我的眼前 我愣住了几秒 开始细细咀嚼这番话的意思 他说这33层台阶 代表着33层天 我现在只在三层天的位置 也就是说我还要往上走 要跨越33层天 想想都觉得匪夷所思 用脚往上走行不通 那我就手脚并用 我爬上去行吗 想着我就一个很古怪的姿势 便向上攀爬了 只是即便这样 我也只上了一栋台阶 再往上走 却是根本不行了 我咬着牙忍着疼痛 尝试着继续往上爬 可是很快就看到自己的手脚 已经渗出了心血 但是细细看去并没有伤口 这些心血像是受到了莫大的挤压 从皮肤毛孔里渗透出来一把 这心血很快染红了地面 一股疼痛的感觉 吸上了我的心头 这样上去的话 就算到达了巅峰 我也很难活下来 可是现在尴尬的地方是 我即便在原地停留 仍旧会感受到一股 很强烈的压迫感 我喘着粗气 浑身上下冒着汗珠子 汗水和血水混合在一起 此时我已经有些迷糊了 我不再多想 盘腿坐下运转体内的倒气 随着倒气的运转 我感觉自己的身体情况 好像变好了不少 我看着往上延伸的台阶 云雾之中台阶已经消失不见 我调整体内的倒气 便慢慢修复周深的创伤 随着创伤被修复 我也感觉自己好受了许多 这样强硬地上去 肯定不是办法 于是我脑子快速地转动起来 很快我就想到了一点 刚才小道徒貌似和我说过一句话 大到其中 大到其外 身在其中 身在其外 这句话肯定是有什么特殊的含义 我便苦思冥想 想着想着 我的心便是成名起来 也不知过了多久 四眼的风很快吹了起来 而就在这时 我看见一个人在我眼前盘坐 他死抽全部是芦苇 他坐在我的对面 我睁眼和他对视了一眼 小子 你想上去吗 我嗡了一声 看到坐在我面前的人 我心里是有些吃惊的 因为他看向我的脸上 并没有无关 想上去的话 你大步地往上走 这种雕虫小技 还能困得住你吗 这哪是什么雕虫小技啊 我上不去的 我很快否定了自己 那你若是上不去 这三十三重铁 便本不应该存在 他说话的口吻很强势很霸道 听得我争住了 我还没反应过来 忽然感觉到了一阵爆裂的盗气 迅速地蔓延而出 像是带来的飓风一般 这飓风波及 飞沙走失 轻可见死周的芦苇 全部被吹得烟消云散 这芦苇荡霉了之后 我很快看到无脸人站了起来 身形一闪 从我眼前便是消失了 而此时 我脑海中似乎有什么东西爆裂开来 我惊得一下睁开眼 可是等睁开眼之后 这让我看见了觉得更加恐怖的一幕 身前的无脸人几乎没有任何迟疑的出手 他一拳朝着地面轰下去 此时我眼前的场景 就是之前小道通上的台阶 这长长的一道台阶 上面连接着道观 下面的一部分 基本上都被云雾缭绕挡住了 而就在下一秒 云雾溃散 我终于看到通天道观的全貌 可伴随着的 也是脚下发生剧烈的震撒 壁面不断地裂开 我看到原本向上延伸的台阶 正在迅速地军立 原本十分难走的台阶 忽然便碎裂成了鸡粉 这他妈也太强了 我这么辛苦都爬不上去的 三十三重天 居然被无脸人一拳给轰烂了 这种实力完全颠覆了我的认知 这无脸人将生前的台阶轰烂之后 像是没事人一样 还装模作样地 吹了一下自己的拳头 随后拍了拍手 淡淡地问我 你现在看见了吗 他说话的时候 语气十分的平静 我内心已经是翻江倒海 记住 以后再碰到上不去的路 那么就让他毁于一旦 这话说得十分霸击 只是这家伙将通天道观的台阶 都给轰烂了 我该怎么上去呢 我一时无语 那 你现在把台阶给毁了 我该怎么上去啊 他并没有说话 随后朝我摊着手 好像这件事和他没有关系 我站在原地很尴尬 好像全世界都是明白人 他们都是高手 只有我自己是傻子 迟一了半晨 这无脸人 这三十三重天到底是什么意思 好好想想 他这有头没味的一句 让我完全蒙蔽了 我根本不知道眼前的家伙在说什么呀 而且刚才喊我上去那老者 我现在也上不去了 你家厂子都被人砸了 你好歹出来站站场面 说说狠话吧 可是到现在为止 没一个人出来 我沉默了一会儿 便问下了无脸人 你是来帮我的吗 无脸人站在了我的跟前 居然朝我点了点头 表示是的 那我就更不理解了 如果真的是来帮我的 你帮我送上去不就好了吗 非要把路都给断了 你是不是心里很困惑 我他妈心想 你这不是逗我呢吗 我心里能不困惑吗 你 你到底是什么人呢 本集内容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如果您喜欢我的播讲 请您点一下关注 点一下订阅 咱们下集再见 第355集 你不认识我 他忽然又对我说了这样一句话 随后一步一步朝着我靠近 我感受到一股强大的压迫感 正在朝我聚落 你 你想干什么 你真的不知道 我是谁是吗 我是真的不知道啊 他距离我不到一米的位置停了下来 我告诉你 其实 我就是你 他话一落下 身形一闪 猛烦然 猛然朝我冲撞过来 距离太近 我根本来不及闪避 我原本以为我会被撞个满怀 可是我发现我错了 一时经我心里有几分吃惊 因为这五脸人撞到了我的身上 迅速地 便应消云散了 他为什么说三十三重天压根不存在呢 我站在云地四处看着 刚才的五脸人已经消失了 此时这里只留下了一片狼藉 台阶被毁了 就只剩下了一处牙壁 这断牙看起来空空荡荡 要是再往前走的话 道观的后方就是深渊 掉进去就是一个死 我嘴中呢喃着 刚才五脸道人说善不去 这三十三重天就没有必要存在 小道童又对我说 大道其中 大道其外 生在其中 生在其外 其实就是有和没有的意思 那到底是有还是没有呢 算了 不管怎么样 还是要上单 我思量再三 还是决定一步朝着前面跨去 就在我跨上去的时候 我便感觉到一股失重感 油然而生 我身心快速地往下坠落 耳边的寒风也在呼呼地挂着 完了 我心想这回完了 死定了 我原本以为 会有什么神奇的发现 会像电视剧里那种神仙一样 踏在天空之中 我真的是死有不甘雅 而眼前的悬崖像是一个无底洞 根本看不到尽头 也不知过了多久 水天碰的一声啊 我身体直接砸落在地上 一瞬间身体是四分无裂 一股剧烈的疼痛感 吸遍了全身 我这是要死了吗 我呢喃了一声 身体上的倒气也快速地扩散 而就在下一秒 我看到有什么东西快速地降落下来 瞬间穿透了我 支离破碎的胸膛之上 我艰难地抬头 就看到插在自己胸膛的东西 是一块石锥 上面长满了青苔 石锥将我固定在了地面上 我只要一动 一股血肉扯动的撕裂感 便快速地扩散 我向上看去 根本看不到天空 能看到的 只是缭绕的云雾 鲜血不断地向外流淌 死猪逐渐全部被染红了 我选错了 而这次的错误 是我需要用生命去弥补的 我苦笑着 终究自己还是承受不住那份大气 否则我也不会落到这个下场 是什么人就做什么事 或许吧 我慢慢地闭上眼睛 感受着自己的生命力不断地流失 我的道气在不断地亏散 此时想要凝聚 对我来说难入等天 这时我的脑海里浮现出了很多的面孔 有我老爸 有祈遥 有我师父 只是一直到现在都没有找到我的父亲 看来只能下辈子了 只是我现在在这诡异的地方 可能连下辈子都没了 这石锥不止是穿透了我的身体 连同我的灵魂都盯在了地上 因为我是地府的官员 所以这一点我能清晰地感受到 如果我这次生死 就真的魂飞魄散了 我缓缓闭上眼睛 最后彻底变为了知觉 而就在此时啊 在悬崖的底端 一阵风从下面往上吹去 有个中年人 快速地朝着悬崖边下来 与之相伴的 还有一个白胡子老头 中年人额头轻轻抱起 一看就是异常的愤怒 他若是出事了 我必定让你们东山全部陪葬 白胡子老者听到这样的威胁 倒是并没有生气 你放心 他不会这么容易死的 你以为都像你这种老不死的 生命力这么顽强吗 中年人恶狠狠地说道 白胡子老头轻抚自己的胡须 说得好像你不是这样 别以为我不知道 你为这小子 铺了不少的路 你知道还给我胡来 你让他寻规蹈矩地往前走 我觉得当年的变数 不会太大的 白胡子老头这句话 顿时让中年人变得冷静了几分 两人对视一眼 中年人到最后冷哼一声 便没说话 快速地朝着崖下而去 当两人穿破迷雾到了崖底 中年人看到我遍体鳞伤地躺在地上 微微皱眉 随即朝着我走来 蹲下身子 他将手掌摊开 奇异的一幕出现了 他的手掌中央出现了一黑一白两个点 刚开始只是两个点 随后这两个光点迅速地放大 在叶子里迅速地形成了一黑一白 阴阳的八卦图案 这八卦图案散发的光芒非常柔和 黑白两色的光芒也将这里照得昏昏发亮 中年人刚准备将这个图案打入我的身体 却被白胡子老者给拦住了 白胡子老者看到这个八卦图 面色变得凝重了几分 你可想好了 这可不是闹着玩的 我想好了 说着话 中年人抬手 我的身体慢慢腾空 一股柔和的光滑将我轻轻地拖了起来 我逐渐地感觉到体内 此生出了一股舒爽的感觉 但是我此时仍旧没有苏醒 中年人手中的八卦图案 逐渐被他放入我的体内 等八卦图案彻底隐没之后 这中年人顿时面色煞白了几分 连咳了几声 白胡子老头健壮 很快往中年人的身体内 注入一道道气息 不过片刻 中年人的面色便好看了几分 唉 你该做的呀 都已经做了 现在一切就看他的造化了 我说过 如果他出事 我一定将你东山给端定 你明明知道 这东山是当年那座法阵 最为重要的一环 你还说什么气话呀 将东山端掉 你不知道后果是什么吗 中年人沉默半傻 一句话都没说 走吧 白胡子老头喊了一声 这中年人目光透露着一抹柔和盯着我 几秒钟之后 他深吸一口气 看了眼头顶上的天空 忽然呢喃地说了一句 孩子 是爸爸对不住你 说完 中年人很快地消失在了原地 白胡子老者 也朝着我所在的方向看来 下一秒 也快速地消失了 本集内容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如果您喜欢我的播讲 请您点一下关注 点一下订阅 咱们下集再见 第三百五十六集 时间不知过了多久 我迷迷糊糊之中 似乎有了知觉 感受到一股冷意传来 我睁开眼 就看到四周变成了白茫茫的一片 奇怪了 这里不是四季如春吗 怎么忽然又变成雪白的一片了呢 难不成我死了 这个问题在我脑海中不断地盘旋 我刚要挣扎地睁开眼睛 却忽然感觉心间一阵的抽搐 立马疼得我是呲牙咧嘴 原来我没死啊 胸口还插着石锥 石锥上的青苔 此时显得异常的眨眼 一股疼痛感 正在我心头扩散着 我忍不住地问自己 现在到底算是怎么回事 我胸口出现了一个很大的血窟窿 平常的人早就死了 而且此时我根本无法动弹 牵一发动全身的那种疼 我看着眼前的石锥 像是长在了我的身体里一般 但是虽然落到这个地步 我自己感觉自己依旧是活生生的 甚至我能感受到自己的脉搏跳动 我抬头看去 满目的苍白覆盖在眼前 我好像是被困在这儿了 我感觉已经经过了漫长的时间 东海现在是不是已经出事了 我咬着牙尝试着将自己身体里的石锥拔出来 可是动了好几次手 却依旧没有拔出来 还让我的伤口越扯越大 而就这样 我被大雪重新覆盖住 像是一瞬间 我身体的那股疼痛感 都随着冰冷而减弱了几分 我休息了不知多久 感觉身体慢慢地有了力气之后 随后再度发力 而这次石锥瞬间被我拔出了一次 我疼得是满头冒着冷汗 可是冷汗刚刚冒出 在这冰天雪地里直接凝结成冰 我动作停住了 大口喘息着 那种疼痛感简直是无与伦比 就这样 我不停地尝试着 拔出了一寸又一寸 这种疼痛像是将心放在油锅上 反复地煎炸一把 这种痛苦 让我几乎忘了自己生而为人了 也不晓得过了多久 最后一次尝试的时候 随着扑死一声 这石锥终于被我拔了出来 我用力地喘息着 缓了好一会儿才艰难地从地上慢慢地爬起 身心还有些亮强 我的伤口快速地被冰雪覆盖住 只是那个血窟窿 却依旧是陷漏在外面 我低头看了一眼 顿时内心狂喜 我想仰天长小 没想到这样的情况之下 我居然都能活下来 可是我刚往前走了一步 忽然感觉身后有什么东西在响动 似乎是咔嚓一声 我回头看去 就看到原来的石锥 开始发解 这些石头似乎是包裹着什么东西 它们缓缓剥落之后 我看到了一面破破烂烂的旗帜 虽然很破 但是我明显能感受到 有股浑厚磅礴的道戏 在上面弥漫着 我紧紧盯着那面旗帜 心想绝不简单 而就在我要上前 将那面旗帜拿起来之时 突然间 这旗帜发出了一阵红芒 四季便是冲天而起 往高空掠去 这面旗子朝着高空而去 很快地张开 开始是很小很破烂 用眼睛捕捉 着实感觉有些费力 而很快我就看见了 让我诧异的一幕 这高空上的旗帜 不断地放大 红芒也越来越盛 很快铺天盖地 将整面天空全部挡住了 有个成语说 遮天蔽日 形容最为恰当不过 我紧盯着天空这面旗帜 已经是有些失神 而此时我在高空之上 好像听到了三个字 远远地回荡开来 送你了 话音落下 原本悬在高空的旗帜 很快地落了下来 笼罩在我的脑袋上 顿时我眼前一黑 什么都看不到了 我将覆盖在脑袋上的旗子 撤开 旗子也瞬间变得缩小 很快变成了巴掌大小 这会儿啊 我很是虚弱 看着手中的旗子 我心中也有些兴奋 我往前走着 眼前的冰雪 在快速地消融 长省似乎也在 如梦似幻地变换着 没过多久 冰雪消失 我听见了 海水呼啸的声音 而一阵恍惚之中 耳边便传来了一道声音 清怀 拿到了吗 我低头看去 就看到无法刀人站在下面 正在向我招手 大鱼则是在下面拱动着水浪 朝着我喊着大王 我看着一人一鱼 忽然有种怅然若失 像是在做梦的感觉 随即我不再说话 应了一声 快速地向下走去 如果我没猜错 这面棋子 就是挡箭牌 说真的 我到现在都有些迷糊 如果不是胸前这个血窟窿 在提醒着我 之前发生的一切都是真的 我都以为我仅仅是做了一个梦呢 我上了大鱼拉的车年 无法道人则是笑着看着我 小子啊 看来你是得到了一场莫大的机缘呀 你才上去不到半天 就将挡箭牌拿了回来 这首山人如今居然这么好说话了 什么 半天 无法道人顿时诧异地看着我 像是看傻子一般 你该不会是傻了吧 上去一趟 连自己是谁都忘记了 我 我才上去半天 我这句话 不是对着无法道人问的 是对着大鱼问的 大鱼也是满脸的疑惑 大妈 是不是哪里不对啊 我此时用这棋子 略微地挡在了自己的胸前 所以这一人一鱼 都没有看到我胸前的伤口 只是我现在依旧是虚弱 加之还有无法道人猜测 我总感觉 这个家伙危险 所以我怕斥责生辩 对着大鱼直接说道 回东海 大鱼应了一声 便全力以赴 朝着东海而去 没多久啊 我们回到了东海之上 当来到死地的时候 发现水浪翻滚得很是急迫 虽然心中着急 但我还是让大鱼 把我先送回家一趟 我回到家 换了一身干净的衣服 因为我此时的心 已经被这面棋子给穿破了 只是不知道为什么穿透之后 我还是没死 这次能得到这面棋子 可以说是九死一生 其实现在局面非常不好 当我到达两军队里的战场之上 老龟便立马禀报 大宝 这几日 水冰似乎都有不舒服的感觉 像是这南海之上 有一股特别巨大的压迫感 我嗡了一声 我知道 这压迫感是从何而来的 不用说 肯定是水神公公 可能是我面色异常苍白 老龟便询问我 我对老龟摆了摆手 并没有多说什么 白起这时也走上前来 朝我拱手 少主 若是继续这样下去 我们僵持得越久 我们的士气 也就会衰落得越快 这股庞大的压迫力 似乎只针对我们 我走到了城墙那头 目光看去 就看到了南海龙王这口东西 依旧站在了城墙上 这老东西看到我 二话没说 直接就开口咒我 敬怀 看你这副样子 脸色煞白 怕是活不久了吧 本集内容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如果您喜欢我的播讲 请您点一下关注 点一下订阅 咱们下集再见 第三百五十七集 我须眯着眼睛 盯着南海龙王 这狗东西比我年长这么多 还总是和我成口舌之快 怎么了 害怕了 不敢说话了 我现在给你一个机会 你跪在我面前跪地求饶 说不定本王到时留你一个全尸 南海龙王说着 猖狂地大笑起来 有句话叫做小人得知便猖狂 我不会争议时的长短 五爪紫金龙听了南海龙王 嚣张的样子 很快就怒喝道 四小时啊 你算什么狗东西啊 双方说着 又骂起街来了 我指出了五爪紫金龙 也懒得和南海龙王废话 你没有资格和本王说话 把水深公公叫过来 我说这话的时候 身体其实是很虚弱的 不过我落地的声音 却是质地有声 南海龙王陡然色变 顿时变得有些愤怒 这时原本有些动荡的水灭 忽然变得汹涌起来 海水不断地翻滚 一股巨大的压迫力 朝着我们的阵营袭来 东海的水兵 面色也渐渐变得难看 甚至有的人承受不住 这股飞牙 直接跪在了地上 紧接着 我就看到了一团黑气 快速地朝着这边涌来 随后 我听到了一道 苍老沙牙的声音 本尊来了 你想和本尊说什么 这股强大的压迫力 其实让我也非常的不好受 我只能拿出那面棋子 苦苦支撑着自己的身体 无法道人站在我的身边 却是像没事人一样 我压低了声音 喊了他一声 而无法道人像是没听见 这狗东西还有脸和我说合作 却拿这块挡箭牌的也是我 现在面对水神公公的 还是我 水神公公 你究竟想做什么 水神公公立马回道 做什么 本尊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还需要向你禀报吗 四海本来是一片平和的 你非要将四海搅乱 弄得民不聊生 你才觉得开心吗 而我话音落下 一声饱和响起 一道粗壮的水珠 很快包裹着蓝色的光芒 便向着我冲撞过来 水珠的速度很快很快 快到甚至连我的眼睛 都不住不透 这时啊 我耳边才响起了一道声音 你还在等什么呢 用挡箭牌啊 可是我的动作 根本跟不上 而就在下一秒 这水珠已然到了我的身前 却在这时 无法导人一步站在了我的身前 他浑身一阵 双手结印 怒目圆睁 嘴中也跟着低恶 很快从身上冒出了一阵 腰红色的光芒 随着他大喝一声 这股光芒却是铺天盖地 汹涌地扩散而出 和迎面而来的水珠 硬生生地撞在了一起 他挡住了这道水珠的攻击 这一击若不是无法导人帮忙 我感觉自己很可能是命在旦夕了 只是无法到人出手之后 便很快地退回一步 站到了我的身后 这家伙身形很快 几乎没有人能看到这家伙出手 而水神公共的怒火 像是被我挑起了一般 那团黑气快速地朝我涌来 我能感觉到 只要这道黑气到了我的境前 我必死无疑 只不过这次我算是反应过来了 将黑色的棋子挡在了我的身前 只听见砰的一声 那团黑气快速地和我的棋子撞在了一起 我直接被撞得倒飞而回 砸落在地上 口中也快速地吐出了一口鲜血 我此时处于一种很玄妙的状态 其实最开始 我都以为自己要死了 却是没想到 我还是撑了下来 我真的是奇怪 胸前这么大的窟窿 要是流心血的话 早就流干了 我慢慢地爬起来 看着身前的这面棋子 这挡箭牌看起来 也不是那么厉害啊 这挡箭牌支撑着我的身体 而就在下一秒 那团黑气又要对我动手 再次击中了我 我的身体又一次被击中而飞 不多时 再次砸落在地上 五爪金龙见到这样 却是看不下去了 忽然发出了一声愤怒的咆哮 紧接着迎风便涨 涨成了二三十丈的庞然大物 他浑身泛着紫金色的光芒 我一声响起 他很快朝着那团黑气冲撞而去 可是没支撑多久 在对撞之中 被击倒在了地上 五爪紫金龙其实已经很强了 可是面对水神公公 却是仍旧是不堪一击 五爪紫金龙挣扎着咆哮了一声 见他又要出手 我便喊住了他 你别冲动 我大声喊着 我知道五爪紫金龙不是他的对手 无法道人这会儿还像是没事人一样 还说和我合作 他现在分明就是看戏了 这时啊 眼前的一团黑气 很快地便形成了一个人形 巨大的人形在海水里浮动着 看起来是遮天蔽日 非常的神人 但是别看他巨大 动作却是迅速 他呼的一下 便是到了我的身前 抬起了手 抓住了我的身子 我看着这眼前 撼天动地的巨人 一股绝望之感 涌上心头 东海龙王 你胆子很大吗 你知道本尊是谁吗 本尊是天下共尊的水神 不只是死海 天下所有的水域都要听本尊的号令 你还真的以为 你自己是个人物吗 他声音低着难听 当花音落下 我看到海水迅速地涌动 紧接着看到很多人冲进了水中 一眼看去密密麻麻 我在里边不仅看到了水兵 似乎还有仙人 寒眼之这会儿也是神色紧绷 想要出手 但是被我拼死呵斥住了 水神公公看着身后的人 又看了看我 忽然问我 秦怀 本尊给你最后一次机会 本尊问你 愿意为本尊效力吗 我几乎是没有 我几乎是没有任何的思考 我 我不愿意 我的回答 立刻让水神公公面露一丝宁笑 好 那本尊成全你 说着话 一下落在了地上 随后那股窒息感 才慢慢地消散 我大口大口喘着粗气 而水神公公被撞散之后 一瞬间 似乎是没了影子 只是我心头忽然有些奇怪 刚才击退水神公公的 一黑一白两道光芒 到底是什么呢 我朝着四周看着 根本没有看到人 难不成是无法道人这狗东西出的手吗 可是他还是站在原地啊 而且这狗东西应该不会有那么好心 本期内容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如果您喜欢我的播讲 请您点一下关注 点一下订阅 咱们下集再见 第358集 韩眼之迅速地来到了我的身前 将我搀扶起来 询问我的情况 只是我刚要回答 却在下一秒 又看到那股黑气凝结而来 朝着我迅速奔来 我快速地将韩眼之推开 将它推开的十分之一秒后 我看到一只巨大的手掌 朝我的胸口拍落下来 轰隆一声 我能感觉到 自己的胸口像是断裂了 随着这一掌落下 我被拍飞 而四海的河水也在不断地翻滚 渐渐地水浪逃天 海面之上 也是大雨倾盆 雷点交加 而此时 海面之上 张义清静静地站立 他目光如举 心里微微泛起了波澜 随后他微不可查地 尼呐了一声 有点意思 而海边 天子包和秦广王 也站在了海边的沙滩之上 天子包 水深公共是真的复活了 秦广王的语气里 带着一些惊意 天子包微微点头 是 这次东海 怕是在界难逃 四海的命运要重新改变了 而秦广王却是回道 但是不管如何 都不能对我们地府造成威胁的 钟魁则是站在身后 一声不吭 自从得知我是东海龙王之后 他心思就变得复杂起来 至少之前对四海几乎全部是敌对 如果是在以前 看到四海打内耗战的话 钟魁肯定是高兴的 但现在不一样 就因为东海的龙王是我 所以钟魁隐隐希望 我能战胜水深公共 而且 他也有信心 高空之上 云雾缭绕 身穿一身古朴华服的老仙上 身后站着几个灵仙 他们站在老仙上的身后 唯唯诺诺 恭恭敬敬 玉帝 真的不要插手吗 一位灵仙很快地问道 不用 老先生摆了摆手 而身后的灵仙有些着急 现在东海的局面 一旦被水神公共掌握 那么后果不堪设想 这不是闹着玩的 玉帝啊 小仙知道秦高仙是有能力的 可是他毕竟倒汗不鞋 去面对水神公共的话 实力肯定是有差距的 回头要是四海在他身上 有了闪失 那真的是后悔 他说到这儿 没再说下去 其余的灵仙听着也有道理 便纷纷地附和 但老先生却是不为所动 我相信他 老先生并没有多说 看着下面泛起了波涛的水面 他知道这很冒险 如果水神统一了四海 倒是势必会对天庭发起了进攻 这天庭主也未必是铁板一块 这一点玉帝非常的清楚 希望他不要辜负我的信任 这声呢喃很轻 旁边的人没听清 便是问道 玉帝 你有什么吩咐吗 老先生一时无语 什么都没说 其实他不插手的原因 还有另一个 他曾经收到过一封信 那封信上说 让他不要插手四海之事 其实他收到信件的时候 很是意外 没想到那个人 居然还会写信给他 此时老先生的眼里 也闪过了一抹疑惑 难道这小子身上 还有别的秘密吗 老先生心里愈发 变得好奇起来 而此时海面之上 还有一艘竹筑法 上面站着一个身穿梭衣 头戴斗笠的中年汉子 任他水浪滔天 对中年人 确实没有产生一点影响 而有一个白胡子老者 则是站在了中年人的身边 你别激动 别着急 你这么护肚子 让他根本没办法成长 水神公公 他还真的以为自己翅膀长硬了 当年一直跪在我的仙府门前 跪了三百年想拜我为师 我都没有正眼看过他 现在却想对我孩子出手 别拦着我 我要下去一拳 劫过了他 这中年人的脾气很暴躁 如果不是白胡子老者拉着他 他早就冲下去了 当年的水神公公是不厉害 但如今他的实力已经逐渐圆满 恐怕是你想收拾他 也不那么简单呀 好 就试试 中年男人说着话 就要往下奔去 别别别 跟你开个玩笑嘛 你比他强多了 强多了 中年人还想往里奔去 却在这时白胡子老者说道 你看 这不是有变数了吗 白胡子老头眼眸之中透露出了一抹惊喜 他似乎也没想到居然能看到这样的一幕 中年人听见话 便立刻朝着海里看去 只见此时水面之上 一阵阵地冒出奇异的光芒 这光芒越散越大 只不过片刻便将这一封水面 照耀得通体雪白 这样的场景 照耀是白胡子 也从来没有看过 他忽然哈哈笑了几声 老夫就知道 这小子不会让我失望的 中年人却是什么都没说 某子明也不断地傻着 也不知过了多久 这身光芒便缓缓地又消失不见了 与此同时 我身前旋转着八卦的图案 也快速地消失 公共触碰到八卦图案之后 迅速地后退几步 身心也跟着快速地挥散 无法导人心里很意外 可能是没想到我 居然可以操纵八卦图 其实这事不只是他意外 我也很意外 我也不清楚 自己什么时候拥有了八卦图 好像自己意念一动 这八卦图便会自动地浮现出来 水神公共本来是没有具体的形态的 所以被我击溃之后 又重新聚拢 这次聚拢的不是以黑气为主体 而是化成了一个巨型的元素水人 一时间周围形成了一个巨大的漩涡 周围的水鬼全部被倒卷而进 发出了一阵阵的惨叫 而此时寒眼之却是朝我喊道 请我小心 他刚要靠近便被我制止了 我深吸一口气 面对眼前的庞然大悟 手中此时只有一个小小的八卦图案 这八卦图隐隐发出了风鸣之声 随之而来的还有一黑一白两种光芒 它们在我手心不断地旋转 而此时无法导人大喝了一声挡箭牌 无法导人的话音刚刚落下 铺天盖地的海浪便汹涌而来 这与之前和尚和龙王所操控的水闻并不一样 我眼前的这股巨浪被风暴吹拂着 其中似乎还夹杂着雷电之闻 一些水兵直接被吓得跪倒在地上 眼前这幅景象简直是堪比世界末日 甚至有一些虾兵蟹将被卷进去 直接是暴体而亡 我看到眼前的一幕 来不及考虑那么多了 尝试着运转意念 操控着挡箭牌过来 其实我并没有抱多大的希望 眼前的千丈巨浪 已经是我闻所未闻 见所未见的东西了 正在这千军一刻之际 巨大的风暴已然到了境前 说时迟那时快 我突然感觉身前被一股巨大的黑影挡住 这黑影被风吹得是烈烈作响 我目光一看 发现是挡箭排起了作用 这棋子之上发出了盈盈的蓝光 迎风便涨 和之前我在东山见到的 铺天盖地的样子 是一模一样 晚期内容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如果您喜欢我的播讲 请您点一下关注 点一下订阅 咱们下集再见 第三百五十九集 此时挡箭排 稳稳地挡在了我的身前 原本巨大的风浪带来的威力 迅速渐弱 如果有人在现场观看 这旁边观战的人便可以看到 以棋子为中心 一左一右 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左边是狂风呼啸 右边是平静异常 原本众人都以为自己死定了 可是站在我身后我方阵营的人 忽然发现 这铺天盖地的巨浪 风雷 竟然寸步不能进 他们全部蒙住了 没过几秒钟 他们纷纷发出着欢呼声和伴随声 这样的声音不断地响起 而这会儿我却是感觉到 心口隐隐作痛 用手一摸 发现胸口的位置 再次渗出了鲜血 我忽然有种想法 我自己是不是已经和这块挡箭牌 联系在了一起 只要这块挡箭牌受到冲击 我胸口的位置 就会被撕裂 承受相同的压力呢 而就在此时 我发现挡箭牌受到的冲击 这块挡箭牌 我清晰地感受到 他受到了真正意义上的狂风咒语的攻击 我面色变得傻白 胸口的位置也更加的疼 但此时 我顾不得那么多了 我身后有无数的东海子民 我必须保他们周全 我大喝一声 让白纸大统领 赶快带着人后退 我已经隐隐感觉 挡箭牌貌似撑不住了 我话音落地 白纸大统领也是反应迅速 带着众人便是急速后退 等他们全部后退之时 我心中也终于松了一口气 如果只有我自己的话 我便没那么多顾忌了 我手上的八卦图 挡箭牌应该能够把我支撑一阵 身后已然没人了 我瞄了一眼 却发现无法到人 在高空之上 在旁边冷眼的棺桥 这个狗东西还在一旁看热闹 我立刻朝他问道 你先前 你不是说和我合作吗 这 这就是你合作的态度吗 我现在已经无力支撑了 而无法到人却是说道 秦怀 频道相信你 可以打败公共的 这个狗东西啊 我在心里骂了他千万遍 无法到人 可明显现在不会帮我的 现在我自己只剩下了一条路 就是靠我自己 除此之外 别无选择 而此时挡箭牌 已经响起了一声烈紧之声 当这撕裂声响起 这面旗帜变快速地崩裂 忽然在下一秒 挡箭牌像是破布口袋一般 直接被撕得翩翩粉碎 狂风巨浪转 瞬间到了跟前 我用意念将手中的八卦图案 迅速地放大 挡在了身前 这八卦图似乎妙用无穷 是能抵挡住水神公公的攻击 但是我依然支持不住 而就在此时 我身边的无法到人 也不自觉地面色变得苍白起来 他站在身边 自己呢喃了一句 看来这气数 也不是这么好拿的呀 说着话 无法到人向上看了一眼 手中掐绝 突然他面色变了变 心想 现在还不是出手的时候 我将嘴角的心血擦掉 时间一直这么过着 而此时水神公公 重新化作了人心 手中夺出了一把巨大的斧头 这斧头也是由水文幻化而成 他提着斧头 朝着我面前的八卦图 便是重重地劈来 一下一下 发出了滔天的巨像 而海面上也是卷起了 千尺巨浪 此时南海的某座渔村 在沙滩之上 秦广王和天子包 还是面海而立 我已经好多年 没看过这么激烈的战斗了 秦广王皱了皱眉头 这东海龙王有这么强吗 居然和水神公公交手 坚持了这么久 天子包这首也说道 是啊 真的让人意外 他的语气里也是满满都是惊讶 这是谁都没想到的 中奎大人面色更是复杂 谁能想到自己手下当小司店的情怀 实力居然会如此的强横 在他看来 当地府的小司店 还真是对他驱猜了 实则他们不清楚 我这一身的本事 我都不知道 是怎么到我身上的 而且就目前为止 我只有防守的手段 根本没有攻击的手段 而此时 南海之上的高空 张一青也站在水面上 目光朝着水中看去 仿佛能洞穿一切一般 他这么快 就得到震天图了 他嘞喃了一声 脸上涌现出了一抹复杂的情绪 这抹复杂的情绪 让人看着有种说不出的味道 他很快就掐着算了算 几秒钟之后 他目光朝着一个方向看去 可是他看去的地方 也有目光朝着他这边看来 两大目光在空中撞到了一击 张一青朝着那边拱了拱手 而那边的人也似乎也是拱身 朝着张一青的所在 也拱了拱手 两人打完了招呼 而这时海边的天子包 却是着急地说道 快点 让地府多拍人手 将无辜波及的魂魄 全部收回 该还阳的还阳 该下地狱的下地狱 钟馗大人此时也不敢耽搁 直接转头 便回了地府 而此时听听的情况 则是有些复杂 所有人的目光 都朝着下界看去 很多人不理解 水深公共都出手了 玉帝为什么 还不让他们下去大战一场 但此时看到下面交手的情况 所有的灵险 甚至是更高级别的仙人 心也都生出了巨大的波澜 他们好像忽然明白了 玉帝为什么不让他们出手 因为东海龙王的坚韧 似乎已经超出了他们的想象 这是他们怎么都没有想到的事 原本以为东海龙王 只是听听的一个高纤 一个被人扶上来的傻货 而今天我的表现 却是让他们高看一眼 虽然完全处于被动 但是在水深公共的手下 坚持这么久 已经足够令人惊异的了 以前的东海龙王 根本抢不到哪去 玉帝之所以之前 没有对四海下手 就是为了平衡力量 而现在呢 现在的东海龙王 远远超出了一些仙人的预料 这东海龙王到底有多巧啊 本性虽然贵为灵血 但是在水深公共的攻击之下 恐怕也未必能撑到一刻处 而这些人在玉帝身边 怯怯思语 玉帝的脸上却着 忽然浮现出了一抹笑容 他忽然觉得 自己这次是赌对了 如果这次输了 他承担不及后果 因为他刚才已经收到了警告 因为他看到公共的眼神 藏着无限的杀机 就连他贵为玉帝 也是心里遗憾 而此时我根本不知道 此时有很多人在观察 我只知道自己的处境非常的差 水深公共真的是被我惹怒了 不断拿着手中的水符 朝我的八卦图砍来 一下接着一下 轰鸣之声不绝于耳 无法到人站在一旁 心里越来越没把握 不知道自己上次找我借气韵 究竟是对还是错 而这回 他好像还惊恐地发现 自己的气韵 也被偷走了几分 水深公共的实力虽然强 但是无法到人 要真的交起手来 也不怕他多少 至少自己全身而退 没有问题 他之所以分走我的气数 完全是因为 倒家老鼠要复活 否则的话 打死他也不会这么做 他不会把命运跟别人共享 而我此时不知这一切 我迅速地运转着自己的倒气 很快 我周身被盈盈的黄光包裹 这也使我变得轻松了不少 点一下订阅 咱们下集再见 第三百六十集 随着巨腹一下下的砸落 我还是感觉自己险些承受不住 正在我苦苦支撑之时 却在下一秒 无法到人毫无预兆地 喷出了一口鲜血 我蒙住了 我挨走 他为什么喷血呀 而此时的无法到人 也是一脸的惊骇 随后脸上便浮现出了悔恨之色 但他依旧克制着自己 并没有出手 此时天地一片黑暗 大于彷徒 但是夜色此时遮挡不了我的视线 要知道我现在可是有三重身份 地府小字店 东海龙王天天的情高兴 我紧紧盯着手上的八卦图案 它视而模糊 视而清晰 而水深公公似乎也是察觉到了这一点 最后 他双手持腹 随着一声嘶吼 这利弱千军的衣服便重重地披在了我的八卦图上 我手中的八卦图案骤然泯灭 而我也是狂涂一口鲜血 倒在了水面之上 鲜血在水面凝固 缓缓地流淌而出 而水深公公却是乘胜追击 拿着斧头很快地再次朝我皮来 他此时差不多有几十丈的身高 看起来异常的吓人 四方的人马都在看着他的惊天衣服 冲魁大人的面色变得异常的难看 之前就听说过水深公公 但是哪里见过如此庞大的神区啊 而天子包也是感觉喉咙一阵干涩 原本还想着看看能不能帮上一把 地府和东海积怨已久 如果能将这千万年的恩怨解开 对于地府来说都是一件好事的 但是现在他顿声无力 而此时钟馗却是突然问道 天子包 秦广王 你看我们要不要出手帮一下东海龙王 他这句话问完 三个人都沉默了 而秦广王忽然咳嗽了一声 别人内部的事咱们就别插手了 他现在只能这么说 因为他没有把握 而钟馗大人也是干笑了几声 如果有更好的办法 他觉得天子包也不会袖手旁观的 现在这种级别的交手 已经不是他们可以插手的了 而远处竹筏上的中年人 看到我的情况异常的凄惨 情绪似乎又变得激动了几分 而白狐老者再次拽住了中年人 再看看情况吧 还看什么 白狐老者只是摇摇头 用力地抓住他 而张一青则是双手放在了背后 面目和情绪都变得有些奇怪 他这会儿似乎也不着急出手 虽然我是他的徒弟 但是他更想看到 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这里其实隐藏着很多的身影 来的人都在看着热闹 水深公公拿着斧头 一步一步朝着我走来 他虽然身心巨大 但是踩在水面之上 却并没有凹陷下去 其实说起来 我们还是有共同点的 我无力地嘴嘲笑着 我现在不也和死狗一样 躺在水面之上吗 秦怀 你真是敬酒不吃吃罚酒 本尊给了你机会 你却不要 以后这世界上 再也没有秦怀二字 我并没有理会他 我躺在地上 费力地举起了双手 用意念尝试着 将八卦图给放出来 可是这次 却没有起到任何的作用 一旁的中年人 已经按捺不住了 而张一青 也是身体非非前轻 准备动手了 水深公公 这时冷笑了一声 今天 我必杀你 可是准备动手的人 却是并没有动手 眼看着巨大的斧头砍下来 忽然一道瘦弱的身影 挡在了我的身前 一瞬间 它身上绽放出了一朵 凄美的雪花 而我的面色 瞬间变得无比难看起来 血水和雨水混合之后 这灼热的感觉 让我瞳孔一阵地收缩 我伸手将前面倒下来的 寒眼汁给抱住 这一切发生的太过突然 我根本没有任何的准备 我甚至连自己要死这件事 都已经接受了 但是就没想到 寒眼汁 却突然横插进来 被我挡下了这一招 这灼热的心血 让我面颊发疼 同时 也让我的心变得冷了起来 我抱着寒眼汁 喊着他的名字 可是寒眼汁的面孔 在瞬间就已经变得苍白了 没有血色的那种苍白 我感觉他身上的寒气 在迅速地窥栽 力气也在迅速地流失 眼汁 你 你为什么要过来呀 我的情绪变得异常的极度 我将自己身上的寒气 疯狂地灌入寒眼汁的体内 可是我的寒气 根本没有寒眼汁本身的墙 所以 我的寒气注入到他的体内 对于他来说 简直是杯水车薪 起不到太大的作用 我心里一团乱马 可是我并没有办法 我只能眼睁睁看着眼前的事情发生 寒眼汁的手沾满了心血 我抓住他的手 他有气无力地说着 让我摸摸你的脸 我听着心里颤抖着 慢慢松开了他的手 你明知道自己会死 你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这是我欠你的 他的手此时浮上了我的面颊 我瞬间感觉心底有什么东西在土崩瓦解一般 而此时水神公公的冷笑舍也在此时传来 你简直是自寻死路 寒眼汁手上的心血将我的脸也抹得一片的血红 你不记得我的吗 这声音充满了绝望 而此时我的脑子里真的没有关于寒眼汁任何的记忆 我朝着他摇头 而寒眼汁的嘴角却在泛出了一抹苦笑 逐渐身体变得愈发的冰冷 终于 水神公公的斧头又一次落下 而这一次 我胸中像是有什么东西轰隆一声爆炸开来 这八卦图案散发着一黑一白两种光芒 而此时那惊听一副轰然落下 与八卦图案撞击在了一起 随之而来的一道波纹 阵阵的扩散 紧接着就是轰隆一声 发出了爆炸的轰鸣 煞时间黑芒白光大蛇 把这黑夜照得亮如白昼 而水神公公的神色也由最初的精灵变成了金库 因为他看到手中的巨腹从尖端开始正在寸寸的碎裂 而他整个人也是被一股剧力撞得倒飞而火 他眼中闪过了一抹震惊 我此时的心思根本没有放在水神公公的身上 而是全部放在了寒眼之的身上 原本的激烈动荡的心思此时已经完全变得安静下来 一切的声音 似乎都在我的耳边消失了 本期内容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如果您喜欢我的播讲 请您点一下关注 点一下订阅 咱们下集再见 你看到了吗 他是不是现在比你还强啊 白胡子老头在远处兴奋地问道 这旁边的中年人便是白了他一眼 白胡子老头立刻警醒 不是比你厉害 而是他这震天图比你运转得熟练 不是吗 中年人的毛子放弃了一抹惊讶 一句话都没说 而海面上还是波涛汹涌 但我身边的海水已经似冰山一般 完全地凝固起来 你放心吧 你一定可以活的 你之前不是死了千年吗 你不是吃了鲜蛋又活过来了吗 你一定会活下来的 我说着话想将韩颜之抱起来 我现在什么都不想管 只想把他救活 他一定不能死 不能因为我而死 我抱着韩颜之转身想走 我身后的八卦图却开始疯狂地旋转 水深公公此时又凝聚起了水斧 像是疯子一般拿着斧头一下接着一下地看着 这哄哄的声音不断地响起 我并没有理会他 而此时韩颜之却像是回光返照一般 不知怎么着身体里忽然涌现出了一股力量 他用力地抓住了我的手腕 声音凄鼓地说道 没用了 真的没用了 秦淮 没人可以不死的 真的 你当初执念太重 可最后 还不是走到了现在 他面色苍白 一字一句 可是我心里就是不甘 他用力地抓住了我的手腕 很紧很紧 就算是死 死在你怀里 我也心甘情愿 他说这话的时候 声音已然变得微弱 微弱地要全身贯注才能听清楚 但是我依旧倔强地抱着他 往回走去 此时的风雨打在我的脸上 随着我粗肿的呼吸 又流到了我的嘴里 我生平第一次知道 原来雨水是热的 是咸的 雨水是咸的吗 而就在我胡思乱想之际 从我脸上渐渐滑落的手掌 却是又把我拉回到了现实 我分明看到 韩燕之的手无力地垂下 他已经支撑不住了 他浑身变得无比的冰凉 我抱着韩燕之 也立马顿住了脚步 我站在原地 看着韩燕之 又看下了不断翻涌的海水 似乎那是我的心许 也跟着意气地翻涌着 死了吗 我泥鸽了一声 声音平静无比 我也不知为什么 这事想发热的雨水 像是怎么也滴不下来了 越来越多 越来越多 不知什么时候 我双眼已经变得血红 流出的也不像是泪珠子 而像是变成了 红色的鲜血一般 我的心脏究竟 随之又像是 被什么东西穿破一般 我愤怒地想喊叫出声 将心里的难过压抑 全部发泄出来 可是此时我却发现 自己什么都做不到 这种痛苦 是我前所未有的 而在此时奇妙地 仿佛四周 一瞬间恢复了安静 就只有水神公公 没有善罢甘休 不断疯狂地 看着我的八卦图 而此时像是 没了我的控制 这太极八卦图 轰然一折 便是再次碎裂 他发疯一般 想迫切地 置于我死地 很快地再次朝我冲来 脸上绽放着凝笑 而下一秒 我就看到这惊天一副 朝着我头顶的位置 劈砍而来 而此时我像是 吃了傻了一般 并没有闪避 我若是就这样死了 又何妨呢 我脑海中这样想着 可是心底却是 忽然涌出了一个声音 你水神公公 够资格吗 随着这道呐喊声响起 像是有一种 我从没感觉到的力量 从我身体之中爆发而出 我将寒掩之轻轻地放开 而奇怪的是 寒掩之的身体 并没有落到水里 一股水墓 迅速地把它包裹起来 而就在这股水墓 升起的时候 远处的张一青 却是睁住了 他目光发出了变化 如果我此时看到 可能心中还会惊异 张一青从没如此失态过 他远远地呢喃了一句 他回来了 白胡子老头和中年人 此时也是异常地紧张 无法道人 则是心头忽然生出了一种恐惧 一股庞大的力量 似乎正在压制着他 他明显地感觉到 这股力量的中心 就是从我的身边 绽放出来的 而伴随着我轻轻抬头 水神公公的一幅 很快披落下来 但是初期的 我觉得这一幅的速度 简直是太满了 我仅仅是心颖一动 身体便瞬间出现在了 数丈之外 水神公公脸上 出现了一抹震惊 立马操控着水幅 朝我追击而来 一时积极千层了 这让围观的众人 一下子眼神全部惊骇起来 此时我和水神公公 已经拉开了百丈的距离 我突然停下 转身 抬头 就这么盯着他 这双冲血的瞳孔 在夜色里显得异常的可怕 不远处有眼尖的人 一瞬间也是心跳加速 他伸手指着我说道 你们看 这东海楼望 这是怎么了 这句话 顿时让天庭几个仙人 把注意力具象了我 大家看到我 先是争住了几秒 随后便反应过来 这好像是传说中的 血童 不是吧 东海龙望如果有血童 那么东海龙望不就是那个人吗 拥有血童之人 是三十三天之外的魔帝尊呢 大家原本都议论纷纷 但是听到魔帝尊这三个字 所有人全部屏住了呼吸 大家顿了几秒 这时忽然有人打破了沉默 这是真的呀 那你还见过别人拥有血童吗 这是魔帝尊的标志 这句话其实已经将众人说服 加上众人又看到了我双目血红 基本上就断定 我是魔帝尊 可是当年 这魔帝尊 不是在我们三界追杀之下 已经彻底击杀了吗 是啊 当年我们还是一起出的时候 在三界的史册上都有记载呀 这书上写的东西啊 十有八九都是假的 这句话 让众人变得紧张了几分 如果真的是魔帝尊出现的话 那么到时三界肯定会掀起一番腥风血雨 此时最为激动的不是别人 而是无法道人 无法道人这七年来 没有像今天这么开心过 因为他也看到我那双血红的眼 如果我真的是魔帝尊 那他分走我的气数 便占了天大的便宜 见到这一幕 不知为什么无法道人忽然觉得自己 没那么害怕道家老祖了 道家老祖 就算复活成功又能怎么样 如果频道搭上了魔帝尊 还理什么道家老祖啊 感谢您的收听 如果您喜欢我的播讲 请您点下关注 点下订阅 咱们下集再见 而水神公公也明显并没有继续出手了 他貌似感觉到身前 已经传出了一抹威胁的气息 这让他感觉非常的差异 刚才明明那么弱的人 居然一下子让他感觉到了威胁 他的身体逐渐将水花凝聚得更加凝视 而我却是一脸的冷漠 手中一招 争的一声 很快一把剑飞了过来 这把剑 也不是实质化的 而是东海的海水形成的 我抓住这剑 转身便朝着公公而去 其实我的速度 简直是无与伦比 其实我也不清楚 自己到底处于一种什么样的状态 我只知道 自己的脑海 有一道声音响起 这道声音 不断地呐喊着一个字 杀 杀死眼前的敌人 杀死一切阻碍我前进的人 我手中的水剑 散发出了一阵盈盈的蓝光 八卦图 这事也回到了我的掌心 我朝着水神公公 一剑朝着水面站去 水神公公的躯体虽然庞大 但是移动的速度 也是相当的快 第一剑并没有掌到它的身上 我身上翻涌的倒气 变得愈发地强烈起来 似乎气势也在节节地繁升 我身上忽然散发出了一阵黑色的气体 这种黑色和之前的太极图案出现的黑色 还是有区别的 高空之上不断地下着大雨 但是此时大家的注意力 已经全部放在我和水神公公的身上 水神公公刚躲避开这一剑 水剑落在了水面上 水面站死出一道数千丈的口子 海水分开 这一剑竟然把海水断裂 而口子被撕射开 掀到了两边的海水 并没有往回滑落 而是固定在了原来的位置 就像是结冻成冰一般 这一道千丈长的口子 基本上已经颠覆了大家的内心 无法到人看着眼前的场景 毛子里闪过了一抹惊讶 他无论如何都没有想到 我会是魔帝尊 只是他心中此时又生出了一股疑惑 为什么我是魔帝尊 双眼已经变成了血红之色 身上还会有道气扩散呢 无法到人知道 魔帝尊修行的时候 从来是看不起道家法术的 无法到人看着我 忽然猜测地呢喃了一句 难道 这魔帝尊也是修行了道家的法术吗 白胡子老小此时心里更加地高兴了 看见了吗 这就是这小子真正的潜力 你说不逼一下 他怎么会给人这么意外的惊喜呢 白胡子老者完全没有因为我是魔帝尊 而对我有别的想法 他的心思全部放在我没有爆发出的潜力之上 而中年人则是始终沉默 一声不吭 此时水神公公看到海面上出现了一幕 紧接着面色一片迅速地朝我奔来 水箭和斧头用力地碰撞在一起 苍朗朗一声 海面的海水顿时不断地翻滚 翻卷起的浪花似乎要直奔天庭而去 我体内的倒气迅速地运转 双方各有进退 海水依旧凝结 我们就这么站在水面之上 对视着 双方快速交手大概不过一刻钟 水神公公和我的身上都已经出现了不少的伤口 而水神公公现在似乎极为恼怒 用力地咆哮了一声 你给我死去吧 水神公公快速地朝我冲来 转眼间就到了境前 整个海水像是被我们两个轻盈之下翻江倒海 我们双方快速地交手顿时是风声怒吼 天地色别 而周围一些实力盈弱之人都是快速地后退 而承受不住的已经直接跪在了地上 在海底看着的南海龙王 此时的脸色别提有多精彩了 他是真的没想到 这么一个臭小子居然会这么厉害 要是早知道我这么厉害 南海龙王应该不会对我出手的 可是这个世界上什么都有 就是没有后悔要 天庭之上 老先生须眯着眼睛 心情有些复杂 他其实自己出手 也未必打得过水神公公 现在见到我出手 还是忍不住深吸了一口气 现在真不知道是谁赢谁输我 水神公公的实力很强 但是东海龙王 好似是摩地军 他也不弱 不管如何 这一战是绝对会载入史册的 是啊 是我生平见到的最强的一战 最强我看够强 最强的那一战 你忘记了吗 是那个人出手的那一战 没人可以超过的 旁边这个新人搭了一句 很快得到众人的认可 一脸的恍然大悟 我和水神公公则是再次触碰到一起 他眸子紧紧地盯着我 我一键把他挡开 身体在空中一跃 一脚踩在了水神公公的身上 快速地翻手一键 点到了他脚踝的位置 这一幕让大家目睁口来 而身前有水纹凝结成的身体 也迅速地崩散 这水纹没有法力凝聚 一下子便是落到了海水中 归为平静 这水神公公好像不曾出现过 众人纷纷地发出了惊呼的声音 不是吧 这就结束了 看来这水神公公 没有咱们想象中那么厉害呀 你可别忘了 和水神教授的人 是摩帝尊 是是是 你说得也对 摩帝尊的实力这么强 就算是对付水神公公 也不是一件难事 众人纷纷地猜测 都以为要结束了 我站在水面之上 天空落下的雨水 自动地避开了我的身体 我身上被心血染红 身上的伤势也是极度 就在打下一位要结束的时候 但是我知道 这只是刚刚开始 水无形 却也有形 作为当年掌管天下水域的公公 哪里会这么轻易地被打败 我经历清楚 所以我并没有放松警惕 目光四处犹循着 八卦图在我身前不停地转动 我手中的水剑也捏紧了几分 而在这时 有人发出了惊呼之声 你们靠 那边 这花音落下 吸引了不少人去那边看 大家的目光看去 顿时有人色变 公公没死 真的啊 我就说吧 水神公公怎么可能那么容易死啊 不对啊 你看 那边还有一个水神 这句话落下 又成功地将大家的注意力 转到了别处 一时间 诸如此类的声音不断地响起 有人数了一下 忍不住倒戏一口凉气 发出了惊呼的声音 居然有七个水神公公 往目光扫了一圈 内心也是毫无波澜 而却在这时 有人又忍不住 发出了惊呼 你们快看东海龙马 晚期内容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如果您喜欢我的播讲 请您点下关注 点下订阅 咱们下集再见 第三百六十三集 这一声惊呼 很快再一次 将众人的目光 朝着我吸引过来 居然有两个洞海龙马 黑夜中 七位水神公公的四周 水浪滔天 而我这边却是 无比的平静 所有的海水 都已经凝结成冰 我看向了水神公公 下一秒我左手一抬 清除了一道水 这水和轻轻 形成了冰柱 冰柱出现之后 朝着水神公公 便是冲撞而去 而此时白胡子老头 见到我出手 面色变得沉浸了几分 同时心中也出现了 一股奇怪的情绪 他还是分化了 当初他分化自己的时候 还是千年前的事情 现如今没想到 还能见到如此的一幕 白胡子老头声音有些感慨 但是却忍不住动容 他像是回到了曾经 回到了往昔 当初那一盏昏天暗地 到如今还让他历历在目 不能忘怀 水神公公分化成为 七道分身之后 几乎每一道分身 都一模一样 有着巨大的身形 手中拿着巨斧 看起来异常的凶猛 那道水柱朝着水神公公而去 他其中的一道分身 拿着斧头便劈头盖脸地砍下 冰柱瞬间被劈散 而我则是紧随冰柱而上 而此时大家惊异地声音 便是想了起来 这个是摩帝尊 那另发一个是谁啊 所有人都纷纷发出了惊呼 之前传说摩帝尊 拥有一双血统 而此时 我却是没有发现自己 另一个分身一双眼睛 变得异常的清凉 像是一眼就能动穿 世间万物一般 而我那一具分身的身上 也绽放出了一层淡淡的 金黄色的光芒 这周身的金光将我包围 无法道人见到这一幕 瞳孔是瞬间放大 顿时是心跳加速 不会是他吧 无法道人 此时再也无法淡定 他真的不敢相信 还不停地催眠自己 这应该是看错了 绝对是看错了 张一清盘坐在水面之上 面色逐渐变得放松了几分 不愧是我徒弟 一正一邪 终于有人看了出来 能和摩帝尊共用一个身体的分身 不用说 肯定不是什么小人物 只是这家伙到底怎么做到的 居然能让一正一邪 两道分身同时存在 这也太恐怖了吧 是啊 这种不可能的事 居然都让他做到了 这时水神公公的七个分身 很快就奔着我过来了 转眼间 就已然到了身前 七个分身 几把巨大的斧头 全部散发着淡淡的光芒 而我则是快速地抽身 只是刚刚动身 我那道分身 却忽然说了一句 你不用出手 你看着就好 他声音无比地冰冷 像是从地狱传出的 你那一般 我本身已经抬起的剑 却是又缓缓地放下了 我这个分身 好像是有独自思考的能力 而且好像不简简单单 只是一个分身 更像是一个独立的个体 我心里泛起了波澜 一时半会儿 完全搞不清楚 这到底是什么情况 这东海龙王另一道分身 怎么没动啊 是啊 是不是傻了 想以一敌妻吗 水神公公这次 是没打算放过东海龙王 我和他这次 再前难逃了 我看着奔过来的水浪 一时间水浪是遮天蔽日 很快就将我的视线挡住 抬头望去 这水浪一眼望不到尽头 真的是好强呀 不愧是上古先人 你们用屁股想想也知道 东海龙王不可能是水神公公的对手 当年水神公公虽然是输给了火神祝荣 但是两个人都是上古先人 而东海龙王算什么 只是一个不入流的先人 这番话很快得到了四周先人的认可 但是却有些人心里有些奇怪的心思 因为不管怎么样 东海龙王还是矜持了这么久 七个水神公公拿着斧头 是来势汹汹 七把斧头很快朝着那道分身砍了下去 可是仅仅下一秒 我就看到浑身血红的他 凌空一跃 直冲而上 奔到了高空之中 他手中的剑连灰斩了树下 一阵阵的鸿芒 把黑夜照耀的异常的摇曳 可恐怖的并不是这个 恐怖的是这道光芒 所包含的道气 这股庞大的道气向着四周扩散着 很快让围观的众人 面色变得凝重起来 这剑气幻化成了红色的光芒 隐隐能看到 红芒迅速凝聚成了一把参天的巨剑 随着巨剑的汪名之声 夹杂着毁天灭地之势 撞向了七把巨斧 一瞬间光芒大声 天地似乎都要裂开一半 十分东北巨层的遗迹 瞬间晃作了积分 水浪朝着海面落下 很快就被巨大的东海吞没 这一瞬间 一切像什么有发生过一般 此刻这里落真可问 所有人都蒙住了 包括我 我这个本体 这就是绝对的实力碾压了 所有人都是一副吃惊的样子 完全没有想到事情会发展成这样 原本以为水神公公 想要灭掉我的分身 简直是惊而易举 居然没想到 会落得这样一个结果 我忽然感觉自己心头一颤 什么时候我自己的体内居然隐藏着这样一个强大的分身 他双眼血红 不知为什么我总有种感觉 觉得这个家伙并不是我 他和我不一样 他的心里 充断的只有杀意 而此时此刻的我 却是更加希望变成他 变成他以后像他一样肆无忌惮地将自己的仇人全部杀干净 摩地尊的实力 真的是很强啊 一个上了年纪的老头 看起来差不多一百多岁了 他出声说着 正当他说话的时候 我那道分身又落到了水面之上 却在这时 水面上一下浮现出了很多道身影 这些身影是从四面八方过来的 他们落到了水面之上 直接跪伏在我那道分身的跟前 属下 拜见帝尊 我粗略一扫 大概有二三十人 这二三十人放的别处 都是实力顶尖之杯 围观的人看到这二三十人出现 脸上都是呈现出了意外的神色 摩地尊的手下 居然还有这么多的余孽没有被铲除 你们看 那不是摩地尊手下的三大战将吗 当初他们杀入天庭 可以说是如辱无人之境啊 是啊 我当初远远地见过他们 他们居然都没死啊 而有些人 则是迅速转身 通知各大势力 跪在摩地尊身前的人 情绪变得十分的激动 铁尊 您终于重生了 您回来重新带领我们吧 我就知道 您永生不死 我看着这一幕 心情莫名有些复杂 而我那道分身 站在原地却是一顿没顿 呼啸而过的海水雨水 全部自动避开了他 他似乎并没有听到身边的呼喊声 也没有看到跪在地上的这些人 他眼中什么都没有 我先前以为白起大统领身上充斥的杀气 已经很强烈了 但是此时看到自己这道分身 却明白 他身上的杀气像是怒害一般 无穷无几 时间仿佛静下了那么几分钟 随后 他缓缓低头 看着眼前跪着的下属 似乎还在等待他的回话 他眼神冰冷 仅仅吐出了一个字 滚 这一个字 让跪在地上的人纷纷色变 他们抬起头来看着我那条分身 而我那条分身 又是吐出了像是来自地狱般的声音 还要我再重复一遍吗 一瞬间跪在地上的人再也不敢说什么 身形一闪 纷纷消失在了原地 寒风凛冽 雨水交降 而我这点气氛却是变得愈发地凝结起来 只是没过一会儿 像是听到有人呢喃了一句 水神公公不会是死了吧 可是也就是这花音落下 原本平静的水面像是瞬间被煮沸一般 不断地有水泡冒了出来 这被煮沸的水面开始一点点地翻腾着 仅仅是不到片刻 便掀起了百八十米的高浪 众人仰头看去 一个比之前更加庞大的神局 即将要出现了 而此时有人忍不住 发出了惊呼的声音 水神公公这是要借着海水重塑身体了吗 一时激起了千层浪 所有人都忍不住倒吸一口凉气 本期内容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如果您喜欢我的播讲 请您点下关注 点下订阅 咱们下集再见 第三百六十四集 这水神公公根本就杀不死啊 这句话 像是一下成了大家的共识 水神公公在海里 真的杀不死 我的心头也是一颤 刚才我那道分身出手 的确是惊艳了我 一并晴天俱见 将水神公公七道分身全部瓦解 这等实力就算是无法到人 也是拍马摸击的 此时水神公公还在不断地 重组身体 随着身体重组 很快便发出了愤怒的咆哮声 秦怀 你真的是让本尊怒了 本尊今天 一定要将你碎尸万段 随着他的声音响起 牵引着水浪飞溅 其实从某种程度上来说 我还是能感受到自己和分身是有联系的 不管它是魔地尊 或者是一道单独的分身 我们之间应该都是存在着某种联系 所有人都惊呼着水神公公的身体重组 但我的那道分身却依旧是淡漠而立 显然是没有将公公放在心上 而我此时也明白了一件事 那就是水神公公不可能真正的杀死 四海的水量充沛 而且这个家伙身体没有实质 所以他随时可以利用海水 重组自己的身体 怎么可能杀死 加之这边的情况也变得越来越复杂 各方的势力在盯着 职责声别 正在我想着的时候 很快就有一道声音回馈了我 我抬头看去 一瞬间发现自己的分身 正放下了自己 他紧接着说了一句 你看好了 我清楚了他的意思 就是让我看着他出手 我基本上是没什么战斗经验 所以此时一战 应该会让我受益匪浅 而他话音落下 水神公公的身体已经重组完成 这次庞大的身躯直送天际 从下往上看 根本就看不到头的位置 此时我那条分身站在水神的面前 如同一只蝼蚁一般 看着就像是只要水神公公抬脚 便随时可以将他轻易踩死 可是我那条分身 身上的气息却是丝毫没有减弱 水神公公的咆哮声响起 紧接着一脚朝我的分身踩踏而来 众人哗然 水神公公虽然身躯庞大 但是踩在海面之上 如履平地 没有受到任何的影响 大家原本以为 这么凶猛的宫石 这么庞大的身躯 肯定会暂避锋芒 可是我那条分身站在原地 却是一栋没栋 这是听到他的手下 有人大喊 帝尊小心 可是那摩帝尊根本没有理会 仍旧是冷冷地看着 踩踏而下的水神公公 这一脚落下 定是翻江倒海 紧接着就听见轰听一响 四周的海面便是蓬勃而起 这巨大的脚力 仿佛让大地都跟着颤了三颤 可以说在围观者的眼中 这一脚便能够定乾坤 而所有的目光 都死死盯着脚面落下的地方 他们都想一探究竟 是死了吗 这会儿大家心里都生起了同一个想法 别人不清楚 但是我却知道 那道分身肯定是没事的 它和我身上是存在联系的 所以我没死 它肯定不会死 就在大家好奇的时候 忽然响起了一道 冷漠的声音 这一道淡淡的声音响起 一道红色的光芒 突然就绽放开来 众人目光看去 就看到一道身影 直直冲破了水神公公的脚面 身形暴起数百米 一见朝着水神公公的脑袋站了过去 一见斩天 四个字落地 强大的倒气快速波及到死猪 原本以为水神公公脑袋会应声而落 可是并明 相反还响起了一阵惊铁交明之声 下一秒 水神公公抬起自己巨大的手掌 朝着分身拍去 仅仅一秒钟 这分身便直直地拍落在水面上 就在此时 我看到之前摩帝尊几个属下 想上来帮忙 只是摩帝尊轻轻冷哼里声 他们便止步不前 一步都不敢动了 我抬头看着水神公公 他身形快速地移动 这么庞大的身躯 速度居然还能如此之快 简直让人匪夷所思 摩帝尊反住身形 却是没有丝毫的慌乱 几个闪动便是跳到了水神公公的肩头上 水神公公再快 毕竟也是个庞然大物 他手中拿着水箭 在空中留下了一道完美的呼吸 随后这一箭轻轻地点在了水神公公的脖子上 与刚才不同的是 这次空中仅仅留下了一点红毛 时间在这一刻 像是定格了一般 只是这一箭仍旧没有给水神公公造成多大的伤害 而且水神公公很快出手 朝着摩帝尊拍去 摩帝尊的身形 则是灵活地躲避 反手一拳又砸在了水神公公的脸上 一瞬间 水神公公的脸部 像是凹陷下去一般 喷勃出了大片的海水 而下一秒 巨大的身躯轰隆一声 便是倒在了地上 可是倒在地上的巨人 像是陡然一下子变成了一盆海水 消融又无形了 好像刚才数百米高的身形 像是根本不存在一般 我看着倒吸一口凉气 水神公公对于水文的操纵 已经到达了随心所欲的地步 这天底下所有的水 都可以让他如必之时 而就在所有人都猜测 水神公公去哪里的时候 水面忽然就泛起了波澜 一瞬间看到了树到水处 朝着摩帝尊射去 速度之快 令人折舍 但是摩帝尊真的不是吃素的 身形一傻 一瞬间腾空而起 手中拿着水箭连续地斩落 几道冲天而起的水柱 瞬间被批于无形 他身形极快 动作是干脆利落 一气合成 我把他所有的动作身形 全部记在了脑海里 而此时 水柱落地 今天这胜负很难分了呀 众人鸡嘴巴舌地说着 另一个回答 是啊 现在交手的已经不是水神公公和东海龙王了 东海龙王已经变成了摩帝尊了 不 我怎么感觉这东海龙王不是东海龙王 你太娘的说什么呢你 有人立刻问道 我感觉他那道本体虽然站在那没动 但是身上的气息似乎在节节地攀升 我刚才的注意力全部在摩帝尊身上 没想到 等我回过神来之后 就诧异地发现了这一点 这句话很快就引起了众人的嘲笑 你是吃人说梦的吗你 通海龙王怎么可能比摩帝尊还强呢 众人你一言我一语地说着 就在众人讨论的时候 下一秒 水面炸开 一个硕大的拳头 很快朝着我的分身砸去 双方快速地交手 很快就是百事欲找过去了 此时他们在天上打的是阴风怒号 天地色变 海水已经被翻转了好几次 此时两人交手 已经算是这世界上的巅峰交手了 其实这次他们的交手 对于我来说 有种特别大的震撼 此时双方各自站定 从整体实力来说 我的分身是压过水神公公一头的 但是水神公公 因为是水行台 所以很难弄死 众人也都察觉到了这一点 而水神公公 此时却是缓缓开口 似乎之前的愤怒 已经不复存在了 你还真是强得 让本尊意外呢 而我的分身磨地尊 则是轻轻瞥了他一眼 随后说道 你今天必须死 水神公公听后 立马上哈哈狂笑起来 随着他哈哈大笑 四周的水面突然开始冻结 而在下一刻 他的笑声还没落下 摩地尊立刻冲天而起 一见 封后 本集内容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如果您喜欢我的播讲 请您点一下关注 点一下订阅 咱们下集再见 第365集 只是所有人见到这一幕 除了震惊 就只剩震惊了 这惊天的一见 带着妖异的红芒 绝对是世间罕见 让人觉得无比的惊艳 风一阵阵地吹来 而天天之上 老先生双手放在了背后 脸上的神色肃穆 事情的发展 似乎远远超出他的意料 此时也不断有惊喜出现 水神公公重新复活 这是他能想到的 但是没想到的是 水神公公复活之后 居然变得如此之强 比当年见他的时候 要强上很多倍 老先生此时的拳头 不由自主地握紧了几分 要是放在现在 他自己觉得 都不一定能 战胜得了水神公公 他忽然觉得很庆幸 赌对了 居然把魔体尊 都给赌了出来 如果这两人 能够两败俱伤 那自然是最好的结果 只是刚才 魔体尊那一见的光芒 即便是他 也被震惊得无以复加 若是魔体尊的实力 在鼎盛之时 他真的不敢想象 老先生深吸一口气 压制住自己紧张的情绪 不知为什么 他心里隐隐有些害怕 这千万年的星河转变 沧海桑田 这么多年过去 他很久没有感受到这种滋味了 没想到 这滋味居然不是公公给他的 居然会是那个人给的 水深公公的身体 重新融入到了海水之中 只是这一次和上一次 完全不一样 我感受到了气息的溃散 这番气息的溃散不是别人的 正是之前的水深公公 之前魔体尊和水深公公交手好几次 虽然几次击败了他 但是都没有出现之前的情况 不过此时此刻 我却感受到 他的气息正在慢慢地减弱 但是我仍旧不敢放松 面色凝重 水深公公到现在是没死的 这一点我可以肯定 但是海水此时 确实已经彻底地平复 海面上甚至都没有海浪翻涌 可是越平静我的心里 愈发不安 大家的疑惑声 也不断地响起 为什么水深公公还没有出现 这完全不正常啊 就在这时啊 水面忽然荡起了一丝涟漪 这一丝涟漪极其的微弱 却被我清晰地捕捉到了 而在之后 这涟漪的中心 突然保出了一个巨大的水花 这水花炸开 快速地朝我奔来 它来势汹汹 我完全没有想到 我错了 它的目标居然是 我此时是猝不及防 我和它的实力相差得太大了 这水浪过来 我瞬间如风中的叶子一般 被冲击到了百十里之外 瞬间我感觉体内的气血翻涌 随后吐出了一口鲜血 感觉自己此时异常的虚弱 它居然把目标转向了我 水深公公此时再次出现在我的面前 只是这一次 它不是以水纹的形态出现 而是以肉身的形态出现 它手上拎着一把懒死的巨幅 也已经变成了食指 它一步一步朝我走来 嘴角也出现了一丝凝笑 秦怀 你还是让半尊抓到了 现在 死吧 说着话 它动作没有丝毫停顿 斧头直直皮甲 一瞬间巨大的危机感快速袭来 我本想躲避 可是此时我的身体已经异常的衰弱 假之刚才又受了肿伤 根本是躲避不开 我的实力 和摩底尊的实力相差悬殊 我和摩底尊完全是两回事 而就在此时 我心中突然想起了一个声音 我不知道这是谁对我说的 随后我心眼一动 身前的八卦图案直接放大 随即绽放出了一道风和的光芒 挡在了我的身前 轰隆一声 水深空空的斧头 再次展入了八卦图中 八卦图像是有弹性一般 迅速地凹陷下去 斧头砍进去了好几十公分 但是八卦图这次 却是并没有崩散 依旧能够撑得住 我这是快速的回事 从地上爬起来 周围围观的人眼神里 都露出了一抹诧异的神色 好像有些不理解 东海龙王和摩底尊不是一体的吗 那为什么摩底尊现在站在原地 迟迟没有保护东海龙王呢 众人双手环抱在军前 一副看好戏的样子 大家没有人关心谁的生死 水深公共的宁小声 在我耳边响起 他一步步地朝着我逼近 很快要到了我的身前 这一次 你跑不掉了 开天府 斩 随着他声音落下 手中的斧头 猛地亮起了一股蓝色的光芒 而伴随着光芒 抬起八卦图终于像是支撑不住 直直地破裂开来 我甚至已经闭上了自己的眼睛 而此时就算我死了 也不会怪任何人 只怪我自己实力太弱 若到只能任人宰割的地步 若到每次遇到非邪 只能靠别人的帮助 可是闭上眼睛几秒钟之后 我却没有感受到任何的痛感 身体也没有受到任何的冲击 我心中腾起了一抹疑惑 不对呀 于是我疑惑着尝试睁开眼睛 却在这时 听见众人发出了一声哗然 这声哗然里 全部带着震惊和不羁 这到底怎么可能 东海龙王到底是什么人 为什么眼前会变成这样呢 所有人的目光变得灼热起来 忽然是觉得眼前的东海龙王 简直是无比的神秘 完全看不穿看不透一样 我盯着他们眼神中那奇异的眼光 也是一阵的蒙蔽 所有的人都盯着一道身影看着 而我随着他们的目光 看过去的时候 顿时自己也被惊呆了 你问我为什么会被惊呆吗 因为我眼前又展出了一道身影 它居然又是我的一道分身 虽然并没有看到正脸 但是它的身形着装和我是如出一辙 我们的区别仅仅在于 它身上散发着一股害人的道气 这股道气我前所未见 这时我还听见了一声轻微的叹息声 只是那人转头看向了我 那目光中显露出来的 是恨铁波成钢的意味 我看到这双眼睛 顿感微微有些尴尬 莫名的觉得有些不好意思 我身前这道身影 完全是强到爆炸的地步 它单手就挡住了水神公公的斧头 那斧头看起来是无比的锋利 可即便这样 我身前的第二道分身 还是赤手空拳把它挡了下来 这一人足以战天斗地 这就是我心中的感觉 饶食水神公公这会儿也是一脸的蒙蔽 并没有搞清楚眼前到底是什么情况 我的第二分身很快地出手 偷住斧子的手没有动 抬起一脚踹在了水神公公的身上 水神公公这次直觉发出了一声惨叫 在天边划过了一道抛物线 重重地飞了出去 这 这是什么实力啊 此刻寂静止住 有人轻轻地呢喃道 这句话顿时引起了很多人的共鸣 而就在这时啊 在暗地里响起了一道呢喃之声 还真的是期待第三道分身赶快出来呀 本期内容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如果您喜欢我的播讲 请您点一下关注 点一下订阅 咱们下集再见 第三百六十六集 我身前这人 一举一动 好似和天地间的气息完全契合 没有丝毫的阻碍感觉 好像他就是天 天就是他 一股奇妙的气息在这里迅速地蔓延着 水神公公被击落在地 摩帝尊的目光也朝着这边看来 只是他的目光中没有任何以私善意 相反带着敌意 而这是 我第二道分身忽然扭头看下了我 当我看清楚第二道分身的模样 我忽然睁住了几秒 旋即回过神来 我心想这算是怎么回事啊 这第二道分身和第一道分身完全不一样 第二道分身像是没有脸一般 准确地来说 是没有五官 他面向我的时候 我也不清楚他是不是在看着我 只不过我却感受到一股阴森奇怪的气息 正在弥满着 他一声不吭 但是无形中我感受到了一股巨大的压力 这种压力异常强大 比水神公共带给我的压力要强大太多了 还好这个家伙只是看了我一眼 便收回了目光 紧接下来 大家看到的一幕是 完全单方面的女杀 没有任何的悬念 水神公共像是一个沙袋一般 被我第二分身打得毫无还手之力 连想躲避的机会都没有 大概一刻钟后 水神公共已经被彻底的收拾 沉入了海底 像之前一样再也没了动静 我咽了个唾沫 他居然有如此强悍的实力 无法道人站在原地 看着眼前的一切 背后出了一身的冷汗 他忽然有些庆幸 当初并没有将我逼迫到 没有退路的时刻 否则的话 他很可能和水神公共一个下场 张一清看到这一切 嘴中又呢喃了一句 他又变强了 张一清的呼吸加重 但目光依旧死死地锁定着战场 张一清知道 有些事情已经逐渐不是他能控制的了 他现在要做的 就是铺垫好一些事情 转变后手 至于以后发生的事 且走且看嘛 而白胡子老头此时更是异常的兴奋 看见了吧 这小子完全不会让咱们失望啊 中年人此时却是眉头微皱 这非必是一个好结果 怎么不是好结果呀 这不就是他当初想要的吗 你记得他当初和你说的话吗 中年人点了点头 表示记得 当初他是说过要培养几道分身 让分身也能无敌于天下 当初只是以为他玩笑一出 但是现在看到这一幕 不是笑谈 因为一切成为了事实 他心里知道事情已经这样 完全没有办法改变了 分身这么强 本体为什么会这么弱呢 中年人呢喃了一声 他怎么都想不明白 他忽然觉得 有些看不懂东海龙王了 他努力地深吸一口气 让自己的心绪变得平静下来 水神公公被击中 沉住海底 而下一秒 我第二头分身也快速地钻入海底 又将水神公公的身体 给捞了上来 他转身把水神公公 抛到了我的跟前 让他跪幅在地 我看到这一幕 心跳莫名的加速 要知道跪在我面前的不是别人 可是把天撞了一个窟窿的 水神公公啊 而他现在看起来更像是一条死鱼 名副其实的死鱼 我盯着他 几秒钟我便是收回了目光 水神公公现在已经有气无力 身上的稻气彻底溃散 他脸上全部都是鲜血 你 你真的是让我意外 本尊 也是神尊 没想到 你是他 我是谁 我语气变得紧张了几分 发生了这么多的事 我忽然对自己的身份好奇起来 我知道 我的身世肯定藏着什么秘密 不可能无缘无故 多出了好几道分身 之前我师父也对我隐瞒了很多很多 而我自己有什么本事 我心里是有数的 绝不可能这么巧 倒不是我看不起自己 而是事实摆在这 你 你不知道吗 我点了点头 你居然自己都不知道 可是你现在居然成了天天的一条走狗 只是天天的御地 也真的是敢抬高自己 敢让你当他的走狗 你到底在说什么 我没说什么 你不懂就不读 哼 我问这么多干什么 这狗东西不愧为水深 即便落到这个下场 还是依旧狂妄无比 本尊倒是要看看 一滴同破了这个马蜂窝 他最后怎么收场 这家伙说的话 我是越来越搞不懂了 我沉默着 而第二道分身随时 站在了我的身前 几秒钟之后 他又看下了我 虽然他没有五官 但是我依旧能够感受到 他的目光 下一秒 他直接干脆利落地 扭断了水深公公的脖子 没有任何的质疑 随着咔嚓一声 我忍不住倒吸一口凉气 要知道他杀的不是阿猫阿狗 可是水深公公 上古仙人 曾经和火神祝荣打战一场 还触怒了不周天 将天给撞出了一个窟窿 这样的实力 却像是被他杀街宰牛一般 轻易地弄死了 我此时感觉自己的寒毛倒数 我简直不敢想象 而现场的人几乎也全部都实话了 这是完全的实力虐杀 这第二道分身的实力 已经强大到无与伦比的境界 诶 这是要结束了吗 肯定结束了 四海的风波 看来现在已经平定了 东海以后肯定会成为四海的霸主的 是啊 有这样的实力 真的很可怕 就算在修行世界里 也很难找到这样的高手了 是啊 何止是难 简直是繁琐绯闻 年纪轻轻就当上了东海龙王 而且我刚才收到消息 他不只是东海龙王 还是地府的小司殿 什么 这不可能啊 要知道 地府和四海可是死仇 怎么可能会同时接纳一个人呢 我也觉得奇怪 但是这的确是千真万确 童所无欺的 你们才知道这个呀 其实东海龙王还有另外一个身份呢 这句话 顿时勾起了大家的好奇心 现在居然还有第三重身份 大家好奇地问着 期待着另一个人 说出了答案 他其实还是天庭的仙人呢 他叫秦高仙 什么 你确定吗 当然确定了 这怎么可能呢 一个人怎么能同时在三界当官呢 是啊 这也太离谱了 是我都不相信 你们不行 就说别人不行 你们都是普通人 但是这东海龙王的实力 你们没看见吗 他是普通人吗 这句话 瞬间说服了在场的众人 刚才纷纷议论的众人顿时闭上了嘴巴 一声不吭了 是啊 这妖孽怎么可能跟凡人比呢 很多人都无法接受天才和平庸者的区别 但是这个区别就是存在 就是这个将世界上的人画出了三六九等 大家正处于久久的震撼中 无法自拔 而就在这时 有人喊道 你们可 他那道分身怎么了 这一句话 又将众人的注意力给吸引过去 众人纷纷不解地看着眼前的一幕 是啊 他的第一分身和第二分身 怎么看是要打起来的样子 不只是他们发现了 这是我也发现了这一幕 我发现第二分身正在朝着摩底尊招手 而摩底尊也没有丝毫的退让 一步一步向这边走来 双方眼看着要一触即发 这两个分身要交手 这也太诡异了吧 难道是东海龙王自导自演 这怕不是脑子有坑才会做出这种事吧 这类的声音响起 我听后也是额头冒出了一排黑线 我要是有这种能力就好了 自导自演 他们不清楚的是 这两道分身根本不是我的控制 而是有着独立思想的分身 两方很强 我也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要交手 正当我想着的时候 双方已经快速地碰到了一起 随后我就感受到两股惊天的倒起 发生了激烈的碰撞 本集内容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如果您喜欢我的播讲 请您点一下关注 点一下订阅 咱们下集再见 第三百六十七级 此时的交战场景 让人内心激动 我看着这两人交手 心态和别人不一样 毕竟这两人是从我身体上分离出去的 他们身性犹如一道闪电 甚至比闪电都快 一般人根本无法捕捉他们的身形所在 而我死时站在原地没动 我刚才被水神公公重创 到现在都没有恢复 两人身上带着两道光 一黑一白 在夜色里迅速地绽放 交错 上一秒钟 两人还在天上 下一秒钟 已然到了海里 这阵阵的强大倒起碰撞 很快朝着四周扩散 紧接着有人被波及到 瞬间化费了几分 当看到有人死去之时 众人纷纷大喝 向远处退去 而我在此时居然也被一道道 强大的倒起给波及到 但是初期的 这些倒起并没有伤害我 我不清楚他们为什么要交手 我知道现在都没有搞懂 目前发生的情况 按理来说 水神公公被处死 这场风波应该立刻停歇的 可是水神公公死了 这场风波怎么还越闹越大了呢 原本水神公公和摩帝尊交手 已经算是异常巅峰的水平了 现在水神死了 缓成了我的第二分身 这两人的实力 可以说是更加强大 我此时才明白 摩帝尊之前之所以没有很快地出手 把水神公公处理掉 只是为了让我学他的战斗经验 和他交给我的招式 我此时心里莫名有些紧张 双方没有丝毫的阻隔 又很快地再次撞到了一击 摩帝尊此时浑身上下爆发出了一股强大的黑气 这黑气似乎要将他自己给吞没一般 他双眼血红 看起来有一股屎杀之感 我心头跟着颤了颤 下一秒一道耀眼的强光 迅速地刺破了夜空 将整个海面照耀得犹如白昼一般 他大喝一声 磨吞天下 这四个字落地 黑夜像是奔驰而过的巨云 迅速将钢材的白昼吞没 众人抬头看去 黑夜和白天切换得如此迅速 众人是纷纷吃惊 这等实力 他们恐怕是连仰望的资格都没有 他们这种实力 恐怕是已经超过了生人了 曾经在人类的修行历史上 出现过一个修行天才 他惊艳绝伦 所有人只能仰望他 一直到现在都无人能望其向北 这人双手放在了背后 看着正在出色的摩蒂尊 还有我的第二分身 他忽然觉得 东海龙王 会不会就是当年那个人类修行史上 最杰出的天才呢 白昼被黑夜迅速地吞没 泛起的海水迅速地凝固 化为一把锋利的长剑 这剑身长达数百丈 就这样悬在摩蒂尊的身前 这一剑伴随着一阵遮天蔽日的黑气 快速地朝着我第二分身斩去 气势如虹 令人无法致时 强大的盗气吞天灭地 此时我的心悬到了嗓子眼 这虽然不是我亲自参与的交手 但是摩蒂尊和第二分身 都是从我身上分离出去的 我和他们之间 始终存在着一抹若有若无的联系 他们在交手互相伤害的时候 这痛感也在我的身上蔓延 正当我想着这第二分身 该如何面对这惊天一见之事 第二分身早已出手 一道灿烂的白光 无比的圣洁 快速地刺破了黑暗 一黑一白两道光芒 再次撞到了一击 盗气所波及之处 轻可见 化为了虚无 中年人的内心掀起了一次波澜 他嘴角微微翘即 眸子里也泛起了一抹光彩 臭小子 你真的是让我越来越意外了 白胡子老者 看着中年人笑了笑 怎么样 当初我让你听我的 没错吧 有点意思 这种实力的展现 怕是有人要坐不住了 你说得对 白胡子老者说着话 内心还是感慨的 不过若是他们敢来 我们必定让他们回不去 人类的修行者 从来没有怕过谁 这倒是 说完 中年人忽然从原地消失不见 不见了踪迹 你去哪里啊 看得差不多了 也看到了我想要的东西了 中年人说完话 声音彻底地消声匿迹 这白胡子老者张张嘴 还想说什么 可是最后还是没有说出来 看着中年人消失的方向 他愣神了几秒 嘴里呢喃了一声 他还真的是放心呀 说完呀 白胡子老者身形一闪 也消失不见了 此时众人睁不开眼睛 一黑一白两道光芒 散发出的稻气 逼迫得众人不断地后退 等光芒和稻气散去之后 这里瞬间恢复了安静 似一般的安静 也不知过了多久 也不知是谁说了一句 人呢 众人的目光看下了海平面 刚才的摩底尊和我第二分身 都已经消失在了原地 原本凝固的海面 也迅速地瓦解 逐渐的海平面就恢复了平静 我目光看去 内心也是意外 只是我什么都没说 而这场风波呢 也终于结束了 我尽力在海平面之上 缓缓抬手 而此时包裹着 寒眼之的气泡 便是慢慢地浮出了水面 无法道人 这时也来到了我的身边 他目光闪烁 看着我 一声没坑 寒眼之此时浑身冰冷 犹如地狱里的僵尸一般 我想着 他应该是真的死了 想到这儿 我心里就一阵地疼痛 从开始他跟着我 我就从来没有 让他保护我的想法 我真的 只是觉得他一个人孤单 让他跟着我 好有个人陪着他 而无法道人 见我对他态度冰冷 便回道 清怀 平道这次虽然没有 真正地帮上你 但是平道却有办法 让你怀里的姑娘尸体 千年不服 万年不烂 我立刻顿住了脚步 真的 当然是真的 平道从不开玩笑 但是我知道这天底下 没有白吃的午餐 你什么条件 无法道人很快地回道 平道的条件和之前 还是一样的 我嗡了一声 我知道这狗东西 应该也是心生愧疚 毕竟上次没有帮到我 所以他说这话的时候 基本上没有任何的犹豫 我直接答应了下来 那你在东海等我一日 平道去去就回 说完 无法道人转身离开 而我也抱着寒眼之 回到了东海 现在 三海算是彻底的溃败 原本嚣张的南海龙王 此时已经面色煞白 我当日说了 让南海龙王落到什么下场 而今日 我更是没有任何的犹豫 南海龙王的头颅 被我割了下来 挂在了城墙之上 一直悬挂了越犹豫 南海被灭掉之后 取得西海北海两位龙王 立刻派人找着门来 而无法道人也快速地 将那股棺材给送了上来 这股棺材通体白色 泡在海水里 不会有任何褪色的情况 小子啊 这棺材里有个泉眼 是生命之泉 无法道人说完此话 还有点心痛的样子 好像是舍不得给我 但是最后在我的催促下 还是缓慢地把棺材打开 我则是没有任何的犹豫 将寒眼之的身体 缓缓地放了进去 而等他的身体放进去之后 我就看到了 让我诧异的一幕 要知道 人死后身体会变得 无比的僵硬 而且时间变长 还是会出现尸斑的 即便是新人 他的肉身也不会例外 而寒眼之的尸体 已经出现了一点状况 毕竟大战已经过去了 一天一夜 可是等寒眼之的尸体 放进去之后 一瞬间 原本看起来死气沉沉 面色轻死的尸体 忽然像是绽放了身体 变得面色红润起来 肢体也变得柔软起来 我看到之后 心里顿时变得有些嫉妒 这是活过来了吗 而正当我激动的时候 无法到人向着看穿了我 泼了我一盆冷水 小子啊 别吃心妄想了 不可能活的 本集内容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如果您喜欢我的播讲 请您点一下关注 点一下订阅 咱们下集再见 第三百六十八集 我看着寒眼之 已经恢复了 之前学美的容貌 而且看起来 像是随时会睁眼一般 简直美得让人窒息 他不可能活的 这生命之泉 可以帮助他 保证肉身不腐烂 但是不是可以帮他复活的 我看见棺材里的泉水 很快就将寒眼之的尸体 覆盖住 寒眼之的眉眼 像是随时绽放着光芒一般 随时都要张开 可是我期待的场景 就是没有发生 我忽然觉得心里有些难过 好不容易在地下熬了几千年 他终于活过来了 又因为我死了 我内心深深叹了一口气 小子啊 毕竟还有几千年的时间 只要肉身没坏 肯定可以活的 我嗡了一声 没有继续说谎 因为我不知道要说什么 而这时啊 老贵向我走来 大王 有人想要见你 我现在没心情 谁都不见 老贵应了一声 但还是没走 于是我诧异地看下了他 说吧 谁 大王 这次要见你的 是地府的天子包 地府的天子包 我呢喃了一句 不过想想也对 这次闹出的动静这么大 我的身份是怎么也掩藏不住了 我是地府的官员 也是东海的龙王 现在也到了该是抉择的时候了 你前面带路吧 老贵应了一声 我将棺材盖子给盖上 让人把这个棺材 放到一个隐蔽的位置 我们到了海面之上 经过了几日的修整 我身体已经恢复得七七八八了 现在身体内的道气流转 控制的是越来越熟练了 而且此时我能感受到体内的道气变化 这道气充沛 丰富 让人精神愉悦 让人能感受到 其中蕴藏的强大力量 正在蓬勃地发展 我之前几乎完全没有过这种感受 但是现在有了 我内心隐隐有些高兴 这才是应该掌握道气的第一步吧 我师父之前说我是不入流的仙人 有了仙人的身份 确实没有仙人的实力 而我现在已经慢慢地 掌握了仙人的实力 我深吸一口气 跟着老龟向前走着 等我见到天子包的时候 朝着天子包便拱手行了一个礼 而天子包也并没有拖挡 立刻拱手还礼 天子包 您客气了 秦淮 你现在是东海龙王 我给你还礼 应当应分 我并没有说话 而天子包倒是显得很从容 东海龙王 地府想邀请你 三日后相见一面 我下意识点头说好 天子包说完 倒也没有多余的废话 转身就走 看到天子包走后 我愣了几秒 大王 他们什么意思呀 什么什么意思啊 咱们龙宫和地府向来不合 这次邀请我们到地府 是为了什么呀 先别管这些了 走一步看一步吧 我看着天子包消失的背影 情绪有些复杂 回到东海 很快有人和我禀报 最近四海的情况 现在四海 基本上已经认可了 东海统治的地位 以后就是四海打个喷嚏 都得先问问东海 是否允许 西北两海过了头城 说是愿意割让城池 但是白旗大统领 却劝我不要接受 说现在如果不动手 以后是后患无穷的 我听了白旗的敬意 一次性 将西北两海 也纳入怀中 至此 四海完成了统一 只是现在摆在我面前的 还有一个问题 那就是四海和地府的问题 说实话 我并不想四海和地府开战 虽然双方的矛盾由来已久 但我依旧不想看到 我重重地叹了口气 随后从东海回到了岸边 奇遥一直在家里等我 看到我回来 冲出了一把抱住了我 抱得我很紧很紧 东海这几日闹出的动静 实在太大了 我没办法 只能轻轻地安抚他 这时我听见了一声咳嗽声 目光看去就看到了我的师父 我许久没见他了 看到师父之后 我立刻拱手心理 小子 你这次为东海创造了新的历史 师父 四海的事已经解决了 只不过地府的事情 说到这儿 我顿住了几秒 张一青想是知道我的意思 你去吧 到时地府说什么 你答应他们便是 张一青的话让我争住了 说什么了就答应呀 这话让我没反应过来 而张一青继续说道 放心吧 地府不会提什么过分的要求的 我嗡了一声 他随后和我说道 这一次东海和地府 能否冰释前线 全看你的了 张一青说完 就向外面看着 我看着张一青的背影 本来想说什么 最后还是摇摇头算了 这一次四海的风波 可以说是闹得三界尽致 我早就成为了众人的焦点 时间过得很快 转眼间到了三日后 三日后 我们在一座庙宇里会面了 这座庙宇非常有意思 就是选在了我当小厮店的地方 我们双方会面 地府来了不少人 很多张生面空 而我则是一个人去的 我这次过来 还是以地府的小厮店的身份过来的 我到了现场 很快就见到了 天子包 中奎 还有府军大人他们 行完礼之后 众人都诧异地看着我 可能是没想到 这三界的风云人物 会合他们心里 毕竟我是身份特殊 这时啊 我看到一个身穿华服的人 他语气淡淡地说道 秦淮 你说本王现在 该叫你东海龙王呢 还是叫你地府小厮店呢 他语气温和 也不像是咄咄逼人 似乎只是正常的询问 大王 我这次前来 是以地府小厮店的身份来的 臣想知道 在地府当了小厮店 要去龙宫当柴 这是不好的 所以还请大王见谅吧 我知道这位身穿华服的人 应该就是秦广王 地府一共十大言落 秦广王排第一位 所以地府是由他做主的 而我是怎么认出秦广王的 那是因为啊 天子堡他们 都站在了秦广王的身后 大家彼此沉默着 最后还是终归打破了沉默 秦淮 既然你以地府的身份来这儿 那你此次的目的是什么 纯会大人 我的目的很简单 如果你们接受我 当地府的小厮店 我会继续为地府效力 如果你们不接受 我现在就可以自成 我的话干脆利落 钟馗大人看着我 挣住了几秒 好一个情怀呀 说着说着 钟馗便笑了起来 而其余的人 也跟着笑了起来 这反倒是让我诧异了 大人 你笑什么呀 没笑什么 就是高兴 高兴你是东海龙王 其实啊 地府和东海是可以和解的 我听后心里顿时泛起了波澜 地府同意吗 地府早就同意了 只是之前四海龙王不肯 现在你把四海统一 你就有了话语权 正好 咱们可以详细地谈谈 我内心是完全没有想到 事情会进展得如此顺利 我深吸一口气 压制住内心的激动情绪 那你们想怎么谈 其实我内心深处 也是希望和解的 秦怀啊 你现在是不是该换一种身份呀 我点点头 那就以四海龙王的身份 和这帮人谈吧 钟魁大人当然是没资格提条件的 我目光看响了秦广王 秦广王笑着对我说道 其实啊 事情很简单 我们两边达成一个协议就可以 什么协议 秦广王正要说话 而在这时 有人喊了一句 北英大帝到 这话音落下 所有人的目光朝着前方看去 连同我也是如此 之前我就听过北英大帝的名号 现在听到北英大帝来了 我的心里 也变得好奇起来 本期内容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如果您喜欢我的播讲 请您点一下关注 点一下订阅 咱们下集再见 第三百六十九集 总而言之 北英大帝才是帝府的真实掌控者 或者可以说是创建者 只是我之前在帝府的时候 曾经听说过一些只言片语 说北英大帝创建完帝府之后 好像已经当起了甩手掌柜 这时啊 我忽然觉得一直到现在 好多时期 只欠一个奇迹 都不是无缘无故的发生 都是有原因的 比如说之前帝府和四海 一直都有谈判的异象 可是因为某些原因 一直没有谈判成功 而现在因为我的出现 统一了四海 我们才可能坐在一起谈判 我如此想着 现在北英大帝有出现 一切的一切 似乎都是顺理成章 所有人都看着近来通报的小鬼 小鬼刚刚说出北英大帝四个字 众人便迫不及待地问道 大帝人在何处 大帝人没有进来 只是给了小的一封文书 大帝嘱咐小的 一定要将这封文书 亲自交给秦广王大人 秦广王听后面色变了变 不过很快还是走上前来 双手捧过了文书 将文书接过后 众人的目光全部看下了他 而我的心里却是隐隐有些失落 本来以为可以见到北英大帝本人 可是结果却是并没有看到 只见秦广王 将文书打开之后 很快地看了几眼 看完后将目光收回 只是他的神色却是变了 北英大帝人在哪儿 秦广王此时一把上前拎住了小鬼 小鬼被秦广王吓到了 外面 小鬼刚说完话 秦广王丝毫没有耽搁 朝着外面抛去 众人反应过来 也是纷纷地追了上去 这到底是什么情况呢 我心里也好奇 也就跟着出去了 可是到了外面 秦广王左顾右盘 就是没有见到北英大帝的身影 你确认这封文书 是北英大帝亲手交到你的手里的吗 秦广王变得着急起来 又问小鬼 我确认 小鬼一脸懵逼 怎么都没想到 自己今天会成为地府这么多大人物的焦点 各位大王 大人 小的可以保证 来的人绝对是北英大帝 秦广王听后面子变得更加难看了 思虑了一会儿 秦广王面朝地面跪下 大帝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呀 众人没搞懂秦广王 为什么会做出这样的举动 很快有人将秦广王搀扶起来 而秦广王则是面如拷壁 一副伤心欲绝的样子 便有人忍不住问道 秦广王 你这是怎么了 你倒是说话呀 秦广王直接将大帝的文书递出去 那人看了文书之后 面色也变得难看起来 我的目光随时也凑了过去 这会儿看到上面写的是 善让书 这三个字 这大帖的内容啊 就是北英大帝 要善让位置 而且后面还加了几个字 是立即生效 这立马善让 却是没有写明善让给谁 我看到上面盖着 北英大帝的轨迹 如果没有看错的话 这是百分之百真的 好好的北英大帝不当了 要善让 这就让我没搞明白了 我深吸一口气 一直半会儿也想不明白 而秦广王是最先跟着 北英大帝的 也是对北英大帝 最为忠心的人 秦广王当然不想 让北英大帝善让位置 可是这次 他在信上的内容 说得很是决绝 足以可以看出他的态度 秦广王 北英大帝没说 让谁当地府的大帝吗 如果没说的话 那肯定是默认 秦广王为大帝啊 是 秦广王有这个资格 所以地府大帝 应当由他来党 很多的支持声 不断地响起 其实我也是觉得 秦广王有资格的 毕竟第一眼罗当了这么久 论资排辈也该是他 这么多年 北英大帝一直当着 甩手掌柜 秦广王也将地府打理得 是井井有条 实在是功不可没 正当大家要推举 秦广王的时候 秦广王却是说了一句 不 大帝还有话要说 说着话 秦广王很快摸出了一封文书 这封文书很明显是附着在 那封改商文书的后面 秦广王先是看了一遍 随后便是开口 地府创建多年以来 一直是六道轮回 其实还有一道轮回 多年前本大帝 丢失在万佛山之中 本大帝这么多年 尝试数次 准备将那道轮回取回来 可是都没有成功过 本大帝已经感觉力不从心 当地府大帝这么多年 其实很多事情并没有做好 所以本大帝决定 将位置善让 给更多的年轻人 为了公平起见 本大帝决定 谁能将第七个轮回道 取回来 谁就是北英大帝 读到这儿 秦广王顿住了几秒 然后目光朝着我看了过来 紧接着语气 有些古怪的继续念叨 除了十点阎罗 地府小四殿情怀 也可以参加 这句话的意思 让所有人都傻了 没人说话 没人吭声 甚至是空气中的气氛 都变得有些古怪起来 十大阎罗 和一个小四殿的差距有多大 居然直接破格 让地府的小四殿参加 而且真的如果只是单纯的一个地府小四殿 那还好说 只是这个地府小四殿 已经是四海的霸主了 现在四海和地府的矛盾并没有解决 让他参与大地位置的竞争 这貌似有些不合理吧 所有人都是议论纷纷 但是大家不清楚 钟魁大人 却是知道的一清二楚 还有包括天子包 也是如此 众人虽然纠结 但最后还是答应下来 勤管王读完之后 看下我的眼神也变得沉重了 秦淮 你可愿意吗 我忽然想到我师父张一青说的话 地府说什么 便答应什么 难道我师父早就预料到 会有这件事情的发生吗 想到这儿 我觉得我师父让我答应的事 应该就是眼前这件 勤管王问完我 众人的目光全部看下了我 我答应 我话音落下 众人情绪不一 好 那和谈的事 等确认了谁是地府大地 再进行弹劾吧 我嗡了一声 点了点头 那从今日开始 谁得到了第七道轮回 谁便是地府大地 秦广王说完 再也不多废话 转身便回到了地府 有的人很快地散去 而我则是站在原地并没有动 钟魁大人和天子包 也都是没走 天子包忽然拱手 秦大人 可以请你去本王的府衙 喝杯热茶吗 我朝着天子包拱手回道 确实不恭 天子包笑了笑 钟魁大人 一同前往吧 钟魁大人则是比我爽快得多 直接说了一个好字 其余的什么都没说 我们很快地朝前面走去 到了天子包的府衙 我们大家坐定 天子包便是说道 秦大人 你别有什么心理负担 大地这样做 肯定有他的用意 我点点头 然后问道 天子包 不知你可见过大地吗 我自是见过呀 那大地长什么样子啊 我这个问题 貌似一下子就问到了关键的地方 天子包面露尴尬之色 紧接着说道 这个呀 我 我记不清楚了 钟魁大人则是打了个哈哈 这大地向来是神龙见首不见尾 一般的人 哪能见到他的真容啊 这两人一唱一和 让我隐约感觉 他们有什么事情在瞒着我 钟魁大人又说道 秦淮啊 这地府大地 不是闹着玩的 十大言诺的实力非常强横 所以你要想当上地府大地 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我点点头 表示知道 其实我压根就没有想过 要当这个大地 毕竟我终究是四海的王 如果我当了地府的大地 又当了龙宫的王 那么地府和龙宫 不就统一管理了吗 还要什么谈判呀 哎不对啊 仔细一想 如果真的变成了这样 那不正好吗 想他照我面子变了变 秦大人 你想什么呢 天子包忽然看着我 我像是被他看穿了一样 很快的尴尬的笑了笑 一时半会儿 不知道要说什么 而天子包倒是情绪淡定 秦大人 你知道万佛山吗 本集内容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如果您喜欢我的播讲 请您点一下关注 点一下订阅 咱们下集再见 第三百七十集 你知道六岛轮回 六岛指的是什么岛吗 我虽然在地府当了小司店 但是对于地府的事情 我很多都不了解 中魁大人看出了我的尴尬 便回答道 六岛 是指三恶岛 地狱岛 恶鬼岛 畜生岛 和三善岛 人岛 阿修罗岛 天岛 只不过这第七岛呢 本官也不清楚是什么 天子包笑了笑 其实本王 其实本王也并不清楚 不过北阴大帝肯定是知道的 但是北阴大帝既然没有说明 应该是有其余的用意的 而且 北阴大帝当初说 自己都没有带回来的轮回岛 我们去了便可以吗 秦淮 你想当地府大帝吗 正当我陷入思考之际 天子包忽然问我 地府大帝的位置 你和秦广王都比我有资格的 这种事啊 没什么资格所说 如果你真的想当地府大帝 本王一定全力支持你 我诧异地看着天子包 没想到他会这么说 让我当地府大帝 你没开玩笑吧 为什么呀 本王像是开玩笑吗 本王对地府大帝 并没有什么兴趣 最主要的是 本王像看到 地府和龙宫兵士前线 真正永久的和平 若是想做到这一点 除非地府和龙宫的主人 是同一个人 天子包说着话站了起来 中奎大人的眼神里 也露出了些许的差异 天子包目光看向了远处 没再说什么 我自己其实想过这个问题 地府和龙宫 若是真的和平统一 那会是什么样的情景 沉思许久 我站起来点头说道 如果可以 我会尽力的 天子包淡淡地回了一句 好 本王期待 你成为地府大帝那天 我说着话 便已经转身往外走去 而天子包则是出来送我 走到外面分别 中奎大人忽然追上了我 秦大人 你有几分把握呀 我哪有把握呀 中奎大人神色古怪 你还真是让本王意外 没想到你隐藏得这么深 中奎大人 这也不能怪我 地府和龙宫的恩怨这么深 我要是说了 回头地府不得弄死我呀 你说的有道理 如果本官当时要是知道 你在地府当差的同时 还在龙宫也有职位 本官第一个饶不了你 中奎大人是刀子嘴豆腐心的人 我们走到鬼门关的位置 我便是对着中奎拱了拱手 不用送了 好 那咱们到时望佛山界 随即我离开了地府 回到了杨间 杨间这会儿也是处于夜间 夜色寂静 一切的声音都像是销声匿迹一般 我并没有回到东海龙宫 现在四海的事情已经尘埃落定 有的事情交给老龟他们去管理就好 我回到了黄河边的家里 我看到齐瑶站在院子里 便朝着她走去 你怎么还没睡啊 睡不着 隐约感觉你会回来 齐瑶说着话 上前来双手抱住了我的腰 将脑袋靠在我的身上 我轻轻拍了拍她的后背 什么都没说 过了许久许久 我才卑微张口 过几日 我们去万佛山一趟 我简单地和齐瑶说了北银大地的这件事 我说完之后 齐瑶便问我 能行吗 当然能行了 不管怎么样 我们都要去看看她 齐瑶点了点头说好 夜色寂静 感觉外面有些清冷 我喊上了齐瑶去屋内睡觉 而第二天 我们便一路踏上了征程 而胖子和黄鼠狼也说要跟着我 我点点头 大家一起在这里待了这么长时间 也的确该换个地方待待了 我心里想的是 这次去寻找第七轮回到 应该是不会出什么事的 找到了大鱼 我们走水路 往万佛山而去 一路无话 便到达了万佛山 而迄今我又问下了大鱼 大鱼啊 你究竟想要什么 现在和我说 我给你 大鱼并没有立即回答我 而是过了许久 他才再次回到 原来说的那句话 大王 小的要的东西 你现在还给不了 我一个愣时 大鱼便潜入了水中 笑是不见了 他现在要的东西 我还给不了是吗 摇了摇头 自嘲地一笑 很快地转身 朝着万佛山而去 万佛山 正是山如其名 到处都雕刻着佛像 各种各样的佛像入野 让人感觉有些眼花缭乱 而且来这旅游的旅客 也还真是不少 一路往上走 到处都是清晨的游客 此时的时间 大概是下午三四点的样子 一直到六七点 才开始有人 陆陆续续地往山下走 而此时 我往山上看去 就能看到一些蓝色的光点 如果没看错的话 这些蓝色的光点 应该是地府的魂魄 我忽然好奇北印大地 为什么要将轮回到 扔在万佛山呢 我如此想着 还是朝着山上走去 而走着走着呀 我们身前忽然出现了一道黑影 飘然而过 我目光看下了黑影 这出现的不是别人 正是地府的第二眼落 宋帝王 宋帝王看了我一眼 压低声音说道 有我在 你休想当上地府的大地 我什么都没说 他冷哼一声 便是从我的眼前消失了 而此时啊 我听到身后 也有人叫我 天子包并没有 隐藏自己的踪迹 很快地就走了过来 而奇瑶和胖子他们 也是看见了天子包 特别是胖子 情绪变得非常的嫉妒 你 你就是传说中的 包 包长大人啊 天子包的模样特征 的确明显 天子包的皮肤很黑 额头上 还有一个月亮 天子包顿时被输地 有些尴尬 本王是 我知道你啊 你断如神 公正怜悯 从我小时候 你就是我的偶像了 我看着胖子激动的样子 便转身说道 你矜持点 胖子尴尬地笑了几声 这天子包身后 还跟着中奎大人 等我将中奎大人 介绍了一遍 胖子又激动了起来 看着他们少见多怪的样子 我意识是说也不是 不说也不是 还好天子包这时 突然说话 咱们还是先办正事吧 我点了点头 朝着山上走去 一路上 我便问他 这轮回道 是有什么线索吗 现在 我们并没有插到线索 唯一的线索 应该只能在这万佛山中寻找了 我点点头 这样至少对大家都是公平的 而中奎大人 此时却是插嘴说道 说不定有线索 中奎大人的话 吸引了我们的注意 什么线索啊 中奎大人看着我 这目光忽然 就变得有些奇怪起来 本集内容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如果您喜欢我的播讲 请您点一下关注 点一下订阅 咱们下集再见 第三百七十一集 我还在等着呢 但是他大半天 却是一句话没有说 我却是绷不住劲了 忍不住地催促了一句 而中奎大人 却是打了个哈哈 我一下给忘了 我一时半会儿有些无语 好吧 他不想说 我也不逼他 而胖子随时搭了嘴 要是找东西的话 我觉得应该找本地人问问吧 我嗡了一声 很快地站在了高处 在山上游巡起来 不多时 我看到了一座庙宇 庙宇内子是亮着灯光 我们朝着这边过去 很快就到了庙宇的跟前 抬眼望去 这座庙宇啊 香火旺盛 庙宇修缮得不错 而且面积也大 到了门口之后 很快就有个和尚走了出来 他双手合十便是说道 阿弥陀佛 施主 贫僧已经 再次恭候多时了 我看到出来的和尚年纪 大概在五十岁左右的样子 身上隐隐有个气息在散发着 一看就是个修行人士 但是听到他的话 我便是差异住了 在此等候多时 你在等我们 是 贫僧正是在等施主您 你等我做什么 还请施主 跟随贫僧而来 我跟着和尚 朝着前面而去 先是穿过了正殿 正殿当中 供奉着很多的佛像 我们穿过正殿之后 便来到了后殿 而这时 在后面我看到了一座高塔 不知为什么 当看到这高塔的时候 给我一种特别难受的感觉 这座高塔呀 从外面看来 满是灰尘 看着像是许久没有打扫过了 而我目光朝着那扇门看去 门也像是锁着的 锁头看着也是生锈了 帽子年代已经很久远了 我并不清楚和尚 有没有看见天字包和中魁大人 但是我此时 却是忍不住地问道 偏子包 你有没有看出什么不对劲的地方 偏子包微微点头 本王感受到 这塔内 有一股极重的阴气 一直阴影扩散 而且这塔外面 悬挂着很多的佛门宝珠 如果没错的话 应该是用来镇压 这里面的东西的存在 天字包说完 这和尚忽然转头说道 阿弥陀佛 施主说得没错 我听见这和尚回答了天字包的话 就知道这和尚绝对是有修行的 一般的人是看不见中魁与天字包的 大师啊 所以你此次等我们过来 是为了什么呢 想让师叔帮忙 将这塔内的存在给镇压 因为贫泽曾有预感 在三日之内 塔内的存在 必定是破塔而出 而到时 肯定会造成一些不好的后果 对不起 我帮不了你 我直接回绝了和尚 倒不是我不想帮他 而是现在我有很多事要做 和尚见我直接拒绝了他 便争住了几秒 可是我没等他有反应 喊上了气窑胖子 便准备离开 而天字包和中魁也是愣住了 但没有多说 见我走 也随着我一起走了 这和尚好像是有些不甘心 略意思量 快步追了上来 施主 贫曾不是白让你帮忙的 如果你愿意帮贫贫 贫曾愿意拿报酬与你交换 可能是见我感兴趣了 这和尚的脸上露出了一抹淡淡的笑容 只是这抹淡淡的笑容背后 还是藏着担忧的神色 施主 平道愿意告诉你 这第七道轮回的线索 啊 我心里吃惊 这和尚居然知道第七道轮回的事情 贫曾知道 施主此次前来 是寻找第七轮回的 你怎么知道啊 这会儿也没有管他 他有没有诈我了 我直接就承认了下来 来这儿的高人一般都是为了争夺第七道轮回的 天子包这时候也将心里的疑惑问了出来 那你是怎么知道这第七轮回到的 你要说这件事啊 还真是有些巧 在很早之前 我们这万福山 是鬼魂聚集 刚开始啊 我们来到这儿 都是为了超度他们 可是后来发现 这里来了越来越多的厉鬼 有些厉鬼罪孽深处 根本无法超度 而我们当时 已经是苦言相劝他们离开 可是一些厉鬼根本不停 并且在山上越聚越多 当时山省了一种僧人 也是十分的担心 于是就组织了一支 专门对付这些鬼魂的队伍 但是这支队伍 整日在山里巡逻 却并没有发现恶鬼 起初以为恶鬼下山了 可是后来 却发现完全不是这回事 这僧人的话很快就吸引了我的注意 后面怎么了 我们发现山下还有很多的小鬼 源源不断地过来 到后面调查才发现 这些恶鬼上山来 全部是为了轮回转世 所以我们才知道 这山上应该有个轮回道 我听后心里 忍不住微微惊异 所以你是知道 这轮回道在哪儿是吗 出家人不大狂语 我知道 不过准确的未知 或是不知的 那大概在哪儿 只要施主答应帮品责 品责便是告诉你 我心里还是有些担忧 毕竟这次参与竞争的人 不止我一个 等我将这篇的事情做好 说不定其余的阎落 早已经找到了第七轮回道 而和尚 却像是看出了我的隐忧 你放心吧 那个地方 甚是隐蔽 一般的人寻个三年五载 也定是找不到的 你确定吗 我确定 和尚说着话 很快朝着我双手合十 于是我点点头 转身回到了那座塔前 这里边到底镇压着什么 和尚叹气 面线悠色 随后缓缓地说道 其实品责也并不清楚 这座塔 至少有上千年的历史 这么久了 而此时 胖子忽然插嘴 胡说 你打开 让我们进去看看 不就知道具体情况了吗 和尚听后顿时无语 这东西是能随便打开的吗 我白了眼胖子 让他不要胡说八道 胖子也实确地闭上了嘴巴 施主 这上面的佛珠 一间军裂 还有塔尖顶端那颗舍利子 光芒也在日益失去 所以只剩三天的时间 是吗 和尚点了点头 表示是的 那你们下一步 打算怎么做 或者说需要我怎么做 三日内 平僧觉得 这座塔尼的东西就会出来 到时还请施主出一援手 帮我们镇压 你们自己不行吗 有心无礼 阿弥陀佛 我看着这和尚 心想这和尚 是一个耿直的人 自己不行就说不行 也不和我们废话 直接就承认了 这样吧 你容我考虑一下 我并没有贸然答应下来 我自己什么本事 我心里不清楚吗 这四海发生的事情 若不是我有两道分身 我自己出手 早就被水神公公 虐死千百遍了 而我刚刚陷入沉思 此时和尚又说道 施主 不知您想好了没有 我他妈的 我刚才想了 没有一分钟 就问我考虑好了没有 这和尚在和我搞笑是吗 但是我想了想 无非是两种选择 又能与人为善 为何不答应呢 那好 我答应你 和尚微微一笑 随后便说道 那我们就在这里等 几位施主 可以在这住下 我嗡了一声 没说什么废话 离得近了 我能清晰地感受到 这塔内散发出的一股气息 气息不是很强 但是却能让人 清晰地感受到 它的存在 镇压了千百年的塔 即将被破 我们在眼前看着 而和尚倒是叫来一个小和尚 让小和尚带着我们 找到了住的地方 这座寺庙处于的位置不错 我们住在二楼 从二楼往下看 就能看遍万佛山的景色 这零零总总 许多的佛像 全部落入我的眼底 但是我却无心观察 只是脑中在想着 这塔内镇压的到底是什么人 一晚上很快过去 第二天白铁 我能感受到整座庙宇 似乎已经被这股奇怪的气息 给慢慢地包裹住了 而现在我也知道 为什么僧人只说 有三天的时间了 也就一天 这万佛寺的寺庙 已经通过手段 静止游客上山 把所有的游客 阻拦在了山下 一时间 来此烧香拜佛的人 只能忘而形叹了 本期内容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如果您喜欢我的播讲 请您点一下关注 点一下订阅 咱们下集再见 第372集 很多的和尚都来到了塔前 开始盘坐 他们不断地诵读佛经 随着他们的诵读 这里开始慢慢地 亮起了金色的光芒 很快就把 微微晃动的塔尖 给包裹住 而胖子此时 眼里也露出了 吃惊的神色 看来这群都是些高人啊 此话怎讲 你没看见啊 这些高僧身上 有气息释放 一般的和尚 有这种能力吗 我点点头 随着这些金色的光芒 释放出来 很快就将原本晃动的 塔身重新禁锢 而就在我以为完事的时候 下一秒 忽然轰隆一声 一阵黑雾扩造 像是把金光撕破一般 原本如何的金色光芒 像是快速地扩散 以时间 所有盘坐的和尚 纷纷倒地 有人发出了惨叫 而有的人 甚至是嘴角一血 此时强大的气息 开始逐渐肆无忌惮地 扩散出来 但是这些和尚 并没有走 帐门 这里边的东西 又出来了 随着胖子的话音落下 我忽然看见塔身 迅速地 绷出了一道口子 这道口子 逐渐地蔓延 眼看是 绷得越来越大 我健壮立刻对着和尚说道 你让他们退下去吧 施主 不用 我对着胖子和黄恩说 带着齐遥先离开 此时我的心中 有过不安的感觉 正在蔓延 我总觉得塔内的人 很强很强 而就在我说完话的时候 咔嚓地一声碎裂声响起 这座塔 直接崩开 仅仅一秒 便是化为了积分 这爆炸出的气息 如同风浪一样 快速地扩散 我目光看去 很快就锁定 这黑雾中的人影 但仔细一分辨 这好像不是个人 看起来更像是一只猴子 不过这只猴子 有些太大了 至少有两三米的高度 而且长相是十分的雄暴 而更让人吃惊的是 这只猴子居然长着八只手臂 八臂猿猴 我呢喃了一句 同时心跳也越来越快 这是一只魔物 不是人 也不是魂魄 我这时扭头看了眼 身边的胖子他们还没走 你们愣着干什么呀 赶紧走啊 但是这次 启瑶却是不愿意走 秦桓 你每次危险的时候 我都没有陪在你的身边 这次 我不会走的 他脸上的神色坚定 我和他对视了一眼 而天子包这时 也是缓缓开口 秦桓 你放心吧 我来护他 我看脸天子包 点了点头 心里着实放心了不少 而直到此时 所有的和尚一步都没有退 他们纷纷拿着牧鱼 缓缓地按照既定的规律 敲了起来 这八臂猿猴身上 一下子散发出了一股 狂暴的气息 当牧鱼的声音响起之后 八臂猿猴像是听到了什么恼人的痛苦 他伸手捂住了自己的耳朵 发出了一声巨大的咆哮 咆哮声扩散 很快一些修行不扎实的小和尚 便是阵翻在地 蹊跷流血 而我则是手中拿着灵天宝剑 随时准备出手 只是我并没有什么战斗经验 但是此时 我能感觉到自己体内 有一股澎湃的道气在翻涌 而且这股道气 在我身上度了一层淡淡的金光 可也就是我身上散发出的 这一阵淡淡的金光 迅速地将八臂猿猴的目光吸引过来 他朝我大嘴一脸 快速地扑来 说是吃那是快 我一个懒驴打滚 躲开了他惊天一爪 这一爪抬起 在地上留下了清晰的爪印 我看后忍不住倒吸一口凉气 这家伙的实力很强很强呀 我提着灵天宝剑便毫不犹豫冲了上去 可是这八臂猿猴甚是灵活 我连出数戒 灵天宝剑却是没有斩到他一次 而周围的沐浴声随时还在响着 也许正是这种声音让八臂猿猴很是不安 所以变得愈发暴躁起来 我坚状让所有的和尚停止了敲击 这些小和尚当然是没听我的话 而是转头看了眼之前的高僧 这高僧便是缓缓点头 所有人才停止了敲击沐浴 而这时我眼前的八臂猿猴 情绪才算是稳定了一些 但是我感觉啊 他依旧是很暴躁 他目光盯着我 喘着粗气 眼中闪烁着一丝阴痕 他抬起了一只手指着我 嘴里发出了一道声音 你 你 我不确定八臂猿猴说的是不是你 可是听着语气有些想 难不成这八臂猿猴还会说话 你 会说话吗 你去死 我听到这句话 顿时心里有一万匹草泥马 在放肆地奔腾着 感情这憋了半天 是让我去死的 我快速地向后推着 可是八臂猿猴的移动速度 比我快多了 我甚至都没来得及躲避 直接被排中 好在用灵天宝剑挡住了一下 但身体还是遭到了撞击 往后翻飞 倒在了墙上 一瞬间感觉自己体内是气血翻涌 七瑶见我受伤 快速地跑过来 你没事吧 放心 我没事 我快速地站起来 脸上绽放出了一抹笑容 而天子包到是帮我拦住了七瑶 为什么此时我会异常地紧张起药呢 因为无论如何 我都不想有人因为我而死了 寒眼之初事之时的画面 还深深地刻在了我的脑海里 我深吸一口气 提着灵天宝剑 快速地朝着八臂猿猴掠去 我身体轻轻一跃 离地骑马两三米 一剑斩落 只听叮的一声 我的剑和八臂猿猴的手臂 快速地撞到了一起 别的声音没听见 居然听见了一声精铁浇明之声 我心里刚冒出卧槽两个字 却是又被一拳打在脸上 直直地飞了回去 从地上爬起来 吐了一口带着血色的唾沫 我起身的第一件事 先是看下了灵天宝剑 还好 没有坏 他对我发动着攻击 很快再次奔了过来 我的战斗经验 可以说是十分地浅薄 基本上等于没有 所以战斗的动作很是生涩 出手的时候 也不像旁人那么行云流水 不过在这时候 我已经下意识去熟悉 去记住这种战斗 随着我们不断地交手 我感觉自己的招式 已经慢慢地陷入了 其实我的实力应该不算差 按照我体内的道际来衡量 我感觉自己 应该不比八臂猿猴差 我对修为什么的 其实到现在 还没有一个准确的认知 连续交手数十招 八臂猿猴都没有伤害到我 他顿时变得急躁起来 愈发的狂暴 不断地嘶吼着 对我发起攻击 而我此时 就变得有些吃不消了 秦怀不会出事吧 而此时 其要担忧地问道 天子猴却是回答道 放心吧 他不会出事的 别小看他 而就在此时啊 我转身刺出了一剑 又被八臂猿猴伸手挡住 突然 他另一只手伸手探着 锁住了我的肩膀 我脸色微变 刚要挣扎 却看到他张着血盆大口 朝着我的脖子 狠狠地咬了过来 而正当他要咬到我脖子之时 在一瞬间 他的瞳孔放大 绽放出了一股 巨大的恐惧 本集内容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如果您喜欢我的播讲 请您点一下关注 点一下订阅 咱们下集再见 第三百七十三集 一瞬间八臂猿猴 像是见了鬼一样 慌张地松开了我 转身就想跑 可是此时他却惊恐地发现 自己根本跑不了 身体好似为什么 禁锢住了一半 他眼里的恐惧 变得越来越强烈 下一秒发出了一声咆哮 可是无论怎么样 都是没用 而我此时 也感觉身体出现了一抹 微妙的变化 我感觉到自己身体的道气翻涌 快速地充盈着 我感觉到自己身体的身影 恩公不愧是恩公啊 不是寻常人可以比的 是啊 掌门的确厉害 不愧是我们射刀门千百年来最杰出的掌门 既要此时眼神里 却闪烁着担心 巨大的八笔圆口倒在了地上 犹如干尸一般 双眼泛白 明显带着一丝不甘 可是直到现在 这一切已经全部结束了 而我细细感受之下 感觉身体内的道气 多里丝杂质 我想都没想 很快地盘腿坐下 便开始运转道气 死猪的人见我一脸严肃 也并没有打扰我 也不知过了多久 我感觉身上似乎有些湿润 像是起了露珠 我这才睁开眼睛 睁眼后 就看到齐瑶他们 都陪在了我的身边 而钟魁大人和天子包 因为白天并不能出现 所以没有先生 我睁开眼 齐瑶立马关切地问道 怎么样了 你没事吧 没事 你昨晚也没回屋睡觉 没有感冒吧 齐瑶摇了摇头 而此时 黄恩走到了我的身边 好奇地问道 安公 昨天晚上 你是将巴比元后的道气 给吸干了 这黄恩的话 让我争住了几秒 一时半会儿没有反应过来 其实昨天晚上发生的事 我自己也没明白 只是我这会儿 却是感觉自己 精神异常的爽快 我深吸一口气 对着黄恩摇了摇头 而这时啊 一道声音响起 我转头一看 昨晚那个僧人 走到了我的境界 他也是遵守诺言 指着一个地方说道 施主 那边便是万佛洞 你要找到第七道轮回道 很可能就在万佛洞中 我点点头 说了一句多谢 当下也并没有耽搁 朝着万佛洞而去 我们先是确定了万佛洞所在的位置 但是却并没有着急进去 既然是地府的轮回道 那白天自然是不可能出现的 要出现 也应该是晚上 而且万佛洞所在的位置 也比较危险 万佛山地势复杂 到处是刀皮俯坎的悬崖 四处凌厉 看起来就很危险 而且好死不死的 这万佛洞 就处在万佛山 一处最为陡峭的石壁当中 从山顶往下看去 这恐高的人 看一眼心脏都要跳出来 我并没有贸然地行动 而是找了一个地方先待下来 我们简单地吃了一些东西 这时啊 桓恩告诉我 恩公啊 万佛山已经解开了警风 游客又可以重新上山了 我点了点头 并没有多说 我们寻找轮回岛 应该在晚上 所以跟游客 应该扯不上太大的关系 因为我们吃饭的地方 还是有不少游客的踪迹的 我听见了一些细碎的声音 目光朝着远处那群人看去 忽然感觉到人群当中 似乎有盗气的存在 看来这次上山的 也不是这些普通人啊 希望这些人 不是奔着轮回岛来的吧 轮回岛对于他们来说 应该是没什么用吧 而对我来说 才算是大作用 不 准确地说 是对地府有大作用 我收回目光 却忽然发现 自己似乎也被锁定了 当我寻找锁定我的目光 看过去的时候 却发现 那目光消失了 看来这次寻找 第七道轮回的事 不会那么简单 这儿的位置 必须得保密 不能曝光 切记 别乱讲 这是自然 我不会往外说的 时间分秒地过着 天色渐渐暗了下来 这山上的游客 也开始减少 到了晚上 天子包和钟馗大人 也现身了 我和他们简单说明了一下情况 他们的目光 朝着万佛洞看去 万佛洞所处的位置 寻常人就算是知道 也是去不到那儿的 但是我们不一样 我们想要到那个地方 很简单 我将在我肩膀上 趴着睡觉的 无少子金龙给喊醒 他前几日受伤 一直睡到现在 才逐渐地回复 嗯 干嘛 喊本龙做什么呀 我们想下去 我对着无少子金龙说道 无少子金龙 睁开睡得迷糊的庄也 向下看了看 啊 好 没问题 说完 无少子金龙又顿住了几秒 不过 本龙觉得 还是没下去得好 我诧异地看向了 无少子金龙 不知道他为什么会说出这样一句话 怎么了 本龙觉得这下面 嗯 似乎有些邪乎 如果贸然下去的话 可能会有危险 这还是当初那个无少子金龙吗 这家伙几乎是个天不怕地不怕的猪 此时居然也会感觉到害怕 你是有什么不好的预感吗 无少子金龙还没说话 天子包先开了口 传说紫金龙对于危险会提前预知的 所以 他说的应该是真的 无少子金龙听见了天子包的话 很快哈哈大笑起来 小黑子 算你有眼光 天子包被无少子金龙叫做小黑子 顿时觉得有些尴尬 不过 他也没说什么 我尴尬的一笑 对着无少子金龙说道 你别乱叫 这是地府的天子包 那不也是小黑子吗 我一石无语 细细想想的说的 好像也再厉害 我终于放弃了 也不再纠结这个了 那你说不能下去 什么时候可以下去呢 你真是蠢呀你啊 这都要我告诉你 你直接说吧 别跟我绕丸子 无朝子金龙巡视了一圈 便悠悠地回道 这山里现在绝不知我们在 还有很多人存在 我点点头 无朝子金龙立刻又说道 这不就对了 既然有这么多人在 为什么得我们先进去啊 让他们先进 无朝子金龙说着话 还笑了笑 那这样不会让别人抢得先机吗 无朝子金龙看了我一眼 根据本龙多年来 抢宝藏的经验来说 好饭不怕晚 有时候最先出手的人 违必会有好下场 无朝子金龙说的有条有理 竟然让我一时乌烟已对 很有道理吗 而接下来 我们就找了个地方藏了起来 等藏好之后 很快就能觉察到 有人发现了万佛洞 而我也明白 他们非常地发现这处地方 因为从晚上开始 我就发现这万佛洞 似乎隐隐有灵气释放出来 昨晚还是没有的 但是到了今天晚上 已经愈发的明显了 我忽然觉得自己亏了 白白将八臂猿猴收拾了 早知道这万佛洞会自己暴露 我还费那个力气干什么呀 就在我胡思乱想之际 越来越多的黑影向着这边靠近 无朝子金龙躺在我的肩膀上 语气悠哉 看见了吗 本龙就说会有人来的 无朝子金龙的话音刚落 我就看到几道影子朝着山洞里走去 我不由他紧张了几分 毕竟如果轮回到 被这些人弄走的话 那就不知道了 我目光死死地盯着 我这时叫了一声天字包 而天字包看着我 突然对我说了一句话 本期内容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如果您喜欢我的播讲 请您点一下关注 点一下订阅 咱们下集再见 第三百七十四集 秦淮 本王感觉离别 应该不是轮回到存在的地方 我看着天字包 眼神里充满了疑惑 如果不是的话 那么 还没说完 天字包就摇摇头 我沉默着没出声 大概过了一分钟的样子 刚才才进入洞内的人 很快就发出了一声惨叫 这声惨叫很是短促 刚发出啊的一声 立马就戛然而止了 众人朝着山洞里看着 一时半会儿都没有动静 也不知过了多久啊 我看着巨山洞内宝物的这群家伙 便是议论纷纷 诶 这里边到底有什么东西啊 怎么一下就没了动静 是啊 不对劲儿 莫非是这里边有什么奇怪的东西吗 此时里边的道气变得越来越强烈 而且一阵子的光滑也不断地往外释放着 很多人都是蠢蠢欲动 包括我身边的胖子 此时也嘀咕道 装嘛 这里边肯定有好宝贝 你先等着吧 就算是有好宝贝 也得有命拿才是啊 其实说实话 虽然我让他们等着 但是我心里这会儿也是着急 但我知道 现在不是一个进去的好时机 里边进去的几个人 肯定是出事了 此时大概晚上九点 我看着来寻宝的这些修行之人 并没有因为刚才进去的人出事 而打起退堂鼓 相反 人事逐渐地越来越多 天字堡突然开口 没想到 来的强者还挺多的 这会儿呀 我还看到了几大言落也出现了 人越去越多 没多久 很快又有几人耐不住性子 立刻冲了进去 只是同刚才如出一辙 刚刚进去不到一分钟 惨叫声再次响起 如果说第一次 大家心里抱有侥幸 但是第二次 大家心里就变得慌乱起来了 你们说这里边是什么东西啊 肯定是什么吃人的东西吧 不过也是 这里边越是有吃人的东西 就说明里边更加有宝贝 啊 有没有哪位英雄好汉 敢和我一起进去啊 说话这人 手中拿着一把斧头 是个标形大汉 一看就不是吃素的 只是他说完话 并没有得到回应 他环顾四周 很快说了一句 原本以为这里有英雄好汉 没想到 都是他娘的一帮怂货 哼 就你们这帮怂货 还想寻宝 回家喝奶去吧 哈哈哈哈 他说着话 便发出了一声猖狂的笑声 随后 他身上爆发出一阵光滑 凌空朝着那山洞略去 这时啊 很多人不服 闭上你的狗嘴吧 谁说老子不敢去的 紧接着 一道瘦弱的身影出现 接连一共出现了好几个人 一起进入了山洞之内 他们并没有像先前那样 很快发出了惨叫 但是不多时 却依旧听到 里边出现了大豆之音 貌似尤为激烈 原来气势汹汹闯进去的 标形大汉 忽然从里边跑了出来 他一脸慌张 拼了命地向外跑 眼看要到了门口 可就在下一秒 他的表情瞬间凝固住 只见标形大汗的胸口 突然被什么东西传透了 这东西啊 在月光之下 还泛着隐隐的寒光 鲜血不断地低落 标形大汗的神色 瞬间凝固 随后身体便被拖着进去 众人都是惊慌失措 这里边到底是什么怪物啊 我刚才看到那个金刺 简直是以肉眼不可见的速度 便刺透了他的胸膛 我转头便是翻下了五爪紫金炉 你刚才看清楚这里边是什么了吗 没看清楚 但是应该看定啊 不是什么好东西啊 我呸了一声 我不知道不是好东西啊 我现在有心想去看看 但是西瑶却拉着我 让我不要轻举妄动 静怀 先别着急 这里边很大可能 不会是第七道轮回 所以你千万被一身犯血 天子包对我说道 我点点头 目前也只能等着了 等着进去的几人出事之后 四下变得安静了 没人敢动身 毕竟大家都是怕死的 刚才进去的人 没有一个落得好下场 就这样 气氛瞬间凝固了 而就在此时啊 万佛洞里的道气 逐渐增强 光芒也变得更加制胜起来 我忽然觉得这里边的家伙 好像是在用计 将众人引诱进去 让众人以为里边有什么宝物 可是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 那么只能证明这个家伙 实力强悍 嚣张把扶 并且我心里有疑惑 这儿可是万佛洞 顾名思义 大家知道是什么意思 但是里边怎么会住着一个杀人的怪物呢 就这样持续了一刻钟的样子 终于有个人憋不住 大喊了一声 想必大家来到这儿 目的都是一样的 是想得到这万佛山的宝藏 如果我们单枪拼马杀进去 肯定是会出事的 如这样 咱们组一支队伍进去 到时 如果得到了宝藏 咱们大家平分怎么样 好 我同意 我也同意 诸如此类的声音 不断地响起 吴钞紫星龙则是不懈地说了一句 他们进去 偷射送死 就让他们先进去 你这么肯定吗 本龙什么时候跟你开过玩笑啊 其实最好的方法 是将里边的东西引出来 然后对付他 怎么引出来啊 当然是用修行者来引啊 不过看那一群損货 应该都不敢 但是这一次 他们组队进去的话 应该是可以逃出个八个人 这里边的怪物 应该到时也会出现 秦怀 你随时做好准备 等那怪物出来 立即斩上 不然等他逃回去 那就难咯 吴钞紫星龙悠悠地说着 我点点头 那等一下你帮我吗 我帮你可以 但里边的宝藏得归本龙 我嗡了一声 很快地答应下来 里边的宝藏可以给你 但是如果里边是轮回道的话 你得给我 本龙对你那个什么狗屁轮回道 并不感兴趣 只要是那个什么轮回道 你尽管拿去 话说到这一波 我也就放心了 钟魁此时 却是突然出口 本官一会儿 也出手帮你 不用 大人 你帮我保护好七遥就行 钟魁大人看了眼七遥 微微点头 他们很快组织了一支队伍 看着人数 应该在十几人 除了他们 还有很多人按兵不动 他们组织好之后 没耽搁 很快地首尾相连 朝着里边走去 这次进去大概一分钟 还是传出了打斗声 可是这次打斗的声音 持续的不久 刚刚两三分钟 便是有人跑了出来 他嘴里惊慌地大喊着 怪物 这跑出来的一个呀 很快被一只金爪 透涕而过 又给抓了回去 我看到眼前的一幕 感觉十分的残忍血腥 而里边的战斗声 还在持续着 看来里边的人还没死亡 可是这里边的怪物 好像有强迫症一样 进去的人 不能放一个活口出来 本期内容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如果您喜欢我的褒奖 请您点一下关注 点一下订阅 咱们下集再见 而没等多久啊 又看到一个浑身 带着血的人出来 他一脸的惶恐 身形凌空而飞 发疯死地跑 嘴里还喊着救命 我看着他跑出来的距离 大概有个五六米的样子 也就是这个时候 我看到了万佛洞里的怪物 追了出来 等我看清楚那怪物的面容之后 心顿时悬到了嗓子眼 它通体发黑 给人的感觉非常的恶心 身上有八只触角 正当我还没看清的时候 却有人已经喊到了 这是六眼魔珠 顿时让众人无比的惊慌 六眼魔珠 他浑身发黑 但此时身上沾了不少的人的鲜血 特别是几只脸兆上 还插着好几具尸体 看起来画面异常的血腥 我对着五爪紫禁龙问道 动手吗 此时我隐隐有些紧张 五爪紫禁龙却是说道 动手啊 弄死这处长 咱们拿宝藏去 原本那仓皇而逃的人 喊着救命 可是跑出去不到十米 也很快地被终结了性命 顿时所有人心里 都有一阵拔凉的冰冷气息 在迅速地弥漫着 这是无人感动 可是我确实没有耽搁 趁着六眼魔珠 转身想回洞府的时候 我快速地飞掠而去 挡住了六眼魔珠的驱路 我身体悬空 身上的道气扩散而出 握紧了灵天宝剑 五爪紫禁龙还没出手 躺在我肩膀上说道 秦怀 不用慌 有本龙在 保你没事 我面对着六眼魔珠 六眼魔珠也看着我 紧接着下一秒 我就看到他嘴里 吐出了一根白色的丝线 看到这根白色的丝线后 我快速地向后退去 深深的道气 足够在我空中短暂的飞行 或者说是停留了 魔王后退着 可是这白色的丝线 却是紧紧跟着我 好似能无限地延长一般 我看到这丝线 心里顿时觉得有些恶心 好像是躲不开了 躲不开那就没办法了 只好拿出手中的灵天宝剑 将这白色的丝线给斩断 可是斩断了一根 紧接着他又喷出了好几根 此时我们双方的距离 大概有百十余米 可是这白色的丝线 却能准确无误地锁定我的位置 而且我看到白色的丝线上 似乎隐隐有腐蚀性的粘液 有黑色的气息往外冒着 一看就不是什么好惹的火色 说不定还有剧毒呢 我提着灵天宝剑 很快左斩右斩 又砍断了几根 这个剧动 像是把六眼魔珠给惹怒了 他很快地用力一跃 朝着我便是奔了过来 速度也是出击的快 而且他似乎也能悬浮在空中 此时 五朝紫金龙还是没有出手 正躺在我的肩膀上看着戏 围观的众人 看见六眼魔珠出来 有的人吓得面色苍白 不断向后推去 而一些胆小之人 已经转身抛了 而我此时的脸色也不好看 我感受到了一股死亡的气息 正朝着我碾压过来 我知道 现在的情况对于我来说 太复杂了 我提着灵天宝剑 迎着六眼魔珠便是过去了 连续斩了好几剑 一阵阵的剑芒 朝着六眼魔珠身上碾压而去 而这时 却是听到有人议论 这小子的实力 盗气 帽子还是不错的 只是战斗经验不行 你这么说的确像是这么回事 你看 他斩出的剑气 从盗气的翻涌程度来说 怎么看也像是 先人级别的高手啊 是啊 可惜这几节 一切都没有斩中 众人你一言我一语 原本刚才还嚣张跋扈的众人 看到六眼魔珠的样子之后 已经没有人敢出手了 六眼魔珠有多厉害 他们心里清楚 即便是没见过 但是都是听过的 加上刚才死了这么多人 在众人的心里早就造成了惶恐 我提着灵天宝剑 连续好几件斩落之后 心里也是有些发虚 在我眼里这个家伙的移动速度 貌似比我快 五爪紫金龙 此时看着倒是十分的优先 秦怀啊 亏本龙还认你当做了小弟 对付这么一只臭蜘蛛 居然这么费力啊 我听着五爪紫金龙 说着风凉话 我立刻气地回道 你行你上啊 五爪紫金龙顿时尴尬地 笑了几声 本龙不能出手 本龙不能让你一直躲在 本龙尾岸的身躯身后啊 否则你永远不会成长的 我听着五爪紫金龙的话 我知道他是为我好 虽然这个家伙明显是在调侃我 是啊 我不可能一辈子 都躲在这些厉害人物的身后 谁也不可能保护我一辈子 有些事终究是我需要去面对的 此时六眼魔珠 喷出了一股黑雾 似乎把自己隐藏起来 我已经失去了他的踪迹 但空气之中 确实有一丝血腥的味道 正在满眼镇 洞内的光芒 此时已经泯灭 而下一秒我突然感觉 身后有一股巨大的危机感袭来 我转身过去 就看到六眼魔珠一只锋利的触角 奔着我直直而来 很快就到了我的境界 一抹寒光闪过 我见状忍不住倒吸一口凉气 我快速地用灵天宝剑挡住 只听苍狼一声 六眼魔珠身上的尖刺 和我的灵天宝剑碰到了一起 我顿时感觉到一抹很强的气息 朝着我碾压而来 我快速地运转体内的倒气 堪堪抵挡住 只是好景不长 我瞳孔快速地放大 心跳加速 因为我看到 它另一只触角 很快地朝着我攻击而来了 我心里大骂一声卧槽 书剑赶紧往后退去 而五爪紫金龙 此时的声音又响了起来 秦怀 别退 上去弄死他 我也算是服气了 我生着闷气 对着五爪紫金龙说道 就怕我等下上去 不是他死 是我死了 你放心吧 有本龙在你绝对死不了 听着五爪紫金龙 这淡定的语气 想了想他应该不会坑我 而此时周围的人 又议论了起来 这是六眼魔珠 起码也是 新人级别的实力吧 两人都是新人级别 在我们人间界 也是很少见的 是啊 新人级别的高手 居然都跑到这儿来了 而且这小子 看起来很年轻 怎么都不像是 新人级别呀 你知道个屁啊 要是真的当了 新人级别这个境界 早就可以保持 面容不再衰老了 我之前也听我师父 张一清说过 说我当了天庭的上仙 但不具备实力 到天庭当仙人 有两种途径 第一种 靠自己的修为修炼上去 还有一种 像我这样 靠玉地册封 而靠玉地册封的那 基本上都是有名无识的 所以之前天天好些新人 都是看不上我的 是啊 你这么说 我倒是忘记了这件事了 说不定现在出手的人 已经好几百岁了 几百岁算什么呀 可能几千岁了 不知道他现在是上仙的实力 还是高仙的实力啊 新人也是分等级的 从一个新人的级别 修炼到更高的境界 好些人耗费了几千年的时间 都未必能够成功 你是怎么知道的 因为我家老祖 就曾经破镜成为了天庭的赏心 可是没过多久 却还是作画 作画之前 曾经下饭来看过我们 本集内容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如果您喜欢我的播讲 请您点一下关注 点一下订阅 咱们下集再见 这些人在议论着 而我这边 战况却是变得异常的激烈 之前和巴比猿猴交手的时候 战斗动作就很生疏 但此时啊 也好不到哪儿去 毕竟刚刚打了异常仗 而好在是 摩提孙当时教我用剑的招式 我还铭记于心 我的战斗力比值之前 还是要好上很多的 交手百余招之后 我的身上也渐渐挂了彩 而挂彩的地方 很快就变成了黑色 这六眼魔竹 根本是浑身剧毒 如果是实力一般的人 重上一下 恐怕现在已经死了 难怪刚才这么多人 基本上没人可以活着出来 因为只要被这家伙戳住 根本难逃一死 我深吸一口气 稳定住自己的情绪 此时我的伤口处 像是被火灼烧一般的疼痛 我快速地用倒气 凝结封住自己的伤口 以免毒液扩散 而六眼魔竹 却是并没有给我喘息的机会 仅仅是下一秒 就快速地对我出手 转瞬之间便到了我的跟前 八只触角 从不同的角度 刁钻地攻击而来 我根本难以递到 更可恨的是 这狗东西 六只眼睛 三百六十度无死角的底部 就算是多刁钻的角度 也是很难攻击到他的要害的 如果按照现在这样下去 我迟早要被消耗死 就在这时 我忽然看到有人 趁着我和六眼魔竹交手的时候 朝着万佛洞里 买着步子 那小子偷偷摸摸 眼看着就要进去了 却在这时 一根白色的丝线 突然缠住了他 很快地往战场拖来 紧接着响起了一声惨叫 随后我就看到 六眼魔竹 用一只触角 直接把他透胸而过 来了个头经凉 随后他把这人举到了空中 一口吞入了腹里 就这样吃掉了 我看着他分泌的唾液 迅速将眼前的人 肢体给溶解了 我背后冒起了一股寒气 五爪紫金龙此时 也在我的肩膀上 嘀咕了一句 真是变态 啊 你 你说什么 我转头问下了 五爪紫金龙 但是他摇摇头 说本龙什么都没说 正当我分心和紫金龙 说着话的时候 突然 六眼魔竹 又对我发动了进攻 他发出了一声奇怪的叫声 而且吃过人后的他 似乎变得更加暴躁起来 周围围观的人 见到这一幕 忍不住倒吸一口凉气 而那些打着 趁我和六眼魔竹交手时 偷偷进洞的想法的人 也全部打消了心思 面对着六眼魔竹的攻击 我身形快速移动 现在我基本上 只能被动防御 根本不能主动攻击了 而这时啊 五爪紫金龙突然说道 你这样逃避也不是个办法 本龙教你一个办法对付他 我顿时有些无语 你他妈有办法 你不早说 现在再说 我忍不住吐槽了一句 五爪紫金龙黑黑笑了几声 嘿嘿 本龙也是刚刚想起来 我懒得和五爪紫金龙计较了 赶紧说 五爪紫金龙也没耽搁 如果本龙没记错的话 你是不是有个八卦图 我听后一睁 然后细细地感受了一番 点点头 没有否认 我之前还真把这啥给忘了 因为我之前一直以为 这八卦图是我分身的 没想到 居然是我本体能够拥有的 那就对了 你先用八卦图 把这臭蜘蛛给震住 震住之后 再说其他 我嗡了一声 这时啊 这六眼魔珠发出了一声声奇怪的叫声 跟其移动速度 再次增快 转眼间就到了我的身前 我心眼一动 调整了一下呼吸 右手并止呈见 前缘亨利震 对则英雄兵 出行无择日 祸缓从不尽 随着我的咒语落下 只听争了一声 我手上渐渐浮现出了一黑一白两的光芒 我当下不再犹豫 伸手轻轻一点 一个台积八卦图 便是出现在 我的掌心之中 八卦图在我操纵下 变得越来越大 等六眼魔珠到了我的境前 刚刚碰上 便产生出了一道波纹 挡住了他的去路 随着一声剧烈的撞击 六眼魔珠直接被撞得倒飞而回 我见状立刻傻了 这东西居然有这么厉害吗 无招子金龙也蒙了 不过旋起一响 早在之前对付水神公共的时候 这八卦图最近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虽有这种势力也并不意外 八卦图 这小子难道是道家的人 看这是有可能 围观的众人 嘖嘖撑起 眼见六眼魔珠吃亏 发出了一声更加狂暴的声音 然后汗不畏死地 又朝我发起了充分 而且它是越战越远 这六眼魔珠此时像是不要命了一般 对着我的八卦图不断地撞击 见到这一幕 我心里还略微有些紧张 因为八卦图被撞得不断地晃动 我对着五爪紫金龙说道 咱们下一步怎么办 下一步用八卦图震住他 然后趁机把他的眼睛戳下 戳下之后咱们收拾他 简单很多了 我觉得五爪紫金龙说的有道理 先将这个家伙眼睛弄香 否则的话 比三百六十度无死角的观察 的确不是一件什么好事 想着我很快地动手 八卦图在我意念操控之下 已经变得越来越熟练 紧接着八卦图绽放的光芒 越来越大 朝着六眼魔珠 便是轰隆一声 镇压而下 瞬间 一阵强大的光芒 直接在夜色里绽放 照耀到旁边的人 都有些睁不开眼睛了 呀呀呀 这真是个好东西啊 五爪紫金龙在旁边 呢喃了一句 而我此时脸色大喜 却听到六眼魔珠 发出了一声奇怪的叫声 好像是吃痛的叫声 而此时乌找紫金龙 赶紧催促我 还挡什么呀 现在就是你出手的好时机呀 我略一点头 提着灵天宝剑快速地上枪而去 没有耽搁一点时间 身形一转 转身便是到了镜前 看到了他的眼睛 他眼睛很大 要瞄准并不费力 我运转倒气 冒足了镜头 随后一键便是站了下去 一道释放着强烈光芒的剑光 迸发而出 扑死一声啊 仅仅一秒 两道道气冲撞在一起 我的身体被冲撞的倒飞而回 快速地稳住了自己的身形 往下看去 紧接着是一声惨叫的声音传来 我看到鲜血 瞬间地往下滴落 这六眼魔珠 在原地痛苦地打滚 我心想 应该是成了 镇压他的八卦图 持续地受到强烈的冲击 砰砰之声 不绝于耳 我刚才废掉了 六眼魔珠的一双眼睛 紧接着 我听见了一道 嘶哑难听的声音 你 还真的让我怒了 我目光看去 六眼魔珠发出来的 修行到他们这种地步 真是什么阿猫阿狗 都能口吐人言哈 本期内容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如果您喜欢我的播讲 请您点一下关注 点一下订阅 咱们下集再见 咱们下集结